第十三章,他们却欲误读了,一尊恐怖的身影出现在一座巨大的神殿中,它的身躯高达三米,恐怖的气息透体而出,整座神殿仿佛都承受不住,这是超越界神境的力量,灵旋眼中闪烁着恐怖的烈焰,那高温仿佛能够焚塌虚空。 千真万确,夫人已经驾驭了座驾赶往玉物卒,现在差不多已经快要抵达玉物制度了。 一名艳丽女郎跪在灵旋神脚下,她负责监视灵溪,一直悄然潜伏其身边。 灵旋没有理会女郎,瞬息间她消失在神殿中,下一刻她来到神庙。 火长老,听说您的儿子被玉物卒的人抓住了。 火黄一脸的阴沉,看着突然出现的灵旋冷横道,灵族长不会是过来看火某的笑话道。 灵旋微微笑道,火长老误会了,灵某怎么会有闲工夫来看你的笑话? 这次灵某过来,只是想要告诉火长老一件事情,以免火长老到时措手不及。 什么事情?灵狱去了玉物卒,跟着她移到过去的还有我的妻子灵旋。 他们去做什么?可能火长老不知道,在灵溪嫁给灵某之前,曾经跟玉物卒的玉红交往过一段时间。 如今玉物卒的族长玉战就是他们当年结合生下的私生子。 这是真的?火黄点色猛的一变,如果仅仅是玉物卒的话,火源族完全能够压得住,让他们乖乖将自己儿子交出来。 但如果那个玉物卒的新族长是灵溪的儿子,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灵溪这个女人非常的厉害,虽然灵炫是灵神族的族长,但是在灵神族中那个女人的势力很大,几乎已经达到分平抗领的地步。 当然,如果仅仅只有一个灵溪,还不用太过畏惧,这个女人还是比较理智的,真正让火黄忌惮的人是灵溪。 这个女人完全就是一个疯子,她嗜血疯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人愿意得罪这个女人。 当然是真的,我妻子灵溪可能还好,但灵溪这个女人做启示来绝对不择手段,火组长如果一个没有处理好,极有可能会引起一场灾难。 火黄脸色很是难看,在知道灵溪这个女人去了玉物卒之后,她知道事情一个不好自己的儿子绝对一命呜呼,那个女人绝不会理会火源是她的亲生儿子。 这个时候,火黄哪里还有心情跟灵溪废话,她瞬间消失不见。 灵溪并未因为鼓动火黄而有丝毫高兴的样子,她的眼中闪烁着森寒沙艺,灵溪是她的亲妹妹,从很小的时候,她就亏是其眉毛,一直想要将其占为己有。 当年灵溪同玉红结合,就是灵溪从中破坏。 这些年来,玉物卒的衰落,她所扮演的爵士,可谓功不可没。 如今玉红死了,在灵溪看来,让她完全得到灵溪的心,只剩下最后一个御战。 只要这小子一死,灵溪就再也没有了牵挂,她最终将一心一意做她的女人。 灵溪眼中冷意越来越浓,玉纳这小子必须死,没有人能够分享灵溪的爱,哪怕是她的儿子也不行。 灵溪知道,火皇才知道,玉纳是灵溪的儿子时,不会将这小子怎么样,她必须做些什么,最后将一切责任都推到火皇的身上。 揽月楼内歌舞机云集,这些姑娘全都是来自造物族各大种族,她们一个个生得千娇百威,最让人心动的是,她们全都是那种令男人魂牵梦绕的绝世游物。 薄杀国体,武技销魂,缠绵翡翠的乐生,试图将肖战最原始的欲望引诱出来,目光滑过,手指触碰,一切似乎回到当年荒唐之时。 只是肖战难以真正放开身心,同这些美女做些什么,她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论武技要比曾经身边最为出色的那些女人还要来得销魂, 一切都只是她自己变了,孤独茫然害怕种种情绪,让她心神始终紧绷着,未曾真正地放松下来,完全投入到这个全新的人生。 肖战没有了以前在的那种自信,认定自己一定能够达到戒神,成功完成试炼。 他始终想要摆脱这种糟糕的感觉,可是效果并不大,在原界所有记忆苏醒并没有多久, 但始终找不到真确的修炼方式,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肖战知道自己必须尽早离开玉务组,热血沸腾的战斗也许能够让她找到正确的途径。 这些天来,你始终都有心事。 香气扑鼻,丰满惹火的身体从身后抱住肖战。 香舌钻探着她的耳朵,灼热的呼吸,充满调豆的闻,在羽唇与舌间引动她身心内最强烈的欲望。 那滑玉手调皮地滑入肖战泻裤中,玄月从未掩饰对她强壮的迷味。 月神族对男人的要求实在太高,没有男人能够承受得住他们的压榨,尤其身为神女的她。 肖战喜欢玄月的热情奔放,在她的身上看不到女人的矜持,她喜欢什么总会完全表露出来。 挑逗男人要比他所遇任何一个女人还要厉害。 修炼进入了瓶颈,目前为止没有一点头绪。 就是那种剑道吗? 真的很厉害。 这是人家所见剑道中最为可怕的。 如果彼此修为相当,人家敢肯定很难使玉郎的对手。 现在的我正处于剑主境,修炼的体系完全不同于正常的借助晋升到戒军。 我感觉剑道的修为需要不断从杀戮战斗中领悟。 这样的平静的生活并不适合现在的我。 玄月突然将肖战推倒,撤掉他身上碍事的障碍物。 一番亲吻。 玄月爱抚着肖战的脸颊道,不久,神盟同武盟将要再度爆发持续本年的大战。 玉郎完全可以在那个时候加入这场战争中。 肖战皱眉道,现如今我在神盟中的情况并不乐观。 就这样参与他们之间的大战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担心的。 在这样恐怖的大战中,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随便跳出来一个欲望,就能让我万劫不复。 两大联盟之间的大战并不适合我。 说话间,肖战注视着玄月。 他脸上始终挂着温柔石骨的笑容, 有如春风拂面,温暖而舒适。 可在那双眼睛内却仿佛有团火熊熊燃烧。 彼此就这么对视着。 让肖战感觉自己已被他完全给融化掉。 歌舞乐显激情四射,仿佛是在给场中男女助兴。 玄月的激情永远都不会消退。 他无时无刻都在压占着肖战奉献的极限。 是那般贪得无厌, 让人沉浸在同他一道堕落的快乐中。 这样的男人跟你们月神族的女人简直就是绝配。 在整个永恒神国,怕是都找不出来一个。 蒙面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揽月楼内。 玄月拾起丝至长袍,将如玉冻体裹住。 赤狱独走出粉杖。 听着蒙面女子的话, 她回头看向粉杖中那朦胧起伏着的妖娆玉体。 嘴角站起一抹妩媚的浅笑道, 一段时间没见。 她的修为虽然没什么增长, 但这体质却是强出一大截。 就如她所说永不枯竭, 无私奉献到底。 丫头们都很喜欢。 这次来最近宣布论其他, 仅仅能够遇到他就算是最大收获的。 蒙面女子淡然道, 不久后玉物族将称为造物族权力争斗的焦点。 到时定会无数神师汇聚。 我打算直接出手, 将这些神师一锅端。 玉月面露幽色道, 造物族由神将一族暗中掌控。 这次进入最界的, 好像是被约一个纪元才出的绝世奇才。 她进入这个世界, 差不多已有数万年之久。 如今实力如何难以推断。 一旦将她引出来, 小姐可有把握。 蒙面女子淡然道, 神将一族除了练器外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 只要这家伙敢出现, 我就有办法将之生擒过周。 到时我的试炼能有神将一族的绝世天才助阵。 成功的几率将无限大增。 以其余的都不用管。 只要保护好你的小情人就行了。 玄月想说什么, 不过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目送蒙面女子离去, 眸光一闪, 也不见她做什么很快一群女子鱼冠而入。 衣物飞足立体, 蛇火丰满的动体消失在朦胧粉栈中。 不知何时, 小战发现自己躺在舒适的床上, 玄月战校的眼眸正温柔地注视着她。 彼此的身体仍然结合得毫无一丝缝起, 她总是喜欢这样无时无刻拥有着她。 不管你想到哪里, 人家都会陪伴你身边。 原本飞入云端的意识飞速回归身体, 肖战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精神, 根本不用内视。 她就发现, 奉献这个天赋能力完全飙升一个等级。 女人的体相扑鼻, 那绝不是一个两个女人留下的。 肖战暗自心惊, 她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可是来自身体的记忆却清晰无误地告诉她, 在她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差不多有三位数的美女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 难道玄月特意抹掉她这段记忆? 肖战眼皮一跳, 不过很快她否定了这种猜测, 并不是玄月抹掉了这段记忆, 只不过是太过销魂, 让她的意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脑中只要回忆那种滋味, 肖战就感觉自己的骨头仿佛都要软掉。 这不用让她暗自心惊这月神祖的女人, 简直就是一群吸髓尸骨的妖精。 幸好是她, 换作其他男人再强, 也要死在他们的肚皮上。 回应付你一个都觉得困难, 你用不着弄那么多女人来压榨我吧。 肖战一脸苦笑, 仅有玄月肉体, 直觉欲望就像四倍点燃的炸药, 意识在瞬息间清醒, 从身体每一个细胞中钻出无限精力, 人仿佛只剩下奉献的本能, 欲罢不能, 压都压不住。 这样的女人真可怕, 她本能地压榨你每一丝精力, 直到你枯竭, 无法再动她为止。 丫头们看得眼馋, 我自然也要让她们长长甜头。 肖战翻白眼道, 我是你男人, 可不是你用来赏赐手下的工具。 玄月笑容妩媚道, 玉郎也知道, 我们越神族的女人 找个称心如意的男人有多困难。 我这做主子的, 既然要让手下卖命, 那自然就要好好犒劳他们。 肖战皱眉道, 他们真的只是你的手下, 玄月笑道, 当然不仅仅是手下, 他们是我最要好的姐妹, 知道吗? 在你身上, 有种令我们越神多女人着你的特质, 只要压榨你, 就让激活我们的潜能, 那感觉实在是太逆人了。 就像此刻, 随着榨取你每一丝精力让我的身体兴奋地站立, 血脉中隐藏的力量想要觉醒, 那属于借圣经的奇妙力量已经出去神秘的面上, 已触手可及了。 你, 要突破到借圣经, 肖战很是吃了一惊, 玄月笑容妩媚道, 这就说不定了, 亲爱的, 让人家看一看你的极限在哪。 虽是询问的口气, 但玄月丝毫没有在乎肖战同意与否的意思, 他有种奇特的气质, 能够让人甘之如鱼的臣服, 在他霸道的温柔中。 第十四章, 少主这次怎么有兴趣参与这种原始不足间的争斗? 一名身着金色鸡袍的神师, 恭敬了迎接一名俊美男子的到来,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借神境, 从他胸口的徽章, 明显可以判断, 他的神师职业称号已经达到巅峰之境, 在整个造物族中, 都能归属于最强的神师之列, 身着金色鸡袍的男子虽然身份很高, 但他在面对看上去, 也就二十出头的俊美男子时, 有着一种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仰视之感。 俊美男子穿得看上去非常的普通, 在浸泡济师的面前, 看上去就像肆意微笑于途, 可是, 从两人的态度来看, 这种关系完全是颠绕过来的。 浸泡济师在俊美男子面前, 不仅仅是宫镜那么简单, 他显得异常的小心, 那感觉, 俊美男子就是师门长辈一般。 柳翼对于浸泡济师的宫镜显得很是坦然, 微微笑道, 对于原始部落的争斗我自然不感兴趣, 这次之所以过来, 主要就是为了试炼。 金袍济师功声道, 少主打算启动传承试炼吗? 柳翼摇头道, 传承试炼是否启动还要看情况? 这次, 我来欲我之都主要是为了证实一个消息。 金袍济师有些吃惊, 并不是因为柳翼口中所谓证实某个消息, 而是他在柳翼的眼中看到一种叫做兴奋的神光。 金袍济师非常吃惊, 少主在他心目中乃是神人一般的存在, 这个世间根本不会有任何东西引起他的兴趣才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人吸引住少数的注意。 柳翼微微笑道, 根据家族传来的消息, 神奇公主在千年前已经进入罪界, 参与一个神秘的试炼。 消息一直非常解密, 就算是在神国皇室中都是绝密消息, 不过, 就在不久前, 家族长辈从一位神奇公主敌对的公主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金袍济师吃惊道, 神奇公主乃是神国第一公主, 据说, 她是最有希望成为新一代神国国主的继承人, 这个时候进入罪界,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柳翼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道, 神奇公主精彩绝艳, 公认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就算是有着战神之称的公孙爵, 曾经据说也拜在她的手中。 神奇公主从未离开过神国, 而这次她却悄然进入罪界, 家族长老猜测, 极有可能公主殿下是冲着当年国主留在罪界的传承又关。 金袍济师亥然道, 这么说恩来传承之事是真的。 柳翼笑道, 能够让神奇公主亲自冒险进入罪界, 我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如此重要, 就算不是传承也没有关系, 我对公主殿下本人更为感兴趣。 在神国公主殿下高高在上, 她就是那轮能够照耀整个神国的太阳, 我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而如今, 公主殿下进入罪界, 一切都要受到限制, 仅仅千年而已, 就算公主殿下的天赋超过我, 短时间内, 她都要被我死死压制住。 如此机会岂能错过, 只要成为公主驸马, 将来别说是神将家族的家主, 就算是成为神国之主都不是不可能。 柳翼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叫做野心的光芒, 只是一旁的金袍济师并没有她那么乐观。 神妻公主威名震慑整个神国年轻俊杰, 就算是很多老一辈的人物都要被她的光芒掩盖。 哪怕神妻公主刚刚进入罪界, 金袍济师感觉少主要压公主殿下一头很圆。 金袍济师虽然心中充满担忧, 但是她不能表现出来, 有一看上去很好说话, 可作为心腹的她非常清楚, 没有人能够违背少主的意志, 哪怕质疑都不行。 柳翼根本没有理会金袍济师脑中的想法, 她直接道, 给我家派人手, 将玉物之都给我牢牢监控起来, 我要最短时间内找到公主殿下的行踪。 我想公主殿下的进入罪界的消息肯定不只有我们知道。 一旦传开, 那个时候跟我一样心思的人肯定不少, 竞争对手越多, 成功几率就越小, 眼下就是我最好的机会。 玉物之都细分显得很是凝重, 来自神庙的责难道了, 让肖战没有料到的是神庙的态度异常强势, 一上来就表明, 这是根本没有商谈的余地, 马上放人。 无声所作之事, 神庙自己会做出裁决, 哪怕玉物族本身就是神庙地时神职长老, 也没有这个权利。 虽然神庙表现得很是强势, 但还是做出了让步, 同一玉物族保留地时神职长老席位。 不过每一名玉物族没有感到, 这有什么值得惊喜的? 反而有种难以言喻的憋屈, 神庙使者的说话口吻于神态, 仿佛就像似一种使舍, 将无声这家伙交出去。 肖战自然不会太过在意, 他不怕这家伙将来报复他, 真正让他不能接受的是神庙使者, 让他将火源跟天公族的人一道交出去。 他认为神庙未免管得太宽了。 火源同无声完全不一样, 后者是神庙长老, 生死自然不由玉物族决定, 而前者只不过是一个长老之责。 这家伙冒犯了地时神职长老, 如何处置理应由玉物族决定? 那轮到这家伙, 在这里指手画脚。 当然, 将火源交出去也不是说不通, 毕竟这家伙的老子是神庙使权长老, 可天公族根本不属于神庙系统。 肖战认为, 神庙使者根本没有诚意, 拿一个本应属于玉物族的神职长老作为交换条件, 竟然想要一次换取这么多东西, 他真将玉物族当成纸糊的不成。 肖战很想立马就跟神庙这位使者翻脸, 但如今可不比从前, 他手中的实力异常有限, 根本不能通庞然大物一般的神庙对抗, 冲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神庙如此咄咄逼人, 目的到底是什么? 事情明显理亏, 玉物族怎么说, 也算是神庙十大神职长老之一。 如此强势这是否表明, 现在神庙掌权者对玉物族很不满, 贴了心要将他们提出神庙。 肖战感觉, 就算不是神庙真正掌权者的意思, 怕也是某些人想要的结果。 提出苛刻的要求, 明显就是想要迫使玉物族跟神庙对抗下去, 或许那些家伙以为最为新族长年轻气盛, 压不住火, 只要敢跟神庙对抗, 甭管你是否站立, 最终后果就是受到神庙的制裁, 忍。 这就是肖战得出的最好处理方法, 现在的他, 以及玉物族根本无法跟神庙对抗, 硬碰硬绝不是什么理智的行为。 只是肖战虽然知道要忍, 但心中这口气怎么也憋不下, 他现在已经从玉凤口中得知, 到底是谁在针对玉物族。 一切都是玉红惹的祸, 要怪就要怪他顶替了玉战这家伙的身份。 交出无声跟火源族的人自然没有问题, 只是天宫族的人并不属于十大神族, 更不属于神庙, 使者如此做让本族长非常的为难。 作为族长, 迎接神庙使者的事情肖战自然无法躲避, 虽然决定妥协, 但他还不打算将天宫族的人交出去, 作为四弟, 他怎么也要将天宫族的人彻底才死。 使者是一名老者, 听到肖战的话, 他嘴角微微上翘, 语气很冷道, 现在正是神盟同战盟大战之时, 造物族作为神盟核心种族, 一切都要从神盟的利益出发。 天宫族乃是仅次于十大神族的超级种族, 在将来那场波及整个醉剑的大战中, 他们将近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内讧, 无缘无故消耗。 肖战脸色阴沉道, 使者大人说得没错, 这个时候, 我们的确要避免内讧, 可事实上, 这时火源族联合天宫族率先对玉物族发难, 现在他们阴谋失败, 人被擒住, 岂能没有一点表示, 我们玉物族就这么将他们给放了。 使者冷笑道, 那不知道玉族长打算怎么做。 肖战淡然道, 既然使者都说现在是关键时刻, 放人可疑, 不过天宫族必须拿出足够的代价将人赎回去, 这是我们玉物族的底线, 不然, 我这族长根本没法向所有族人交代。 使者冷冷地看着肖战, 一脸嘲讽着道, 看来玉族长还没弄明白一件事情, 本座代表神妙而来, 并不是想要跟你们玉物族谈条件的。 神妙已经做出裁决, 放掉所有秦住的人, 神妙可以恢复玉物族第十神职长老的职位, 不计较已经损失掉的一千多尊戒神级傀儡。 这是神妙的最终决定, 玉族长不管是否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必须毫无条件地执行, 不然将被视为对神妙的最大挑衅, 迎来神妙的制裁。 肖战冷冷地看着老者, 心中的怒火根本就压不住, 他感觉胸膛都要炸掉似的, 让他恨不得将眼前这老家伙撕成碎片。 不过肖战的怒意来得快, 去得更快, 几乎是一闪念的时间就消失。 肖战也不是那些真正的厨, 老者是一名戒神, 他除非活腻了, 才跟这家伙正面冲突。 肖战的举动只让使者有些遗憾, 刚刚那一瞬间, 他清晰感应到, 肖战的怒意已经达到顶点, 只要这小子改表露出敌意来, 他可以立马将之在了。 冷冷一笑, 使者不懈悼, 马上将人放了。 本座时间非常有限, 可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 真是威风啊! 什么时候, 欺语你这老家伙胆大包天到这个地步, 竟然敢威胁我可爱的侄子。 一道冷笑声突兀的出现, 几乎是刹那, 两道身影出现在肖战跟使者面前。 这是两个女人, 七分神似的面容, 一下子就勾起肖战无限回忆。 相比肖战瞬间陷入回忆, 其余一眼就认出了两个女人的身份。 他原本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神情不见了, 眼中与脸上充满无限恐惧。 原来, 原来是左级大人, 不知道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其余浑身直得索, 先前凌玉的嘲讽已经让他意识到事情不妙了。 作为神庙长老, 他如何布置凌玉的凶名, 现在自己竟然敢当面威胁他的侄儿, 这不是找死还是什么? 凌玉冷笑道, 老家伙, 老娘要是不来, 你是否打算将我侄儿干掉? 左级大人误会了, 属下根本就不知道狱族长竟会是你的侄儿, 要是知道, 属下可不敢有丝毫得罪了。 其余身心中尽是恐惧, 他敢肯定, 就算他是神庙长老, 凌玉这女人也绝对敢将他载了。 凌玉的气场很强, 戒神极致静的力量破体而出, 几乎是瞬间, 他身边出现上千尊身披神侠的女武者, 那远超极限的戒神静力量, 只让周遭建筑都承受不住产生惊天力纹, 耳中咔嚓之音不绝, 随时都要崩塌。 老家伙,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说出来吧, 也许老娘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其余脸色苍白, 根本没有一位借神静强者应有的尊严, 他忍不住哆嗦着道, 左级大人, 属。 属下是凤佑记大人之命, 在神盟即将同战盟大战关头, 绝不能引起内部冲突。 灵律冷笑道, 不许引发冲突。 这简直就是最大的笑话, 他们联手欺负我的侄儿, 无声那家伙甚至不惜动用一千多尊神庙禁卫, 这就是七环那家伙所谓的不引发冲突。 老娘不管他想要干什么, 所有参与的人都要死。 左级大人, 属下。 其余的脸色猛的一变, 他瞬间意识到, 灵律似乎要大开杀戒, 就连他这个使者都不放过。 灵律脸上挂着冷笑, 根本就没有给七环任何说话的机会。 他猛地一挥手, 瞬息间他身后冲出数十尊可怕的戒神境傀儡。 恐怖的刀光闪烁, 只在数十个呼吸的时间就将七环斩于刀下。 整个过程肖战都看在眼里, 他完全震惊了, 根本没有想到灵律竟然如此霸道, 不问青红皂白, 竟然直接下令, 就将这家伙给干掉了。 借神境傀儡散发出来的气息, 实在是太恐怖了, 肖战所站立的地方完全崩塌, 不过出奇的是他竟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显然, 刚刚的大战那些傀儡, 有意不伤害到他。 灼热的目光落在肖战的身上, 不得不将他从惊魂内定中拉回来, 无数记忆涌动, 只让他的神情变得古怪起来。 第十五章, 灵溪。 肖战的记忆中, 很快浮现出美妇人的所有记忆, 它就是他这具身体的生物, 那种美丽在他原界所欲女人中, 也就一个玄月能够媲美。 玉凤同灵溪有些相似, 只是两者间论容貌相距甚远, 尤其是气质的区别显得更大。 不过肖战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个之上, 脑中无数的记忆告诉他, 玉旦这小子喜欢柳夫之妇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个女人造成的。 脑中那涌动的记忆, 让肖战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目光落在灵溪身上, 他只觉突然间有股魔力控制住他的身体, 竟然他想要做出移开目光都做不到。 体内的血液震动起来, 一股隐藏于血脉中的力量急速苏醒, 念头与身体都在变得不受控制, 心头仿佛有一个魔鬼在偏命地诱惑着他。 肖战发现自己现在的情况很不正常, 这是血脉的共鸣, 似乎他跟灵溪的血脉只要碰到一起, 那隐藏于血脉中的力量就会苏醒。 这是一股很可怕的力量。 肖战清晰地发现, 体内一直毫无动静地见知世界之心, 竟然在颤动, 隐约间有种要晋升到见军之境的冲动。 怎么回事? 肖战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高猛了。 这么久了, 体内的见到世界之心, 一直都没有动静, 然而此刻却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而变得蠢蠢欲动。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肖战的目光落在灵溪的身上, 很快他就发现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 让他对这个女人充满一股难以遏制的战友欲望。 肖战有种傻眼的感觉, 这到底是什么血脉之力? 眼前女人可是御战的生母, 这力量未免得太禁忌了。 战儿, 就在肖战傻眼之时, 灵溪已经来到她的身前, 在她没有回过神来之际, 已经将她抱入怀中, 一瞬间就让原本愣神的她身躯完全僵硬。 剑之世界之心在剧烈颤动, 就如同一只饥渴的凶兽, 正贪婪地对着猎物磨牙。 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出剑之证明, 剑义在咆哮, 如迪斯克, 他们贪婪地吞噬着从血脉中不断溢出的血脉之力,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拙壮成长。 这是, 肖战心神往的一阵, 剑义同剑气竟然都在暴涨, 自从进入元界之后, 她尝试过无数种办法, 就是无法让体内的剑气跟剑义增长, 可是此刻却因为突如其来的血脉、 共鸣, 让剑义与剑气发生不可思议的提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肖战老中无数个念头闪动, 从剑竹镜晋升到剑军镜, 她一直无法找到具体的修炼方法。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她对元界的了解实在是太过有限, 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一套适合剑道修炼的方法来。 脑中有关键的修炼方法涌动, 这些全都是经由小蜜修改过的。 此刻随着剑义跟剑气的疯涨, 她才有种恍然的感觉。 小蜜修改后的剑道修炼之法, 没有丝毫出其之处, 就是通过热血沸腾的战斗, 让自己的剑义跟剑气沸腾。 这种沸腾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沸腾, 而是一种最为独特的修炼法。 感悟着剑义与剑气的沸腾, 肖战瞬间明白一个道理, 以前自己的修为一直无法获得提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所修炼的剑道并没有跟这个世界契合。 剑之世界之心仍然带着以前的气息, 没有完美地蜕变成元界独有的剑道之力。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造成肖战修炼, 使剑翼跟剑气很难从世界中吸收到足够的力量晋升。 不管她如何努力, 修炼都收效甚微。 血脉之力在燃烧, 被剑之世界之心疯狂地吞噬。 肖战清晰地感应到这股血脉之力非常独特。 它属于一种带有负面气息的愿望之力, 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力量, 让之发生这变。 灵狱看着紧拥在一起的母子, 笑道, 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先将那些家伙解决了再说。 肖战急忙松开下意识紧握住的灵犀, 虽然那种血脉中溢出的力量对剑道修炼具有神效, 但他心中还是非常抗拒通过这种禁忌的仿佛获得提升。 肖战如今的见识可非比从前, 他大概也能猜到这给血脉之力属于什么。 有些无奈, 这个世界竟然会有这种禁忌血脉存在, 真该将武灵这个该死的气灵千刀让挂。 肖战不敢去看灵溪, 而只看向一般的灵狱道, 小姨, 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处置那些家伙。 灵狱冷笑道, 他们胆敢欺负你, 那小姨就将他们捅捅灵蚀。 肖战皱眉道, 这不会有问题吧? 灵狱不以为然道, 能有什么问题? 老娘杀了也就杀了, 谁敢说三道四, 连他一起干掉。 灵溪笑道, 这事全交给你小姨去处理, 既然已成为敌人, 那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往后娘同你小姨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 肖战同灵溪对视一眼, 对于他那种温柔中蕴藏着火焰的目光大感吃不消, 当年御战似乎就是被这种源自血脉中的禁忌力量吓怕了, 所以一直躲着不肯同灵溪见面。 对于灵狱要求将无声这些人统统干掉, 肖战并没有意见, 他早就想将这些人干掉了, 只不过是非常忌惮神妙罢了。 本来肖战想要跟过去见识一番灵狱的手段, 不过灵溪阻止了他, 说是要叙旧, 拉着他离开。 对于这位名义上的母亲, 肖战大概也能猜到其心思, 肯定是灵狱杀人太过血腥, 他害怕他承受不了。 你说什么? 火皇不然大怒,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没想到还是迟了, 儿子火源被灵狱那个剑女人给灵吃了。 轰, 火皇体内恐怖的气息涌动, 心中的杀意根本压不住, 一声怒吼, 他消失在原地, 向着玉物之都全速冲去。 火皇这个时候完全癫狂了, 不到一个时辰, 他就出现在玉物之都上空, 体内达到剑神经极致的力量狂暴而出。 灵狱你给我滚出来。 声浪滚滚, 恐怖的杀意横扫一切, 火皇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玉物之都的防御还没有完全撑开, 无数戒军经以下的玉物族人, 根本承受不住这可怕声浪的冲击, 统统暴体而亡, 化为漫天血雾。 火皇作为神庙长老, 是最顶级的神师, 他绝不会依靠自身的实力跟人大战, 几乎是瞬间就将自己炼制的戒神经傀儡放出来, 足足数千, 很快就将玉物之都为的水泄不通。 如此大的动静岂能瞒得过灵狱, 这女人面对疯狂的火皇丝毫不惧, 带着近万戒神经傀儡同期对峙, 看着已经疯狂的火皇冷笑道, 想要报仇的话尽管放马过来, 你的儿子的确就是被我干掉的。 你? 很好, 很好。 火皇系的浑身发颤, 他早就知道灵狱这女人是一个疯子, 但还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肆无忌惮, 根本就不在乎火源是否是他的儿子, 直接干掉, 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火皇完全疯狂了, 这个时候他只想将灵狱这个女人干掉, 哪还会顾及其他? 贱人, 你杀我儿, 今天就给我儿权陪葬吧。 几乎是瞬间一场惊天大战爆发, 天空中上万戒神经傀儡站作一团, 整个玉物之都根本承受不住, 在这场惊天大战中被摧毁。 这一幕让肖战的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先一步转移了很多人玉物族人, 但大战如此惨烈, 整个玉物之都算是毁了。 这可是玉物族的象征啊, 就这么毁了, 对于玉物族来说可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肖战心中苦笑的是, 小姨还真是够疯狂的, 直接将这火皇的儿子干掉, 现在乔车架势竟还想将火皇本人引一锅端了。 大战到了这个地步, 已不是肖战所能掌控得了的, 他心中隐约有股很不好的预感, 似乎大战最终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天空灵与童话火皇直接对上了, 两人身为神师, 虽然不擅长战斗, 但毕竟都是借神境极致境的超级强者, 举手投足就算破绽无数, 可这威力绝对不含糊, 再加上无数傀儡相助, 绝对惊天动起。 肖战心中有股想要大战的冲动, 随着不久前的血脉共鸣, 让感觉只要大战一回, 说不定自己就能晋升到借军镜。 墨地, 肖战感到刺骨寒意袭来, 一股让他心脏都要骤停的恐怖杀意突然锁定他,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眼中甚至只感觉一道光闪过, 其他的竟然什么也感应不到。 哼, 恐怖的爆炸就在肖战刚刚立定之处爆开, 可怕的威力完全超越界神境, 一瞬间就将整个欲物之都笼罩, 这股爆炸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欲物之都根本承受不住, 顷刻间竟然爆开, 所有的东西瞬息间化为尘埃, 一身性感甲照果身的玄悦从那恐怖的爆炸气劲中冲出来, 此刻他体内散发出来的气息实在是太恐怖了, 已经完全超越了戒神境, 戒圣。 当玄悦体内力量肆无忌惮地散发时, 天地在这一刻完全静止, 那恐怖的爆炸之力, 瞬息间就被这股力量强行震开, 玄悦的目光穿透一切, 直接盯着虚空某处, 只见他的嘴角站起冰冷糊涂, 人就已消失在原地, 一谋杀出, 虚空陡然间扭曲起来, 瞬息间只听到爆裂声响传来, 一尊金属傀儡被玄悦一毛角的粉碎, 玄悦的举动还没有完, 手中神矛再度杀出, 虚空完全扭曲, 天地间突然响起一阵镜子碎裂声响, 一声惨叫接踵而至, 一道人影凄惨异常地从虚空中窜出, 他已经遭受重创, 一条手臂完全消失, 凌炫眼中尽是恐惧, 他可是戒胜啊, 尤其还不是纯粹的脸之时, 他5G跟链之术双修, 自认一身武力, 就算对上任何戒胜都不会逊色多少, 可是面对玄悦的攻击, 他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仅仅一毛就差点被对方击杀, 这差距将有多达才会如此, 你到底是谁? 玄悦眼中充满杀意, 回应灵炫的就是一毛, 这已经很简单, 就是绝对的速度, 毛刚刚刺出, 毛尖就已经触碰到灵炫的身上, 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 直接一毛洞穿其肉身, 啊, 灵炫惨熬, 他的肉身被玄悦一毛绞碎, 然而让玄悦没落异色的事, 这家伙竟然没有死, 爆开了肉身, 在一团诡异火焰包裹中, 瞬息间重聚, 罪孽一族的罪孽重生, 玄悦眼中闪过惊异之色, 他瞬间就认出灵炫的真正来临, 相传罪孽一族不死不灭, 只要天地间还存在罪恶, 他们就能无限重生, 当然, 这里是元界, 就算是罪孽一族, 只要没有达到永恒境, 那还是会死亡的, 嘴角占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玄悦身体中恐怖的力量怒用, 只让他的修为一瞬间增长了数倍有余, 轰, 还未等玄悦出手, 原本玉悦之都所在方向, 传来一股惊天力量波动, 戒圣, 这股力量波动来自戒圣, 从灵炫竟然如出一辙, 虚空中一道妖娆的身影突兀的浮现, 枪间震颤, 一击就将灵炫复原的肉身冻穿, 一股可怕的力量波动, 从枪中震荡开来, 竟然让修为达到戒圣性的灵炫肉身燃烧起来, 灵溪, 我们同游罪孽之母孕孕而出, 理应是天生一对才是, 你不能杀了我, 灵炫在怒吼, 她挣扎着, 想要摆脱灵溪手中可怕的神枪,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神枪上神燕熊熊燃烧, 想具备罪孽重生只能的她, 焚烧殆尽, 竟然想要伤害我的战儿, 你该死, 灵溪的眼中尽是冤毒, 一声怒汗, 神枪上熊熊燃烧的火焰愈发恐怖了, 第十六章, 约神异族的人, 柳依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盯着虚空中悬浮着的玄蕴, 眼中兴奋之色赤闪, 她如何看不出来, 约神族可是神妻公主最忠实的追随者, 月神族的女人出现在这里, 那就表明, 那位公主殿下离得不远了, 真是一个游物, 如此纯正血脉的月神族美女, 如果本座没有料错的话, 她应当是神兮公主身边的那位月神族神女, 说此, 月神族的女人哪一个不是床上游物, 就算能力有限很难用的, 放在身边充当门面, 那可是神国任何一个顽固的最爱, 柳一须直一谈, 一阵紫光闪耀, 顺息间, 她的身边出现数十尊气息恐怖的绝色美女, 宁白如玉的肌肤, 澎湃的生命气息, 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美女, 每一个都是戒胜, 那强横的气息比之旋略也不逊色多少, 柳一随脚挂着孤傲的笑容, 这数十名美女可不是真正的女人, 她们只不过是她最为骄傲的杰作, 每一尊都已经相当于一尊真正的人, 让炼制的傀儡变成真正的人, 这是所有炼制大师的梦想, 柳一认为自己走在所有人的前头, 将那个女人倾下, 记住本座需要活的, 随着柳一一生令下, 数十尊借圣级美女傀儡消失在原地, 几乎是同一时间, 她们就已出现在玄月身前, 为首美丽傀儡美艳无双, 给玄月非常的熟悉的感觉, 目光扫过每一尊傀儡, 她差点惊叫出来, 这些美丽女人使傀儡不讲, 真正让玄月感到不可思议的, 还是她们的外形, 同神国无数美女非常相似, 显然, 柳一这家伙以神国那些美女为模板, 野心勃勃地想要将神国最美的女人, 统统聚拢到身边了来, 玄月看到数十尊借圣性傀儡冲来时, 历史就感应到恐怖的压力而来, 当先一尊跟他一样同样是用神毛, 那毛尖突刺, 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反应到时间, 轰, 惊天爆炸声响起, 玄月同数十尊借圣境傀儡大战在一起, 他的神毛如果怒聋, 可怕到极点, 但是出奇的是, 那手持神毛的美女傀儡竟然全都挡住了, 其有数十尊美女傀儡组成一座大镇, 联手封锁虚空, 他们竟然试图将玄月升擒或装, 玄月的脸上挂着冷笑, 他如何看不出这些美女傀儡的企图, 目光锁定缠住自己的这座美女傀儡, 他感到一阵惊讶, 玄月惊讶的并非是美女傀儡所表现出来的武力之太过强大, 而是这个美女傀儡的外形, 是神国一名门铭侠尔的大美人, 美女傀儡的原型可不仅仅是花瓶式的美女, 那是真正的绝代天骄, 要是让人知道, 有意境将一尊傀儡炼制成他的模样, 怕是对方会直接从神国杀进罪戒, 来找这个家伙拼命, 大战打得天崩地裂, 戒胜的力量根本就不是戒神经的武者能够比拟, 每一击都能惊天动地, 打得虚空震荡, 隐约间有种要大面积崩他感觉, 玄月越战越勇, 他手中神矛变得愈发恐怖, 熊熊战役在沸腾, 很快就将数十尊美丽傀儡压制住, 哪怕组成可怕真正, 都有种扛不住的感觉, 这一幕只看到柳逸脸色微变, 如此恐怖的战力, 绝对是神妻公主身边那位月神族的神女, 传言这个女人可是一个超级战斗天才, 虽为女人, 但一身战力, 绝对能够稳定神国最强一代, 轰, 柳逸所炼制的美女傀儡中最强的一尊被打爆了, 时髦穿透其胸膛, 直接将傀儡核心搅得粉碎, 看到这一幕, 柳逸的嘴角微微抽搐一下, 不过她的脸上很快浮现出兴奋的笑容, 她喜欢将一个个美丽的女人复制出来, 但她更喜欢将这些美丽的女人直接俘虏过来, 柳逸自然是神国真正的顶级丸户, 收复那些传说中真正的天之娇女能让她热血沸腾, 尤其这个女人还是神妻公主的贴身心腹, 这足够她炫耀很久了, 玄月目光瞬间锁定柳逸, 冷哼一声, 她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就已出现在柳逸的面前, 强横的气息浩荡而出, 虚空都仿佛扭曲, 只让柳逸身边所有人承受不住吐血而飞, 我倒是谁, 原来是神将家族的柳逸, 不知道你弄出这么多废物一般的傀儡围攻小女子抑郁和围, 柳逸飞和笑道, 玄小姐应当知道, 作为一名永恒神国真正的顽固, 看到美女时都会忍不住生出收入私房的想法, 玄小姐这么漂亮, 乃是世界罕有, 在下自然收藏隐犯了, 还为玄小姐物怪才是, 玄月冷笑道, 我看你的目标不仅仅是冲着本小姐来的吧, 是否觉得身处罪戒之中就可以为所欲为, 有些东西不是你所能亏视的, 千万莫要生出妄念来, 到时害人害己, 连累了整个神将家族可就不好了, 柳逸哈哈笑道, 在下不知道玄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要是男人见到玄小姐这等美人, 都会心生爱慕之情, 难道也因为这样就要惹来杀身之祸不成, 玄月冷冷一笑, 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手中神矛就似那变幻莫测的神龙, 让人根本捕捉不到诡计, 数千米的距离近在闪念间就已消失, 枪, 矛与剑对汗, 一尊高大数米的巨汗挡在玄月身前, 猙獰的笑容, 狂暴的气息, 那恐怖的反战力, 竟然直接将玄月震飞出去, 巨汗是傀儡, 古铜色的肌肤闪烁着令人心寒的光泽, 宁孝间只见他一个跨步, 就追上被一剑震飞的玄月, 那巨剑杂落, 虚空都扭曲起来, 恐怖的破空声能将人的耳膜都碎碎, 轰, 玄月真的很强, 就算被一剑震飞, 人在空中, 身躯幽美扭动, 一股惊天旋转之力下, 竟强行挡住巨汗这可怕一剑, 两人大站在一起, 只见巨汗手中巨剑翻飞, 恐怖的力量排山倒海, 而玄月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将以柔克刚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每一毛正面对汉奸, 竟然就汉生出一种拧牛入海的感觉, 根本无法发挥出自己力量上的优势, 有意的眼中兴奋之色越来越浓, 玄月表现出来的战力, 让她更增收服的念头, 如此美女就算收在身边, 充当大手, 那也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至高享受, 不过要收服玄月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女人战力实在是太彪悍了, 她就算将自己手中目前最强的傀儡放出来, 都很难将之醒起来, 目光一阵闪烁, 柳逸突然看向肖战所在方向, 一瞬间, 她的嘴角战线一抹冷笑, 一尊借圣性傀儡杀出, 向着肖战所在方向杀去, 几乎是一个闪身就已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是一尊借圣性出接的傀儡, 嘴角挂着完全人性化的冷笑, 无视处于肖战身边的领域, 直接一手抓向肖战, 这一手进封所有变数, 借圣镜恐怖的力量完全压压而出, 肖战眼中闪烁着冷芒, 他自然无法同借圣镜傀儡大战, 早在大战之时, 他就将美丽战偶放出来, 美丽战偶完全继承了他的剑头, 借神镜极致的力量, 足够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 大手遮天, 借圣镜傀儡的手抓到一般, 一口神剑竟然就已将他的身躯动穿, 美丽战偶的身影浮现, 那一刻天地间仿佛静下来, 柳一嘴巴不由自主地大张, 他一眼就看出美丽战偶是借神级之镜的傀儡, 就算先前一剑杀出在他的眼中, 也仅仅是剑神级攻击罢了, 可是让他傻眼的是, 竟然一剑就爆料他亲手炼制的戒圣镜傀儡, 这不可能, 柳一绝不相信, 一尊戒神级傀儡, 就算他能够爆发出数十位与同杰舞者的恐怖战力来, 也根本不是戒圣的对手, 起码想要破防就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不久前上演的一幕完全超出柳一的认知, 借神级攻击, 竟然一招爆掉借圣级傀儡, 难道他刚刚眼花不成, 柳一不信邪, 瞬间又派出一尊借圣级傀儡, 修为跟先前的傀儡相当, 巨大狼牙棒狠砸了而下, 仿佛能将大地兜砸他, 这尊傀儡一出手就是权力, 哪怕眼前只是一尊戒神级存在, 美丽战偶的脸上始终面无表情, 面对傀儡一击, 他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 手中神剑极战, 制造破绽与剥夺一击完美合一, 确实崩解一剑, 虚空之间剑与狼牙棒对焊, 惊天碰撞之力给人的感觉, 竟然是旗鼓相当的两种力量碰撞, 有意的双目都瞪圆了, 这一招对轰完全巅峰了, 他对戒神与戒圣两大境界之间强弱的对比, 他亲手炼制的傀儡飞了, 在他眼中那神剑完成穿透狼牙棒的封锁, 一剑绞击在傀儡的胸膛上, 戒神对戒圣, 一招秒杀, 这本不是什么让人惊讶的结果, 戒圣一招秒杀戒神天经地义, 只是为何被秒杀的, 却是明显高出一个大境界的戒圣, 难道我真的眼花不成, 美丽战偶目光瞬间锁定柳一, 时髦直接杀了, 哄, 美丽战偶还没有接近柳一, 一口可怕的魔刀横斩而至, 太快了, 人的肉眼根本无法捕捉到这一刀, 美丽战偶体内闹着剑织世界之心在剧烈震动, 剑心宛若本能一般趋势, 他斩出最强一剑, 剑织剑, 起源, 美丽战偶手中战剑后发先至, 强行架住这可怕一刀, 不过那恐怖的砍击之力一爆, 直接将它砍飞出去, 就在美丽战偶被砍飞的刹那, 一道妖娆的身影浮现, 这并非傀儡, 而是一尊活生生的女人, 血红的双目闪烁着令人心悸的杀戮之光, 这一浮现, 天地间宛若化为一个血色的炼狱, 恐怖的杀戮法则之力笼罩这片战场, 一切身处其中的生灵, 都遭到至强杀戮法则的绞杀, 这尊血色的身影目光锁定被砍飞的美丽战偶, 他的眼中毫无一丝情感波动, 杀戮似乎已成为他的本能, 他动了, 时间在他的速度面前宛若静止, 那杀戮的魔刀, 仿佛能将一个人所有的生命线都刃断, 绞杀一切生机, 轰, 剑与刀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再度碰撞, 恐怖的杀戮刀气炸开, 血色身影实在是太强了, 已经超出一般的戒胜强者, 其实, 一尊戒神级傀儡能够与之对抗的, 美丽战偶能够僵持上百招, 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哪怕宛若毫无生命波动的血色身影眼中都露出一色, 轰, 神剑炸裂, 这东西毕竟只是戒神装备, 哪怕美丽战偶的制造破绽, 跟剥夺完美合一, 也无法改变武器本身等级的巨大差距, 不过, 就在血色身影打算趁胜追击之时, 炸裂的神剑碎片嗡嗡震动, 爆发出最为恐怖的剑影, 闪念间如同漫天剑雨朝着血色人影绞杀而来, 第十七章漫天剑雨袭来, 血色身影瞳孔猛的一缩, 这些剑雨并非简单的射击, 炸碎的神剑便围上千块碎片, 每一块的力量层次都是戒神镜, 可是, 那射来的角度与真实的力量, 却宛若同时面对一千多罪戒圣联手一击, 可怕, 血色身影之道, 想用戒圣绝对的力量, 将这些神剑碎片振飞根本就不可能, 先前虽然仅仅同美丽战偶交手片刻, 但它已经领教那可怕的剑术, 护体气劲怕是一个照面就会被轰破, 到时绝对要受伤, 几乎是刹那血色身影动了, 手中磨刀披斩, 只见刀影翻飞, 所有的剑雨竟然全都被震飞, 不过它本人也被破退, 直接退回柳翼身旁, 一双闪烁着血光的眸子锁定着刚刚稳住身形的美丽战偶, 柳翼的目光死死盯着美丽战偶, 以他的眼底如何瞧不出这是一尊傀儡, 境界虽然只有界神境, 但是一身战力竟然能够同血域大战,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 柳翼被誉为神将一族一个纪元猜出的绝世天才, 眼界高得很, 他一直以为, 同龄人中不会有人在炼制树上超过他, 可是今天所见美丽战偶令他明白, 有人在炼制树上并不逊色他多少, 而炼制出来的傀儡战斗力更是强得离谱, 要是同伪界圣经, 他感觉自己炼制的傀儡会被对方抱得体无完肤, 柳翼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战友欲望, 他一定要得到这种能够跨境界大战的能力, 只要他的傀儡每一尊都掌握这种力量, 他甚至就敢带领自己的傀儡大军一统罪戒, 几乎是刹那, 柳翼有了决断, 一挥手, 紫光爆闪, 很快, 天地间竟然出现上万尊可怕的傀儡, 每一尊都达到这圣经极致, 那恐怖的气息连成一片, 只让天地都要为之变色, 柳翼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目光锁定凭借一己之力, 压得上百尊戒圣级傀儡, 都抬不起头来的玄悦, 黑黑笑道, 玄小姐的武力, 真是另在下佩服, 仅凭一己之力, 竟然能够压制这么多顶级傀儡, 只是可惜在下手中的傀儡数量有些多, 不知道玄小姐到底能够对付得了多少尊, 玄悦脸色阴沉, 压制一百对尊顶级戒圣傀儡,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一万多尊根本就不可能, 凤木死死盯着柳翼, 沉声道, 姓柳的你可要考虑清楚, 我代表的可是公主, 你真要对我动手, 就等若同公主为敌, 那后果可不是你以及你身后的家族愿意看到的, 有一不非黑笑道, 竟然刘某敢动手, 那就已考虑好后果了, 还望玄小姐不要抵抗得好, 刘某最是怜香惜玉, 可不想伤到玄小姐分好, 玄悦眼中杀鸡赤闪, 体内恐怖的力量涌动, 竟然越来越强, 有着更上一层楼的趋势, 这一幕, 看到柳翼双目放光, 忍不住调笑道, 一直都听说月神族的女人很不一般, 潜力越大的女人, 她们对男人的需求也就越大, 玄小姐这潜力, 在整个月神族怕都是数一数二, 才来最近千年, 一身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戒圣境, 身世羡慕那些成为玄小姐入木之兵的男人, 他们就算做鬼怕事也风流呢, 你找死, 玄悦眼中杀鸡怒暴, 一瞬间, 体内的力量几何暴涨, 竟然有种直攀巅峰的趋势, 玄悦整个人化作一道光, 瞬间挡在他身前上百尊傀儡爆开, 神猫与人宛若一条神龙, 这一刻,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挡他分毫, 柳悦吓了一跳, 完全没有想到, 随便调戏一句这个女人就暴走了, 在他的印象中越神族的女人风气可是很开放的, 什么时候脸皮这么薄了, 给我挡住这个疯女人, 玄悦的武力指柳悦已经见识过了, 他清楚, 自己虽然是所有炼制师中战斗力最强的, 但碰到他只要被秒杀的份, 血液瞬间挡住玄悦, 两人站立全开, 竟然杀了个旗鼓相当, 柳悦这时总算是松了口气, 极力拉开同玄悦的距离, 他黑黑冷笑道, 玄巧姐的修为提升得这么快, 又极力护着那个借主敬的小子, 看来一定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男人, 则则, 这令人难以想象, 这个罪界的土著, 竟然能够满足月神族最强的神女, 真是让任何男人都要妒忌的能量啊, 有意的话让玄悦差点暴走, 肖战的就是他的心头肉, 作为神女族, 第一次就能碰上如此奇男子, 那简直就是如获至宝, 哪怕有成为永恒存在的机会板在前面,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开, 玄悦很清楚, 只要有肖战虽然永恒竟难期, 但修为不断提升肯定不是问题, 最起码他能过得美满幸福, 对于玄悦来说谁敢动肖战, 那就是要他老命, 他绝对会玩命, 一瞬间玄悦的战力在暴, 直接达到媲美血液的程度, 这一幕只看到柳悦心惊肉跳, 这种爆发力, 这个女人的欲望到底有多恐怖, 一个借主敬的小子真的应付得了, 柳悦看着狂暴的玄悦, 很快就放弃深究这件事情了, 一挥手一万多尊戒圣级傀儡组成战阵, 想要将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一万多尊戒圣级傀儡绝对是恐怖的, 尤其当他们组成战阵时, 恐怖的压力只让玄悦脸色变得难看, 他飞速从争斗中脱离, 同肖战一行人会合在一起, 形势瞬间恶劣, 一万多尊戒圣级傀儡联手, 肖战一行人根本没有办法同柳悦对抗, 柳悦的脸上笑容愈发的灿烂起来, 他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 想到舒服玄悦之后, 离征服那位传手中的神戏公主越来越近, 他就忍不住兴奋起来, 哈哈, 玄小姐, 你可否告诉流氓, 尊敬的公主殿下到底在何方? 玄悦一脸不屑地道, 公主殿下乃是帝国明珠, 整个神国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男人, 我就算将公主殿下的行踪告诉你又能如何? 有一哈哈笑道, 自然是迎娶公主殿下过门, 这里可是罪戒, 神国根本无法干预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在这里, 公主不再是公主, 实力才是一切, 看到了吗? 我身边现在有一万多尊界圣级傀儡, 如果这是在神国, 自然根本不值一提, 但这里是罪戒, 这股力量能让我颠覆这个世界? 天父我自认远不如公主殿下, 但是时间有时候非常的重要, 我来罪戒已有万年之久, 如此长的时间已经让建立起一股庞大的势力, 这足以弥补一切。 玄月冷笑道, 那又如何? 有些人就算拥有充足的时间, 他最终也将一事无成, 就算公主殿下只有千年的时间, 也足以超越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 柳一自得非常道, 自以为是, 玄小姐开来对公主殿下太过迷信了, 不妨告诉你我真正的底牌如何。 话音未落, 在柳一的身旁突然出现两尊黑袍人, 他们的气息没有丝毫外溢, 但是随着他们的出现, 一股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感觉, 笼罩每一个人的心头。 借尊 玄月脸色猛的一变, 吃惊地看着两尊裹在黑袍中的恐怖存在, 虽然现在他的修为仅有借盛境, 但在神国之时, 他已经超越世界境, 达到更高的等级。 肖战紧皱着眉头,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他能力所及, 不管是玄月, 还是柳一, 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实力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现在肖战能够肯定一件事情, 玄月的真正身份应当是来自那个神国, 也就是创造出原界那位恐怖存在所来的地方。 这些人进入原界的目的肯定不会简单, 肖战感觉他们十九八九就是冲着最终传承而来。 意识到这一点, 让肖战感到压力很大。 这些人不仅背景恐怖, 就算自身的实力都达到让他难以想象的地步。 现在他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在原界所有人的修为都会被压制到世界境, 他要想获得最终的传承, 也不是没有机会。 现在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冲着最终的传承而来, 肖战感觉他首先要搞清楚一点, 玄月接近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虽然他相信这个女人是因为他这个人的缘故, 但心中的直觉告诉他, 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 说不定跟那伪尚未谋面的神国公主有关。 如果真是那位神国公主让玄月跟着他, 那么肖战感觉对方十有八九可能是感应到什么, 就算不能肯定他跟原界隐藏着的最终秘密有关, 也会将他重点关注对象, 他今后一定要小心些, 绝不能让人知道他跟那最终室内有任何关系。 肖战看着柳翼身边两尊可怕的存在, 眼皮直跳, 就算玄月不说, 他也能感应到这两人有多恐怖, 不过他并未感到恐惧与绝望, 目光落在身旁的玄月身上, 肖战相信这个女人既然是那个神国公主的人, 肯定有后手, 一切都只需静观其变就行, 彻底看清他的真正目的, 哈哈, 怎么样, 在罪界界尊就是最顶级的存在, 这可是我发挥将近千年的时间才弄出来的两尊界尊敬超级傀儡, 只要有了这两尊傀儡在, 就算碰到那些被封印在这个囚牢中的不灭罪人也丝毫不惧, 哈哈, 臣服吧, 现在就算公主殿下亲自也保不住你, 柳翼非常兴奋, 戒尊级傀儡就是他最大的底牌, 这东西可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力量, 他相信公主殿下就算在天才, 一千年的时间要想从戒我境界突破到戒尊根本不可能, 是吗? 我现在就出现了, 不知道柳少主能将我的悦而怎样? 有意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猛地扭头搜寻声音传来的方向, 很快, 一名蒙面女子踏空而至, 他一眉飘飘, 如仙如神, 完全看不出他的真实修为, 明明就在你眼前, 可你却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方位所在, 蒙面女子独自而来, 尽力虚空, 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的力量波动, 可不知为何原本嚣张跋扈的柳翼, 却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 竟然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揭把起来, 公, 公主殿下, 柳翼不知为何看到突然出现的蒙面女子, 只觉一阵心惊肉条, 冥冥中似乎他将要到大没事的, 第十八章, 该死, 本少爷干嘛怕他, 有一感觉自己实在是太无能了, 这里可是最绝望, 又不是在神国, 他占尽优势, 公主仅仅孤身一人, 他何举之有, 不愧是神国最强公主, 竟然敢孤身一人出现, 说实话, 我真的非常佩服公主殿下的勇气, 嘿嘿, 现在的情况公主殿下也看到了, 我手中掌握了一万多尊界圣级傀儡, 以及环老两尊界尊级傀儡, 这等实力, 在罪界绝对可以横行无际, 我也不为难公主殿下, 只要公主殿下答应结伴相处一段时间就行了, 蒙面女子目光淡然, 微微扫过所有傀儡, 眼中没有丝毫的惊讶之色, 就算是他的目光落在两尊界尊级傀儡的身上, 也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就是你的一掌, 蒙面女子的话很是淡然, 没有丝毫清灭的意思, 但落在柳翼的耳中却是充满不屑, 似乎一万多尊界圣级傀儡家, 两尊界尊级傀儡, 真的就是土鸡娃狗, 本人轻视, 尤其还是自己窥视的对象轻视, 柳翼本应愤怒才是, 可他心中没有任何的愤怒, 反而心中发毛, 总觉得罪即跟蒙面女子的身份对调式的, 他此时正处于绝对的下风, 怎么可能, 柳翼对自己这荒谬的直觉, 感觉不可思议之极, 怎么看都是他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为何他总觉得自己是绝对的弱者, 难道在神国时, 自己生活在公主的阴影下太久, 已经形成了心理阴影不成, 有一死死盯着蒙面女子, 他知道直觉很多时候都是对的, 能够让他如此警觉, 他肯定有着某种能够扭转局势的杀手剑, 杀手剑, 柳翼想不明白, 脑中念头飞速转过, 他感觉自己还是太过敏感, 这里可是罪戒, 公主很多手段根本施展不了, 他守护如此恐怖的实力, 根本没有必要提心吊胆, 当然, 这就是我的医长, 难道公主殿下还能翻盘不成? 柳翼冷笑,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他懒得再跟蒙面女子废话, 蒙得一挥手, 让身边两尊最强的傀儡直扑蒙面女子, 打算擒贼掀起王, 只要将他抓在手中, 甭管有什么手段, 都将沦为他的阶下囚, 随着柳翼的命令下达, 两尊原本尽力不动的傀儡体内, 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那一瞬间, 方圆数十万里内所有的生灵, 都感到机体生寒, 竟然连动他一下都无法做到, 两尊戒尊级傀儡动了, 他们一出手就是权力, 似乎已感受到他们主人心中的不安, 戒尊实在是太恐怖了, 哪怕仅仅只是傀儡, 仅凭肉身他们就能撕裂任何戒胜, 如果动用本体力量, 一招就能秒杀方圆数十万里内所有的生灵, 双方相隔也就数千米的距离, 对于两尊戒尊级傀儡来说, 也就一眨眼的功夫而已, 然而就在两尊戒尊级傀儡刚刚冲到一半, 他们的身躯突然定住, 那感觉就像似时间骤然停止一般, 怎么回事? 柳一心中突然长生强烈的恐惧, 在那一瞬间, 他完全失去对两尊戒尊级傀儡的掌控, 心脏不争气的狂跳, 目光几乎是下意识的看向蒙面女子, 瞬间他看到蒙面女子的手中, 不知何时出现一块水晶般晶莹璀璨的晶体, 那是, 看到晶体的刹那, 柳一的心突然沉入谷底, 一股不安, 让他恨度地掉头又跑, 真不愧是神将一族最没接触的天才, 看来你已经认出这东西了, 蒙面女子的眼中, 认识透着淡然的笑意, 这是, 傀儡之心, 柳一说出口的话尖色无比,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倒霉, 传说中早就失传的傀儡之心, 竟然回落到蒙面女子的手中, 只要蒙面女子掌握着傀儡之心, 在一定范围之内, 他就能操控所有的傀儡为己用, 这玩意儿对于其他人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他们这些专门炼制傀儡的炼制师来说, 简直就是克星, 柳一一阵头皮发麻, 这个距离, 失去傀儡庇佑, 就算身边有血液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让他跟蒙面女子对峙, 他都觉得整颗心七上八下, 直冒凉气, 蒙面女子看着柳一道, 这次进入醉界,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意外得到这件神器, 柳一咽着口水道, 公主殿下看来是专门冲在下而来, 不知道在下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到公主殿下的, 蒙面女子微微笑道, 柳少主不用担心, 这次我来找你只不过是想要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罢了, 合作, 柳一双目火热的盯着蒙面女子手中的傀儡之心, 这东西绝对是无价之宝, 如果让她掌控在手中现在, 她就有自信只要回到神国, 她要弄个族长来当当都不成问题, 不知道公主殿下要跟在下合作什么, 蒙面女子淡然道, 进入醉界我们都是依靠试炼神器, 一旦进入其中, 就必须完成这个试炼, 不然, 实现一道就会被强行踢出去, 我手中这颗魁伟之心, 就是传承试炼神器, 只要完成试炼, 就能得到炼制它的主人所留下的传承, 柳一双目赤亮, 傀儡之心可需永恒神器, 那这位炼制大师, 应当就是永恒级别的炼戏师怒, 不知道要完成这个试炼需要什么条件, 蒙面女子笑道, 要完成炼戏师留下的试炼, 自然需要真正的炼戏师才能完成, 我对炼戏师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只想得到试炼主人留下的一件超级神器而已, 柳一黑黑笑道, 这件超级神器应当非常不简单吧, 说不定它是那人留下的东西中价值最大的, 蒙面女子淡然道, 是又如何? 对于你们炼戏师来说, 真正珍贵的并不是器物本身, 而是炼戏师留下的炼戏手段, 只要你协助我完成这次试炼, 我可以将那位炼戏师的炼戏手段统统留给你, 柳一眼皮一跳, 蒙面女子的话岂能不让她心动, 只是她可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不久前她还对对方心怀不轨, 一转眼对方就将这么大的好处相送, 要是没有鬼打死她都不相信, 不知道公主殿下有什么条件, 蒙面女子微微笑道, 我的条件非常简单, 只要你臣服于我, 宣誓效忠即可, 这, 柳一想说不可能, 但是目光一落在蒙面女子手中的傀儡之心上, 她嘴角就是一阵抽搐, 她敢肯定只要她敢拒绝, 对方绝对会干掉她, 蒙面女子可是神国第一公主, 就算家族的人知道是她干的, 怕也没有人敢替她出头, 也就是她只要敢反抗, 死了也白死了, 柳一心中异常纠结,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可人围刀阻我喂鱼肉, 除非她想得不耐烦了, 不然, 只能宣誓向眼前女人效忠, 刘少主难道想要拒绝? 蒙面女子眼中笑意瞬间收脸, 大有翻脸不认人的架势, 柳一急忙道, 公主殿下别误会, 在下能够成为公主殿下的追随者, 那是前世修来福气, 刚刚只不过是太过激动, 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罢了, 很好, 马上宣誓效忠, 我们可以尽早开始传承试炼, 蒙面女子雷厉风行, 根本就不给柳一丝毫反悔的可能, 柳一异常憋屈, 可是她无可奈何, 蒙面女子手握傀儡之心, 她一仗的傀儡瞬间就会叛变, 她没有一点逃跑的可能, 柳一屈服了, 这次玉武族的危机也随着结束, 面对一为平地的玉武之族, 萧战以及所有玉武族的人都心中不是滋味, 事情因为他们弃武族而起, 事情的经过让他们损失惨重, 连不足的象征都负之一举, 可事情结束时完全没有他们的事情了, 玉月仍然痴谈肖战,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让亲上人心怀借地, 不由开诚不公地讲出来, 玉月出生在神国月神一族, 这一族算是大族了, 他们一直是神国皇室一脉的忠实拥护者, 玉月就是这一代月神族神女, 根据族中历来规定, 他被安排成为神戏公主的护从, 两者间的关系亲如闺蜜, 玉月定位隐王自己的事情, 将他以及月神族很多秘心都告诉肖战, 同时还讲述很多有关神国的秘闻, 让他了解到神国的强大, 从玉月的口中得知, 在世界境上的境界被称为混沌境, 而在混沌境上还有永恒之境, 元界最初叫做罪界, 这里封印着修为达到永恒境的无数罪人, 这次的公主的试炼, 就跟一位修为达到永恒境的罪人有关, 对于这个神国公主的试炼肖战并不感兴趣, 他知道对方是跟他一样, 用同种方法进入元界, 也就是说, 所谓的永恒境练习师的试炼只是一个幌子, 也许真正隐藏的试炼跟他一样, 是元界之主留在这里的秘密, 虽然玉月将自己跟神国很多信息都告诉肖战了, 但唯独对神戏公主的事情很少谈, 就算被问到, 也只是说一些普通的, 绝不会谈这位公主真正的秘密, 试探紧次后, 肖战就放弃了, 他自然不会抢人所难, 不过他在没有弄清这位公主的真正试炼前, 他觉得最好还是离对方尽量远一些, 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肖战想要离得远一些就能远一些, 神奇公主决定激活自己的试炼, 让他吃惊的荫幕出现了, 不单已经宣誓效忠的柳依, 被动激活了自己的传承试炼, 就连属于肖战的传承试炼也跟着激活了, 这一事实让肖战措手不及, 神奇公主何等修为, 怎么可能跟他参加同一个试炼? 第十九章, 试炼的到来太突然了, 肖战完全没有一点预料, 从圆盘传来的信息清晰地告诉他, 试炼真的已经被人激活, 而且这个主人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肖战前所未有的焦虑, 对手如果是柳依, 他或许还有异政的可能, 但如果换做那位蒙面的神奇公主, 难度将无限提升, 虽然不愿承认, 但肖战不会自欺欺人, 他不认为自己的天赋逊色于任何人, 可时间跟起点的不同, 现在的他要赢那位神奇公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的敢保证, 主人同那位神奇公主的试炼, 绝不是同一种试炼, 肖战美好祈祷, 如果不是同一种试炼, 那为何随着他激活试炼, 我们的试炼也跟着开始了, 武灵苦着脸道, 这个原因吗? 小的大概能够猜到一二, 肖战瞪眼道, 那你废话那么多干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灵苦笑道, 当年制造卧点主人, 获得了原界最开始被封印的一位永恒静炼技师的传承, 虽然只是一些皮毛, 但足以他以剑圣性修为炼制出无敌于世界境的超级傀儡了。 现在试炼被动触发, 小的敢肯定是因为, 那位神奇公主激活了老主人获得传承的, 那位永恒静炼技师的传承试炼。 根据小的猜测, 极有可能是老主人当年留下的传承内容, 涉及到那位永恒静的炼技师, 所以也跟着被动激活了。 肖战很是郁闷, 这是否就叫殃及驰鱼? 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武灵嘿嘿笑道, 其实小的倒觉得, 这对于主人来说未必就是坏事。 肖战虽然没有将武灵的气灵召唤出来, 但是他的脑中还是浮现出这家伙那谄媚的脸, 顿时翻白眼道, 你倒说说看, 提前开始试炼, 被奔主人有什么好处? 武灵一脸柴媚的道, 那位神奇公主的强大绝对恐怖, 毕竟她是来自神国, 真实的修为, 只不过是因为元界的特殊降到世界境。 先不说神奇公主自身的修为, 仅她神国第一公主这个身份, 手下高手绝对恐怖, 跟她争那是找死的事情。 不过, 主人不是已经跟玄月有一腿了吗? 这就是优势啊, 现在看来玄月同神奇公主关系亲密, 只要有这层关系在, 害怕试炼不成功吗? 肖战皱着眉头道, 要真有你说得那么轻松就好了, 我总感觉玄月跟我目的肯定不会简单, 说她是因为这是关系到这次试炼, 我根本不相信。 武灵黑黑笑道, 本管相不相信, 现在摆在主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一定要抓住玄月这个女人, 发挥出自己最强大的能力, 将她牢牢翻住, 最好是想办法将那位神奇公主也搞定, 那一切就轻松容易了。 听着武灵胡言乱语, 肖战干脆直接屏蔽一切跟她有关的声音, 开始独自思索起来, 她想过任何一种试炼被人提前激活的情况, 但完全没有想到激活试炼的人竟然如此恐怖, 她敢肯定那位神奇公主身边绝对有些尊敬超级高手作证, 她根本没有一丝争夺获胜的可能。 虽然武灵这混蛋气灵可恶, 但她说的或许正确, 现在肖战唯一能够利用的就是同玄月之间的关系, 只要他们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 怎么说她应当都算是那位神奇公主的人? 肖战讨厌这种感觉, 这倒不是吃软饭不好意思, 她不想利用自己的女人做这种事情, 将这些东西掺杂进入其中, 只会让她感到心中不舒服。 你那位小情郎看来也获得了某种传承, 而不巧的, 是, 跟我们的目的有关, 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蒙面女子眼中站着笑, 小姐啊, 我总觉得柳依这家伙靠不住, 虽然有失严束缚, 但我感觉她肯定不会老是听命于小姐。 全日带眉紧促, 蒙面女子淡然道, 她的效忠我根本就不在意, 如果她真有能力不受失严束缚, 我倒还要高看她几分。 试炼的收获对于我来说, 完全可有可无, 就算最终让那家伙抢走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次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获得当年国主留在最界的那件神器。 苏日安不是永恒神器, 但对我很重要。 玄月好奇道, 那件神器真的在远界。 蒙面女子微微笑道, 那个女人曾经追随过国主, 虽然不知道她为何被封印在最界, 但她获得那件神器的可能性很大。 她曾经不会是国主的女人吧。 玄月瞪大双目, 一脸的八卦, 蒙面女子摇头道, 应当不是, 国主虽然风流多情, 但绝不会对自己女人如此绝情。 玄月别嘴道, 这事可真难说了, 如果这个女人背着国主偷人, 只要是男人, 哪怕她是高高在上的国主, 也咽不下这口气。 蒙面女子摇头道, 她跟国主是否有什么暧昧的关系, 这都不重要。 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她手中真正有那件神器, 就算没有也希望拥有线索。 说到最后, 蒙面女子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看得出来这件神器对她很重要, 甚至不惜进入罪界这个随时都要彻底陨落的地方。 玄月突然道, 冤家这段时间闷闷不乐, 看来是我身份的转变对她冲击很大。 小姐啊, 你说月儿到底该如何是好? 蒙面女子笑道, 要说对凤男人, 你身边要找出这样的能人来轻松容易得很, 何许来问我? 玄月叹道, 冤家心中憋着是, 月儿看得心痛, 小姐啊, 到时要是月儿将你给卖了, 你可不能找月儿的麻烦。 蒙面女子笑道, 你们月神族的女人能找到这么一个男人可不容易, 贵在之心, 我可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言的。 看得出来, 她如果成长起来, 绝不会逊色于战神那家伙。 玄月吃惊道, 小姐对她的评价这么高。 蒙面女子淡然道, 能够给我帮助的人, 岂会太差? 这次试炼可不轻松, 路途遥远, 你们用不着急着赶路, 可别浪费她那独特的能力。 玄月笑容妩媚道, 小姐这点不用担心, 月儿跟她也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都很好奇, 她的极限到底在哪? 试炼正式启动, 玉物族的事情, 萧战没时间管, 也没有能力去管了, 因为那位神奇公主知道, 她也是试炼者之一后, 让她必须参与到这次试炼中来。 对于这个要求, 就算神奇公主不提出来, 萧战也会跟着她, 试炼已经开始, 不管有多困难, 她都必须参与, 她可不想等别人完成试炼, 而她竟等命运的审判。 试炼的最终地点在元界东北部, 那里居于物族所在完全是两个极端, 仅仅赶路就要耗费数年的功夫, 这还是有传颂阵的情况。 对于何时抵达目的地, 萧战自然不关心, 现在他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 赶路全都是乘坐战舰, 速度很快, 不过元界的规则非常独特, 似乎有了一种无形的近空禁止处在, 限制了战舰一类飞行神器的最高速度。 萧战要提升修为,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战斗, 只是处在战舰中, 他唯一能够练的就是玉女舰道, 每次都将玄月跟他身边的月神族美女砍翻在地。 当然, 萧战的战绩虽然彪悍, 自己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小, 月神族的女人一个个愈个宛若无底深渊, 她的玉女舰道在质变, 威力愈发无仇, 而他们的弑龙骑宫也跟着质变, 每次不跟他拼个两败俱伤事不罢休。 虽然是在跟女人快活, 但是萧战发现, 她的剑道修炼开始突飞猛进起来, 她的剑道早就不是早先九大剑道分离了, 剑道属性随意转变, 只要修炼其中任何一种, 其余的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蜕变。 玉女剑道的修炼, 能够让她整个剑道都跟着质变, 这让她隐约已触碰到剑尊敬的门槛了。 这或许就是意外之喜, 原始的剑道洗礼, 竟然能够让原先的剑道完成转变, 彻底同原界契合起来。 战舰内并不仅仅是肖战跟着神族那些美女, 玉凤、玉兰、 余英秀、 灵玉、 灵溪这些女人都跟来了, 如今有了神戏公主出面, 玉巫族就算肖战是伪族长, 不再也没有人干扰, 他们自然能够心安理得地离开。 玉凤、 玉兰、 玉英秀三女都是败过唐城过亲的女人, 相处时自然不会有什么顾忌, 而灵玉跟灵溪的存在, 这让肖战很是不自在。 血脉中, 那估计禁忌的力量总是折磨着他, 随着长时间同处战舰之内, 禁忌力量就是要决低似的, 在彼此血脉中酝酿那可怕的风暴。 肖战能够清晰感应到, 血脉在蠢蠢欲动, 剑之世界之心即可如酒坊的怨妇, 急需禁忌的力量让他完成最终蜕变, 更上一层楼。 结束新一天的修炼, 肖战感觉体内的剑之世界之心已经达到极限, 只需要捅破那层魔, 就能正式晋升剑尊敬。 从剑主到剑皇, 每一个境界并没有太过复杂的蜕变, 只要剑意, 剑气, 剑斗法则不断完美积累, 就会完成真正的蜕变。 可以说, 现阶段肖战的修炼就是积累, 这没有什么途径可言, 只有不断链剑, 不管用何种形式, 还不行吗? 一道软弱逆人的女音在肖战耳边响起, 熟悉的体相扑鼻而来, 一瞬间就让她的血脉躁动不安起来, 睁开双眼, 入目的使灵欲经过轻杀的惹火动体, 朦胧的诱惑灼伤人眼, 禁忌的血脉就如沉睡巨龙突然惊折, 目光变得贪婪, 一股本能试图主宰她, 变得蠢蠢欲动。 肖战又不是傻子, 如何看不出灵欲这是赤裸地勾引她, 罪孽一族血管中流淌的都是罪孽之力, 禁忌能够让他们不顾一切。 肖战并非欲战, 可现在他的身体就是欲战, 这使神器圆盘借助罪孽一族的力量创造出来, 彼此间的血缘怕也就灵犀更亲密一分。 罪孽一族的人血缘关系越是亲密, 那种禁忌的力量产生时就越发恐怖。 就像此刻, 彼此仅仅双目对视, 体内的血脉就在沸腾, 那禁忌的力量从每一个细胞中钻出, 风一样地燃烧起来。 偷尝禁忌之果的诱惑如耻如烧, 可是肖战的心不想跨过这一步, 哪怕他是借助特殊手段跟灵忌与灵犀成为至亲, 只能算是窃毒, 可他无法否认彼此间真正的血缘关系。 禁忌这种东西一旦跨过就会失去底线, 虽然同御凤之间已经跨过那条线, 但肖战仍不想尝试。 强忍灵欲动体带来的诱惑, 肖战摇头叹道, 就差那么一点, 我想应当不会被困住多久。 灵欲嘴角站起一抹兴奋的魅笑, 他的骨子里有骨野性, 越是难以得到的, 越是让他亢奋莫名。 肖战的有意躲避, 非但没有让灵欲退步, 反而勾起他那颗狩猎者的心, 这不他一屁股坐到肖战身边, 丰满的肉体直接往他怀中送, 对待猎物灵欲向来缺少耐性, 直接撂倒将之吞下腹, 热辣的吻试图让猎物窒息, 扭动丝膜间撕掉其一切武装与抵抗, 眼中尽是贪婪, 脸上尽是得逞的快意。 陈锋的记忆从封闭中冲出来, 肖战惊恶地发现, 当年御战躲避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眼前这个女人, 她将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御战, 不过, 却是通过强暴的方式。 肖战心中直抽搐, 真理之言告诉他, 这个女人也就一个男人, 可是他的功夫却精湛得可怕, 用千锤百炼都无法形容他的厉害, 绝对能够同月神族那些美人一较长短。 突破了, 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见尊敬的力量在体内流淌, 一切都仿佛一发不可收拾。 肖战看着淋浴如花般摇曳盛放, 他的肉体成为他扎根的肥沃土壤, 激情跟欲望在燃烧, 统统化为其无穷无尽的养料。 肖战突然发现一幕让他感觉惊异的事情, 摇曳生姿的淋浴在发生惊人变化, 那感觉他仿佛不再是他, 一股完全陌生的气息突然出现在他的身体中。 第二十章, 战舰高速从空中划过,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可是突不见, 一股强横的力量作用于其上, 天地间阴云汇聚, 一个恐怖的漩涡凭空而生, 那可怕的西射里, 就如一只巨大的无形之后, 将战舰抓住, 向着漩涡中心外去。 旋月完全被惊动, 闪念间, 他的神念笼罩整艘战舰, 拿到戒胜极致的力量, 对抗那恐怖的抓射之力。 无形大手实在是太恐怖了, 牢牢拽入战舰, 让其越陷越深, 不管旋月力量如何灌入战舰, 一切都显得是那么无助。 旋月绝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女人, 在意识到自己无法与这股抓射战舰的力量对抗时, 他瞬间召集自己所有的手下, 几乎是瞬间就有上千月神族美女出现在玄月身旁, 他们每一个的修为竟然都达到戒圣境, 彼此联手将力量灌入战舰, 一千多名戒圣联手, 那力量绝对恐怖, 每一名月神族美女力量都远超同仁, 其中有数十位的修为丝毫不逊色于选乐, 他们联手, 就算是戒尊也能对抗一二。 但是, 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上千多名月神族戒圣联手, 竟然都扛不住那恐怖的抓射之力, 几乎是瞬间就被拽进可怕的深渊中。 勾魂眼眸闪烁着妖艺瑰丽色泽, 灵玉的气息完全变了, 她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 最明显的就是她的面容在发生变化, 将灵溪、灵玉、玉凤、玉兰 与英秀五个女人的一切完美融合在一起, 肖战心神俱阵, 这尊美女的出现突然让她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 身边所有女人似乎都来自一个女人的分身, 可怕的禁忌血脉之力在沸腾, 宛若滚烫的岩浆钻入肖战的血管, 一切在她的面前都化了, 禁忌的血脉之力就像似一种媒介, 让肖战的血脉完全觉醒过来, 血肉与神魂中禁忌的力量 如同炽烈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将它完全吞噬, 剑之世界之心炸裂开来, 剑气、剑意, 剑斗法则就像似自然一般在猛烈地燃烧着, 禁忌的力量化为剑道力量的源泉, 迫使一切茁壮成长, 剑军静很快达到圆满, 竟然又向着剑王静高速迈进, 他的双目凝视着肖战, 宛若心灵的窗户, 如同海洋一般的温暖试图将他淹没, 一切都是那么的激烈, 从始至终他都在注视着他, 温柔中透着一股能将他焚烧殆尽的爱意, 对视着肖战有些发愣, 眼前女人似乎已不是他身边任何一个女人, 他眼中那种浓烈似火的爱意, 并不是在针对他, 一瞬间肖战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这个女人想要做什么? 他想要阻止, 可是根本没有一点用处, 他掌控了一切, 他能做得仅限于所思所想, 以及眼睁睁地看着, 似乎在是想让他见证什么? 血脉完全苏醒了, 那掩藏的力量如如牌上倒海冲入肖战的身体中, 让他的剑之世界之心急剧蜕变, 剑意, 剑气, 剑斗法则完全被一股力量影响着, 似乎想要进行当初从剑圣镜到剑尊镜的一幕, 肖战的眼睛都瞪大了, 无穷无尽的信息从血脉中涌出来, 相似经历了一万次轮回, 那一瞬间, 他完全懂了, 此时同他交缠在一起的, 并不是身边任何一个女人, 而是罪孽之母, 他身边的女人都是这个女人弄出来的, 当初圆盘借助灵溪运御战, 罪孽之母整个过程都参与了, 不过他做得非常隐蔽, 根本没有让武灵这个气灵察觉, 他悄悄地将属于自己儿子的一切, 注入这具全新的身体中, 他想要复活自己的儿子, 让他们重新在一起,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罪孽之母想要让他让儿子夺舍这具身体, 肖战瞬间意识到了,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无数完全陌生的信息涌来, 这其中掺杂着一股强烈的情绪, 在试图完全吞噬属于他的意识, 禁忌之力在肖战血管中熊熊燃烧, 吞噬他的肉身, 侵袭了他的神魂, 那炽热的力量强行闯进他的意识中, 似乎要将他现在的意识完全吞噬, 绝不能让这股力量成功, 肖战知道有罪孽之母从旁到鬼, 他根本无法跟这股突然在身体中产生的力量抗衡, 他必须用一种迂回的方式赢得最终的胜利, 该怎么办? 肖战能够利用的只有剑道的力量, 玄解中的小秘不能影响, 圆盘根本帮不上忙, 此刻他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面对夺舍, 如今轮回解已经不能用, 那肖战就一定不能让人真正夺舍成功, 不过就算没有轮回解, 面对夺舍他照样有办法, 剑道无所不包, 这其中就包括了夺舍剑道根转驾能力, 完全属于肖战自身的神魂炸电, 化为最为本源的灵魂剑气, 最快的速度使出夺舍一招, 所有的剑气同那想要夺舍自己的可怕意志撞在一起, 夺舍与转驾力量同时爆发出最强的力量, 这一刻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给人的感觉就是属于肖战意识突然间消失, 那情形就像似罪孽之母的计划成功一般, 让他的儿子彻底复活, 罗舍见到霸道之急, 罪孽之母的儿子复活正处于最为虚弱之时, 那里扛得住, 一切的信息瞬息间夺舍, 接着,在转驾能力的作用下, 肖战再次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 罪孽之母炽热的力量将他肉身同神魂一道包裹, 让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茁壮成长, 时间飞速流逝, 当肖战将体内, 一切可以引发动乱的力量清除时, 惊讶地发现, 不知何时, 他的修为晋升到戒王镜,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见之世界之心宛若一颗心脏一般跳动着, 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在身体中震荡, 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的身影中, 那一刻, 宛若一万神剑突然颤鸣, 一股疯狂的剑一透体而出, 耳边近视女人快乐到极致的身影与喘息声, 销魂石骨的滋味如同潮水来袭, 将肖战瞬间拉回现实, 睁开双眼, 入目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 她的美丽百倍千倍胜过灵犀竹女, 在她的眼中有的只有浓道让人窒息的爱意, 记忆如同潮水一般冲进肖战的意识, 无数陌生复杂的情绪在心头涌动, 那一幕幕画面都在诉说她跟她之间的故事, 一股强烈的爱恋, 从心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滋生, 出现在眼前的罪孽之母, 那个被国主封印在罪界中的恐怖女人, 那血脉中传递而来的信息告诉肖战, 当年这个女人非常疯狂, 她想要创造出一个可怕的存在, 费尽一切心机, 最终摸上国主的床, 怀上其种, 国主作为神国无上存在, 虽然女人无数, 但一身也就两个女儿, 从未有过一个儿子, 罪孽之母怀上她的种, 并且使满孩, 这绝对是一件神国最大的喜事, 但是这个女人的血脉中流淌着禁忌的力量, 她所做之事让国主难容, 最终将其封印在罪界中, 连带他们的儿子一同封印, 使其重归母体, 脑中无数记忆涌动, 肖战有些愣神, 事情跟她的想象有些不一样, 当初圆盘气灵挑选灵犀作为转生媒介, 恰巧诸了罪孽之母一臂之力, 这女人将腹中被封印的胎儿, 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送了出来, 彼此合力下, 诞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御战, 可以说, 御战的出现是肖战跟罪孽之母之子的结合体, 或者在罪孽之母看来, 她有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吞噬一气, 完全彻彻底底的重生, 可是事情的发展似乎受到干扰, 让肖战完全占据主动, 罪孽之母那是何等可不的存在, 肖战不认为圆盘能够让她转败为圣, 整个过程应当都是由小蜜暗中参与了, 可惜现在肖战根本无法去问小蜜, 不过他认为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如果罪孽之母腹中胎儿是国主的血脉, 那么作为国主亲手炼制的神器器灵小蜜肯定知道, 具体怎么办到的他无从知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融入国主血脉的他将来的试炼成功率肯定大增, 神国国主的血脉起同儿戏, 哪怕受到罪孽之血的玷污, 也胜过世间任何一种血脉, 在没有真正激活时, 肖战表现出来的或许就是一种顶级血脉, 而当完全激活时, 神国第一血脉很多特性就会被激活, 成为剑王根本不算什么, 国主血脉的激活就像四开启了一道通往永恒之路的门, 这是一种血脉的潜能, 也许初始很弱, 但是他的未来不可估量, 肖战发现自己已离开战舰, 这是一座铁工, 内里装饰奢华到极点, 跳下床, 感受着血脉激活带来的不同感悟, 他很是兴奋, 力量的提升不算什么, 真正的收获是彻底吞噬国主血脉, 他能清晰感应到那种无限可能, 相风袭来, 打断肖战的喜悦, 罪孽之母飘到跟前, 丝织一袍将他惹火丰满的动体包裹, 并不透明, 却散发出最为致命的诱惑, 真理之眼, 清晰地告诉肖战, 眼前的女人是一个全新的个体, 他已斩断通原先所有的联系, 完完整整的生命, 一段新的开始, 脑中闪过无数信息, 肖战隐约猜到前因后果, 第21章, 他们都是你所画, 肖战对眼前女人生不出丝毫排斥的念头来, 将他搂入怀中, 一股前所未有的情绪涌出, 他跟他仿佛已经相识相伴无数个纪元, 彼此生命似乎已无法割舍, 他们的确都是我的神念所画, 为了只是想要观察你的生长状况, 将肖战紧拥住, 罪孽之母的眼中尽是温柔, 嘴角一抹温暖的笑容徐徐绽放, 让他美得惊心动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被那个家伙封印住, 就连你也被强行封印到我的肚子中, 说是要将我血脉中的罪孽洗净, 这一封印就是数十个纪元, 枯寂的时光能令人发狂, 要不是一直有你相伴, 我早就疯了, 如果解释我被封印, 也许会依死了之, 或者就这么一直持续下去, 但我不想让你一辈子都被封印在婴儿状态, 有一天有一个气灵找上了我, 说实要进行一个计划, 绝对能够让我从封印中脱离出来, 尤其是能够让你获得新生, 我答应了, 制造出灵溪跟灵狱姐妹, 在那个气灵的帮助下, 没多久你就出生了, 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欣喜, 罪孽之母的眼中闪烁着由衷的喜悦, 通过她的话, 肖战猜测那个气灵应当是小米, 她不知道那丫头是如何瞒住所有人做到这一点的, 跟国主血脉相容, 对她赢得试炼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 那你是如何出来的? 我, 根据那个气灵的描述, 舍弃以前一切, 完全获得新生, 虽然不再是永恒不灭的存在, 但只要能够跟你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 我根本不在乎, 这个, 我今后该如何称呼你? 我的名字叫灵狐, 曾经我许下过誓言, 要成为你的妻子, 你人因让我成为你的妻子吗? 灵狐双目深情无限地凝视着肖战, 肖战的回应就是最为热烈的吻, 灵狐的爱她根本无法拒绝, 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 为了跟她在一起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永恒不灭, 如果她拒绝, 因爱成恨的一幕绝对会上演, 她可不想跟这样能够不顾一切的女人为敌,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们当年被封印的地方, 如今我们的过去已被埋葬, 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宫殿异常奢华, 肖战以前所见任何大帝皇宫也不一定急得上, 从灵狐迈不于宫殿中, 完全感受不到一丝生气, 当年国主将她封印在这里, 并没有安排什么镇守力量,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将我们封印在这里, 不会连一个守卫都没有安排吧? 她是神国第一强者, 由她亲手设下的封印, 根本不需要什么镇守者, 这座宫殿曾是她给我修建的行宫, 没想到最终却成为我的封印之所, 灵狐带着肖战进入行宫武库, 在那里有无数蛇兵, 他随意挑选着, 似乎增金都是他使用过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曾经使用过的兵器, 夫君使用的弑剑, 就用这口永恒神剑吧, 灵狐抓起一口神剑递到肖战手中, 造型古朴典仰, 仅从外表上来看, 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就是一件永恒神兵, 肖战尝试激活神剑威力, 不过他失败了, 这玩意儿太过高端, 在他手中也仅仅只能使用齐国硬的材质罢了, 不过这对于肖战来说已经足够了, 他再见到根本就不用神剑本身威力有多强大, 只需要无坚不摧, 能够破开时间一切的防御就成, 肖战手握永生神剑, 他自信可以秒杀任何界皇境强者, 武库内兵器很多, 不过都很单一, 灵狐以前并不是什么收藏狂人, 任何东西只需要一件就足够了, 他抓起一杆神毛, 轻轻易度, 捂出一朵绚丽的毛花, 笑道, 今后我就用这毛了, 灵狐一笑异常勾人, 肖战看得心仰难煞, 五个女人变成一个, 虽然感觉是亏闻买卖, 但仅仅他一人论风情, 就连弦乐都比不上,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戒胜巅峰, 用几个月的时间熟悉一下这具身体, 应当就能晋升到戒尊敬, 灵狐微微一笑, 说不出的自信, 武库内的东西并不多, 除了灵狐以前使用过的一切兵器外, 就是一套永恒神甲, 这是女士战甲, 只是和灵狐自己, 这让肖战感到异常的遗憾, 肖战将行宫中能搬走的东西, 统统都给搬走了, 在灵狐的指引下, 他再次跟玄月珠女会合, 每人一脸的担忧, 对突然冒出来的灵狐充满敌意, 似乎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灵狐面对玄月的敌意, 只是抱一微笑, 这一刻, 他仿佛变为具有心理有事的婆婆, 玄月可不是好糊弄的女人, 肖战直言片语, 就让他推测出前因后果来, 虽然不明白灵狐是如何脱困的, 但对于对方敢舍弃永恒不灭, 都要跟随肖战的勇气深感钦佩, 这让他敌意少了很多, 接下来离开行宫, 继续赶路, 此行肖战的目的地, 离开了神盟范围, 正式进入五盟, 在这里是以武道为主, 论跟人战斗力, 绝对要胜过神盟境内那些天才, 武盟同神盟是元界最大的两个联盟, 不过他们所在区域, 也只有元界冰山一角, 在无数来自神国的试炼者眼中, 这充其量, 就是两个家族在元界的势力之间的小小冲突, 算不了什么, 无盟的真正掌权者, 是来自神国神武家族新一代最出色的天才吴谦, 在神国他被誉为, 解自语有着战神称号公孙爵, 以及神剑家族新一代爵士天才墨语, 吴谦善使道, 有着刀神的美誉, 一身修为早在一万多年前, 就已晋升到戒尊敬巅峰, 是元界最巅峰境界的超级高手, 刀神阁是吴谦闭关之所, 这里平日里禁止外人出入, 就算是他的女人, 只有得到他的首肯, 才能走进这片环境新幽, 具有无数世界的楼阁之内, 今天刀神阁迎来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客人, 没有获得吴谦首肯, 直接闯进来, 出奇的人刀神阁内没有任何人敢阻拦, 只让这人一路杀到吴谦真正的闭关之地, 这是一个女人, 非常的漂亮, 从进入刀神阁开始, 她的嘴角就占着兴奋的笑容, 似乎有什么事情让她心情前所未有的逾越, 七哥, 快点出来, 有一个你绝对感兴趣的好消息, 小妹可是费了老大功夫才打听来的, 逾越的声音传遍刀神阁每一个角落, 这名叫做吴贤静的美女一路风风火火, 直奔楼阁最深处, 面对守候, 在吴谦闭关之地外边几名舞者直接抽刀就砍, 那恐怖的刀光瞬间就将这几人震飞, 随即她冲进闭关之地, 吴贤静于脸上尽是得意的笑容, 看着一脸美好气的吴贤, 笑嘻嘻道, 七哥, 知道吗? 你一直魂牵梦绕的神兮公主来了哦, 听说现在就在武蒙统治疆域内, 幸福的那家伙, 如今可是摩拳擦掌, 谅言, 要将神兮公主征服, 吴贤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只听她冷横倒,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住她那水平, 给神兮公主做奴隶都没有资格, 嘻嘻, 幸福的不足为惧, 但小妹可是听说, 神剑家族那位新一代剑神, 墨语可是也来了哦, 七哥不会忘了吧, 这家伙可是曾经同神兮公主, 游过帝都三日游的经历, 这种待遇, 就算是那个自诩战神的公孙爵也没有资格, 七哥想要笑到最后可不容易啊, 见识墨语, 吴贤的眼中闪烁着恐怖的寒芒, 一股惊天刀意只让封闭的闭关密室都承受不住, 有种料爆开的感觉, 吴贤靖笑叶罗花道, 这次公主殿下只是路经此地, 听说他这次的目的地, 乃是邪天王朝的废墟之地, 邪天王朝废墟, 吴贤处没到, 那个地方我却过不止以此, 除了能够撕裂混沌强者的空间风暴外, 根本没有任何值得冒险的东西存在, 公主殿下去那里做什么? 吴贤靖兴问得道, 好像是完成试炼, 听说那里封印着曾经神国第一炼器师, 只要公主能够完成试炼, 就能得到这位炼器师的传承, 哎呀呀, 那可是永恒之境的超级存在了, 想来, 那个被封印的十连之地内, 一定有无穷无尽的永恒神器, 七哥啊, 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我进去, 小妹可是垂涎永恒神兵很久了, 吴贤冷亨道, 就算有, 你认为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永恒境是我们根本无法触碰的一种境界, 那里随便一个普通的机关, 都能要了我们的性命, 你这丫头还是老实待在刀神城中, 哪里也不许去, 吴贤静不满道, 小妹特意将打探的消息告知, 七哥可不能过河拆桥, 吴贤美好气道, 母亲给你取名叫贤静, 就是希望你这丫头老实些, 找到处惹事, 这里是元界, 不是神光, 你一旦沦落, 那就是彻底的死亡, 这次公主殿下的试炼之行, 你那也不许去, 万一有个好歹, 我可没法给母亲一个交代, 话音一落, 吴贤消失在闭关时中, 吴贤静眼珠的一转, 很快眉开眼笑道, 真以为不让我跟着去, 我就没有办法了, 吴贤, 真不好意思啊, 人家可是试炼者, 想不让人家跟着去都难, 第二十二章, 随着神兮公主抵达的消息传开, 到神城如今风云汇聚, 神国无数试炼者闻风而动, 有的想要一睹她的爵士风姿, 有的则是心怀远大, 打算成为公主驸马, 神妻公主是永恒神国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她有让神国所有女人都黯然失色的容貌, 有让无数绝代天骄俯首的盖带武力, 神妻公主战败神国同一代所有人, 本来是不会以来如此多的追求者, 一切的原因都是她曾经说过, 只要谁能够打败她, 就能成为她的驸马, 虽然明知机会渺茫, 她神国无数俊杰, 都不顾一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有赢许她的资格, 只是无数年过去了, 这个真正打败神妻公主的男人并未出现, 不久前传言有着战胜称号的公孙爵战败, 更是让所有追求者感到前途渺茫。 不过,如今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这里可是罪界, 一个完全被封印的地方, 在这里, 神妻公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没有人否认神妻公主的颠覆, 她是公认的神国同代第一, 可如今, 神妻公主进入罪界才一千多年, 哪怕她的天赋在那天, 也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相比起来, 无数进入这里数千年, 甚至数万年的神国试炼者, 打败神妻公主的机会完全就在眼前。 成为神妻公主的驸马, 这是所有神国试炼者的梦想, 不但能够抱得美人归, 还能证明自己是神国同代第一强者。 如此机会摆在眼前, 没有人会傻到放弃, 说什么不公平的鬼话, 对于他们来说, 只有胜败一说, 绝没有公平一说。 不到半年的瞬间, 到神城聚集的神国试炼者多大万人, 这些全都是来自神国无数大家族的核心天才, 每一个都是能够横扫童杰无数强者的存在。 神妻公主行踪难寻, 半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到底身在何方。 对于一些志在向神妻公主证明自己无勇的试炼者来说, 公主殿下暂时见不着没有关系, 先将这些潜在竞争对手干掉再说。 要成为神妻公主的驸马, 并不一定要在境界上胜过她, 如果能够在同一境界战胜她同样算数, 所有竞争者都是异常自负之人, 谁也不会服谁。 一时间, 刀神城约战者无数, 从最低修为戒神, 一直到戒尊, 每一天几乎都要发生数十场打斗。 胡说脸色有些郁闷, 她在神国新一代中名气算是拔尖的, 加上显赫的背景, 平日里谁敢惹她, 可现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 竟然有上千人指明要挑战她。 妈的, 难道哥们好欺负不成, 竟然一个个都将挑战的目标定在她身上, 如果是同间的舞者还好说, 打起来也能够尽兴, 可这一千多人中, 有一大半修为都在借尊敬以下, 都是想要竞争神戏公主驸马的人, 亏据大家都懂, 用境界压制获胜胜之不武, 如果境界高过对方, 只得老老实实压顶境界与之大战。 想到不久前, 连战数十个戒神经的家伙, 胡说每次恨不得报大招, 将这些家伙一招全灭, 当然, 战败一千多人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起码现在所有竞争者中, 胡说绝对是排名靠前, 有没有人挑战刀神那小子? 胡说作为胡家数一数二的天才人物, 自然不会孤身一人进入罪界, 他身边还是有不少仆人的。 胡管家斟酌着道, 胡说文言脸上郁闷烧气, 在他看来, 刀神那小子名气比他要大, 这完全就是树大招风, 肯定有无数试炼者想要将这个家伙打败, 好一举脱颖而出。 想想, 他这段时间被一千多个挑战者挑战, 那姓吴的家伙怎么说, 也不能少于这个数。 这么说来姓吴的, 同样不好过诺, 似乎知道, 自己这位少爷心中, 在转留着什么样的念头。 胡管家有些迟疑地道, 欺柄照眼, 刀神是否好过老奴不知道, 只是听说这段时间挑战他的人只有十多位, 而且, 不管境界修为高低, 这些人都是一招摆在其手上, 只有十多个。 胡说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挑战自己的人足足有一千多人, 而挑战那个姓吴的却只有十多人, 这不摆明了告诉别人, 他比不上那个姓吴的吗? 妈的, 这般家伙真是有脸无珠, 本天才岂会比不上那个姓吴的。 胡管家看着愤怒的胡说, 建议道, 少爷, 老奴建议今后如果有人还敢来挑战, 不管强弱, 一招打扮就是, 这样会让所有挑战者觉得少爷不可战胜, 久而久之, 挑战的人自然也少了。 胡说脑道, 真当本少爷好欺负啊, 以后打死打谈一些, 看他们还敢不敢柿子拿软的捏。 呸, 不对, 这么说, 岂不表明, 本少爷比不过姓吴的那小子。 他骂几声, 胡说突然道, 墨语来了刀神城, 传言, 他曾经同神戏公主, 共乘一辆战车游览帝都风景, 被誉为最有可能成为公主驸马的人。 这段时间你们都盯着他, 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公主殿下的行踪。 胡管加州没到, 这段时间我们的人一直听着墨语, 不过他一直都处在客栈中, 根本没有出去过一次, 足足半年的时间, 也没有一人前往客栈挑战他, 要不是有人确信他就在其中, 老挪还真要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 胡说脸色说不出的阴沉, 像他这段时间大小战不断, 而这个墨语倒好, 从从始至终竟然无人问津, 神国年轻一代第一剑客, 想到墨语那可怕的剑, 胡说脸色极度阴沉, 他不耸吴谦, 但对墨语心底中有主发出的感觉。 胡说感到了压力, 虽然外界风平剑神墨语同高神吴谦在伯仲之间, 但要他来说两者之中, 剑神墨语更为可怕, 那种剑鬼神莫测, 有种已经完全超越世界境的感觉。 想到墨语, 胡说一时间对成为公主驸马细心严重受挫, 阴沉着脸色的他离开了客栈, 打算出去透透气。 白衣飘飘, 墨语以蓝而立, 望着刀神呈独特的景致, 心中一片明镜, 外界的一切根本就无法影响到他。 空子在想什么? 墨语是一名绿场美人簇眉而立, 他的视线始终停留在眼前男子身上, 眉宇间透着幽色, 只让原本娇媚动人的他, 显得分外惹人心碎。 墨语淡然道, 他似乎就在这座城市中, 可我却找不到他到底在哪儿。 看来, 外界都在传言完全不可信, 他还是一如既往走在所有人的面前。 碧罗咬牙道, 公子天赋超拙, 就算是公孙爵也略有不如。 如果公子向神奇公主挑战, 胜率很大, 只是不知公子为何一直隐忍不出手。 墨语摇头道, 神奇公主的强大已经超越所有人, 在世界境内, 我根本没有一丝战胜他的把握, 并非我不想出手, 而是我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一旦真正出手, 拜了, 我将再也没有机会。 碧罗吃惊道, 神奇公主真有那么强大。 墨语淡然道, 公主殿下要比所有人预料的还要强上很多, 从未有一个能够逼出他真正的极限在哪儿。 当年的公孙爵还差了很多, 碧罗双目痴痴看着墨语道, 在罗心中, 只有公子才是最厉害的。 墨语的目光落在碧罗身上, 摇头道, 你为何这么傻? 我早已说过, 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何必一直留在我身边? 碧罗欺然道, 碧罗说过, 除非公子真的艳系碧罗, 不然碧罗是不会放弃的。 墨语定眼注视着碧罗他隐含内光的双目, 他的双目宛若星空一样幽碎, 无所不包, 又仿佛什么也没有。 碧罗很美, 在神国公认的十大美女中排名第七, 擅长歌舞音律, 传言义武能让高高在上的永恒强者都动容, 愿娶他为妻, 终身相伴。 碧罗很是高傲, 他依然拒绝了永恒强者的求婚, 有人增言, 没有男人能够走进他的心灵, 可是转眼, 他就为了只有一面之缘的墨语抛下一切, 什么也不要, 只求能够跟在他身边。 墨语很感动, 可他也仅仅只是感动而已, 他不认为碧罗能够配得上他, 这与身份无关, 在他的心中只有像神戏公主这样, 让他发费毕生精力都无法追上的女人, 才能令他心动神识。 不顾一切, 墨语的目光很快收回, 再度投往刀神城独特的景色中, 他似乎在搜寻着那令他心动神识的女人, 根本没有在意身后那美丽女人哀怨的目光, 肖战终于抵达刀神城, 数年的路程都在修炼中度过, 虽然这种修炼有些不同寻常, 甚至于说非常的香艳, 不管是灵狐还是玄悦这些月神族美女, 统统都是修炼玉女剑道的绝佳对象, 无数剑道被他施展出来, 一招崩解被运用到完美的地步, 就算是已经晋升到寄尊镜的灵活与玄悦, 都丢窥卸甲, 虽然不是那种生死战斗的修炼, 但肖战的修为晋升很快, 他从未想过, 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达到戒皇境, 这次他进入元界的目的, 就是晋升到戒神, 现在只差一个境界了, 一切看上去似乎不是多大的困难, 当然, 这种没有困难, 并不是指接下来的试炼, 获得永恒强者的传承, 所面临的试炼, 绝对超出他的预料, 就算他的修为达到戒神境, 也不一定能够完成试炼, 或者会原来的试戒, 为什么我们不同公主一道, 进入刀神城, 玄悦并未带着肖战去见早已不抵达这里的神奇公主, 而是改名唤醒, 以另外一种身份出现, 肖战刚保证, 就算是同玄悦相熟的人乍一见到他, 都不一定能够一眼认出来, 在他心虎耕耘下, 不但他, 就连所有月神族的美女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月神族真是一个奇特的种族, 他们的潜能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 而是他们的男人, 极限在哪, 而他们的潜能就能达到那一个程度, 肖战的奉献只能没有极限, 而玄悦, 他们自然也没有极限, 一旦爆发, 他们的修为跟战力能够无限飙升, 普通界尊敬, 完全可以爆发出极致性的超级战力, 玄悦以前很美, 不过要比灵狐差不少, 可是如今的他弄美丽已经不逊色于对方了, 整个人就像似破茧化蝶一般, 那种美丽跟魅力, 简直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玉狼没有发现吗? 这座城市中, 到处都是公主殿下的追求者, 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是时常在公主殿下身边出现,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玄悦挽着肖战的胳膊, 穿梭于繁华的街道上, 根本不在乎周遭人异样的目光, 嘴角占着血液的笑容, 不时瞥向他的眼神, 透着浓浓爱意, 数年的相处, 玄悦从深到西, 都已被肖战完完全全地征服, 他知道, 心上人喜欢自己的饱满胸脯, 尤其是被这样压制, 看着他嘴角占起的得意笑容, 在他看来, 周遭人的异样目光算得了什么? 只要他高兴就行, 肖战自然无法感受到, 无数男人对神妻公主的窥视, 前后他们只见过几面, 直到如今, 他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是无法体会神国那些试炼者, 对神妻公主已经迟迷到何等地步, 目光落在玄悦的胸脯上, 玉悉的神女觉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那种骄傲挺拔感, 绝对能让任何男人的魂都丢掉, 不过, 肖战满意的, 不是玄悦如同神山般的巍峨, 而是, 他为了讨他欢心, 肚都薄得宛若云雾, 方便挨贴时, 让自己胸脯的青春与挺拔完美传递给他, 根本不用去摸, 玄悦就给人一种他衣巾下空空如影的诱惑, 这种举动很丰收, 自己的女人为了让自己开心, 能做到这一点, 肖战打心眼里满意, 是与不同神戏公主照面, 那久不照面了, 他根本不在乎, 第二十三章, 不同公主殿下照面, 那咱们打算用什么身份? 九楼内, 所有人都在谈问神戏公主到来之时, 猜测他目前到底在哪, 以及到底哪个天才人物, 最终能够成为那个幸运儿? 肖战有些诧异, 神戏公主自然见过, 虽然没有看到对方真容, 但见过面推测一二的还是可以, 给他的感觉来看, 神戏公主并不像这些人口中议论的那样出色, 难道他见到的那个神戏公主, 并非是其本人? 公主殿下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玉郎是邪天王朝皇室遗孤, 虽然邪天王朝已经覆灭, 但是潜藏下来的实力还是非常可观的, 这次一记探险, 玉郎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肖战皱眉道, 我又不是真的邪天王朝皇室遗孤, 真能掌握他们的力量? 不用担心, 邪天王朝这股势力已经被公主殿下完全掌控, 绝对不会有人怀疑玉郎的身份, 在试炼开始前这段时间, 玉郎唯一要做的就是熟练掌握各种炼制术, 真正试炼开始时, 个人武力反而不重要了, 只有最强烈的炼制术, 才有可能赢得最终的试炼, 就算如今我的实力突飞猛进, 也只是一名神师而已, 同那个神将一族的柳翼, 可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看, 想要最终脱颖而出可不容易, 玉郎要有自信吗? 公主殿下都非常看好你哦, 说只要将你那种独特的炼制术发扬光大, 赢得最终胜利几率很大, 当玉郎正式成为邪天王朝一脉少主, 那时, 公主殿下会调集最大资源供玉郎提升炼器之用, 玉郎唯一要做的就是潜心修炼, 提升自己的炼器术, 肖战皱眉道, 我现在的炼系术已经非常出色了, 尤其是炼制的战偶, 能够达到戒圣境, 论实力能够横扫一切戒圣, 至于戒尊就无能为力了, 我这种炼系术有一个关键, 就是将战偶复活, 这东西需要消耗造物之力, 据我推测, 要想造出戒尊级战偶, 至少需要我的剑道近生道戒神境, 至于其他的炼器术, 我认为也就是锦上添花, 起不到关键作用, 玄月抿嘴孝导, 造物之力跟玉郎的修为齐齐相关, 这点倒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一切都只能等玉郎的修为上来才行, 不过咱们没有必要那么完美, 这次进入一季之地, 肯定是凶险重重, 戒圣境的战偶没多大用处, 不如多炼制一些戒尊境普通战偶, 以玉郎那独特见的, 就算是最顶级的戒尊也能一战, 肖战微微笑道, 你这个主意不错, 与其炼制一些派不上多大用场的完美战偶, 还不如炼制一些不完整状态的战偶, 他们除不是完整的生命外, 其他的一点也不差, 不过, 炼制战偶固然重要, 修炼也不能落下, 玉儿可要陪为夫妻搓剑斗才行, 玄月心头立石一热, 不安地挪了挪屁股, 水汪汪的毛子瞅着肖战道, 玉儿虽然不会结束, 但协助夫君磨练剑斗, 还是不成问题的, 四目相对, 瞬间就擦出火花来, 玉女, 势龙切磋之心强盛得可怕, 小二, 死哪去了, 快给姑奶奶拿最好的酒来, 肖战跟玄月郎情窃意之际, 一道豪爽的声音从身边乍响, 当真让他们一愣, 扭头看去, 一个美丽的少女正瞪着一双美眸看着他们, 少女长得很漂亮, 外表给人一种娇憨可爱的感觉, 不过, 她虽然瞪大眉眸, 娇憨之气十足, 但是, 根本无法掩藏那隐藏于眼中的脚侠, 看着少女, 肖战的脑中力时浮现出, 甜蜜跟天鹿的身影来, 几乎是一瞬间, 他就知道, 少女绝对是一个古灵精怪, 异常难缠得住, 少女根本不问肖战与玄月是否答应, 一屁股就在他们这一桌坐下, 他好奇地看着肖战道, 这位大哥哥, 刚刚轻一口气, 好像是一名非常厉害的练器师, 肖战吃了一惊, 他跟玄月谈话, 可是由玄月使用了隔音, 就算是戒尊也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 但少女却一口就到出来, 这表明他绝不向外表表现出来的人畜无害, 很厉害谈不上, 只不过是略懂一二罢了, 少女笑嘻嘻地道, 大哥哥真是谦虚啊, 以戒皇的实力, 就能练这些尊级傀儡, 竟然都只是略懂一二, 像人家修为都已经达到戒尊了, 可还只能练制出一般的戒尊级傀儡, 这岂不是要羞愧地去撞墙? 肖战直翻白眼, 他谦虚一句, 这丫头还当真了, 还不由贪手道, 好吧, 我的练系术非常的厉害, 同境界之下, 绝对没有人是对手。 少女笑容满面道, 啊, 听大哥哥的意思, 好像就算是那个神将一族的柳翼, 都不是对手诺。 肖战不懈道, 柳翼那小子算什么, 本人就算只炼制一尊戒圣级傀儡, 都能抱掉他的戒尊级傀儡, 拿我跟他相比, 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少女瞪大美眸看着肖战, 他也就调配一句而已, 这家伙还真是一点也不知道谦虚为何物, 竟然吹上了。 柳翼那可是神将一族一个纪元以来, 天赋最为出色的炼器师, 要不是受制于对戒天地法则的限制, 他绝对能够炼这混沌机傀儡来, 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少女并未出言讥讽, 眼珠子咕噜一转, 一脸崇拜地看着肖战道, 听大哥哥的口气, 似乎跟那个柳翼比过。 当然, 肖战傲然道, 就在不久前, 我还跟柳翼那小子切磋过, 当时他拿出一大群戒圣级傀儡, 想要羞辱我, 而我使用一尊戒神镜的傀儡, 就杀了他丢窥谢家。 如果你不信, 大可去问柳翼那小子, 是否他炼制的戒圣级傀儡, 打不过一尊戒神镜傀儡? 少女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神光, 猛拍桌子道, 原来大哥哥真的这么厉害啊。 看来, 大哥哥是冲着邪天王朝废墟中, 埋藏着永恒练弃弃尸的试炼而来诺。 肖战有些吃惊道, 你怎么知道? 少女不以为然道, 现在差不多整个刀神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想不知道都难。 大哥哥, 咱们商量一个事情如何? 肖战疑惑地道, 商量什么? 咱们刚刚见面, 没什么好商量的吧? 少女一脸欺击地道, 大哥哥既然是冲着试炼而去, 那能否也带上小妹了? 肖战吃惊地道, 你也是试炼者。 少女蒙脸头道, 人家就是试炼者, 可惜人家孤身一人, 哪敢去闯那凶险万分的试炼之地? 玄月冷哼道, 小丫头虎睡了, 一看就知道, 你是来自神国的试炼者, 岂会没有同伴? 少女很是惊讶地看向玄月道, 啊, 姐姐还真是厉害, 竟然一眼就瞧出小妹是来自神国的试炼者, 这么说来姐姐也是来自神国咯? 嘻嘻, 其实小妹在这里还有一个哥哥, 不过她顽固死了, 不让人家参加试炼, 人家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玄月美好祈祷, 能够进入罪界试炼的都是来自神国的大家族, 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小姑娘还是另请高明宝。 好了, 亲爱的, 咱们走吧。 玄月似乎认出了少女的身份, 她根本不想跟其多做纠缠, 拉着肖战就往外走。 哎呀, 姐姐等等人家吗? 少女一副认定两人的样子, 瞬间就追了上来, 很是自来熟的道, 姐姐应当是来自月神族的吧, 这么漂亮都比得上神国十大美女了。 小妹一直都很好奇, 似乎月神族的女人对男人要求很高, 大哥个修为那么弱, 她能够做姐姐的男人吗? 肖战眼皮直跳, 修为若是一回事, 这个男人的能力没有直接关系, 虽然她的能力绝对惊天动地, 但被一个美女质疑, 这让她自尊相似受到了挑衅一般。 很是不满道, 小丫头, 你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少女笑嘻嘻道, 大哥个千万别误会, 小妹只是好奇罢了, 月神族女人的欲望永无止境, 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满足她们的欲望。 姐姐一看, 就是那种婚姻生活美满的女人, 小妹仅仅只是好奇而已。 肖战冷哼一声, 这丫头什么话, 不是哪个男人能够满足她们? 岂不是说她的女人有很多男人, 简直奇有此理。 玄月脸色一朗, 挽着肖战的胳膊, 冷笑道, 我的男人能力无限, 就算我们月神族的女人欲望永不止境, 她都能将之填满。 如果不相信, 我倒是不介意让她在你身上试一试。 哼, 如果姐姐没有看错, 小妹妹也是那种体质特殊的女人, 一般男人可消瘦不起。 少女眨了眨眼睛, 看着肖战道, 你真的很强。 肖战忍不住翻白眼, 她感觉这少女简直太极品了, 竟然直接问一个男人这样的问题。 她没好气道, 这种事情说了你也不信。 少女点头道, 那咱们试试如何? 如果你真的可以, 小妹可以考虑做你女人哦。 肖战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挑衅, 如果对方是一个地妇也就罢了, 可怎么看少女都是厨女, 能够有这样的念头, 只能说明她不是在玩它, 就是真的想跟她玩偷吃劲果的游戏。 肖战仔细打量少女, 她给人的感觉绝对不好惹, 一旦沾上肯定就是甩不掉的麻烦。 第二十四章, 肖战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就想结束这样荒唐的对话, 没了少女却道, 真没用, 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还是不是男人啊? 肖战当即心头活喜, 这女人真是莫名其妙, 突然冒出来, 要跟她一道参加试炼部说, 这一转眼的功夫, 竟然就要跟她上床, 简直不可理喻。 比就比, 谁怕谁啊? 少女眉开眼笑道, 这才算男人吗? 不过要跟我上床可以, 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 现在练技术上胜过我才行, 因为人家曾经历过世, 将来找男人必须找一个 练智术更强的男人。 那要怎样一个比试法? 肖战双目微眯, 少女一脸兴奋地道, 让人家见识一番名, 那个战偶好吗? 肖战双目一凝道, 你连这都听到了。 少女得意地道, 人家不单听到了这个, 还听到你们跟神国公主有关。 嘻嘻, 是不是想要杀人灭口? 肖战同玄月目光立时冷冽起来, 死死盯着少女, 冷哼道, 你到底是谁? 少女笑咪咪咪地道, 哎呀, 干嘛这样吗? 要是人家真的想要告密, 就没必要将这事说出来对不对。 嘻嘻, 人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能够无视任何禁止结界一类的东西。 其实人家不是有意偷听的, 只不过是看姐姐生得那么漂亮, 就好奇地偷听一下, 没想到却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 玄月冷笑道, 小丫头, 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 你应当是吴谦的妹妹吧? 是不是觉得这里是刀神城, 我们就不能将你怎样呢? 少女一脸伤心地道, 姐姐误会人了, 人家只不过是想要跟你们一道参加试炼罢了。 肖战冷哼道, 你哥既然是刀神无欠, 那由他带你进入试炼之地, 岂不是更加安全? 跟着我们, 你还要担心我们一不小心, 就将你给卖了。 少女一脸得意地道, 所以, 人家要求先跟你上床啊, 只要我成为你女人, 你就不会将我给卖了。 肖战同学乐队是一眼, 都感觉这女人的逻辑简直太奇葩了, 跟男人上床, 男人就不会将你给卖了。 要是真有这样的想法, 你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给卖了。 少女真是这样的蠢女人, 肖战不这么认为, 也许这个女人有什么特殊手段, 只要男人跟她上床, 就会对她死心塌地。 当然, 不管怎样, 肖战都必须想办法稳住这个女人, 如果真让她将跟神戏公主的关系抖出去, 她绝对会麻烦不断。 少女叫吴贤静, 是刀神吴谦的亲妹妹, 有时无恐地跟随肖战, 与玄月来到他们在刀神城落脚点。 灵狐早一步进入这里,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肖战宛若真正的少主, 无数仆人跪地相迎, 那排场完全就是按照一个王朝皇室规格而来。 灵狐心灵剔透, 根本不用肖战说什么, 他就知道无闲境的出现透着不协调。 相比玄月, 灵狐的实力更强, 一身修为已经达到戒踪迹极致, 仅仅一眼就让原本东张希望, 一副近代掌握的无闲境警惕起来。 一个全新的身份, 肖战很多东西需要应付, 他必须尽快适应自己的身份, 不过这些都难不倒他, 任何东西仅仅只需一遍就能记住, 并做到分毫不差。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搞定吴贤静这个女人, 肖战不是没有想过将他干掉, 一了百了, 不过, 灵狐阻止了他。 这个女人具有启灵之体, 干掉他远比占有他更划算。 启灵之体? 没错,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体制, 跟他结合, 你能够获得一次启灵, 让自身的某个技能晋升到更高等级。 肖战听到灵狐的解释, 眼睛力时一亮, 一个技能的提升, 可要比修为境界的提升还要困难, 就拿他现在来说, 圣施境界。 如果经过锦灵, 他也许瞬间就能晋升到戒尊炼气时, 以他的实力, 绝对能够炼制出最顶级的傀儡来。 当然, 相比, 提升炼气境界, 肖战或许更想提升剑道境界, 现在他是借黄境, 制造破绽, 剥夺两大法则力量, 能够让他轻松就能对抗戒神境任何等级的强者。 可这样还远远不够, 离肖战期望的戒神境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如果能够借助几灵之力瞬间晋升到戒神境, 他清楚自己的实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肖战现在基本上能够肯定, 剑道九境同世界九境完全不同, 从剑主境到剑皇境完全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不需要领悟更加高深的剑道原理, 只需要每一种剑道原理达到极致。 这一切就是为了在晋升道剑神境时, 完成一个质的非论, 晋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剑道九境是一种独立的修炼体系, 两者间根本不能同等对待, 剑神境就是一个风水岭, 只要肖战能够跨过去, 也许他能够以剑神境的修为对抗戒尊敬的恐怖强者, 甚至于可以直接媲美混沌境。 肖战最近阅读了剑圣沧海留下的对剑尊敬的猜想, 九大境界完全是推测出来的, 剑尊敬的神境是真正的成神, 从无尽的剑道法则中衍生出一尊显直神灵, 这时存在于人身体中的剑之世界之心会消失, 让人本身成神。 这种成神是让人自身成为神。 根据推测, 一切法则都会消失, 衍生出一种全新的剑之神则。 这种剑之神则只有一种剑之法则, 可却能够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剑道法则出来。 它的宗旨只有一个, 那就是以自我为主。 我认为这是法, 那就是法。 每一种剑道法则都是凭空创造, 根本不用管天地间是否有这种法则。 在剑圣沧海的猜测中, 这才是真正的剑之神。 根据这种猜想, 再来同世界境对比, 肖战就能发现, 这个境界不是戒神境, 不是戒圣境, 也不是戒尊境, 它相似更高一层次的混沌境, 凭空制造法则, 创造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混沌世界。 体灵能够提升技能, 肖战想让其提升剑道境界, 不过他认为, 想要直接晋升道剑之神不可能, 顶多将剥夺法则, 跟破绽法则提升一个档次。 思来想去, 肖战觉得, 如果真要利用无险境提升技能, 最好的选择就是提升练技术, 让其达到更高一层次。 对于肖战来说, 提升修为固然重要, 但一个剥夺法则圣极给他带来的好处绝对有限, 对于接下来的试炼, 根本没有多大用处, 还不如直接晋升练技术等级, 只要成为戒尊级练技师, 将来试炼时, 成功几率更大。 当然, 这一切都还是没影的事情, 肖战首先必须摆平无闲境, 你真要见识战偶的炼制, 那是自然, 人家很想见识一番能将有意炼制的傀儡, 杀得片甲不留的战偶,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很好, 肖战也懒得废话, 既然不想干掉这个女人, 那就想方设法将她摆平。 炼制战偶对于他来说, 完全加轻就熟, 一尊借圣极战偶诞生, 造物的力量肆意, 磅礼的生命气息涌动, 这已不是傀儡的炼制, 而是在制造一尊真正的生命。 吴贤靖看得目瞪口呆, 他喜欢炼气, 进入元界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最终的传承, 在听到肖战所描述的战偶后, 哪有不见识一番的道理? 只是, 当真正见识到肖战炼制的战偶之后, 吴贤靖才猛然发现, 一切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这哪是炼制? 分明就是在创造一种生命, 脑中不断回放肖战的整个炼制过程, 吴贤靖发现这些炼制记忆, 的确不同于传统的炼制, 完全就是在模拟生灵诞生到强大的过程, 当最后一步完成时炼制出来的, 不再是傀儡, 而是一种全新的生命, 吴贤靖的眉头紧皱着, 肖战的战偶炼制法,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造物, 以他的眼力自然发现, 这种力量是肖战独有的一种力量, 虽然取少了, 都会让战偶威力下降多少, 但从战偶本身等级来说, 就完全不是一个当次的了, 你能够传我这种战偶的炼制方法吗? 你想学? 当然了, 如此强大的炼制术, 我岂有不掌握在手中的道理, 肖战淡然道, 这东西就算我想传你, 你也不一定能够掌握, 为什么? 吴贤靖瞪大一双眉眸, 这是一种独特的修炼体系, 如果你想学就必须从头开始, 这算什么难题, 我从头开始学就是了, 我说过, 这是一种独特的修炼体系, 如果要掌握, 你现在所学的统统都要放弃, 你认为你能够狠下心来吗? 难道要自费无功? 吴贤靖吃了一惊, 差不多吧, 而且我跟你根本不熟, 凭什么将这修炼方法传逆? 这可好棒啊, 现在你的练习数远远胜过我, 那么就是我输给你了, 根据打赌规则, 现在我就是你的女人了, 既然是你的女儿, 那你就不应该藏着掖掌, 一定要想办法让我学会这种独特的力量, 吴贤靖一副理所当然地看着肖战, 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说是我的女人, 就一定是我的女人啊, 别做白日梦了, 肖战忍不住翻白眼, 吴贤靖美眸一瞪, 大气异常地道, 不就是上床吗? 多大的事啊, 我的体质非常特殊, 只要你占有了我, 就会自动生成婚姻关系, 那时就算我娘来了, 也只能干瞪眼。 第二十五章, 你说什么? 吴狂不然大怒, 一张直接印在身前桌子上, 煞时咔嚓一声巨响, 密不借尊密闻的圆桌四分五裂, 面对暴怒中的吴狂, 老管家打了一个寒战, 他强忍恐怖压力, 急忙道, 这是千真忘却, 奴才听到吴小姐说要跟那小子上床, 找死, 听到上床几个敏感字眼, 吴狂怒欲狂, 他追了吴贤靖足足千年, 眼看彼此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进展, 却突然间传出有人就要截足仙灯的消息, 他岂能忍得住, 贤靖如今身在何处, 马上带我过去, 本少爷今天非得将那个胆敢对闲境意图不轨的家伙碎尸万段, 老管家急忙道, 少爷不用担心, 那人只不过是罪借一个小小的土著, 银齿要触灭, 轻易就能将其解决, 吴狂吼道, 你废话这么多干嘛, 要是因为你的啰嗦使得闲境失了身, 看本少爷怎么收拾你, 老管家浑身一哆嗦, 立马闭嘴, 很快, 一群人浩浩荡荡向着肖战所在的住处冲去, 全都是修为在借尊敬的舞者, 其中更是有不少的修为达到了借尊敬极致, 大人, 贤尽小姐跟人打赌, 似乎输了, 她要跟那人上床, 一道急促的声音打断了铁上的闭关, 这让她恼火地睁开双眼, 超越无限就是她的梦想, 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嚷嚷的女人, 皱眉道, 贤尽想要跟人上床, 那女人又想搞什么? 她不会真的想男人了吧? 铁盛的眉头很快紧促起来, 她如何不知道无闲境的特殊体质, 那可是具有提升一个人技能的属性, 虽然无法让修为获得提升, 但一个最为拿手的技能晋升一斤, 绝对要比修为提升还来的诱惑, 谁说不是啊, 她一直烦恼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人, 还说只要遇上绝对不会放过, 如果她真说要跟男人上床, 那十有八九这事是真的? 大人, 虽然启灵之体并非规定只有除子才有效, 但能够得到贤尽小姐的第一次总归是不同的, 女子笑得很是妩媚, 她清楚铁上没有穿破鞋的习惯, 哪怕跟这个女人结合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 她也不希望有其男人曾经分享过她的肉体, 吴贤静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男人, 这可不仅仅是因为她体质特殊,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眼前的男子将那些具有潜力的统统干掉了, 铁圣冷冷的目光落在女人的身上, 森冷如刀, 让人不寒而栗, 哪怕女子的修为已经达到借尊级极致,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韩战, 你很高兴是不是? 我不管你跟那个女人有什么仇, 也不管你是否想要报复她哥哥, 你最好不要搞鬼, 不然我一定会干掉你。 哼, 这是我有必要那么急吗? 吴家的女人可不是什么男人都能够伤的, 这不单是能力的问题, 那个女人的眼光非常的挑剔, 她留下的考验足够诛杀混沌机强者, 铁圣的脸色异常异沉, 脑中似乎想到了什么, 那个女人她见过, 吴家最为特殊的一个存在, 她一直信奉吴家最为古老神圣的婚姻法则, 想要娶她女儿, 就必须闯过她设下的考验, 如果闯不过去, 你就要做好一辈子幸福不由自己掌控的下场, 铁圣要得到一个女人, 她绝不会玩什么感情游戏, 直接上了再说, 吴家非常可怕, 实力在整个神国都是最顶尖的存在, 在吴家是以女人当家的庞大家族, 这一族的女人都非常的可怕, 在她们的血脉中, 隐藏着一种最为独特的力量, 想提升一个境界的力量, 就是这种独特力量的衍生物, 铁圣窥是吴家女人血脉中这种能力, 这不单单能够提升她的天赋技能, 还能让她的天赋资质获得一次月季, 在神国血脉很重要, 人往往出生, 血脉就已经决定一切, 就像铁圣, 它出生于铁家, 这是一个大家族, 虽然比不上吴家, 但自身血脉等级属于十大血脉等级中的黄金血脉, 算是神国真正的顶级贵族, 黄金血脉是仅次于神级血脉的一种非常高端的血脉, 这不单让铁圣天赋惊人, 修炼速度远超常人, 还让她的铁家有着难以想象的地位, 据铁圣所知, 像那什么剑神墨语, 战神公孙策, 都是神级血脉拥有着, 他们的天赋之所有远超常人, 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远超常人的血脉, 只要能够娶到吴家的女人, 几乎就等于拥有晋升一个血脉等级的可能, 这样的事实让吴家的女人非常强熟, 就算是神国皇室都希望跟吴家联姻, 来保持血脉的优异, 铁圣窥是吴家血脉久矣, 费尽心机让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 将吴贤静这个吴家这一代血脉等级最高的女人迷倒, 回想当初所发生的一切, 铁圣倒希望他自己从未这么干过, 对于他来说, 那天发生的一切就像似一场噩梦, 对于吴贤静是否跟男人上床, 铁圣是一点也不关心, 其实他心中倒是希望这个女人早点找到男人家了, 这样可以让他彻底脱离湖海, 以前铁圣清除吴贤静身边的男人,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此, 他的任务就是保证那些图谋不轨的男人, 接近吴贤静, 从一个强奸未遂者变为一个守护者, 铁圣的心中充满难言的苦涩, 所有人都说他痴迷吴贤静, 可就有谁知道, 那个女人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恶魔, 铁圣的眼中闪过着期待的光芒, 这次吴贤静的情况似乎有些不一样, 是他主动提出打赌, 这就表示, 潜意识里他已经认可了那个男人, 这说明什么? 铁圣感觉, 那个被吴贤静默认的男人, 有很大的几率完成考验, 脑中闪过无数念头, 铁圣瞬间消失在闭关之所, 如果那个男人能够完成考验, 就表明他彻底脱离苦海, 他自然什么也不用做, 可如果那人失败了, 想到这里, 他眼中闪过思冷的杀意, 你真的已经考虑清楚呢? 肖战看着一脸跃跃欲似的吴贤静很是无语, 打赌输了跟他上床, 这女人表现得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这岂不是在告诉他, 他的本意并不是打赌, 而是想要找一个, 在他看来完全合情合理的理由, 还等什么? 咱们快点开始吧, 人家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吴贤静一脸焦急地看着肖战, 仿佛不将自己今天交代出去, 他是不罢休一样, 肖战彻底无语, 他感觉要不是这个女人没什么经验, 怕是会主动将她扑倒, 如若自扑扑时一般将她彻底吃掉, 肖战狐疑起来, 他感觉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 才让这个女人如此焦急, 只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如此大美人, 恨不得一个男人快脸上她, 哎呀, 你这人还是男人吗? 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 人家都已经, 迫不及待了好吗? 吴贤静真的很是焦急, 对于吴家女人来说, 第一次可是很难送出去的, 他们的长辈会在他们身上, 种下一种叫做姻缘试炼的种子, 只要男人想要上他们, 这个考验就会激活,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有一个男人能够通过, 这让身为女人的他, 感到憋得慌, 肖战是吴贤静所见男人中最为强横的, 是位能叫上千月神族的美女死心塌地, 那个能力简直超乎想象, 吴贤静很清楚, 如果是呢, 肯定会有人出手阻止, 这样的事情, 在以前漫长的时间中, 发生过很多次, 肖战虽然狐疑, 但美人在前, 又能提升一个技能, 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当即, 一把抱住吴贤静, 看着美人因为男人的接触, 而变得身体僵硬的样子, 他的心情很好, 肖战的手滑进吴贤静一睛, 隔着肚都放肆地感受着他苏兄的娇嫩与挺拔, 好奇道, 你这么急切, 肯定有原因, 难道还怕自己找不到男人, 所以, 想要找点将自己给人, 吴贤静页面飞红, 第一次对男人这么轻薄, 那种奇妙的感觉, 让他想要飞翔, 身子无力依偎在肖战的怀中, 闯气如蓝道, 人家的确找不到男人, 以前就算想要找一个男人稍稍心腻一点都做不到, 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这么摸我, 感觉, 感觉很迷人, 你, 你快点上网, 肖战吃笑, 这女人果然没有一点经验, 虽然感觉挑逗他很有趣, 但他觉得, 这个女人所说, 找不到男人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长得这么漂亮, 身材有这么好, 没有男人想要得到他的肉体才怪, 可他居然说找不到一个男人, 除非有人看得他很紧, 肖战可不是那种猴急的男人, 使劲手段挑逗无闲境, 慢慢地将他拨得一丝不剩, 欣赏着他那行动如火的媚态, 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有趣, 肖战发现, 这个女人真的不同一般, 还没有将他真正怎么样, 他就感觉, 自己的血脉, 有种想要更进一步的进化的感觉, 同时, 无数技能都处于亢奋状态, 似乎都如饥似渴的, 想要迎来一次蜕变的洗礼, 这女人果然如灵狐所说一般, 具有提升技能的能力, 这让肖战很是兴奋, 他哪里还顾得上挑逗无闲境, 打算直接进入正题, 末第 一幕让肖战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 无闲境那白蜥如玉的动体, 突然间浮现诡异的神闻, 这东西就像似一个可怕的媒介, 突然间同步之明时空某个存在沟通式的, 一股恐怖的力量降临在他的身体上, 肖战惊得整个人跳起来, 他感到一股让他灵魂都要站立的气息突兀的出现, 那绝不是世界境的存在, 这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靠,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 难怪他会说找不到一个男人夺取他的初夜, 要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来这么一出, 男人非得一个个吓死不可, 哪还有心情去占有他, 诡异的力量来得快去得更快, 就在肖战惊魂未定之时, 他眼中的无闲径消失了, 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出现, 那种美丽完全超过无闲径, 他浑身上下更是散发着一种成熟女人独有了魅力, 能够让所有男人都控制不住对他发狂, 第二十六章, 这是超越世界性的存在, 肖战第一次遇到这个等级的恐怖舞者, 心情不紧张才有鬼, 从这个女人的容貌来看, 他感觉对方应当是吴贤静的母亲, 虽然一切都是吴贤静主动, 但面对眼前这美丽的妇人时, 肖战很明白, 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万一对方认定他图谋不轨, 他绝对死得很冤, 当然, 肖战感觉就算跳进黄河喜不清, 他也必须将事实讲出来, 万一对方明事理他不说, 那才是真正的冤死, 夫人, 这都是闲尽自愿的, 在下绝对没有用墙, 美丽而危险的女人冷漠地看着肖战, 他那双眼睛透出一股奇特的光波, 被他这么注视着, 肖战感觉自身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出来, 很快的突如其来的女人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色, 他似乎看到什么让他感到极为难以置信的事情, 一瞬间他的眼中光芒大盛, 哄, 肖战被强光闪得睁不开眼, 他清晰感到一股探测的力量在疯狂探测他的身体, 这一切他根本就无法阻止, 只能任由对方强行窥探一切秘密, 肖战只能祈祷, 玄剑的秘密不要暴露, 其他的他根本无所谓, 强光很快消失, 突然出现了美妇人眼中浮现出难掩的惊喜之色, 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看到美妇人如此表现, 肖战松了口气, 起码这个女人对他似乎还算满意, 没有将他视为对吴贤静不轨的男人, 那个, 夫人, 贤静他, 肖战还没有说完, 美妇人摆手道, 我知道不是你对玄境这丫头用强, 而是由他亲自挑选的, 要不然, 你小子现在就等着我们吴家选女婿最为恐怖的试炼吧, 肖战看着笑意盈灵的美妇人, 咽着口水道, 夫人的意思是, 在下不用经历什么试炼, 美妇人点头道, 那丫头的眼观果然不错, 竟然会在罪戒中挑选出一个如此出色的夫婿, 不过小子, 虽然我女儿如此注意你, 但你上了她之后, 就要负起责任, 要是你敢使乱中气的话, 休怪我这做娘的翻脸不认为, 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碰女人, 肖战在心中不断付费, 什么上了你女儿, 她就只是亲了一下, 摸了一下而已, 又没真将你女儿怎么样, 当然, 肖战这些也只敢在心中付费一番, 既然美妇人认定她上了她女儿, 她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不知夫人有什么吩咐, 美妇人似乎对肖战的态度很满意, 她笑道, 既然我女儿选择了你, 那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一对合法夫妻, 由于你们两个如今都在罪戒中, 大婚事事等你们结束试炼回到神国之后立马操办, 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东方了, 肖战很是震惊, 丈母娘还真是开放了, 婚还没结, 就让她跟她女儿入洞房, 咱道, 这是他们吴家特有的习俗, 先上车后补票, 肖战还想说什么, 发表一番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但是显然, 美妇人从始至终都没有打算听取她的意见, 瞬间她的身体蠕动起来, 整个人化为一抹诡异的力量消失, 几乎是瞬间, 肖战回到了原先的屋子中, 就在她惊疑不定, 以为一切只不过是幻觉之石, 昏死在床上的吴贤静, 猛地坐起身来, 一双眼睛闪烁着类似先前美妇人的眸光, 被吴贤静突然盯着, 肖战只觉浑身发毛, 有种在看鬼上身一样, 吴贤静轻飘飘地悬浮起来, 双目中, 鬼觉之色越来越浓,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她的身体中涌出, 只让肖战机体深寒, 有种承受不住要爆掉似的, 吴贤静御手一抓, 肖战立时飞到床上, 他身上的衣物瞬间粉碎, 还没等他弄明白, 一切到底是怎么一会时而时, 原本完全是一个厨的美人, 竟变得那般妖也事故, 肖战那一瞬间有些心寒, 这一切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一个完全厨女的厨, 突然间变得记忆超群, 那感觉就像似鬼上身一般, 不过肖战这个时候根本无法反抗, 他完全被无衔镜挑起无限战斗的欲望, 哥哥 赤诗一笑, 吴贤静此刻说不出的妩媚妖娆, 此刻, 他就仿佛那酒精沙场的妇人, 妙异层出不雄, 经验精湛到极点, 一切都由吴贤静主导, 让这突如其来的东方, 又诡异又销魂, 最让肖战郁梦跟翻白眼的是, 先前消失的美妇人再度出现, 他欣赏着床上被自己女儿镇压的没一点脾气的肖战, 满意点头道, 小子, 我们吴家女人的特点, 就是能够让人既能获得进阶, 同时还能优化其血脉, 晋升到更高一等级, 你的血脉非常的高大, 完全在我跟弦静之上, 弦静如今修为上前, 帮不了你, 顶多只能让你技能获得晋升, 我会从旁协助, 让你所有技能都提升一击, 至于血脉等将来你进入神国, 我会亲自帮你, 美妇人虽然是在跟肖战说话, 但他显然根本没有让肖战回答的意思,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光冲进吴贤静的体内, 随着美妇人的加入, 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吴贤静完全就像四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瞬间就开始压榨肖战的奉献极限, 这一切来得快太, 来得太猛, 让他都没有机会抱怨美妇人, 未免插手管得太宽, 肖战发现, 自己每一些技能都活跃起来, 无数经验与知识竟然凭空而生, 最明显的莫过于剑道, 让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达到剑皇境圆满, 这种圆满并不是力量上的, 而是见到境界本身, 在那股销魂的力量作用下, 直接跨越一个级别, 达到圆满, 在美妇人身一手之后, 吴贤静的能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肖战完全被镇压得猛了, 熏熏然, 昏昏然, 不知何时, 当美妇人的声音再次飘来之际, 他才神魂归位, 吴贤静已躺在怀中, 香甜地睡着, 床单上落红身的班字幕, 肖战根本不知道激烈的洞房到底持续了多久, 有心愣神地看着美妇人, 美妇人眼中的诡诀之色赤闪, 盯着肖战的脸难道, 贤静的肉体还太过震嫩, 无法完全让你的血脉激活, 哪怕有我支柱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不久之后, 我会派来一只魁女卫过来, 他们曾经在罪见试炼, 在罪见试炼绝对是最顶级的, 有他们相助, 我想你的血脉能够进一步得到觉醒, 肖战很是惊讶, 美妇人对她实在是太关心了吧, 帮自己激活血脉, 提升技能不说, 现在还要送一批女人过来, 继续帮她激活血脉, 难道这个女人认出, 她如今的血脉中隐藏着国主的血脉, 肖战感肯定这个女人肯定是已经看出来了, 不然不会这么上心, 这让她心中有些弹特, 身具国主血脉可不一定是好处, 谁能预料到会不会有人窥视, 那个夫人, 美妇人摆手道, 我叫吴佩儒, 闲静的娘亲, 现在你的身体中已经结出吴家特有的婚约,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那么见外, 婚约, 肖战心中咯噔一下, 这种婚约肯定是一种契约, 他不由问道, 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吗? 吴佩儒笑咪咪的道, 婚约是我们吴家女人跟自己男人定下的一种婚姻契约, 一旦签订, 我们就将中针不渝, 身体只能有签订婚约的男人才可以碰, 闲静的落空中, 有我们这些长辈联手部下的婚姻契约, 一旦同男人洞房, 这契约就自动生成, 如果你敢使乱终弃我们吴家的女人, 除非你能够晋升到永恒境, 不然今后你就别想再碰女人, 肖战浑身哆嗦一下, 这契约真是恶毒哦, 让他悔不当初, 真是现在后悔明显已经迟了, 他不由急忙表态道, 夫人尽可放心, 小婿绝不会使乱中气, 吴佩儒笑道, 嘴上说得再好也没用, 等试炼结束就来神国, 如果你敢跑喝果自负, 吴佩儒消失了, 屋中只剩下肖战, 跟睡得异常香甜的无闲静, 他悠悠叹气, 心中丝毫没有睡了一个漂亮女人的成就感, 反而像似自己被人睡了, 窥大发的感觉, 轰, 突然, 整个宅院震动起来, 无数恐怖的气息瞬间出现, 直让地动山摇, 宛若一复世界末日般, 挟天王朝的余孽给本少听着, 马上将闲静小姐给放了, 不然, 本少也踏平这里, 一道怒喝声突然传来, 那恐怖的声势只让肖战脸色数遍, 这人的修为已经达到戒尊级极致, 实在是太恐怖了, 算是他所欲之人中最为恐怖的存在, 看了一眼熟睡中的无闲静, 肖战感觉饿时有八九是这个女人的追求者, 郁闷地叹了口气, 他只得扔下他穿衣出去瞧着究竟, 震动越拉越大, 不过挟天王朝绝不是直呼的, 瞬间就有数十位借尊敬超级强者党众来犯之人, 当肖战出现时, 已经成了对峙的场面, 吴狂怒不可遏, 大战个把石沉, 挟天王朝这般愚孽的实力, 有些超出他的想象, 虽然他战力惊人, 但一个人对上数名同级武者, 就算能够压制, 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获胜, 这让吴狂心急如焚, 吴贤静如今可是在对方手中, 万一真的让人截足先登, 他这么多年的功夫岂不是白费, 目光飞速扫过, 吴狂突然看到了肖战, 几乎是一刹那间, 他的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吴狂似乎看到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让他险些被几个挟天王朝的高手伤到, 猛地拉开距离, 他死死盯着肖战怒吼道, 该死, 本少要宰了你, 一瞬间吴狂的修为狂暴了, 竟然猛地暴涨数倍, 只将几个阻挡的挟天王朝高手震开, 闪电间冲向肖战, 手中战刀披着, 那充满愤怒的刀意, 仿佛要将一切阻拦丝的粉碎, 哄, 实在是太强了, 完全超出肖战所能承受极限, 他如今修为虽然暴涨, 达到戒狂巅峰, 但相比戒尊实在太远, 根本无法在吴狂这一刀下反应过来, 第27章, 哼, 一杆神矛突入的横在肖战面前, 只将吴狂可怕一刀直接震飞, 灵狂的身影浮现, 此时他绝美的欲脸寒煞, 几乎是在吴狂被震飞的刹那, 直接一刀绞杀过去, 灵狂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吴狂仍刚飞, 他这一刀就已杀到眼前, 恐怖的毛巾, 仿佛要将人间的虚空都撕裂, 这一刀实在是太恐怖了, 招式完美到让人绝望, 更为恐怖的是那股毛蚁, 直汉无狂心神, 那一瞬间, 让他脑中出现空白, 轰, 一口战刀从斜丝里沾来, 瞬间就捕捉到了灵狐这一刀的诡计, 刀羽毛碰撞, 一尊老者瞬息间就被恐怖的毛巾炸飞, 老者虽然被一毛挑飞, 但他给无狂争取到最为关键的缓冲时间, 这家伙眼中闪过凶狠之色, 手中战刀瞬息间爆发出恐怖的刀光, 风神刀绝, 一种疯狂的法则之力浩荡而开, 只让任何被恐怖刀翼笼罩其中的人有种精神错乱, 整个人止欲爆开的感觉, 刀羽毛纠缠不休, 无狂同灵狐站了个旗鼓相当, 突然被一个女人挡住, 只让无狂怒欲狂, 他刀法全然, 战力全爆, 但是不管如何变化, 那时毛总能进封一切, 并能形成致命反击, 无狂越战越惊, 越战越怒, 他是真正的天才, 从无闲境一样都是来自无家, 是被誉为仅次于刀神无谦的绝世强者, 可是此刻, 他引以为豪的刀法完全被灵狐压制, 拼了上百招, 竟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轰, 败土, 无狂羞怒欲狂, 灵狐的毛实在是太可怕了, 每一招每一事之中蕴藏了法则, 不是他所见任何一种, 站到最后, 就让他连对方毛记轨迹都捕捉不到, 这种感觉不同于无招胜有招, 而是对方的毛指道, 已达到无情不济之境, 到了这一步舞者, 几乎一只脚已经迈入混沌境, 无狂虽然愤怒, 但是他清楚现在的自己, 根本就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 舞者修为到了这一地步, 所有法则的界限都已消失, 舞者完全可以凭空创造全新的大道法则, 这种触碰到混沌境的存在, 无狂不是没有碰到过, 可是眼前的灵狐, 感觉要比刀神无牵还要恐怖, 他似乎不是真正的触碰, 而是已经完全掌握这种 凭空制造法则的能力, 这女人或许就是混沌境强者, 无狂, 这人交给你了, 意识到这点无狂哪里还敢跟灵狐纠, 随着他一声怒喝, 一名老者凭空浮现, 没有任何动作, 就这么悬浮在空, 却让整个战场瞬间静了下来, 天地间一切的法则, 似乎因为老者的出现完全消失了, 一股独特的气息四散而开, 半步混沌境, 自身运到, 天地之主宰, 两人隔空对视, 一股强烈的火花爆开, 轰, 刀羽毛瞬间碰撞,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没有一个人看清到底发生什么, 大战中的两人完全消失, 只有恐怖的刀劲, 羽毛巾在疯狂炸裂, 大战瞬间升级, 邪天王朝驻地被这恐怖的大战余波波击倒, 一座座禁至于大阵爆开, 无数建筑根本承受不住这毁灭的冲击波纷纷崩塌, 无狂脸色猙獰, 虽然震惊于灵活的强大, 但是这丝毫影响不到, 他必杀肖战只决心, 无贤定是他窥矢已久的猎物, 同为无阻, 他是被族中长辈最为看好, 成为其夫婿的男人, 可是没想到, 就在他快要成功之际, 却让另外一个男人截足先登, 无狂同属无阻, 自然明白无足女人独有的婚姻契约, 他在看到肖战的瞬间, 就看到了契于先定后独有的一股气场, 这股气场只有具有无家血脉的人才能看到, 在罪戒之中, 具有无家血脉的女人很多, 但在这个刀神城中却屈指可数, 这小子绝对已经成了无贤静的男人, 他必须死, 无狂清楚, 要解除这种契约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将男人杀掉, 那么契约自然就会消失, 而徐贤静还可以继续属于他, 虽然心上人已经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株业, 但无狂这个时候哪还会顾忌这些, 怒火与杀意让无狂疯狂了, 他速度如电, 瞬息间就冲向肖战, 狂暴的刀翼完全超越他的极限, 轰, 一口战刀突然横在无狂的面前, 那可怕的刀劲爆开, 直接将他震飞, 震惊, 难以置信, 无狂被震飞的刹那, 看到是何人挡住自己这一击, 魁女卫, 这怎么可能? 无狂完全没有想到, 魁女卫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更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挡在自己的面前, 你们为什么阻我? 无狂怒吼出声, 他意识到了什么, 这让他难以置信, 挡住无狂的, 是一名妖娆到极点的美女, 秀发盘于头顶, 玉脸散发着妖艳的魅惑, 他一点不像一名舞者, 倒像盛装出行的贵妇, 美妇根本没有看无狂, 更没有理会他的质问, 衣袖一挥, 一巴让直接印在其脸上, 那感觉就像山飞一只苍蝇一般, 美妇的目光看向肖战, 魅惑的眼眸瞬间闪过异彩, 一抹笑容从他的嘴角张开, 魁女卫统领无相, 见过姑爷, 无相徐徐下败失礼, 几乎是瞬间一把鸣 跟他装束极为相似的美妇凭空浮现, 冲着肖战失礼, 肖战的眼皮猛的一跳, 这些女人的气场都很足, 一个个给他的感觉, 都不会逊色与战先多少, 这让他暗自扎舌, 这个吴家的实力绝对够强, 如此多的天才, 一点也不必战独差, 这不由让肖战震惊与感慨, 仅仅一个家族而已, 整个永恒神国到底有多强根本难以猜测, 不过震惊过后, 当肖战的目光仔细打量这些魁女卫时, 体内的剑织世界之心突然一震, 瞬息间竟然属性全变, 完全化为玉女剑道的力量, 剑气, 剑意带兴奋的颤动, 爆发出蒸蒸剑鸣, 人体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念头都仿佛沸腾了, 肖战很是震惊, 他发现自己某个地方竟然不受控制地想要抗议, 目光扫过所有魁女卫, 他有些难以置信, 这些女人完全能够比得上月神族那些女人, 简直就是世间最为勾人的妖精。 肖战皱眉道, 这些人是否来自吴家? 吴湘点头道, 刚刚那个被奴隶扇飞的人叫做武狂, 童小姐轻为竹马, 一直被长辈们看好, 认为她能够成为小姐未来的夫婿。 肖战看向童灵虎大战的老者, 眯着眼睛道, 事情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姑湘笑道, 姑爷放心, 奴隶会将这些人摆平, 如果那个叫吴狂的将来还敢来纠缠, 奴隶会亲手将他击杀。 肖战眼皮一跳, 有些惊讶地道, 那个吴狂既然被人看好成为闲静的夫婿, 想来他的长辈在吴家地位应当不错吧? 你将他杀了不会有问题。 吴湘淡然道, 魁女为知属家族, 奴隶奉命保护姑爷, 只要有人威胁到姑爷的安危, 哪怕他是吴家嫡系, 奴婢也有权利将之割杀。 肖战愕然道, 闲静的母亲是家主。 吴湘摇头道, 家主乃是小姐的大娘, 并非生母。 吴湘这些魁女为了出场, 让吴狂带来的人很快老实下来。 这些家伙脸色都很不好看, 很多人的脸上都现出惶恐之色, 他们显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待人围攻姑爷, 这可是要老命的事情。 肖战的脸上浮现出冷笑来, 真是世事难料啊, 没想到, 一转眼他就成了吴家的姑爷, 看这些家伙的样子, 这姑爷的身份非必须长, 不然不会让他们露出惶恐之色。 肖战道没有想要将这些家伙怎么样, 毕竟刚刚成为姑爷, 他还没有弄清楚吴家的情况, 还是不要乱树敌的比较好。 轰隆, 一声惊天巨响传来, 整个天地都在剧烈震动, 一股超越世界境的力量突兀的出现, 瞬间就席卷整个天地。 试炼开始了, 到来的速度有些出乎肖战的预料, 他清晰感应到体内的圆盘在颤鸣, 遥远的虚空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在召唤他, 让他不受控制地想要离体而去。 试炼开始了, 肖战面色凝重起来, 虽然成为吴家的姑爷, 让他实力增长一大截, 但试炼是属于试炼者的试炼, 在永恒境练戏师创造的试炼之地内,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练戏师本身, 强大的吴者在那里反而要大受限制。 已经开始了, 我能清晰感应到老主人当年留下的东西在呼唤我。 古灵很是兴奋, 如今的他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肖战的炼制, 他已经成为戒孙级神器, 这在他看来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嘿嘿, 这次的试炼, 咱们完全可以实在必得, 不管是谁都无法阻挡我。 肖战皱眉道, 当年你老主人留下的试炼真有那么容易? 你可不要忘了, 现在的试炼因为那位神戏公主的缘故, 已经发生经典, 试炼时咱们要面对的, 可不仅仅是你老主人设下的那些考验。 嘿嘿, 那又如何? 现在我可世界尊级神器, 在这个世界, 绝对是最顶级的神器之一。 武灵自信心爆棚, 似乎就算是碰到混沌性神器, 也能够一争长短。 试炼开始了吗? 吴贤静一脸慵懒地出现, 从肖战的洞房浩尽了他几乎所有的气力, 在他身边跟着两个漂亮的侍女, 他们是他的贴身侍女, 每一个气度不凡, 就算是一些大家族的千金小姐怕都比不上。 你的试炼是什么? 我的试炼是一个半步混沌境练习时留下的试炼考验, 具体是什么不清楚? 玄月姐姐, 你是神戏公主的心腹, 相比知道具体的试炼内容吧? 吴贤静一把挽住刚刚出现的玄月。 玄月淡然道, 只要进入试炼之地, 每一个人都会被传送到各自的试炼之地, 只有等完成自己的试炼, 才能参与到最终的试炼中去。 吴贤静识惊道, 那我岂不是要跟相公分离? 能不能先跟相公一道完成试炼, 然后再去完成我的试炼? 玄月摇头道, 这个不清楚, 不过我想分开各自试炼的可能性很大。 吴贤静嘟囔之道, 相公那么厉害, 少了他的帮助, 要是碰到厉害的, 岂不要受欺负? 对了, 你们可是大娘派来的贴身保镖, 到时跟我还是跟你们孤爷。 吴相淡然道,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孤爷, 孤爷到哪儿, 我们就跟到哪儿。 大娘就是偏心, 吴贤静很是不满, 他如何不知吴相他们的厉害? 这让他吃起醋来。 第二十八章试炼开始, 所有的人都朝着携天王朝废墟挺进, 这其中有试炼者, 也有很多是冲着那位永恒静练戏师的传承而来, 就算不是试炼者最终宝藏开启时, 也可以分一杯羹。 除这些人外, 还有很多人是冲着神奇公主而来, 相比那位永恒静练戏师留下的宝藏, 神奇公主对他们的诱惑更大, 神奇公主贵为永恒神国第一公主, 只要能够取得他, 所获得的宝藏数量百倍千倍胜过这个试炼之地中的东西, 废墟完全变了呀, 那残垣断壁的场景消失, 取而代之的人, 一个庞大的王朝, 远远望去无数人形生物, 占据着这片突然冒出来的王朝中, 他们并非人, 而全都是傀儡, 有练戏师认出了这些人形生物 并非是真正的生物, 他们全都是没有生命的傀儡, 一眼望去, 密不若眼所见之地, 他们组成一个真正的傀儡王朝, 这一幕是震撼的, 王朝将于一望无边, 如果傀儡数量全都是这番模样的话, 整个王朝中存在的傀儡数, 以照一都不止, 这是傀儡王朝, 一切都井然有序, 宛若真正的人类王朝没有半分区别, 该有的全有, 就算没有的这里照样有, 看到如此规模的傀儡, 以一种王朝的形式存在, 所有练戏师都激动得不可自已, 很多少就像四发狂似的, 冲向这庞大的傀儡王朝, 而等何人, 竟敢擅闯永恒王朝, 一声大喝从傀儡王朝方向传来, 无数炼器师同他们的追随者还没有来得及靠近, 突然间, 一只庞大的傀儡大军出现, 清一色的骑兵, 等级最低都达到了谢尊敬, 一眼望去多达十万之数, 他们凭空出现, 肃杀之气充斥方圆一万里, 只让所有的人都脸色大变, 十万傀儡骑兵的出现只是一个开始, 很快, 遥远的天边, 出现数十座巨大的战争堡垒, 马, 每一座就像一块飞行的大陆, 随着距离靠近那超越世界境的独有气息散发, 数十座战争堡垒的出现, 让所有躁动的人都安静下来, 在元界超越世界境界的存在, 等若神国终于遇到永恒境一般, 那绝对是被要被横扫, 死的不能再死, 而等何人, 为何齐聚我永恒王朝边疆, 难道是想挑起王朝大战不成, 回首统领一身漆黑如墨的甲咒, 他表现出来的力量等级, 达到半步永恒境的地步, 双目开合, 那恐怖的气息让无数人变色, 所有练戏师的眼中露出震撼之色, 他们死死盯着这尊说话的统领, 那情形就像四代欣赏一件艺术争品, 练戏师的眼睛是毒辣的, 这尊统领及傀儡, 看上去跟一尊真正的人来完全一样, 那磅礼的生命气息, 完美的血肉似乎都在运势着, 它已经成为一尊傀儡生物, 让纯粹的傀儡生物化为生命, 这绝对是所有练戏师心目中最高成就, 此刻, 这尊统领及傀儡, 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座能够移动的宝藏, 所有练戏师飞速交流一个眼神, 最终一名名气最大, 修为在借尊极致境界的练戏师率先走出来, 欺禀大人, 我们都是来参加试炼的试炼者, 不知道要进入试炼要如何做, 一身飞奖的傀儡首领历史道, 既然是试炼者, 就等试炼正式开始吧, 那时, 你们必须跟随我进入战争堡垒中 进行必要的登记, 这一步很重要, 你们必须拿出当初把永恒王朝放出去的 传承试炼神器, 这是一种身份象征, 当确信之后, 我们会将你们传送到属于自己的试炼之地去, 黑甲傀儡首领的话引来一片骚乱, 所有人看着眼前阵仗, 觉得这一进入这个由傀儡组成的傀儡王朝, 将来发生什么, 就由不得他们了, 那不知道, 试炼何时正式开始, 身披黑色甲皱的傀儡首领淡然道, 你们要等的这人是激活最终考验了那个人, 他或者他将被直接传动进入最终的考验中, 至于其余人, 如果在他们之前能够完成自身的试炼, 就有机会参与到这最终的试炼考验中来, 参加最终考验的人很多吗? 当然, 伟大的帝尊下来的最终考核, 自然有很多试炼对象, 不过我们要等的, 这是拿着开启最终试炼钥匙的人, 只有等他出现时, 试炼才能真正启动, 所有人瞬间意识到, 这个人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神系公主, 这让他们很是兴奋, 等待并没有让所有人抱怨, 这位神系公主就有如此大的魔力, 出现了, 一辆金色战车从遥远的天际快速时代, 在众人期待中神系公主姗姗来迟, 来得并非公主殿下一人, 战车上还有不少人, 有男有女, 公主仍是蒙冕, 让人无法亏见她的真种, 只有那淡淡的威压感, 让人不敢直视, 在神系公主身边, 两名角色美女蜻蜓欲递, 他们的强大气场, 甚至盖过公主本人, 除这两位美女外, 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名男子, 她的俊美能力最美的女人都要心生妒忌, 让所有等待的人脸色瞬间为之一变, 吴谦阁的老远看着战车上那个俊美男子, 脸色显得极度阴沉, 见识墨语, 吴谦一眼就认出那个男人, 战车上其余都是女人, 唯独墨语一人显得格外眨眼, 这家伙莫非真的已走在所有人的面前, 有吴谦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 他们对于适量根本不感兴趣, 神系公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如今看来墨语那小子的确走在所有人的面前, 能够先后两次乘坐公主的作家, 这可不是没有丝毫机会的男人可以享有的待遇, 肖战也到了, 他们一行悄悄隐藏在所有试炼者之中,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在他身边紧紧挨插着的人是吴谦静, 这丫头完成了换装, 以确保不会被他的哥哥注意到, 显然他的担心纯属多余, 他哥哥吴谦现在满脑子都是找墨语的麻烦, 哪里有闲心去管他, 吴谦静凑近肖战耳边道, 相公, 你是公主殿下的人, 有没有这样同他共乘一辆战车? 好像没有, 不知相公有没有见过公主殿下的真种? 同样没有, 那你为何会成为公主殿下的人? 也许是公主殿下觉得我的潜力很不错吧? 吴谦静听到这里, 上下将肖战打量, 一副质疑的神态, 似乎在找他的潜力到底在哪? 肖战没有跟吴谦静废话, 说实话, 直到现在, 他都搞不明白公主殿下为何看上他, 他相信玄月肯定知道, 可赤女人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 只是一口咬定他对公主殿下很重要, 肖战知道自己当然对公主殿下重要, 不然他不会让自己的心腹爱将用美人计来拉拢他, 至于公主殿下看重哪一点, 就不是肖战能够搞明白的, 要说唯一清楚的或许就是公主殿下, 绝不是看上他那强横的男人能力, 随着公主殿下的到来, 试炼真正开始了, 庞大的骑兵开路, 巨大的战争堡垒让等, 护送一心人前往傀儡王朝试炼开启之地, 这次参与试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除试炼者本身外, 他们还带了无数随同, 所有人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支数量庞大的试炼队伍, 浩浩荡荡地向着目的地开进, 整个过程速度并不是很快, 这让所有试炼者都感到异常焦虑, 而傀儡王朝这些引路人丝毫没有时间观念, 他们用所有试炼者认为归宿的速度行走着, 数个时辰的时间过去, 试炼人数多大百万以上的庞大人流 进入到一个异常巨大的传送阵中, 这是一座超越世界境界的传送阵, 在这片力量统统限制在世界境的世界中, 它却能散发出混沌性独有的气息,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惊荣, 心中纷纷暗自惊叹, 那位传说, 中的永恒境练气师绝对可怕, 它似乎已经窥探到最界最核心的秘密, 不然, 根本无法创造出如此让人感到震惊的东西来, 混沌境的传送阵, 对于一次性传送百万人, 只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 当所有人走入传送阵时, 强烈的光芒闪过, 下一刻, 所有人都感到天旋地转, 走转星移, 能够被挑选为实恋者, 传送这样的事情都经验丰富得很, 自然不会因为传送而大惊小怪, 哪怕这里是罪解, 所有的力量都受到限制, 一次性能够传送百万人, 可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 肖战一行人从传送阵走出, 他吃惊地发现, 无闲境已经消失不见, 身边聚拢的人, 只剩下非试炼者, 就在他困惑之极, 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道, 试炼者请跟我来, 一道妖娆无限的身影出现, 这是一具傀儡, 那种强大的血肉气息, 让肖战为之动人, 看来, 那位永恒性的练气师, 已经掌握练制生命的傀儡术, 眼前美女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已经同人毫无一丝差别, 所谓登记就是检查试炼者的资格, 肖战取出了圆盘, 测试很简单, 妖娆美女拿着圆盘, 她的手中闪过紫光, 很快她的脸上浮现出笑容道, 您的试炼者身份得到确认, 马上可以进入试炼, 不知您是否现在就开始传诵, 肖战好奇道, 这次我参加的试炼者到底有多少人, 妖娆美女教导, 根据记载, 大概有一万多人, 肖战小梅道, 试炼者手持神奇的等级不一, 是否预示着待遇不一样, 妖娆美女教导, 这种说法不对, 参与试炼的人, 从被选定那一刻开始待遇, 基本上是一致的, 哪怕试炼者掌握着永恒神奇, 进入试炼后, 神奇都将被限制, 一切都要靠试炼者本身, 那可以带人进去吗? 肖战看向身后一群美女, 妖娆美女道, 这点有明确规定, 试炼者参与自己的试炼不许带随从, 不过, 自己炼制的傀儡不受限制, 自己炼制的吗? 这要如何判定? 万一有人拿着别人炼制的傀儡, 岂不是等若作弊? 这点根本不用担心, 尾巴主人留下了专门测试制用的仪器, 没有人能够瞒得过这件仪器, 一切非试炼者炼制的物品都会被要交出来, 如果不答应就将取消试炼资格, 肖战点头, 如今的他已经飞昔比, 这样的限制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是可有可无, 如果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那他有绝对的把握赢得最终的试炼, 不知道试炼到底是什么? 这个暂时不能透露, 只要试炼者进入试炼之后, 立马就能知道试炼的内容, 又问了几个问题, 肖战戒差不多的时候, 就选择进入试炼了。 第二十九章, 傀儡神国正在举行百年一度的傀儡大赛, 承邀整个傀儡神国试炼者参加, 作为试炼者, 你是一名合法的傀儡神国居民, 请问是否参加这次傀儡神国的傀儡大赛? 一阵光芒闪过, 肖战出现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这是一个阵法世界, 刚刚进入其中, 一段甜美女音响起, 听到这声音肖战明显一愣, 问道, 这是试炼的内容吗? 这就是试炼, 一旦选择接手, 你将开始试炼的第一关, 进入大赛前一百名, 就能获得继续试炼的资格, 这个自然选择参加。 很好, 现在你已经获得傀儡神国傀儡大赛参赛资格, 大笔将于三日之后在傀儡神国举行, 希望能够按时参加, 如果大赛开始时缺席, 你将被认定淘汰。 甜美女音很快消失, 只留下仍有些错愕, 为何大赛绕在三日之后举行? 直接开始不是能够节省时间, 而且最后那句不能按时参赛,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肖战知道, 这是一场试炼, 绝不会让你轻轻松松就参加最后的大赛, 这其中肯定还有其他考验在。 女音已经消失, 肖战自然无法再问, 他不由带着疑惑走进一座小镇, 这里生活着的全都是傀儡, 看上去一片祥和。 肖战仔细研究这些傀儡, 他发现炼制手法都已达到神师的极致, 任何一个等级的傀儡都已做到尽善尽美, 如果按照圆团传承而来的炼制术, 想要超过这里任何一种傀儡都异常困难。 请问如何前往帝都? 帝都离这里可远着, 就算用最快的神舟, 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节省时间, 就前往离这里最近的奎城, 那里有直达帝都的传送镇。 奎城离这里远吗? 乘坐神舟你只需发费一个时辰的时间, 不过收费很高, 需要以钱神国币, 采用其他交通工具虽然卡便宜, 不过最快也要耗费一天的时间。 肖战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他这时算是明白提示的真正意义所在, 他要想前往傀儡神国, 帝都就必须有足够的神国币, 这玩意儿没有一个试炼者拥有, 那么只能自己想办法换取到足够的神国币。 如何兑换神国币? 肖战自然想到此行的目的, 这是炼制术的试炼, 在这里要想兑换到神国币, 肯定需要出售自己的傀儡。 一番打听, 肖战总算找到一家不大不小的售卖傀儡的商店, 在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傀儡出售, 并不是每一种都死人形傀儡, 那玩意儿比较高端, 最便宜一件都要耗费无数神国币, 这样一座小镇根本无法销售得起。 请问这位公子需要什么东西? 肖战看了一下店中所有的炼制物品, 他们的炼制手法都异常高端, 全都出自最顶尖的神石, 如果仅仅掌握传承神器中的炼制术, 根本无法超越这种作品, 除非要有自己的创新才行。 要想让商店购买自己的物品, 那就必须超过这些东西才行。 这对于肖战来说, 一点也不困难, 很轻松就能搞定。 我是一个炼戏师, 想要出售自己的炼戏作品, 不知道你们小店都收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店员是一个生的还算过得去的妇人, 她上下将肖战一番大量。 美好气道, 小胡子, 一看你的年纪就不大, 你真的是炼气师。 肖战不容质疑地道, 那是当然。 妇人痴笑道, 我们这店子虽然只是在小镇上, 但那可是闻名狭儿, 就连最近的魁城都有无数人前来购买。 如果你没有超过这里的手艺, 还是去别家店吧。 肖战少没道, 我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傀儡,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看一看。 妇人眼高于顶道, 一般般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 我看你年纪也不大, 是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的。 肖战看着妇人那不屑的神态倒没有生气, 只是没有生命的傀儡罢了,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肖战没有任何的废话, 从已经变成储物戒指没什么区别的拿出炼气材料, 口中念动炼制皱纹, 很快,火焰凭空而生, 一只小鸟出现。 这并不是一般的傀儡, 而是一种战傲, 虽然没有经过造物之力洗礼, 但是已经是一种独特的金属生命了。 夫人虽然一服傲慢的样子, 但她的眼力还是很不错的, 一眼就瞧出这只小鸟的不同寻常之处, 她不由双目放光, 吼道,死鬼。 还不给老娘滚出来, 今天咱们小店来了一个有意思的练戏室, 夫人的声音如若炸雷, 看上去有无数神石加固的店铺差点被她震踏, 很快一个糟老头出现了, 身上衣物破烂不堪, 一副乞丐的形象, 着实很难让人相信, 她竟会是这家小店的主人。 臭婆娘, 有什么练戏师能比得过老子? 你难道不知道浪费老子的时间, 咱们家就要损失多少神波币吗? 糟老头骂骂咧咧咧, 不过, 当她的视线落在肖战尖头那只小鸟时, 眼睛瞬间冒出恐怖的绿光, 这是傀儡。 糟老头一瞬间化作一道闪电, 将肖战尖头的小鸟寻住, 那双发绿的眼睛死死盯着, 一副恨不得将之果腹的架势。 死鬼, 这东西还行的? 还行? 当然行, 你这臭鸵鸟还真不是火, 没发现这东西已经成为特殊的金属生命了吗? 能够炼制出如此高端的傀儡, 绝不是那些所谓神师能够办到, 这人最少也是获得神国职业认证的顶级国师。 糟老头对于妇人的评价很是不满, 那感觉就像似玷污了他所信奉的信仰一般。 妇人一巴掌拍在糟老头的身上, 吼道, 你激动什么? 现在东西还只是人家的, 马上搞定他, 最好让他永远留在咱们小店, 那时还愁怒财源广进, 就是眼前这小子恋痴的。 糟老头差点被妇人一巴掌拍到地上, 他咧咧嘴道, 轻点, 说过多少次了, 老子这小身板总有一天会被你拍散架, 妇人可不会管遭老头的抱怨。 吼道, 当然是他, 你认为老娘眼花不成, 这英俊的小伙子可是当着我的面, 随手练制的, 老娘这都能看错。 啊? 随手练制? 遭老头吃惊道, 您没开玩笑。 你看老娘像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妇人脸色阴沉至极, 他似乎感觉, 这招老头三天不大上房接娃, 今天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一番才行。 招老头似乎一时的妇人不好惹, 急忙看向肖战, 一脸兴奋的道, 小胡子, 这东西真的是你刚刚炼制的。 肖战淡然道, 这位夫人刚刚不是已经输了吗? 咱道, 您老还质疑他的眼力。 肖战的话, 历史惹来夫人内杀人的目光, 当然, 目标并不是他, 而是那个形象异常糟糕的老头。 招老头急忙笑道, 这种练系术绝对是国师一个级别, 不知道你想要出售一些什么等级的傀儡, 或者干脆来我们小店, 我保证给你最好的待遇, 你看怎么样。 肖战摇头道, 我要去帝都参加三天后的傀儡大赛, 可没时间在这里待太久, 由于缺少资金, 想要用自己练制的傀儡换取一笔足够的路费, 招老头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不过很快他笑呵呵地道, 大笔三天之后开始, 下伙子要去的话, 只有使用船送证, 那东西可不便宜, 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没有富万神国弊那绝对是不行的。 肖战淡然道, 您老开个价, 需要什么样的傀儡, 小子都能够帮爷练制, 就像那些美若天仙的女人都不成问题。 招老头双目立时放光, 虽然是傀儡, 但在这里所有人都是真正的人类无一, 他们不会认为自己也是傀儡, 因而对于美女自然也有需求。 不过招老头引来的却是夫人一巴掌, 直接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死鬼, 老娘还没死了, 你就想那妾不成? 什么那妾, 只是傀儡而已, 就算是傀儡也不行, 收美女傀儡, 只是为了销售给那些贵族老爷, 这玩意儿可是他们的最爱。 招老头急忙解释, 看他那表情十有八九在心中嘀咕, 其实, 只要是男人就喜欢。 家有汉妇, 招老头表情很是尴尬, 嘿嘿笑了笑, 他抬道, 小兄弟, 如果你真能炼制这种具有真正声明的傀儡, 本店一定出高价购买, 价格保证公道。 高价, 肖战看向店中售卖的一般傀儡, 脸上瞬间就露出了笑容, 这些东西的确都达到神师的巅峰, 可并非具有生命的傀儡, 藏刺上就要比他炼制的逊色一个等级, 这个等级在傀儡中可是非常致命, 就算肖战随手炼制的那只小鸟, 怕都抵得上这里最好的一只傀儡, 肖战看着一只标价的百万神博弊的人类傀儡, 他瞬间就觉得店中东西贵得有失是有好处的, 两相对比, 多明显哦, 他都不用降价, 这价格就已经上来了, 我这炼制方法非比寻常, 绝对胜过这些所谓的神师, 马上带我去你们这里的实验室, 炼制时我可不想有外人在场, 糟老头眼睛一亮, 虽然没有看到肖战炼制, 但只要看着那只小鸟, 他对于肖战的炼制手段很感兴趣, 对于一个炼器大师来说, 更强的技术简直就像爵士美女一样, 这地方如何? 这可是老朽发费巨子打造的实验室, 可谓是应有尽有, 糟老头将肖战带到自己的实验室, 他一脸的得意, 不断介绍着里面每一样价值不凡的实验器具, 肖战神色异常淡然, 这些东西通他的炼制手法根本就不是一个露术的, 在他看来, 很多东西完全就是奢侈浪费, 肖战开口借实验室, 根本就不是要用这里的东西, 这不过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炼制术与众不同, 防止外人偷窥罢了, 还不错, 虽然很多东西在本公子看来纯粹就是浪费, 但用来炼制算是凑合了, 糟老头嘴角一阵抽搐, 要不是知道, 肖战炼制术很厉害, 他恨不得抽刀子捅人了, 深吸口气, 糟老头笑咪咪的道, 公子的炼制术定是惊人无比, 不知道可否让老朽观摩一二, 公子尽可放心, 老朽绝不会偷师, 肖战无所谓道, 银老要看就看吧, 本公子这手段可不是仅靠偷师就能学去的, 这次要不是为了筹备去帝都的考核资金, 本公子还没有兴趣在这里露一手。 第三十章, 肖战这次凭没有凭空炼制, 取出一口大顶, 弄出分量足够的神料, 当着糟老头的面, 炼制出级战偶, 整个过程根本就不用太过复杂的设备支持, 一口大顶, 一套炼制神诀, 只看着糟老头目瞪口呆, 肖战为了加快炼制, 大顶可是拥有时间加速能力的, 整个过程只持续一个时辰, 当一尊美丽的不像话的战偶出现时, 糟老头眼中的声光, 差点能将实验室兜洞穿, 老家伙口中不断喃喃自语, 将美丽战偶全身上下全都检查一遍, 这一幕只让一旁的肖战付费, 这老家伙十有八九, 是趁自己老婆不再占便宜, 虽然炼制手段只是出级的, 但战偶的等级毋庸置疑, 从外表看怎么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 糟老头甚至都能看到, 只有真正的生命才有的灵魂, 费了老大功夫, 糟老头才放过沾美丽战偶便宜, 笑得近乎柴妹的道, 小兄弟, 咱们打个商量如何? 肖炸咪啰眼道, 您老有什么直说吧, 咱们是一个心直口快之人, 糟老头笑得就跟一朵菊花的道, 能否将这顶也卖给老九, 嫁给您可以随便开? 当然, 如果能出售那套炼制神诀就更好了, 肖战伸手一指美丽战偶道, 这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 一百万神国币, 糟老头几乎是脱口而出, 你还不如去枪了, 肖战的脸瞬间变得难看, 很是气愤地打算收走战偶走人, 肖老头急忙抓住肖战的胳膊, 陪笑道, 小兄弟千万别误会, 老朽说的一百万神国币并不是普通的神国币, 而是金币, 这东西可是十比一的比率, 老朽这家给绝对公道, 肖战脸上怒容烧尽, 十比一的比率, 那就是一千万神国币, 这应该足够他去帝都参加试炼大赛了, 不过看着糟老头泪一脸柴妹的样子, 肖战忽然心中一动, 一百万神国金币虽然很多, 但天知道够不够用, 看这老家伙的样子似乎很有钱, 不如多弄一些, 这口鼎你打算出多少钱? 一千万神国金币, 糟老头很是干脆,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肖战的脸上历时露出不屑的表情, 大鼎可是蕴藏着炼制战偶的出击秘密, 就算没有口诀, 对于一个炼戏师来说, 也是无价之宝, 肖战也懒得废话, 直接道, 本公子现在赶时间, 没工夫跟你讨价还价, 这口鼎再加上一套基础炼制神诀, 一个亿, 成不成, 你看着办, 这个, 糟老头脸上出现肉痛的表情来, 不过看到肖战那皱眉的表情, 不由道, 好,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接下来, 招老头带着肖战前往小镇唯一的类似银行的金票行, 帮肖战开了一个户头, 一个亿的神国金币挥了过去,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肖战倒也干脆, 这个傀儡神国完全是由那位永恒经炼器师创造, 他就算将炼器师叫出来也不算什么, 因而, 倒没有什么肉痛不舍, 怀中多了一个亿的神国金币, 肖战在傀儡神国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富翁了, 虽然离富可敌国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完全最后的试炼绝对不成问题, 肖战自然不会在这个小镇浪费时间, 临走至极, 看着糟老头身边的妇人道, 老哥, 那美女傀儡的滋味还不错吧, 告诉你吧, 还不可不仅仅是能够给男人解决生理需要, 生儿育女都不成问题, 肖战的话, 立时就让糟老头身边的妇人一张满是横肉的脸彻底阴沉下来, 很快惨绝人寰的呼救声传来, 整个小镇路过的人, 都是一脸同行的表情, 丝毫没有见义勇为的意思, 显然, 他们对于糟老头巨泪已经见怪不怪了, 肖战乘上了前往奎城的神州, 这东西非常豪华, 完全就是给富人享受用的, 如今有钱了, 自然需要好生享受一下, 当然, 肖战自然不需要什么特殊服务, 一群傀儡而已, 长得再漂亮他也没兴趣, 奎城乃是一座顶级神城, 庞大的规模, 庞大的人口基数, 商业发达程度远不是一个小镇可比, 奎城是一座富人的城市, 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贵得离谱, 随便一样东西都能让普通人倾家荡产, 当然, 这里就算是最普通的东西, 都是出自顶级神师, 陆飞脸色异常阴沉, 作为一名失恋者, 得到神器之助, 让他成为原建一方炼制大师, 不管到哪里都享受到最顶级的待遇, 往往都能够做到重心捧月, 然而, 一切都在进入傀儡神国之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陆飞引以为傲的炼制术, 在这里根本就拿不出手, 让他羞愧欲绝的是, 随随便一个普通人只是拿出的作品都要胜过他, 到了这个时候, 陆飞那还不明白, 试炼其实从他进入傀儡神国之后就已开始, 如果他无法筹集到前往帝都的陆飞, 真正试炼还没有开始, 他就要被窝囊地淘汰, 该死, 陆飞来魁城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了, 可他现在就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好吧, 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在魁城落脚, 只是照目前的情势来看, 他就算是想要在魁城落脚, 也只能流落街头, 想他堂堂神师, 有一天竟然混了要去露宿街头, 陆飞的心情能好到哪去? 为什么会这样? 既然要试炼, 为何不将我直接送到帝都去参加那个傀儡大赛? 陆飞在心中咆哮, 他感觉自己被传承神器给坑了, 想想这一天来所遭受到的冷嘲热讽与白眼, 他就恨不得杀人, 可惜, 在魁城除了陆飞是真的人外, 其余的全都是傀儡, 他这个愿望根本得不到满足, 试炼已经开始了, 前往帝都参加傀儡大赛, 就是第一步考验, 如果你连这个都无法通过的话, 那只能被取消资格, 陆飞脸色一变倒, 那作为传承神器的气灵, 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我能有什么好的建议, 身为试炼者实力才是王道, 以前我就说过你, 仅仅掌握传承神器中的炼制术远远不够, 你必须推陈出心, 有自己的创新才行, 在这傀儡生活中炼器时要想生存下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炼器术, 你不要心存幻想, 用自己炼制的傀儡抢夺这样的念头, 并不是这个方法不行, 而是你炼制的傀儡实力根本不够看, 创新, 开什么玩笑, 魁城随便一家店, 最普通的东西都是最顶级的神势作品, 虽然参与试炼的人很多, 我敢保证, 要想获取足够的钱财, 前往帝都, 根本没几个做得到, 陆飞低吼一声, 话音刚落, 他突然听到破空声出现在魁城上空, 抬头望去, 就见一层神舟降落在一个空旷的地狱, 陆飞的嘴角抽搐一下, 这个该死的傀儡神国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收费都给得离谱, 像这样的神舟, 以此就要消耗数千, 以他的炼制术留在这里打工都要耗费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做一次, 而要使用传送阵, 那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足够让任何试炼者绝望, 陆飞脑中转过这个念头, 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了, 嘴巴微微张开,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来, 那是, 神珠门户洞开, 上百名角色美女并排而出, 他们就像似在宫营皇帝出行似的, 排长座的十足, 让陆飞不可思议的, 使一个试炼者, 从神舟中施施然脉搏而出, 让他吃惊的是, 一左一右, 散发出浓郁生命气息的角色利人依微怀中, 如果这事在元界, 根本算不了什么, 而一天的遭遇让陆飞明白, 这排阵耗费的神国必绝对发指, 一个试炼者怎能奢侈到如此地步, 难道这小子作弊了? 陆飞绝不相信, 有人可以在傀儡神国, 依靠自身炼制术如鱼得水, 最大可能就是这小子得到的传承神器等级非常高端, 远不是他所得到的神器可比, 一天遭遇让陆飞心情极度恶劣, 看到这人如此奢侈, 只让他心中度火如烧, 脑中各种念头翻腾, 陆飞脸上闪过杀鸡, 这小子的修为只有见黄敬, 只要将其干掉一切都将属于他, 念头一定, 陆飞的脸上闪过一丝凝笑, 几乎是瞬间, 他满脸堆笑地朝着那名刚刚走下深舟的试炼着走去, 这位公子可是试炼者, 肖战刚刚走下神舟, 正同怀中的傀儡美女调情, 看着迎面走来的陆飞, 淡然道, 有事吗? 陆飞满脸对笑道, 同为试炼者正能够在这里相遇, 看来咱们真是有缘分啊, 肖战淡然道, 既然都是试炼者, 那咱们就是竞争对手, 什么缘分? 少攀交情, 陆飞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脸上却堆笑道, 公子何必这样咄咄逼人? 同为试炼者在这陌生的环境中, 咱们应当团结才是,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肖战上下将陆飞打量, 突然哈哈笑道, 你肯定是没钱前往帝都参加傀儡大赛吧? 走得更远。 哈哈, 你如果想要借钱明说吗? 扯那些没用的干什么? 陆飞一张还算俊俏等连抽搐起来, 他感觉肖战实在赤裸嘲讽他, 想他堂堂神师, 其受过这种对待。 陆飞怒了, 体内借圣经修为怒抱, 想要当场就将肖战击杀, 抢走一切。 第三十一章, 住手, 你在干什么? 随着陆飞修为折一抱, 一下子就像是炸锅似的, 一群原本簇拥着肖战的美女, 更是发出尖叫, 杀人了, 杀人了。 这一发现, 自然吓不住陆飞, 在他看来一群公男人玩乐的傀儡罢了, 轰杀至渣就轰杀至渣,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奎承禁止私斗, 一旦谁为规出手, 将视作挑衅奎承, 轻着驱逐出去, 重则打入死老。 神舟上走出一名管家室的男子, 他背负双手, 不怒而微, 一股借尊独有的力量, 只让陆飞脸色猛的一变。 这种情况同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自己出手, 还没有找郑主的麻烦, 一旁的人就已嚷嚷着, 要将他扔进大牢。 几乎很快, 破空声极致, 十多个身穿特殊制服的人出现。 谁敢杀人, 不知道奎承禁止私斗吗? 大人, 是他。 几乎一瞬间, 肖战身边所有女人都将手指向陆飞, 纷纷诉说这家伙的蛮横无礼, 一见面就想要找他们尊贵的客人动手, 简直就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必须抓住扔进大牢, 是你行凶杀人。 为首者怒视陆飞, 借尊级恐怖力量狂暴而出, 这让陆飞当场就变了脸色, 他浑身哆嗦, 这十多人全都是戒尊的, 他就一戒胜, 这个时候要是还敢行凶, 岂不是找死? 大人误会啊, 在下跟他同为实恋者, 岂会想要伤害他? 不说八道, 公子可没有承认跟你有瓜德。 没错, 公子乃是富贵之人, 其实你这穷鬼能够高攀的, 一间公子乘坐深舟而来, 就想要讹诈钱财, 被公子识破之后, 竟然还恼羞成怒, 想要茅材害命, 依偎在肖战怀中的小美人兴慕一瞪, 张口就是一通指责, 直叫陆飞感觉气得跳脚, 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啊。 大人, 您快看, 这人又想杀人了, 快把他抓入大牢, 免得他伤害我们魁城最为尊贵的客人。 十多个身穿制服的城市管理员, 历时不怀好意看向陆飞, 为首者您笑道, 他们指控你谋财害命, 不成想要行凶杀人, 你可认罪。 大人冤枉了, 陆飞吓了一跳, 两天后就是傀儡大赛, 他要是被抓起来, 不就等于被淘汰了吗? 冤枉, 一身制服的头头笑道, 你说他们冤枉你给你有三个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方案, 第一直接让这些指证你的人翻供, 私了, 跟当事人和解。 第三就简单了, 进入城市私斗场, 解决你们的私人恩怨, 死活不论。 陆飞眼睛一亮, 急忙道, 我选第三个, 直接进入私斗场。 一身制服的头头眉开眼笑道, 很好, 只要进入私斗场,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一切私人恩怨, 但就算你行凶杀人也是完全合法的, 一旦杀死对方, 对方所有财物都将归你所有。 陆飞大喜过望, 这私了实在是太合他的心意了, 他本来就亏是肖战的钱财, 这私了不摆明给他提供机会吗? 大人, 我就选择私了。 很好, 你现在已经选择私了了, 马上缴了一百万神国币, 立马就能激活私斗程序。 百万神国币。 陆飞瞬间傻眼, 他现在就连一毛神国币都没有, 这不是跟他开玩笑吗? 如果有钱他犯得着找肖战的麻烦, 一看就是穷鬼, 还想跟公子进行私斗,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公子何许人也, 一至千金, 你这穷鬼真是不知好歹。 公子, 您马上就可以控告他, 只要缴纳十万神国币, 就能定他一个意图不轨行凶杀人之罪。 肖战身边一群美女, 立时说出一大堆用钱摆明麻烦的事情, 只将陆飞的脸都下绿了, 这魁城哪还有王法, 有钱人能够直接用钱将人砸死。 肖战一脸冷笑地看着陆飞, 同为竞争对手, 这家伙既然不怀好意, 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 少一个竞争对手就少一个麻烦。 我缴了一百万神国币, 不知道大人将如何定罪。 一身制服的头头立时眉开眼笑道, 死罪, 马上就可以执行。 肖战满意地道, 大人真是痛快, 马上刷卡, 本公子还有事, 可没闲工夫理着白痴。 大家同为试炼者, 你不要将事做绝。 陆飞脸色大变, 立鹤一声就想逃跑, 可惜回答他的, 就是十多个身穿制服的人联手一击, 瞬间就被轰杀至渣。 这一幕让肖战眼睛眯起来, 他觉得一定要多弄一些钱财, 万一碰到一个有钱的试炼者, 岂不是很麻烦? 一个竞争对手轻易被抹杀, 通过从身边小美人这一路上的交谈, 肖战了解到一个事实, 在傀儡神国有钱就是上帝, 这让他决定, 先积累足够多的神国币再去帝都, 他可不想自己也遇到今天一幕。 耗费一天的时间, 肖战凑足足够砸死所有竞争对手的神国币之后, 他才放心大胆地踏上帝都试炼之旅。 传送阵不到一个时辰, 就将肖战送到帝都, 踏上这片试炼之地, 不到半个时辰过去, 竟然没有遇到一个来参加试炼的人, 这不得不让他感叹,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第一步就将淘汰无数竞争对手。 这傀儡大赛都有什么要求? 肖战找到一家离傀儡大赛举办地最近的好华旅馆住家, 在奎成一天的忙碌没有白费, 在傀儡神国帝都, 他可以尽兴挥霍钱财。 肖战知道这是一个有钱人的世界, 只要表现出自己博士一般有钱, 不管到哪里都是一路畅行。 大赛要求很简单, 只要是神师就能够参加, 不过要想进入前一千名可不容易, 根据以往大赛的表现力来看练戏师如果练不出具有生命的傀儡来, 根本没有一丝希望。 而就算能够练制出生命傀儡, 要想进入前一百名也不容易, 据我所知, 今年的大笔神国可是出现数量惊人的练习天才, 仅仅神师很难入围, 只要需要使圣师才行。 可有试炼者的消息, 目前进入帝都的试炼者, 据说有一百多名, 就在咱们旅馆中还住着一位试炼者, 他出手虽然没有公子豪爽, 但绝对是一个有钱的主。 肖战略感惊讶, 这旅馆由于靠近比赛地点可是超豪华, 谁点点点东西都赶得上一趟, 前往帝都传送费用, 能住这里可不是一般有钱就行。 这么看来, 这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练器师, 至于达到何等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大哥哥, 你也是来参加试炼大赛的吗? 大赛如期而至, 肖战走出旅馆, 一道气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这是一个小美女, 年龄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修为境界再借神境, 那扑闪着的美丽大眼睛, 能够让任何新生怜惜, 充满保护欲望。 肖战瞬间意识到, 小女孩或许就是那位, 同他处在同一家旅馆的竞争对手。 他不由笑道, 小妹们也是试炼者。 小美女开心地道, 男男也是试炼者。 能与大哥个一道吗? 肖战很是惊讶, 虽然心中有猜测, 但小美女的回答还是让他感到惊讶。 据他观察, 小美女的真实年龄并不大, 虽然不一定是十三四岁, 但绝对没有过百。 这里可是元界, 千岁就衰老不成样子了, 小美女的真实年龄绝对不会大。 当然没有问题, 虽然竞争对手就是敌人, 但肖战不会将小美女当作陆飞那家伙一样。 谁叫人家长得可爱, 讨人喜欢, 这就是优势。 我叫玉战, 来自造物组, 这次傀儡大赛跟着我这没错。 对了, 丫头你是一个人身家试炼吗? 小美女教导, 我是同哥哥姨都来的。 不过, 试炼一开始我们就分开了。 肖战忍不住好奇道, 问楠楠是如何来帝都的。 楠楠甜甜笑道, 楠楠有毛毛帮忙, 用自己炼制的东西, 换了很多神国币。 楠楠已来这里有两天了, 毛毛说外边危险, 总让楠楠待在旅馆中, 都快无聊死了。 肖战愕然, 这时他才注意到楠楠肩膀上的兔子, 胖乎乎的, 显得超可爱, 一看就是讨女人喜欢的东西。 肖战很快发现, 这只兔子并不是傀儡, 而是一件传承神器, 只不过是经过人的炼制, 已经进化到戒尊级的极致。 看到这一幕肖战心头一宁, 这处的试炼最高等级的神器, 也只有戒神镜罢了。 一件戒尊顶级的神器, 这表明, 眼前这个看似很可爱的小女孩, 是一名非常可怕的炼器师。 大哥哥, 毛毛说, 你也是非常厉害的炼器师, 这是不是真的? 男男睁着一双可爱迷人的眼睛。 那神态, 让肖战忍不住想要捏他脸颊一把。 毛毛如何看出我是很厉害的炼器师? 肖战不由好奇地打炼着兔子。 兔子高傲得别嘴, 不要叫我毛毛, 请叫我兔爷。 肖战还没有说话, 一直老是待在他身体中的武灵突然蹦出来。 这家伙操控圆盘, 化为一只小白虎, 嘲讽道, 兔爷。 兔爷, 真是好名字了, 在我主人的故乡, 这兔爷可是专门卖屁股的男人, 你这小子也卖屁股吗? 武灵恶毒地嘲笑着, 南南肩膀的兔子呆愣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那一瞬间, 他全身的毛炸力, 一双原本宝石一般的眼睛血红, 冲着武灵所画小白虎吼道, 你才卖屁股? 你们全家统统都卖屁股。 南南惊乐道, 毛毛怎么了? 武灵哈哈笑道, 兔爷, 如今, 你已经进化成具有生命的神器了, 要不, 我给你介绍一只强壮的雄性兔子。 哈哈, 就算你口味特殊, 不喜欢兔子也没关系, 什么贫荣的都行。 敲占一脑门的黑线, 抓住化为白虎的武灵, 就像将这混蛋人道毁灭。 他知道, 这家伙一定是因为, 晋升到顶级戒尊神器, 忍不住想要得瑟, 但要得瑟, 那也要有一个限度。 当着这么可爱的小女孩说这么黄的笑话, 简直就是最大恶极的禽兽。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肖战重新将武灵塞进体内, 总算让世界重归宁静。 看着一脸好奇的南南, 他轻咳一声道, 这混蛋就是欠收拾, 南南不用在意他。 南北哥哥笑道, 猫猫以前从不搭理其他弃灵, 今天竟然如此大善。 嘻嘻, 南南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弃成这样, 真是好有趣哦。 兔子火气未消道, 兔。 本兔子才没有搭理那个混蛋, 下次再让我见到, 非得命了他不可。 第三十二章, 傀儡大赛是傀儡神国一大盛世, 帝都全贵人籍, 无数顶级练戏师汇聚。 傀儡大赛面向的都是傀儡神国精英, 整个比赛场地戒备森严, 只有特殊嘉宾, 或者参赛者才能进入其中。 肖战同南南踏进比赛场地时, 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一眼望去参赛的选手, 基本上都是来自傀儡神国。 以肖战的眼力判断, 这些人都是已经蜕变成为真正的傀儡生命体。 练气师等级最低, 都达到神识极致, 其余人普遍都在借尊这个等级, 有几个体内散发出来的气息, 丝毫不比灵狐差。 当然, 这只是判断这些人的修为, 并不是他们的练气术水平。 开启真理之眼, 信息很快就浮现他的眼前。 所有参赛成员, 最低都是上师巅峰之一等级, 这让他感到一阵压力扑面而来。 大赛开始事情很多, 足足耗费一个上午的时间, 才结束繁琐的仪式。 这时候, 肖战跟南南终于碰到了失恋者, 人数达到惊人的千人左右。 十存一, 这个比例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要想进入大赛前一摆并不容易, 就算是肖战自己, 也不知道那些参赛的傀儡练技师实力如何。 傀儡大赛的规则非常的简单, 就是每人练制出一尊傀儡, 然后再由大赛请来的无数最顶级的大宗师进行评定。 傀儡大赛的规则的确简单, 但正要运作起来却非常的复杂。 整个大赛的参赛选手多达十多万, 不满想象要将所有人派出一个等级高低来,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肖战根本就顾不上其余的失恋者, 他首要做的就是拿到前一百名, 要达到这一点, 他觉得有必要拿出自己的真本事来, 万一因为藏着掖着被淘汰了, 那未免也太冤了。 大会组织者给每一名练习师安排一个单独的环境, 在这里练习师所需材料都有举办方提供, 唯一的要求就是作品出来之后, 举办方拥有优先购买权。 大哥哥, 南南去了, 一定要加油哦。 南南相信大哥哥一定能够胜出的。 南南的心情很好, 傀儡大赛并未让他感到丝毫的紧张, 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样子。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不开眼的人过来找麻烦, 肖战没有碰到陆飞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几多人都会明白, 能够进入帝都的人练之术都是顶级的, 绝不会比自己弱多少, 这个时候跳出来显得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傻子。 练气是绝对顶级, 这里拥有一切最顶级的设备, 肖战进入其中, 召来自己练制的战偶同旁协助, 一切都有条路稳地进行着, 这次他绝对练制最顶级的战偶, 完美的具备半部混沌性, 成为只差一步就能进化的战偶生命。 整个过程异常好事, 肖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才完成自己的练制, 这还是有时间加速在其中, 不然耗费一年半载都有可能。 肖战很是自信, 他的战偶炼制法绝对全方位的超过他来傀儡神国所建任何一种炼气术, 唯一的问题或许就是要复活时太过消耗时间, 要是没有时间加速这种能力, 他根本没有信心让自己赢得最终的胜利。 第一轮傀儡的炼制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这只是初赛, 很多练系师都没有拿出自己最强的练制术, 他们自认只要正常发挥进入前一千位, 根本不是什么男士。 男男, 对进入一千可有信心。 肖战刚一出现就碰到男男, 小丫头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眼中闪烁着自信的神采。 大哥哥放心, 男男一定能够进入一千名以内的, 哟, 这不是柳男男吗? 没想到你也参加了这种的最终十年了。 肖战还没有来得回答, 一名略显轻浮的声音传来, 这让他的眉头微微一皱。 男男听到这声音小脸上历时露出惊荣, 一瞬间就躲到肖战的身后, 探出脑袋道, 你想干什么? 不要以为我大哥不在, 你就可以欺负我。 柳贤痴笑道, 小丫头, 怎么说我也是你的表哥, 虽然我一直跟你哥哥不对付, 但那也是跟你哥哥之间的事情, 岂会欺负你。 男男紧捏着拳头道, 哥哥说, 你这人没下线,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让男男今后看到你一定要离得远一些。 柳贤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看着男男冷笑道, 都说你们兄妹乃是我们神将一族一个纪元才出的爵士天才, 照我看, 完全就是依靠家族庞大资源堆砌出来的, 要是我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待遇, 做的一定比你们兄妹更好。 嘿, 这次的试炼, 我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希望你别前一百都没有进去, 那时丢的人可不仅仅是你自己, 咱们神将一族也要蒙羞, 才不会了, 我男男一定会赢过你, 证明你一辈子都赢不了我哥哥。 男男虽然很怕流血, 但似乎很相信肖战能够震得住场子, 竟大着胆子挑衅。 肖战嘴角抽搐一下, 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偶遇的对象竟会是柳英那家伙的妹妹, 哥哥那么令人生严, 妹妹却生得如此可爱迷人, 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柳贤脸色阴沉下来, 一直被柳一强压一头, 不管是家族, 还是在外边, 他始终都要活在其阴影之下, 只让他心头一种度火燃烧起来, 狠狠地瞪了一眼南南, 也许是顾忌对方的身份, 毕竟这是家族重点栽培的对象, 衬口舌之类没什么, 但要动手伤人, 他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柳贤的目光很快落在肖战的身上, 一瞬间, 他就将对柳师兄妹的仇恨转嫁到他的身上, 一个小小的季皇爷想替别人出头, 真是不知死活。 肖战直翻白眼, 没好气道, 这是你跟柳一的仇恨, 躲不过对方, 别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撒气。 小子, 你说我斗不过柳一那小子? 柳贤这一刻, 就像似被人踩了一脚的猫, 双目闪烁着愤怒的杀意, 那感觉仿佛肖战跟他有深仇大恨似的。 肖战叹道, 虽然不知道你的练技术水平如何, 但我想这其中应当有不少的差距, 不然你怎么会参加这种低端的试炼? 柳贤冷笑道, 他柳一能够参加更加高端的试炼, 可不是他自己的功劳, 一切都只不过是依仗家族的势力而已, 而我能够进入试炼, 则是完全依靠自己, 至于你一个小小的戒皇级存在, 也敢评判我。 肖战耸肩道, 我不想管你们神将一族的事情, 只要你不惹我就行。 柳贤不屑道, 舍你, 就凭你解配。 安安不满道, 大哥哥可厉害了, 一点也不比哥哥逊色, 你根本就不是大哥哥的对手。 柳贤眼皮直跳, 邓向肖战的双目仿佛要吃人, 就凭他。 肖战眉头一皱, 南南这小丫头看似在帮他说话, 其实, 就是想要制造他跟这个柳贤自己的矛盾, 只是, 他到底是有意, 还是无心就不得而知的。 虽然感觉南南可能有一捺他当枪使, 但肖战并没有扭头就走, 而是冷冷地瞪着柳贤道, 孰强孰弱, 等试炼结束不就知道了。 柳贤冷冷地看着肖战, 笑道, 修为只有借黄敬, 你顶多也就是一个圣师,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希望在一千人中能够看到你的名次。 柳贤拂袖而去, 只留给肖战一个很是潇洒的背影, 肖战根本就不在意柳贤是谁, 他扭头看着南南道, 小丫头, 刚刚你是不是故意让我跟着白痴产生矛盾? 南南可怜兮兮地道, 大哥哥, 你不会跟我大哥有仇吧? 肖战叹道, 有仇到谈不上, 只不过是产生过冲突罢了。 南南咬着牙道, 那大大会帮南南对付那个坏人吗? 肖战好奇道, 你们不是亲戚吗? 他难道还会对你不利? 南南点头道, 大哥说他不是好人, 为了达到目的, 绝对会不择手段, 大笔之时他不敢动手, 可是大笔一旦结束, 他肯定会找南南的麻烦。 大哥不在, 如果大哥哥不肯帮忙, 南南肯定要被他欺负。 肖战皱眉道, 你就一定认为大哥哥赢得了那家伙。 当然, 毛毛说大哥哥的练习数, 是所有试炼者中最高的, 就算是大哥都不一定比得上。 想来, 大哥哥一定能够炼制非常强大的傀儡, 那样有大哥哥的保护, 南南就不用怕他了。 南南说话时, 脸崇拜地看着肖战, 那纯真的眼神, 只让后者虚荣心直线飙升, 整个人似乎有种要飘起来的感觉。 当然, 肖战是不会被这样子就弄得心软的, 只要那家伙不来惹自己, 他绝对不会款他跟柳一之间的恩怨。 名单出来了, 大赛评定工作速度, 快得让肖战感到惊讶。 所有大笔都结束之后,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份十万人的排名就被公布出来, 每一个人都非常详尽, 能够让普通练习师都能分辨出熟强熟入来。 肖战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排名第一百一十多位, 这让他松口气的同时也半自心惊。 炼制战偶时, 他可是尽了全力, 除没有使用造物之例外, 算是目前他最高水平, 没想到就连前一百都没有进去, 这着实出乎他的预料。 肖战很快找到了南南的排名, 他竟然在五十名之内, 着实让他吓一跳, 至于那个柳贤排名更高, 竟然达到二十名以内。 虽然肖战没有动用造物之力, 但他仍然感到压力很大, 大戈戈也进入第二轮了呀。 南南很高兴, 倒没有因为肖战仅仅排在一百多位之外, 而有丝毫轻视。 大比第二个环节, 就是傀儡之间战斗力的平定。 采傀儡神国一尊傀儡, 可不仅仅是具有生命就行了, 它还必须肩负起保护主人的作用, 因而武力值也是一个平定标准。 偌大的竞技场, 被安排作为傀儡之间的对决之用, 对决分很多种, 有单对单, 自然也有多人大战, 这些完全都是在测试傀儡的武技强悍程度。 对于战偶武力的平定, 肖战有着绝对的自信, 只要不是有混沌境的恐怖傀儡出现, 没有任何一尊傀儡, 是他所炼制的战偶的对手。 肖战这次参赛炼制的战偶是男性, 给人的感觉异常文雅, 丝毫不像似那种强力战斗型的傀儡, 能够排入一百多名, 以戒黄的修为算是不错了, 不过接下来, 你吃傀儡怕是要垫底的。 柳贤的冷笑声传来, 看向肖战的目光充满一种服饰的味道, 也许在他看来一百多名同十多名, 这两者间的差距仿佛就是鸿沟, 根本难以逾越。 肖战本来只想让自己的战偶应付完测试就足够了, 但现在他改主意了, 他要让这小子真正知道痛。 第三十三章, 不如让咱们的傀儡比划一番如何。 肖战的嘴角挂着挑衅的笑容, 第二轮的傀儡测试并没有禁止参赛选手间的对比, 他提出的挑战合情合理。 你要挑战我。 柳贤的脸上仍然挂着高傲的笑容, 挑战你。 嘿, 你还真是看得起自己。 本公子说, 笔话只不过是让你明白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的道理, 千万不要眼高于顶。 肖战的脸上尽是轻蔑之色, 他完全就没有将柳贤放在眼中。 如果仅仅比炼制术, 在不动用造物之力的前提下, 要赢这家伙或许很难, 但要比傀儡的战斗力。 他相信, 仅凭他炼制的战偶, 能偶横扫所有试炼者炼制的傀儡。 有贤见没一蹴, 虽然心中愤怒到极点, 恨不得将肖战碎尸万段, 但他不认为, 一个平炼制术能够进入一百多名的炼戏师, 会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 敢向他跳出挑战, 表明这小子有着绝对的自信, 也许, 傀儡炼制术上不如他, 但要问傀儡的战斗力, 绝对更胜一筹。 这种情况在傀儡中很常见, 并不是炼制手法更高, 傀儡实力就更强, 因为你不能指望一名辅助系的傀儡战胜战斗系的, 你害怕了。 男男突然蹦出一句, 只让柳贤脸上很是难堪, 这家伙二话不说, 就同意了。 各位参赛选手, 各位观众, 如今有参赛选手提出傀儡之间的大比, 这不是测试, 而是真正的傀儡之间的决斗, 只有将另一方完全击杀才会停止的战斗。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炼制术排名第113位预战炼制的傀儡, 小战来自排名第17位的流行, 他们卡锁炼制的傀儡等级都达到戒尊巅峰, 从境界上来判断, 完全是旗鼓相当, 到底是炼制手法更高的柳贤获胜, 还是身为挑战者的预战能够获胜? 肖战对于这个主持人的说法很有意见, 一缕神念附身在战偶身上, 嘴角不由泛起一抹冷笑。 相比肖战, 柳贤的嘴角同样泛起冷笑, 他可是戒吞, 炼制出来的魁梅本身就是战斗型的, 他可不认为会输给肖战炼制的傀儡。 大战一触即发, 傀儡师大会很会炒作, 虽然傀儡又测试武力艺术, 但过程又怎么集得上炼器师之间的较量? 傀儡大会面向整个傀儡神火, 一个巨大的荧幕中, 打出两尊傀儡的测试数据, 仅从这些数据上来看, 有闲锁炼制的傀儡, 在各方面都要强过肖战锁炼制的战偶。 数据裂出来之后, 官方给出预测, 有闲锁炼制的傀儡胜利高达八成, 如不出意外将是最后的胜者。 肖战锁炼制的战偶, 除非采用灵活的战斗方式, 不然生命不大。 大哥哥, 那家伙的傀儡怎么看都更胜一筹, 你可有把握赢得最终的胜利。 兰兰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他虽然相信肖战的炼制术更强, 但仅从傀儡表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明显是那家伙的更胜一筹。 如果真面对抗, 对于肖战的傀儡很势不利。 肖战笑道, 兰兰不用担心, 想当初我炼制的一尊戒神经的傀儡, 就能将你大哥所炼制的戒圣级傀儡一招打爆。 这个家伙单怒炼制术可比不上你哥哥, 一招就能将其秒杀。 一招, 南南瞪大双眼。 大战开始了, 作为柳贤亲手炼制的傀儡, 完全秉承了这个家伙的意志。 他冷冷地看着肖战所炼制的傀儡道,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一旦傀儡被打爆, 这一轮的测试肯定要垫底。 嘿, 第一轮仅仅排名第一百多名, 你将没有任何的机会。 肖战现在主导战偶, 他没有任何废话, 伸出一根手指道, 我一招打爆你, 出手吧, 不然你没有任何机会。 一招, 虽然是傀儡, 但是柳贤所炼制的傀儡, 完全具备跟他相似的性格。 文言脸色瞬间阴沉, 吼道, 找死。 我看你如何一招打爆我。 傀儡怒了, 几乎是瞬间, 一口战刀出现在他的手中, 恐怖的刀光完全达到戒尊级极致, 那力量强度一瞬间完美地在巨大的荧幕上显现而出。 所有观众都发出惊叹, 不愧是排名时期的傀儡, 这威力简直太可怕了。 面对这一击, 肖战炼制的战偶只是冷冷一笑, 几乎是刹那, 一根神矛出现在他的手中, 面对傀儡狂暴一刀, 直接一招崩解杀出。 在巨大的荧幕中, 神矛清晰无路地穿透傀儡刀招, 闪电间扎进其胸膛, 然后所有同时看到傀儡完全爆开, 就如同那最为美丽的烟火。 这一幕是震撼人心的, 一尊各方面数据都玩爆对方的傀儡, 竟然连一招都没有挡住就被秒杀, 就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一冒干掉有贤炼制的傀儡, 战偶的嘴角战起一抹邪笑, 这样一尊尊测试实在是太麻烦了, 不如你们所有人都将自己炼制的傀儡放出来, 有本人一人统统搞定如何? 战偶的话, 瞬间让你目前所有的事试炼这脸色变了。 狂妄, 实在是太狂妄了, 以为打抱一尊区有其表的傀儡, 就可以无敌天下了吗? 战偶的话, 引来无数咒骂声, 不过他不为所动到, 狂妄也好, 不自量力也好, 数据这些东西要是靠得住, 世间就不会有奇迹, 总之这个傀儡第一的宝座非我莫属, 谁不服可以放马过来, 本座一一接着就是, 战偶的话嚣张至极, 当场就惹来不少参赛者派出傀儡参赛, 先前一招打抱柳贤的傀儡绝对震撼, 但就因为太过震撼, 所有人都认为, 柳贤炼制的傀儡完全就是须有其表, 根本就不擅长战斗, 大战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所有上场的傀儡都被战偶一招打抱, 渐渐的所有炼制师都知道, 战偶绝不能用场地来判断他的等级, 随着战偶搅局, 傀儡大赛举办方意识到, 第二轮的傀儡测试, 如果不将肖战的战偶击败, 根本无法判定谁才是第一傀儡, 虽然肖战高出这一幕, 完全出乎举办方的预料, 但这些人显然觉得, 这是一次炒作的机会, 立时就将击败战偶, 争夺谁才是第一傀儡宝座, 一大半的傀儡都具有生命了, 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情绪, 战偶成功挑起他们的好战之心, 一场傀儡间的大战很快上演, 战偶一路横扫, 根本没有一尊傀儡挡得住他一毛之危, 就算是半步混沌进傀儡, 也照样被一招秒杀, 哈哈, 我早就说过, 所有傀儡一同出手, 不然, 你们连给我效仰都做不到, 实在是太逊了, 战偶一瞬间就将所有仇恨拉过来了, 引起所有人的仇恨之, 猎器师虽然不是武者, 但他们的眼力一点也不差, 都明白战偶武力的恐怖, 单对单没有任何一尊傀儡是其对手, 群殴瞬间开始, 这是热血沸腾一幕, 傀儡生活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上演如此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尊傀儡要挑战所有傀儡, 这不是单对单, 而是一挑全部, 爆了, 战偶纵横披靡, 不管有多少傀儡出手, 根本就没有一尊能够是他的义和之地, 任何的招式, 任何的技能在他的面前都土崩瓦解, 不堪一击, 这是傀儡神国无数傀儡大赛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一尊尊可怕的傀儡都一一爆开, 宛若绚烂的烟火, 第一无庸置疑, 所有的练戏师脸色都异常的难看, 他们引以为豪的傀儡, 在一尊并不是最强的傀儡面前, 就像指护似的, 这简直就是在对他们最为赤裸的嘲讽, 然而让所有人憋屈的是, 事实胜于雄点, 第一无庸置疑, 第二轮因为战偶的角局结束的异常的快, 除试炼者外, 所有的观众都大呼过瘾, 纷纷表示愿意出重金, 购买撤尊能够横扫冲结的顶级傀儡, 第二轮结束了, 马上就是第三轮, 这次比的是炼气术, 不同于第一轮的大比, 所有人都藏着掖着, 没有将自己最强的技艺拿出来, 现在他们都要动真格的了, 几乎同时一千名进入第三轮的炼气师, 都将敌意的目光投往肖战, 他成为所有人的假想敌, 沦为众矢之地, 倒没有让肖战觉得天塌地陷, 这次试炼他根本就是势在必得, 第二轮的获胜不值一提, 拥有越级挑战能力的战偶横扫冲结, 简直就是欺负人, 第三轮测试将决出前一百名出来,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前一百, 所有人都会拿出自己的真正本事出来, 肖战如果不使出造物之力, 他将没有任何的希望进入前一百, 肖战这个时候, 完全不去考虑前一百名, 他必须控着第一命而去,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所有炼气师的真实水平, 自然无法考虑有所保留, 一切都是最顶级的, 肖战取出由传承战舰炼制法脱胎而出的大顶, 开始新一轮的炼制, 这次他将造物之力输入, 破招跟剥夺能力完全激活, 他要拼尽全力炼制, 时间在飞速流逝, 这次所有人的炼气时间都明显拉长, 十天过去了, 人没有任何一人结束自己的炼制,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比赛场中终于出现异象, 那是傀儡炼制成功, 引来大捷的征兆, 第三十四章, 周遭度节的傀儡数量越来越多, 虽然有层层世界屏障作为阻拦, 但肖战还是能够清晰感应到, 借尊敬战偶的炼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还是完全复活的战偶, 所消耗的时间都只能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第三轮比赛都是重新炼制, 这次肖战练的同样是一个男人, 战偶身上每一样东西的复活, 都要消耗唐大的造物之力同时间, 大鼎运转到极致, 疯狂地吞噬肖战的神力, 就算是以他永不枯竭的特性, 都有种承受不住的感觉, 大鼎运的时间是按照无限设计的, 但在外边的肖战时间却过去足足一个月, 大鼎仍在疯狂吞噬他的神力, 似乎永无止境一般, 这一切都不由肖战控制, 他只能使尽全力地完成这次炼制, 好在第三轮炼制非同小可, 所有人都在使出自己的拿手绝活, 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也只有一小部分完成了炼制, 剩余很多人就连肚截的迹象都没有出现, 先一步完成基本上预示着很难赢得最终的冠军, 从完成炼制的那些炼戏时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轰隆, 不知何时, 体内力量耗尽又瞬间补充的肖战, 只觉顶中传来一股惊天力量波动, 只将陷入奇妙意境中的他惊醒, 睁开双眼, 只见大顶在震动, 顶身一枚眉神门跳跃, 宛若欢快的舞者, 肖战之道最为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顶中战偶经历无数年月的成长, 已成为一尊戒尊, 天地间一股磅礴的雷节之力在酝酿, 无声无息, 让人一时间竟然难以捕捉到, 肖战炼制的同样是掌握毛之大道的战偶, 他没有使用自身最为擅长的剑道, 在内心深处, 他还是担心泄露自己的剑道秘密, 这最后的过程, 就是完美模拟舞者晋升的一个过程, 肖战将当初晋升到毛孙境界的过程, 在顶中重演, 天地间无穷无尽的道, 被强行融进占偶体内, 轰隆, 这方天地似乎预感到, 一尊极为可怕的存在诞生一般, 竟然剧烈震动起来, 天地所有大道都被一股力量拉扯, 向着帝都比赛现场疯狂汇聚, 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炼制, 吞那天地外道, 似乎预示着一尊可怕的存在的诞生, 整个试炼世界都在震动, 那可怕的吞噬员贪婪无比, 似乎发现这个试炼世界并不完整, 他开始向着世界外蔓延, 想要吞噬更强的大道力量, 不知何时, 吞噬的力量越来越恐怖, 严重影响到其余人的炼制, 一时间竟然发生失败事件, 那一个个被干扰失败的炼气使脸色都异常铁青, 这其中可是有锦上的几名试炼者, 有钱双目死死钉的一切罪魁祸首的源头, 他简直气炸了肺, 最紧要关头竟然功亏一篑, 他彻底失去赢得最终冠军的可能, 虽然炼制还是完成了, 但并不完美, 最终是否能够达到前一百他的心情非常的忐忑, 疯狂吞噬终于结束了, 天地猛然一颤, 那一瞬间, 所有人感觉时空都仿佛凝固一般, 接着, 一股恐怖的浪潮倒卷而回, 毛直到向着整个世界飞速蔓延,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震惊的神色,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晋升, 而是从无到有, 让整个天地之中诞生一种全新的大道法则, 这是在创造大道, 就如同那传说中的混沌境一般, 可以随意创造属于自己的大道, 当然, 这种创造并不是混沌境那种创造, 道非常固定, 并不会随意转换, 显然并不是晋升混沌境, 大道的延伸非常快速, 仅仅数个闪念的功夫, 就已经延伸到整个试炼世界, 只不过, 毛之道并不像受到约束, 他的大道法则充满攻击性, 试图轰穿试炼世界, 延伸到整个试炼之地, 轰, 突然间, 一股可怕的意志降临这片试炼空间, 瞬息间, 阻折毛之道眼神的屏障消失了, 天空中似乎出现了一双眼睛, 他在观察着引发变动的源头, 试炼世界失去束缚, 毛之道瞬间向着整个试炼之地衍生, 怎么回事, 整个试炼之地中所有的试炼者都被惊醒, 这股惊变实在是太可怕了, 仿佛有一尊天地御养而生的可不存在诞生, 这已经超越任何一种傀儡的炼制, 哼, 天地大劫出现, 毛之道完全穿透试炼之地, 传递到源界之中, 肖战神念完全附身在战偶身上, 感悟着一切的变化过程, 他的心神剧烈震动, 毛之道在无限延伸, 竟然试图融入到整个源界之中, 有人在驻战偶晋升一笔之地, 肖战发现了, 整个试炼之地中一股力量在从旁协助, 试图让毛之道完美融入源界, 他似乎想要看到一尊可怕的存在诞生, 这到底是谁? 肖战心神剧烈震动, 他感觉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 绝不是世界境的存在, 要么是这片试炼之地的真正主人, 那被传说中的永恒炼气势, 要么就是主人留下的某件超级神器所为, 不过, 不管是谁在帮忙, 无疑肖战的炼制术已经得到某一程度的肯定, 赢得最终试炼胜利并不是什么难事, 肖战完完全全感受着这股震撼, 炼制术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晋升,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他哪会不珍惜, 强行开启复制跟模拟, 想要盗取这种超越世界境的炼制能力, 恐怖的天地大劫完美出现, 这已经超越一种极限, 似乎要诞生出一尊超越世界境的存在, 肖战的心神完美同战偶相合, 他清晰感应到, 圆界中有股可怕的限制力量, 他在束缚一切试图超越世界境的力量出现, 以他的境界根本无法判断, 这到底属于何种力量, 他唯一可做的, 就是试图用自己的复制跟模拟窃取他的秘密, 肖战的意图, 似乎瞬间就被那个从旁袭住的无伤意志感应到了, 一瞬间一股强决的力量灌入战偶中, 让他的意识无限发散, 复制与模拟的能力全爆, 肖战心神俱阵, 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超越了世界境, 那种天地法则随行滋生的感觉, 让他沉醉不愿醒来, 轰, 可怕的力量, 在借助肖战的天赋技能, 强行窃取封印元界的力量之秘, 一切都不由他主导, 但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窥探属于这位存在的秘密, 无穷无尽的信息涌来, 直接灌注到盘膝坐于大顶之旁的肖战的脑海, 这让他激动不已, 那位存在很是慷慨, 将自己的练戏术完全传授给他, 这一刻, 肖战非常肯定, 这绝对就是那位永恒境练气师, 他在某种程度上, 像他当作弟子一样传授, 肖战岂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开始借助战偶的力量贪婪地吞噬彻磅磅的练气术, 轰, 不知何时肖战心神猛的一阵, 被那股可怕力量震出, 结束了无休止的吸收, 他的意识完全占据战偶的控制权, 此时的已经身陷可怕节云笼罩中, 伸手一抓, 造物之力涌动, 整个傀儡大赛场地一切材料被吸射而起, 很快, 一口神猛出现在肖战的手中, 一谋杀出, 已经没有任何招式的限制, 所有的招式都融入这一招中, 制造破绽, 剥夺两大力量全爆, 这一击完全超越世界境, 刚刚从那无上存在获得的知识, 就像四倍触发一般, 无限燃烧起来, 化为这一招的奥义之中, 将招式无限升华, 咔嚓, 一声惊爆炸响, 天地大劫被一毛完全洞穿, 那恐怖的崩解之力席卷开来, 只将无尽节云震散, 天空很快地恢复圆状, 不过大劫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这方试炼世界的屏障很快消失, 更为浩荡的雷杰出现, 这是来自元界, 似乎感应到肖战所炼制的战偶, 已经超越了直接的容忍的极限, 想要对其进行最为残酷的镇压, 这次的天地大劫不同寻常, 第一劫降临时, 就是恐怖的命劫, 战偶已经是真正的生灵, 命劫已成为它必不可少的一个大劫组成, 肖战操控战偶, 他清晰地感应到战偶身体中, 就像撕开了一个窟窿, 磅礴的生命力在倾泻而出, 似乎就要被那看不见的力量吞噬一空, 作为完全复活的生命, 在这个元界中, 已经有了衰老一说, 肖战自然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不过作为战偶, 肖战可以将任何天赋技能给他, 灾战指出他就考虑到了, 战偶一旦复活, 就会遭受元界可怕宁界的侵扰, 他要将奉献的能力赐予, 看看这东西能否与之对抗, 倾泻跟恢复起初, 完全处在一个完美的平衡状态, 战偶看上去对这个命劫完全免疫, 但是很快这命劫似乎知道一种全新的对抗开始了, 生命倾泻的速度加快, 想要强行破坏这种平衡, 命劫非常可怕, 乃是整个元界的一种特殊力量, 战偶虽然很强, 但仍然无法与之对抗, 平衡飞速被打破, 战偶的生命力量在飞速消失, 哼, 第二波雷劫出现了, 可怕的雷霆衍生出一尊尊元界最为恐怖的凶兽, 他们一同突向战偶, 想要将之撕咬成碎片, 命劫与这雷劫一同出现, 绝对是致命的, 磅礴的生命力量在倾泻, 这让战偶的实力严重下跌, 根本就不是这种实力媲美巅峰界尊的雷电所化凶兽的对手, 这种情况对于肖战来说, 根本算不上危机, 他直接让战偶的恐怖毛衣化为一尊尊分身, 同这些可怕的雷电生物大战, 分身实力完全媲美战偶本体, 根本没有任何一头雷电生物能够穿透他们的封锁, 处在最中央的战偶没有受到任何的波及, 天地大截似乎被触怒了, 他从未碰到过这样的对手, 浩荡的雷鞋急剧暴涨, 一道道毁运的雷电撕裂天地, 然而, 这一切都是徒劳, 战偶的分身每一击都有种超越世界境的可怕攻击力, 除非动用混沌节, 不然根本无法给予战偶实质性杀害, 混沌节迟迟没有出现, 这种东西杀伤力绝对恐怖, 可是一旦出现, 没有将战偶低杀, 那就会让其有很大的几率晋升到混沌境, 这或许就是元界那股可怕意志所不愿看到的, 与其让其诞生出一尊无敌世界境的存在, 也不让诞生出一尊超越世界境的混沌级强者, 恐怖的雷杰仍在继续, 虽然没有动用那混沌雷杰, 但雷杰将整个元界的反则攻击都调用了, 整个天地都被可怕的雷杰淹没, 无穷无尽, 无孔不入, 大杰持续了很久, 这绝对是异常难以想象的对决, 一尊任元界都无法奈何的可怕生灵出现, 肖战心神完全融入战偶, 他清晰地感应到战偶体内的无私奉献能力, 强行晋升一阶, 这是一种极致蜕变, 似乎专门是为了对抗命结而出现, 相比至强战偶的炼制成功, 对于肖战来说, 最大的收获就是奉献能力的进阶, 让他完美具有一种对抗命结的技能, 雷杰消散, 战偶那完美的身躯险露, 私感稍微发泛, 肖战感觉自己的神念就已笼罩整个试炼之地, 强大, 这是一种能够超越世界性的可怕力量, 但又似乎不是混沌境的力量, 破绽与剥夺其出, 战偶手中神矛瞬间打出惊天一击, 没有将虚空撕裂, 虽然这一击的力量的确超越了世界性的范畴, 但是, 人界空间的稳固已经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一击之中消战的神念, 就连一丝撕裂虚空的可能都没有感到, 这个元界是由国主亲手炼制, 其稳固程度, 或许就算是永恒境的无敌存在, 都无法将之破开, 不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永恒神官那些永恒强者, 早就将元界破掉, 炼制完美完成, 不用再评测, 肖战已经吻过最终的冠军, 不过还没有等人宣布试炼的结束, 天地间一股恐怖的意志降临, 第三十五章, 你已获得这次试炼的最终胜利, 成功具备进入最终传承试炼的资格, 你可以选择接受, 也可以选择拒绝, 这股力量强横无边, 瞬间笼罩肖战, 强行将他的神念从战宝中拽回来, 肖战虽然一直没有窥视族中的传承, 但是现在既然有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因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股强横的意志将一块令牌交给他, 心灿灿的, 上面铭刻着永恒二字, 一股说不明到不清的意志蕴藏其中, 这是永恒神器, 肖战心神俱阵, 这玩意儿虽然只是一块令牌, 但绝对是无价之宝, 就是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仅仅作为一块资格认证的令牌, 那就太过抱歉天物了, 当然, 相比这些, 肖战更为在意的是, 他通过了传承试炼, 从现在开始不用担心试炼失败被提出原界, 他有足够的时间修炼到戒神器, 大哥哥, 恭喜你赢得这次试炼的最终胜利, 南南很是兴奋,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输掉这场试炼有任何不高兴的情绪, 肖战挑眉道, 你最终的排名如何? 南南很是高兴道, 因为大哥哥的缘故, 最终完成试炼的人非常有限, 南南可是进入前十了, 虽然有些讨巧, 但总算是完成了试炼, 西西, 最为倒霉的要数那家伙, 一百零一尾, 他的试炼失败路, 马上就会被遣送回神光, 哼, 还想超越大哥, 如此灰溜溜地回去, 看他还有什么颜面在我面前出现, 肖战嘿嘿一笑, 他知道, 肯定是受到他的影响, 一百零一位, 这绝对是一个让人吐血的排名, 他只要再进一步就能留下来, 而现在将因为试炼失败, 被强行踢出原界, 这对于一个励志超越柳翼的人来说, 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肖战可没有一点同情心, 谁叫这家伙跟他过不去, 至于将来会不会记恨自己, 这一切都要等他哪天去永恒神国才能知道, 对于太过遥远的事情, 肖战懒得去想, 他现在要紧张, 就是了解最终的传承试炼到底是什么, 要想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问玄宇了, 他作为神奇公主的心腹, 肯定了解情况, 如今他已获得最终的试炼资格, 自然有资格了解事情的真相, 当然, 传承试炼可不仅仅只是获得参与最终试炼的资格, 作为冠军将获得来自永恒练习师留下的一套混沌神器, 虽然比永恒神兵差太远, 但对于修为还在世界境的肖战来说, 这个奖励还是非常不错的, 肖战因为得到永恒练习师直接授予资格, 他得到的东西自然更多, 比如一套完美的专攻矛道修炼者的装备外, 他还获得了一套剑道专用套装, 这让一直没有战争的他, 算是皆能燃眉之急, 肖战很快同悬月诸女会合, 此时已经过去数个月, 整个试炼之地有不少人完成试炼, 几乎每一个传承试炼, 都会诞生出一名参加最终试炼的资格, 通过一番询问, 肖战发现, 就算获得资格, 也是分等级的, 一般的获胜者都只得到混沌机传承试炼令牌, 而他直接获得永恒传承试炼令牌, 通过旋阅介绍, 获得混沌试炼令牌者都可以带一定数量的同伴参加试炼, 而获得永恒传承试炼令牌的人则没有这个限制, 就像神兮公主, 她所获得就是永恒传承试炼令牌, 肖战是目前已知的第二位, 获得这样令牌的人, 说这话时, 玄月的眼中闪烁着星星, 心中的喜悦, 完全占满绝美的脸颊, 果然不愧是公主看中的人, 可以直接获得永恒练习师授予资格, 闲境的大笔如何呢? 吴湘摇头道, 小姐参与了传承试炼要难过姑爷, 目前还没有结束, 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试炼吗? 如果知道, 咱们大伙一同进去帮忙吧,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玉狼手持永恒传承试炼令牌, 有资格进入任何一个试炼之地, 干预试炼的进程, 他, 还有这样的好处, 要是不好好利用一番, 那也太过浪费这块令牌的功能了, 吴湘来自吴家, 说这一家族的人都能感应到自家血脉的人存在, 要找到他们的小姐并不难, 传承试炼仍在继续, 不过, 再也没有肖战这种因为炼制直接轰穿试炼世界的人, 这让他感觉压力小了不少, 吴湘的实力非常的强大, 肖战保守估计, 这个女人如果离开远界, 一身实力绝对能够达到混沌境, 那个吴家的家主能够排出如此强大护卫贴身保护, 看来对他这个女婿还是很满意的, 吴湘很快就找到吴贤镜试炼所在世界, 那里非常靠拢试炼之地的真正核心, 显然这丫头参与的试炼等级很高, 可不像肖战那么轻松, 他碰到的对手肯定都是世界境已经达到巅峰的可怕炼气势, 找到了方向, 要进入其中就容易了, 肖战得到的令牌就是一个通行证, 将之激活, 获得里面七零的首肯, 然后轻而易举, 就进入到吴贤镜所在的试炼空间, 试炼之地就是永恒王朝这片辽阔区域, 当初传送时彼此间相隔难以想象的距离, 吴贤镜所在试炼世界非常接近 最终的试炼之地, 也就是永恒王朝的帝都范围, 吴贤镜所在的试炼世界同肖战的完全不同, 这里环境异常险恶, 所谓试炼并不是参加什么傀儡炼制大赛, 而是残酷的生死搏杀, 试炼者利用自己炼制的傀儡以及各种工具, 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同时炼者, 以及各种傀儡生物作战, 当肖战带着人出现时, 吴贤镜正陷入一场苦战中, 庞大的凶兽组成的大军在围攻一座神城, 吴贤镜作为守城一方, 非常惨烈, 这里试炼者存活下来的不到一千, 就连原本的傀儡守卫也差不多死伤殆尽, 吴贤镜脸色异常凝重, 试炼的惨烈并未让他退缩, 真正的危机却是来自试炼者内部, 试炼最后的要求就是活到最后, 就算是试炼的胜利, 惨烈的大战让无数试炼者红颜了, 有人开始暗杀试炼者, 仅仅不到三天的时间, 原本近万的试炼者只剩下不到一千, 修为稍弱的都已经死亡, 吴贤镜这些天台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 炼制出的傀儡战力至强, 几乎能横扫所有试炼者炼制的傀儡, 这让他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地, 都是那个小贱人, 吴贤镜一阵咬牙切齿, 试炼者基本上都是来自永恒神国, 本身家族的强大实力, 再加上有一个哥哥吴贤在, 来自神国的那些试炼者根本就不敢得罪他, 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公孙家的那个公孙小静, 站着他的表哥公孙计, 使公孙觉得心腹, 竟然拉帮结派一同针对他, 吴贤镜意识到的时候, 自身差不多已经被孤立了, 这一切也不能怪他, 试炼已经到了最后, 只要来过最后十天, 就能度过这次传承试炼, 到时会根据表现确定谁是最终的胜者, 试炼的目的就是测试炼技术的高低, 本来大家的水平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要赢得最终的胜利, 就看在这次抵御凶兽工程的战果, 而吴贤镜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讶了, 炼制出来的傀儡几乎数招就能抱掉一尊强大的凶兽, 一下子就将战果拉大不说, 仅从炼制术来看, 就已经完全将所有试炼者甩开, 吴贤镜可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差不多半年的试炼, 他将肖战传说的战偶炼制法, 融入到自己的炼器术中, 最终融合一颗肖战偷偷交语的傀儡精体, 让他炼制的傀儡表现出来的战力, 简直只能凶残来形容, 贱人, 等这次试炼结束姑奶奶, 定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吃。 吴贤镜的话音刚落, 公孙小静出现了, 他一身尽装, 虽然要比吴贤镜矮上半个头, 但火辣得身材尽显, 绝美的欲脸上尽是得意的笑容,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吴贤镜道, 想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哥哥, 小贱人这次你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你马上就要被淘汰, 彻底地提出原界, 想要报仇他是要等到将来在神国相遇之时的。 随着公孙小静的说话, 很快, 上百名试炼者先后出现, 差不多将吴贤镜围起来, 这些人倒没有公孙小静那样肆无忌惮地嘲讽他, 只不过都表明赤裸的敌意。 该死, 你这贱人也就只知道趁人之危, 要不是我的傀儡再跟那头妖兽之王大战时受创, 你们统统都要被我踢出局。 公孙小静哥哥笑道, 击杀妖兽之王的积分, 足够任何一名试炼者赢得最终的试炼, 只可惜你实在是太贪婪了, 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击杀妖兽之王。 虽然你最终做到了, 但却损失太大, 白白给了我们机会。 贱人, 你真以为吃定我了吗? 吴贤镜的脸上突然浮现出冷笑, 死死盯着公孙小静, 他的眼中闪过戏谑之色。 确实当然,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让你翻盘不成? 哥哥, 识相地自动退出试炼, 我们也不为难你, 毕竟大家都是来自神国, 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 做人还是留意线的好。 公孙小静被吴贤镜看得浑身发毛, 没来由一阵心虚, 不过他转念一想, 又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 除非妖兽来救吴贤镜, 不然在这座神城中,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他有什么好害怕的? 第三十六章, 死鬼? 还不出来, 难道你想要看人家被人欺负吗? 吴贤镜冷笑一声, 在肖战进入试炼世界的一瞬间, 他就感应到了, 这是吴家特有婚约的共鸣作用, 根本瞒不过他。 吴贤镜的话, 无疑让公孙小静脸色猛了一遍, 扭头四顾, 他并没有感到任何外人的存在, 不由看向吴贤镜道, 你少胡人了, 所有的试炼者如今都在这里, 怎么可能还有人过来救你? 吴贤镜带眉一促, 肖战没有立马出现, 这让他很不高兴, 看着一脸惊疑不定的公孙小静不屑道, 这里的试炼者的确不可能, 但从外面过来的难道不行吗? 怎么可能? 公孙小静冷笑道, 你当我跟你一样是白痴吗? 外人怎么可能进入这里? 为何不可以? 只要有人赢得传承试炼, 就能获得最终的资格令牌, 那东西能够让人进出任何试炼世界。 吴贤镜冷冷地扫握在场所有人道, 现在你们马上消失, 姑奶奶完全可以不计较, 如果到时让姑奶奶翻盘, 你们不但要被直接提出元界, 将来回到神国都要面对姑奶奶的报复。 吴贤镜威胁的话, 让公孙小静身边聚集的一群试炼者脸色变了, 吴家在神国的实力可是非常大的, 他们虽然差不多都是来自古老大家族, 但跟吴家以及公孙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当次的存在。 公孙小静冷哼道, 你们怕什么? 这是试炼, 我们联手将它踢出去又能如何? 神国所有的古老家族都达成共识, 只要没有弄出人命来, 背后的家族绝不会报复咱们。 更何况, 吴家又能如何? 我们公孙家族在实力上还要更胜他们一筹, 由我给你们撑腰, 你们又有什么好怕的? 吴贤静不屑道,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没脑子的女人罢了, 在公孙家的地位, 拿彼得上我在吴家的地位。 充其量也就你哥哥在公孙爵身边有些地位罢了, 你有什么能力给他们保证? 贱人, 公孙小静脸色阴沉, 怒道, 既然你不识好歹, 那本小姐就送你一城了。 随着公孙小静话一出, 瞬间上千尊界尊敬傀儡出现, 这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傀儡, 可不会有怜香惜玉的念头。 随着他们主人一声令下, 一同扑向吴贤静。 公孙小静这样疯狂地决定, 不但吓到了吴贤静, 还让他身边所有试炼者的脸色一变, 这样子冲过去, 万一将吴贤静弄出一个好歹来, 今天在场的绝对会引来吴家的疯狂报复, 就算是公孙小静本人, 怕是也自身难保。 哄, 上前尊敬尊敬傀儡来得快, 退得更快, 冲上去时他们完好无缺, 可是当他们倒飞而回时, 身躯统统如同烟火爆开, 绚烂之极。 当一切消散之际, 一尊俊美的不像话的存在出现, 他脸上的神情淡然, 让人看不出喜怒哀乐来, 所有人都无法感应到他修为如何, 但一股让人窒息的压力, 在无时无刻地提醒他们, 站在众人面前的, 绝对是一尊荒荒猛兽。 战偶, 这是肖战目前为止最高成就, 就算是最强的炼器师, 站在这里也无法判断战偶是否就是傀儡, 因为他的肉身跟神魂完全蜕变成人, 已经无法找到任何认为的瑕疵存在。 战偶一击镇住所有人, 尤其那森冷的目光, 只让公孙小静心打聚产。 参加试炼的人基本上都是炼器师, 武技最强也就一个不错罢了, 一切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战偶详是无边, 没有一人是他义和之地, 转瞬间, 所有试炼者都被致富。 吴贤静再次见到自己男人, 心情很好, 尤其是这半年来, 没少给自己添堵的公孙小静背情, 这更让他感到大快人心。 你可别乱来。 公孙小静这次算是彻底慌了, 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急转直下, 一瞬间就让他沦为阶下球。 吴贤静上前一巴掌, 打得公孙小静一双原本漂亮的脸蛋肿起来, 一巴掌是无法让他将这位半年来所受的气出完, 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他才看着已成了猪头的公孙小静解气道, 服不服? 吴? 吴? 你? 这件人, 这是没完, 我绝不会放过你。 公孙小静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脑袋感觉都要裂了, 双目血红地瞪着吴贤静, 一副很不得将其吃掉的架势。 吴贤静可不是真的天真少女, 她很有天秘跟天路的风格, 也许这个公孙小静浮软, 她或许抽她一轮嘴巴也就够了, 现在竟然还敢提报复, 这岂不是摆明了挑戏她吗? 当然, 耳光已经失去心意, 吴贤静不怀好意的目光, 落在公孙小静的胸脯上。 戏穴道, 虽然你这件人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 但不可否认, 你这胸脯还是很有料的, 这是不是就是常人说的凶大无脑? 你想要干嘛? 公孙小静慌了, 作为女人最怕就是这样的威胁, 在她的印象中, 吴贤静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吃了, 不知何时吴贤静手中出现一口小刀, 只见刀光一闪, 公孙小静胸前的衣巾开了, 露出那里烟红豆兜包裹着的饱满胸脯, 那一瞬间当真惊艳, 虽然被裹着, 但仍有一种像似崩开衣巾的极度诱惑感。 相公, 你不是一直喜欢大胸部的女人吗? 那我不要玩了。 吴贤静小脸上站着兴奋的笑容, 肖战直翻白眼道, 为夫可不是随便的男人, 对这样的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吴贤静眨了眨眼睛, 突然一挥手, 上百尊由他亲手炼制的傀儡出现, 他兴奋得到, 既然相公不感兴趣, 那不如就便宜人家炼制的这些傀儡了。 兮兮, 今天一定要让这件人常常做女人的乐趣, 看他今后还敢不敢跟孤男来作对。 肖战嘴角一扯, 这女人报复起来还真是恶毒, 要换作他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顶多就他自己一个人生。 吴贤静, 你不要太过分, 如果你真敢这么干, 咱们一定不死不休。 吴贤静冷哼道, 还真当自己是真妇呀, 谁不知道你男人不少, 更有传言, 你将自己的第一次给了那个公孙爵, 不然, 你哥哥岂会成为那家伙的心腹? 一百多个傀儡而已, 我想你堂堂公孙小姐应当不是没有遇到过。 吴贤静绝对是敢说敢干之人, 他既然打算用一百多个傀儡强暴公孙小敬, 那就绝对干得出来。 这丫头历时已挥手, 一百多个傀儡历时将公孙小敬围住, 这些家伙可都是傀儡, 主人的命令就是一切, 才不会管他们强暴的人身份有何独特。 肖战嘴角抽搐一下, 他早就用真理之眼观察过这个公孙小敬, 这女人绝对使人尽可夫那一类的存在, 心头的数量多达万人以上, 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积累出这么丰富经验出来的。 肖战自然不会同行这个公孙小敬, 不过这女人既然第一次给了那个公孙爵, 十有八九这事, 会得罪那个有着战神称号的家伙。 娘子不如将这一切都录下来, 那个时候, 这女人要是敢报复你, 就让她的艳名传遍整个神国。 哥哥, 相公这个主意不错, 就这么干。 吴贤静绝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立马就弄出来一件专门用来记录的神器, 为了起的最佳效果, 他让人置于公孙小敬的伤势, 然后再开始实况录像。 吴贤静很是兴奋, 大有客串一回大导演的想法, 无数场景的肉戏都让他拍摄下来, 简直让肖战无语到极点, 将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解决了, 吴贤静的试炼并没有结束。 凶兽工程开始, 那无穷无尽的恐怖凶兽不要命地冲击着神城。 有了肖战加入, 虽然其余试炼者统统被踢出局, 但形势反而轻松起来, 只是数天时间过去, 试炼仍然没有结束的势头,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 这是为什么? 肖战询问的是试炼令牌, 由于滴血认主, 他可以召唤令牌中的气灵。 主人得到最高试炼令牌, 可以参与试炼之地任何一个试炼, 而一旦有主人加入, 试炼自然会将主人算进来, 增大试炼的难度。 如果我退出了, 难度不会下降, 会继续下去。 肖战无语,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他没有料到的, 不过既然已经来了, 就只能帮吴玄境完成试炼。 足足十天, 肖战派出自己炼制的所有战偶跟傀儡, 他根本不记得屠杀了多少凶兽, 以及凶兽王。 试炼终于到了尾声, 当肖战炼制的那尊最强战偶, 一毛打的凶兽之黄眼眼一息时, 提前离开试炼世界。 肖战不得不这么做, 如果他在的话, 吴贤静就无法赢得最终的试炼, 只有他退出, 他才能如愿以偿。 结果怎样? 等了半天的时间, 吴贤静才从试炼世界中出来, 他得到一块资格令牌, 这是混沌神器, 他也有了进入最终试炼的资格。 一切都搞定了, 咱们可以马上去最终的试炼之地。 希希, 在哪里说不定能够遇到大哥? 那个叫公孙小静的女人怎样呢? 希希, 她毕竟是公孙家的人, 人家自然不能干掉了, 不过人家有了她的私密录像, 想来, 她将来再也不敢找人家的麻烦了。 第37章, 作为失败者都要被踢出原界。 公孙小静很惨, 而一群不知疲惫为可恶的傀儡收拾那么久, 只觉腿都站不稳, 虽然现在不能报仇, 但她绝不会忍下这口气。 吴贤静你这贱人等着, 敢这样如我, 等回神谷看老娘如何收拾你, 公孙小静在心头咆哮, 虽然被吴贤静拍了很多现场视频, 但她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事她自己以前就干过, 报出去又能如何, 她根本不在乎。 公孙小静带着满腔怨恨离开了, 肖战根本不知道现场直播视频 根本伤不到这女人半根毫毛, 绝对会给她惹来无穷麻烦。 现在吴贤静的试炼也跟着结束, 肖战也没有闲功夫, 去参加其他人的传承试炼了, 他觉得是时候进入最后的传承试炼了。 知道最后的传承试炼到底是什么内容吗? 玄月道, 听公主殿下说, 似乎是闯到一永恒境练习师留下的麒麟, 那里面不但机关重重, 还有无数可怕到极点的傀儡。 永恒练习师将自己的最终传承留在自己的麒麟中, 只有试炼者走到最后, 才能获得他的传承。 走吧, 咱们马上过去, 说不定还能追上公主殿下的脚步了。 肖战倒没有多说什么, 完成自己的试炼之后, 没有时间限制, 他就像四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消失了, 整个人变得轻松很多。 永恒练习师的启灵绝不是什么善地, 每一个修建自己麟墓的人都想自己能够在底下睡得安心, 绝不会希望有人打叫他。 就算他将自己的传承留在启灵中, 所设机关也绝对戴毒凶残, 人不死极残。 既然是启灵, 那自然在永恒王朝帝都区域, 进入皇陵, 只要找到第一人大帝启灵所在, 就能找到通往最终试炼之地的道路。 肖战有了永恒令还带路, 进入最终的试炼之地不成问题, 出现在永恒王朝帝都, 他发现这里已经全城戒备, 无数可怕的王朝禁卫将整座城市都围得水泄不通, 显然这里绝对发生了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情。 至于是什么? 肖战一行就算用屁股想都知道是什么, 肯定是先到这里的那些人为了进入最终的传承试炼之地, 将永恒王朝的皇陵都给掀了, 八人祖分, 这可是不死不休的死仇, 就算这是试炼, 也绝对不行。 肖战眉头直皱, 现在帝都风声鹤地, 永恒王朝大帝已经禁止试炼者进入帝都, 传言只要在帝都中发现任何一名试炼者, 都会当作叛逆处决。 试炼者同永恒王朝的居民实在是太容易区分, 肖战一行就算想要悄然潜入都难, 那些王朝禁军估计一言就能将他们抓个现行, 看着宛若巨兽的帝都, 肖战的眉头紧皱起来, 永恒令牌清晰地告诉他, 最终试炼之地的入口就在这座城池中, 想要进入试炼之地, 就必须进入城中, 如今他手中的实力可不比当初, 杀将而起, 后果难料, 战偶炼制得如何? 肖战的心神沉入圆盘神器中, 这东西当初能够弄出战争世界, 来到这个元界没理由弄不出来, 待了数百年之久, 相信如今已经不成问题, 主人放心, 小的已经准备好了, 战争世界的功能可比当初强太多了, 起码不用再撑开什么战争世界, 只要主人再难, 战争世界就能出现在难, 源源不断借尊级战偶, 足以掀翻这什么帝都, 很好, 肖战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有了战争世界之助, 在这个元界中, 只要不是超越世界境的力量, 他完全可以横行无际了, 相比肖战的兴奋, 武灵这混蛋气灵就差歇斯底里了, 终于到了他大显神威的时候了, 这一刻他实在是等太久了, 现在出现在这个他曾经诞生的地方, 这让他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他要是不得色地想那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同伴表明, 如今他混得到底有多好, 他就浑身不再在, 几乎是肖战命令一下, 武灵立马就疯狂开动圆盘, 如今的圆盘已贵为戒尊极致的超级神器, 虽然离混沌神器还有一段遥不可及的路, 但制造戒尊极战偶对于他来说,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当然, 要知道, 肖战最后在试炼时, 制造了那尊战偶强度的战偶来, 圆盘还是利有不歹, 毕竟那过程实在是太过繁琐, 他只能练着勉强还过得去的战偶, 再配上肖战那独有的武技, 完全能够横扫整个试炼之地, 一瞬间无穷无尽的战偶, 从肖战的身体中喷涌而出, 每一尊都是借尊敬的战偶, 他们手持神矛, 化作一道光, 最短时间内在虚空中组成一座庞大的天地以一体矛阵, 足足百万尊戒尊纪战偶组成大阵, 在由肖战所炼制的那尊战偶作为核心, 一朝崩解轰杀而出, 只听到帝都防御节戒咔嚓一声爆裂而开, 无穷无尽的战偶冲进帝都, 在武林兴奋的咆哮声中横扫一切,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的脚步, 越来越多的战偶从肖战身体中冲出, 他们宛若一道道毛光, 百万, 千万, 那数量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 武林这家伙打算将整座帝都给占了, 对于这混蛋气灵的举动, 肖战并未阻止,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这么做, 帝都是进入试炼之地唯一的出口, 将来万一还要从这里出来, 占领帝都说不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是与人来整个永恒王朝的保护, 肖战根本不在乎, 只要有战争世界, 他根本就不怕跟人打肖号战, 大哥哥, 这些都是你炼制的傀儡吗? 男男已经经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数以千万计的戒尊级傀儡, 到底是如何炼制出来的? 仅凭一个人根本就做不到好, 吴贤静兴奋地道, 相公, 你一个人能够制造这么多戒尊级傀儡, 能不能将这方法交给人家? 要是先前试炼时人家有这能力, 非得将那般家伙凑死不可。 肖战摇头道, 这东西来自传承神器, 少了为夫独特的能力, 你就算再造一个都没用。 吴贤静一脸失望的道, 实在是太遗憾了, 有了这能够无穷无尽制造傀儡的神器在, 只要将来能够不断升级, 人家敢跟任何人叫板? 玄月挽住肖战的胳膊道, 玉郎, 这东西难道就没有限制吗? 这也太夸张了, 要知道, 仅仅制造这些战偶的神料,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是如何支撑起来的? 肖战咧嘴笑道, 我这神器跟我一个德行, 只要有需要, 完全可以无限压榨, 不用担心他吐不出来。 肖战的话, 历史以来一众美女哥哥笑起来, 除无相这些还没有跟他有肉体关系的女人外, 其余的, 可都是深切体会到自己男人这句话中的意思, 能够制造更高等级的战偶。 灵狐看着铺天盖地的战偶, 好奇道, 肖战摇头道, 要做到这一步必须等神器晋升到混沌境才行, 现在最多也就知道, 借尊极致境的战偶。 灵狐点头道, 这倒不是难事, 以下过的潜力要达到混沌境,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有了战争世界的加入, 人海战术被武林这家话运用到极致, 占领帝都虽然毁掉无数尊战偶, 但对于肖战来说, 这种损失根本就是微乎其微。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如此侵占永恒王朝的帝都, 绝对会引来整个王朝大军的讨伐。 王朝大帝被押解而来, 这家伙一身龙袍破损不堪, 整个人以为揍得鼻青脸肿, 惨不忍睹, 哪还有半点大地的威严? 武林这家伙附身在一尊战偶身上, 他猛的一脚踹到这位永恒王朝的大帝, 肖张至极道, 整个永恒王朝大军又如何? 论人海战术没有人集得上本座? 看到没有, 这些战偶强大吧? 每一尊都能爆掉你们王朝最强的武者, 而本座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一千万仅仅毛毛雨罢了,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啊, 肖张可没有闲功夫在一名傀儡皇帝面前显摆, 猛的一脚踹飞武林附身的战偶, 赫道, 找死啊, 快点找到进入最终试炼之地的入口, 再叽叽歪歪, 信不信老子将你大谢八块? 武林一蹦起身, 一脸谄媚地看着肖战道, 主人尽可放心, 小的马上就去找入口, 保证不会耽误你的试炼。 吴贤静瞪眼道, 相公, 这混蛋就是你的气灵吗? 怎么这德性? 肖战翻白眼道, 当初我为了能够参加这个传承试炼, 我将他原先的主人干掉了, 可惜没了选择, 不然, 我真想连他一同干掉, 蓝蓝插眼道, 虽然这气灵混蛋一点, 不过他真的很厉害, 这么多傀儡啊, 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 蓝蓝还是头一次看到, 如果将来他成为永恒神器, 岂不是能够无限制都是制造永恒境傀儡? 那个时候, 他使整个永恒神国都将沦为大哥哥的执掌中, 蓝蓝的一番话虽然是无心之言, 但却让肖战身边无数眼睛冒出惊异之光, 他们同时意识到如果真的达到那一个地步, 允许整个永恒神国将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 第38章, 控制了整个帝都, 要找到入口就容易了, 整座黄灵都被武灵这个混蛋气, 灵给挖了一个底朝天。 当肖战来到入口出时, 看着武灵这家伙的丰功伟绩, 心中有种要将这混蛋人道毁灭的冲动。 武灵这麒灵真不知道是跟水染上这种可怕习性的, 抓人祖坟, 简直太缺德了。 肖战知道, 恶永恒盟朝虽然只是一个试炼之地, 但今后只要他们敢出现在这里, 绝对会被人追杀。 叹了一口气, 肖战让武灵留下千万战偶镇守这座帝都, 然而自己带头进入到最终的试炼之地。 最终试炼根据玄月的说话, 就是闯到为永恒炼气师的启灵。 这种盗墓行径在肖战看来绝不会一帆风顺, 途中凶险绝对超乎想象。 最后的试炼之地同肖战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并不是直接出现在启灵中, 一行人直接出现在浩瀚的星空中, 无数个巨大星辰排列成一个巨大的阵图, 在那最中央浓雾笼罩, 似乎那里就是永恒炼气师的启灵所在。 星空浩瀚, 无数星辰组成的大阵构建出一个凶险异常的环境, 肖战感觉, 这片星域力量限制似乎已超越世界境, 在这里戒顿不再是巅峰存在, 也许会有混沌镜超级强者出现。 该如何进入启灵? 在这片星空中有数条传承之路, 从这个路口进来, 先前进入者只能走一条路, 主人完全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进入启灵。 有了永恒令牌气灵的指引, 肖战很快就走进一座传送阵。 当光芒一闪过后, 他们进入到一颗巨大的星辰中, 呼吸着新鲜空气, 肖战发现星空中所有组成大阵的星星, 其实都是一个大世界。 在这里, 舞者的上线完全超越世界境。 当他们进入这片世界时, 吴湘这些魁女未修为, 瞬间达到混沌境。 那庞大的威压, 让他们一路上省去很多麻烦。 那位上位猫面的永恒练气师绝对是大手笔, 他也许有生之年都无法离开元界, 但他却在元界中创造出能够诞生混沌境的试炼之地。 肖战一落按照神兮公主经历的路线前进, 他每进入一座星星, 就发现这里最少都有一尊混沌境强者坐镇。 幸好, 这一路有无相这些魁女未保驾护航, 不然休想让一切变得这么顺利。 肖战一行速度很快, 不到十天的功夫, 他们就追上了先一步进入这里的试炼者。 参加最终试炼的并不是只有神兮公主一行。 肖战发现, 有不少跟他一样获得最终试炼资格的练气师, 先一步进入每一颗星星之中。 显然, 要进入最终的试炼之地, 并不只有帝都那一个入口。 这些试炼者根本无法跟肖战竞争, 也许他们练系数还不错, 但在这个最终试炼之地, 练系数并不是唯一, 每一个人至少还必须拥有强悍的武力才行。 肖战可没有时间理会这些试炼者, 他用最快的速度追赶神兮公主一行, 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过后, 他们才进入最后一道关卡。 造物神城 这是通往寝陵最后一座雄关。 神兮公主一行, 如今就在这座混沌级神城之内。 在这里不单有无千根墨鱼, 就连神国传说中的战神公孙爵也出现了。 这三人的修为非常强大, 全都达到半部混沌境。 他们个人战力, 就算是碰到一般的混沌境强者, 也能与之一战。 绝不是肖战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个半部混沌境强者可比。 这些人是真正的绝世天才。 肖战有种强烈的预感, 就算他派出最强的战偶同这些大战, 想要获胜根本没有一点把握。 造物神城内的气氛显得很是紧张, 试炼者同原住民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这些原住民全都是被安排在这里的守灵人。 他们将进入寝陵的道路封锁。 试炼者要想过去, 就只能攻陷一切封锁。 不管是神戏公主还是战神公孙爵, 全都是能够媲美混沌境的超级高手。 但是面对这些守灵异族, 仍是没有万分优势。 这并不是天赋造成的, 而是守灵异族中有顶尖的混沌境强者坐镇, 试炼者一方根本没有人能够战胜对方。 试炼者停留在造物神城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们在想办法看能否强行闯关。 成功进入寝陵。 寝陵完全被诡异浓雾笼罩, 哪怕就算在浓雾旁都无法看清那里任何情况。 没有人知道, 这座有永恒练气师牵手给自己达到的寝陵, 到底会是何种样子? 进入造物神城, 肖战自然要找神奇宫珠了, 他并没有独自获得最终宝藏的意思, 就算得到那位永恒静练气师的传承兴趣也不是太大。 肖战很清楚, 永恒静离他太过遥远, 如果太过抢球, 绝对会弄个头破血流。 现在他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晋升道戒神经, 将死去的诸女复活就行, 在圆界中容不得一次死亡,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去冒太大的险。 永恒静练气师的传承的确诱人, 但对于肖战来说, 他还有一个事关永恒神国国主的事念等着他, 这练气师在墙还不是被国主镇压, 如果能够得到国主传承, 掌控圆界都不是问题, 那个时候, 隐藏在这位永恒静练气师启灵中的任何秘密都将属于他。 神奇公主并不是那么好见的, 哪怕肖战有旋略这层关系, 要见这位公主殿下, 他也必须得到通传才行。 说实话, 这是肖战碰到的人中架子最大的, 虽然这位神奇公主一直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重视他, 但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根本没有将他放在同一等级来看。 肖战很讨厌这种感觉, 虽然神奇公主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 甚至于高高在上, 但是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超然气质, 让他打心里反感。 这就是为何肖战一直对无数神国俊杰屈之如物的神奇公主, 没多大想法的缘故, 他可不想体会那种矮人一筹的滋味。 当然, 虽然要见神奇公主需要得到允许, 但进入神奇公主所在的住处倒不用, 肖战一行人直接入住, 完全就是一副自己人的架势。 这要是让神窝那些追随公主过来的年轻俊杰之道, 非将肖战撕得粉碎不可。 公主 神奇公主一席子嗣, 半年来被困在这座造物神城内, 并未让她眼中显露出任何不耐烦的神情。 温暖的眼眸看着一脸喜色的玄月, 神奇公主笑道, 看来收获不错。 玄月娇媚的页面上浮现出有种的喜悦之嗣。 点头道, 她实在是太厉害了, 一个仅仅纪圣等级的试炼大比, 竟然直接得到那位永恒静练剂师的认可, 亲自赐予永恒令牌。 小姐啊, 我听说进入寝陵需要十二块令牌, 不知道如今已经凑齐多少块呢? 如果加上你那个小男人手中的令牌, 已经有十一块了, 只需攻下手灵一足, 夺取最后一块令牌即可。 这个很困难吗? 玄月有些吃惊, 她可是已经听说了, 神光年轻一辈的风云人物齐聚试炼之地, 直到如今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守灵一族, 都可表示这个种族的可怕。 神奇公主宁美岛, 守灵一族的实力, 在这个试炼之地绝对是最强的。 混沌境强者多大三位数, 尤其他们的组长, 乃是一尊混沌九重性的超级存在, 那最后一枚令牌就在她的手中, 我们已经尝试过很多办法了, 迄今为止, 仍然无法从她手中得到这块令牌。 混沌境九重, 玄悦猛地吃了一惊, 混沌境九重就算是在永恒神国, 那也是顶级高手, 只要传说中的永恒进强者不现身, 他们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在这个修为完全被限制的试炼之地, 混沌境九重绝对堪称无敌, 没有任何艺人能够真面对抗。 既然在这类舞者的修为, 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那我们为何不从神国调遣人马过来? 只要能够召来一两尊混沌境九重天的超级人物, 这个守灵一族根本就不值一提。 事情真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你难道没有发现, 只要进入最终试炼之地, 就再也无法离开, 想从神国调人根本就不可能。 神奇公主摇了摇头, 看着玄月道, 你那小情郎真的也获得那位练习师的传承。 玄月兴奋地道, 这个岂会有假? 当初他练制出一尊傀儡, 引起可怕的天地大姐, 直接贯穿一切试炼之地的封印, 最终让那位永恒境练习师从旁干预, 将自己的练习术一股脑地传给了他。 玄月很是自豪, 现在他全身心都被肖战征服, 只要他好, 他就会感到异常开心与满足。 神奇公主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的, 能够得到那位永恒境练习师亲自降临神念。 你那小情郎的练习天赋, 卒实有些出人预料。 他能够获得永恒令牌从某种意义上, 已经算是那位永恒练习师的传人。 这次进入麒麟, 最终说不定我们需要依仗他支柱才行。 玄月孝道, 公主殿下不是说过, 她是您的贵人吗? 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帮到公主殿下。 神奇公主小梅道, 心灵危机四伏, 你那小情郎的修为还是太弱了。 虽然有吴家派来的魁女为从旁保护, 但只要进入麒麟, 就算是永恒境存在, 也难以保证全身而退。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陨落。 这段时间, 你还是想办法激活月神位, 以她的能力有很大的几率成功。 玄月脸色一变, 时宜道, 月儿从不怀疑她的能力, 可月神位非同小可, 一旦正是激活, 绝对瞒不过族中那些家伙, 到时等月儿回到神国。 那些家伙如果不要脸过来跟抢男人的话, 月儿可斗不过他们。 神妻公主淡然道, 身为月神族当代神女, 你执掌的月神印内, 封印着一只实力异常可怕的月神位。 他们是月神族历代真正的绝世强者, 只不过是因为欲望得不到排解, 最终只能选择自封, 如果能够复活过来一尊,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那可是杀手剑。 至于你当心那些人跟你抢男人大可不必, 等离开神国, 本宫亲自让父皇给你赐婚, 那时谁还能抢得过你? 玄月大喜过望道, 多谢公主殿下。 神妻公主还想说什么? 突然有人来报公主殿下, 战神求见, 说是商量如何获取守灵一族所掌握的那枚令牌。 神妻公主微微醋眉道, 公孙家族这次如此积极, 看来他们也知道那件神器参与寝灵之中, 这次咱们要想得到, 怕是需要更强的实力才行。 玄儿尽管放心去做, 真要发生了什么都有本公主给你当着。 玄月还能说什么? 神妻公主已经决定了, 她根本无法为力, 一想到肖战的存在, 让族中那些女人知道了, 先知道那般变态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脑中念头一闪, 玄月很快又轻松起来, 肖战可是招惹了吴家的女人, 到时那般女人敢乱来的话, 可就要掂量掂量一番后果了。 第三十九章, 这寝灵中到底有什么? 肖战非常的好奇, 一名永恒炼气师的传承, 吸引到了神国年轻一道所有强者, 他可不认为, 这全都是神妻公主的魅力所致。 寝灵中自然蕴藏着炼气师必生炼气所得, 这些东西, 绝对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 任何人得到在神国都是富可敌国的可怕存在。 不过这些根本就不是公主殿下所看中的, 只要御狼能够助公主殿下一臂之力,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给御狼。 公主殿下到底看中什么? 一键神器。 什么神器? 传说这是永恒神国传承神器, 只要谁能够得到它, 就能开启神国足地。 肖战恶然道, 神国足地, 那是什么地方? 玄月解释道, 神国足地只是一个传说, 相传在足地中有一个轮回池, 只要任何人进入其中完成洗礼, 哪怕他就是一个傻子, 也将获得晋升永恒境的可能。 肖战挑眉道, 已是说, 在这个永恒境炼气师的启灵中藏着这东西。 玄月点头道, 当初公主殿下得到的那件神器就提及过, 在永恒境炼气师的启灵中, 隐藏着已经失传已久的传承神器。 肖战皱眉不解道, 如果这个有什么传承神器, 真让这个永恒境炼气师得到了, 当年那位国主为何没有将这件神器夺过来? 据为己有。 玄瑞摇头道, 国主何许人也, 没有人能够猜透他的心思, 不过修为达到国主那个程度, 这个神国传承对于他来说, 根本没有半点用处, 是否弄到手根本不会在意。 肖战心思活络起来, 如果那件神器真能开始纳什么神国足地, 那他绝对要进入其中看一看, 如果真能获得晋升永恒境的潜力, 那他就赚大了。 脑中无数念头闪过, 肖战突然道, 这么说来那些人十有八九, 都不是冲着公主殿下而来, 他们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这些神器。 那倒也不全是, 在启灵中藏着神国传承神器秘密的人非常有限, 只有那些真正得到永恒令牌的人才, 有可能知道其中缘由。 不过, 随着十大永恒令牌出现, 消息传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时, 这些公主殿下的追求者, 都将成为我们获得传承神器的障碍。 肖战咒没道, 既然如此, 这个传承试炼就没有必要弄得这么大, 如果一切都在悄悄中进行, 现在起码要少掉一半以上的竞争对手, 玄岳笑道, 公主殿下如果真要秘密进行某种事情,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到, 那些家伙追随公主殿下而来, 都以为是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才得到公主殿下的行踪,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这一切, 全都是公主殿下有意泄露给他们知道的。 肖战叹道, 公主殿下想玩什么, 我可没有资格去管, 你作为他的心腹爱将, 不知道他有什么任务交给你。 玄岳眨眼道, 一郎为何说, 公主殿下将重要任务交给妾身呢? 肖战摇头道, 虽然我不知道公主殿下为何从一开始就那么看重我, 但他既然让我参加这次试炼, 肯定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你就说吧, 只要不是太过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绝对会帮忙的。 玄岳咬牙道, 玉狼的确对公主殿下很重要, 不过到底是什么? 妾身自己也不清楚, 这一切都是圣师亲口讲述出来的。 说, 玉狼将是公主殿下命中的贵人, 在关键时刻, 绝对会做公主殿下一臂之力。 这次参与永恒境练习师的传承试炼, 本来只是想要带玉狼常常见识。 没想到, 玉狼却意外得到那位练习师的赏识, 提前被定为传人。 将来如果成功进入启灵, 玉狼绝对将成为获得传承神器胜败的关键。 公主殿下交给妾身的任务, 就是好生保护玉狼的安全, 不让玉狼在启灵中受到任何伤害。 保护我周全。 肖战上下将玄月打量, 摇头道, 虽然这个试炼之地压制小很多, 能够让混沌境强者发挥出巅峰境界的力量, 但就凭你目前的修为来看, 进入那座启灵需要保护的人, 十有八九将会是你自己。 玄月称道, 玉狼真是小乔人。 虽然同境界下, 人家很难赢得了你, 但人家的真实修为甩出你太远了。 如今经过你的辛苦耕耘, 人家就算是碰到那些刚刚踏足混沌境的超级强者, 也敢与之大战一回。 肖战耸肩道, 好吧, 娘子非常厉害总行了吧, 说说看娘子到底打算如何保护维护安全。 玄月笑道, 人家可是月神族这一代的神女, 手中握有月神印, 这东西里面封印着一只实力异常可怕的月神卫, 只要相公能够将之激活, 解药关头, 绝对能够成为杀手剑。 月神卫 月神卫是我们月神族最强大的一只武力, 不过他们一直处在沉睡中, 一般情况下, 只有在最为威那时刻, 身为月神印的掌控者才能激活他们战斗。 肖战眼中透着古怪, 不知为何, 一听到激活二字, 他差不多就明白, 这个月神卫到底要如何激活了。 一把将玄月搂入怀中, 肖战用力一摸他的屁股道, 这些月神卫不会要让为夫牺牲一番色相吧? 玄月咯咯笑道, 色相道不用牺牲, 玉狼只需同他们身体接触, 他们就会吸收玉狼的精气苏醒过来。 肖战哼道, 少了, 也许激活他们的确容易, 他为夫敢保证, 一旦将他们激活到时要面对的, 将是一个如鸡似渴的女人, 他们不将为夫吞掉才怪。 玄月笑咪咪地道, 玉狼应当清楚, 我们月神族的女人战力, 完全跟自己男人的能力栖心相关。 不过, 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切身这帮好运, 能够遇到玉狼这等其男儿。 随着修为提升, 积蓄的欲望之力得不到排解。 为了克服这种问题, 就想出, 在人的身体中刻下封印, 越神位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而来。 欲望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 鸡家数量越恐怖, 他们的实力自然也就越强大。 不过这种做法弊端很大, 越神位的激活时间有限制, 一旦超过实现, 他们就会被欲望彻底掌控。 他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玉狼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玄月取出一枚神印, 瞬间, 一口水晶般晶莹剔透的棺材出现, 当中一名角色佳人躺在其中。 水晶棺起到封印作用, 可是随着他的出现, 那恐怖的气息瞬间就扩散开来, 只让他激起身寒, 差点当场崩开。 肖战脸色猛的一变, 角色女子的强大绝对超乎想象。 首先, 他肯定正是混沌性超级强者, 至于, 实力是他目前所见人中最强的一个。 肖战将手掌按在水晶棺上, 几乎是刹那一股阴气透观而出, 冲进他的身体中。 下一刻, 他体内的阳刚之气, 不受控制地冲进水晶棺, 奉献能力瞬间开启, 只在一个呼吸的时间内, 竟然就达到极限。 而水晶棺中的绝色美女却像一个无底洞, 仍在疯狂吞噬她的阳刚之气。 轰, 一声恐怖的阴气震荡开来, 水晶棺自动打开, 躺在棺中的美女眉心处出现一枚肤字印符, 印符闪闪生辉, 要掩夺目之极, 出现的刹那, 肖战只觉身躯猛的一颤, 磅礴的阴气凭空倒灌入体, 一股只有阴阳二粒交融才有的滋味在身体中咆哮, 绝色美女睁开双目, 螺幕亮光宛若实质, 瞬间锁定肖战, 目光异常贪婪, 嘴角一抹笑容徐徐绽放, 华服裹着的身躯悬浮起来, 绝色美女欺净肖战, 嗅着他体内那浓郁的阳刚之气, 脸上笑容说不出的妩媚, 我的男人, 快点增强修为吧, 现在的你太弱了, 我根本无法跟你行夫妻与水交欢之力, 绝色美女的话非常直白, 他体内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 彼此靠得如此的近, 肖战丝丝气息外泄, 就让肖战神魂都差点被震散, 他知道, 他说的没有错, 如果两人真的上床, 他绝对会死得很惨, 虽然肖战的肖为还太弱, 根本不能跟角色美女发生什么, 但他对她非常的满意, 水晶官也懒得回了, 直接化作一道进入到他的检巢中, 打算长住下来, 肖战挑眉, 不过他倒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个女人的修为实在是太强了, 只要放出来, 绝对凶残到极点, 激活一尊, 肖战自然想要多激活几尊, 他喜欢强大的女人, 关键时刻放出来, 绝对是杀手剑, 一番忙碌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肖战仅仅激活了四位月神位, 这已是他的极限了, 显然, 以他现在的能力, 只能满足四位恐怖的角色美女, 这让他对自己的能力很不满意, 按道理来说应该无限才是, 仅仅四个, 让他感觉很没面子, 对于肖战脸上流露出的不满意, 玄瑞丝毫没有在意, 他现在完全被肖战吓到了, 就算是激活一个, 他就已经感觉不可思议了, 因为他放出来的这四尊月神位, 都是最强的四人, 修为最弱的一个, 都达到了混沌境八重, 其余三个都是混沌境九重的恐怖高手, 虽然肖战不能同这四名月神位发生亲密关系, 但是能够激活四个, 就表明他的能力只要允许, 绝对能够满足四名混沌境九重的月神族美女, 想到这里, 玄瑞就是一脸的幸福, 如此强大的男人, 让他碰到真实前世修兰的福分, 这次回神国定要让公主殿下帮忙, 让国主赐婚, 那样就没有人能够抢走他的男人了, 肖战的战绩很快就传遍玄瑞身边那一千多个月神族美女的耳中, 他们看她的眼神完全就是一副惊为天人的感觉, 仿佛都是第一次认识她一样, 肖战嘿嘿直笑, 现在他让他们曝光了列阵一带, 他们都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看拔你了的, 真想干些什么的话, 怕是要等一等了, 月神族的女人表达自己对男人的满意都很直接, 推倒上了再说, 不过他们还没有将这个付诸行动, 无相突然出现, 怎么回事, 玄月心头有火, 公主殿下让人带话, 功法守灵一族马上开始, 让我们准备一下, 现在, 没错, 这次全由公孙家负责, 我们只要看的就是, 第四十章, 公孙家一直有神国战神家独美律, 他们将每一代最强者冠以战神之称, 预示着他们将同代无敌, 这是无上荣耀, 但同时也是一个动力, 想要成为公孙家战神, 你就必须真正有成为同代战神的资格, 不然这个称谓就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公孙爵被遇为这一代公孙家的新战神, 他的确有这个实力, 但却离真正的同代战神, 如今在他看来, 还差最后一步, 那就是击败神系公主, 不再让战神称号沦为一个笑柄, 虽然外人都在称公孙爵为战神, 但他本人一直不承认这个称号, 自从败给神系公主之后, 他就发过誓, 只有真正击败神系公主, 他才会承认这个称号, 少主, 这次有七长老亲自出手, 那个守灵异族的人, 觉得保不住最后一枚永恒令牌, 公孙爵俊美一长, 一米八的个头, 完全那脸的气质, 让他看上去宛若一个贵公子, 绝对无法让人将他跟新一代战神联系在一起, 如今, 我们手中有三块永恒令牌, 而公主手中则掌握了六块, 两外两块可探听清楚在何人手中, 掌握另外两枚永恒令牌的人非常神秘, 他们一直没有现身, 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根据属下的猜测, 掌握这两枚令牌的人应当不是神国之人, 他们极有可能来自最近那些土著, 至于获得令牌的方式, 应当是依靠试炼所得, 公孙爵挑眉道, 罪界的土著, 这倒有些意思了, 听说公主殿下手下一人, 就获得一枚永恒令牌的认可, 成为内定的一名试列参与者, 看来这个罪界还是有些能人的, 少主所有甚至, 这永恒练习师虽然被封印, 但绝对是永恒境中的翘楚, 能够入得他的法眼, 起码这人的练习天赋, 不会比神将一族那位天才弱多少, 公孙爵摇头道, 天赋而已, 在练习师这个职业中虽然重要, 但最为重要的却是资源, 神管哪一个鼎鼎大名的练习师, 不是被雄厚的资源给追起来的, 一个罪界土著而已, 就算天赋胜过那个柳翼这辈子, 也别想超越对方, 不过他也算是命好, 能够得到公主的赏识, 将来也许真有机会跟柳翼一争高下, 只是这些都是将来的事情了, 对于我们来说, 根本没有一点用处可言, 只要这小子将来成份盛师, 那个好处简直不可估量, 公主能够在罪界找到这样天赋出众的炼气师, 就算这次最终试炼失败, 也算是没白来一趟, 你马上找到另外两名手持永恒令牌的炼气师吧, 如果天赋还算可以, 不妨拉拢进入咱们公孙家族, 毕竟, 如果将来好远能够诞生出一名圣诗来, 对于家族的好处, 简直不可估量, 公孙家族主动要求功法守灵一族, 绝对是一件大事, 但凡来自神国的人都知道, 公孙家族任何一个族人一身战力都可怕异常, 在同级舞者中很难找到相抗衡的, 都说能够对抗公孙家族的人只有公孙家族自己, 这次公孙家族既然表示他们愿出手, 那所有人都认定守灵一族, 除非立马奉上最后一枚永恒令牌, 不然他们将被公孙家族彻底灭杀, 混沌九重就算是在永恒神国都是举足轻重之辈, 他们都已达到武道的极致, 他们之间的大战对于无数已经触摸到混沌境那道门槛的人来说, 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如果运气好, 他们说不定能够晋升到混沌境, 只要是有报复的人都想要观战, 见证公孙家族那强横的武道, 不过, 要关混沌九重镜超级强者的对决, 那可是异常凶险的事情, 他们的战力无边, 能将一番混沌境的世界随意摧毁, 观战者哪怕相隔一个大世界, 说不定都能被殃及驰鱼, 如此凶险, 那自然不是什么人都能有资格, 跟有能力见证混沌九重镜存在对决, 他们只能停留在造物神城内, 竟等大战的结果, 公孙觉作为少主, 新一代的战神, 想要观战自然轻松得很, 跟在他身边的老管家, 亲自带着他来到守护一族所在地盘, 近距离观看公孙家七长老雷霆手段, 混沌境可怕一场, 拿到法则随手捏来, 一个念头就能够见出一个完整可怕的世界出来, 如果等级相差过大, 完全就是碾压, 根本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七长老学的是拳术, 一拳出, 一个罪恶世界凭空而生, 无数闻所未闻的拳道法则浩荡, 这一击狂暴到极点, 就连那位浓雾笼罩中的寝灵, 仿佛都在这一拳之下显露而出, 守灵一族的混沌九重竞强者是一名老者, 他一只肉掌遮天, 第一时间, 阴暴碾压而至的拳道法则, 两人大站在一起, 那恐怖的威慎当真毁天灭地, 笼罩整个星球的云雾都被轰散, 无尽星光洒落, 修为到了这个层次要分出胜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怕公孙家族七长老占据绝对的上风, 再压着守灵一族的长老, 想要分出最终的胜负很难, 大站在升级, 整个守灵一族都沉浸在一片绸云惨淡中, 公孙家族的混沌竞强者已经出动一百多位, 从数量上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守灵一族了, 而从战力来说, 他们守灵一族根本挡不住, 巫手, 啊, 不对, 应当叫战魔, 其余人进入元界, 都是直接进入飞升者的地盘, 而他为了摆脱一直紧追不舍的天珠, 只能兵行险招, 强行在飞升之时逃跑, 战魔成功了, 不过他也悲剧了, 直接被卷入这个试炼世界, 重生在守灵一族中, 再也出不去了, 对于被困在试炼之地中, 战魔自然不会太过在意, 只要等他的修为提上去, 他自然能够离开这里, 被困对于战魔来说是一件戏事, 这表明, 那个一直纠缠自己一个机缘多的变态终于消失了, 这让觉得每天的日子都充满绚烂的色彩, 不过也许是太兴奋过头了, 战魔忘记乐极生悲的道理, 最开始, 一百年他的确逍遥自在, 人生第一次尝到睡女人到底是何滋味, 可是好景不长, 当第一百个年头到来之后, 他的噩梦终于降临了, 战魔是守灵异族鼎鼎大名的天才, 百年的时间就已经修炼到借神境,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 天才到哪里都是吃香的, 就像战魔这等旷是奇才, 自然备受守灵异族重视, 作为未来族长培养, 战魔虽然没有了天猪这变态在身边, 整个人完全可以放松下来, 但他深知一个道理, 实力才是王道, 万一将来离开这里, 或者干脆是天猪那变态找来了, 他实力不够岂不是要让悲剧重演, 继续疯狂地修炼, 这完全成全了战魔天才的美名, 族长亲自自婚, 将自己最小的女儿取配给他, 说实话, 战魔从未见过这个女人, 只是听说她是守灵异族第一美人, 被天猪那变态困住一个纪元, 一直保留着畜男的身份, 失去束缚之后, 她堕落了, 仅仅一百年的时间, 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已跟多少美女深入交流过感情, 能娶到美女战魔自然不会排斥, 再加上组长这老家伙是一个霸道的人, 根本就不管战魔跟自己的女人是否原因, 强行给两人举办了婚礼, 新婚之夜, 战魔终于见到了新娘子, 对于她的美丽喜出望外, 这绝对是一个游物, 能让任何男人在她身上消耗掉所有精力, 动繁花主意, 战魔可是将过去一个纪元的积蓄的火力, 都发泄在新娘子的身上, 让族长那老家伙喜出望外的事, 自己的最小孙女怀上了, 两个天才结合的爱情结晶, 将来绝对会成为整个守灵异族最出色的天才, 然而, 战魔并未因为老婆大度了高兴多久, 因为当她得知这个喜讯没多久, 就得到一个恐怖的恶号, 自己迎娶的老婆, 族长的最小孙女, 竟然是天珠那变态的转世, 当得知这消息时, 她简直傻了, 族族一个月都没有从打击中回过神来, 生弥主成熟犯了, 更可怕的是, 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结晶, 看着天珠的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 尤其是她那时常流露出来的幸福笑容, 战魔连死的心都有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只让她高兴了一百年? 如果注定要有这段念缘, 战魔宁愿一辈子被天珠这变态纠缠, 也不愿发生将她肚子搞大这件事情, 每每想起, 战魔都有种崩溃的感觉, 她觉得老天一定是在玩她, 死。 战魔虽然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但她可是战族曾经的四大日强者之一, 岂会如此窝囊? 她觉得事情一定还有补救的措施, 在听到老族长说只要晋升到永恒境, 就能强行扭转自己的命运, 让过去发生的一切拥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之后, 战魔开始更为疯狂地修炼, 她一定要敢在天珠之前晋升到永恒境, 战魔的天赋本就变态, 如此疯狂地修炼, 让她的修为简直就是飙升, 数百年的时间过去, 她已经达到半部混沌境的极致, 只要她愿意, 随时都能够晋升到混沌境, 战魔并未这么做, 她的野心很大, 打算在冲击混沌境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攀升到混沌境巅峰, 战魔将不灭魔体升华了, 让她近乎拥有了不灭之体, 如今, 她已将战族特有的三大境界增幅能力完全掌握, 在这片试炼之地, 她不依靠任何手段, 就能拥有混沌性一重的尖峰的战力, 简直可怕到极点, 战魔非常低调, 她知道, 如果自己表现太过, 不管彼此差距看上去有多大, 天珠那变态绝对会改超上来, 设得她过去一个纪元的相处中, 可侍领教太多次数了, 机会只有一次, 战魔知道, 她必须完美具有冲击混沌境九重的把握, 然后还要掌握如何晋升到永恒境的方法, 只有这样, 她才能在晋升永恒境的那一瞬间, 彻底扭转自己的命运, 守灵一族碰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点战魔自然知道, 不过, 她对于守灵一族的死活, 一点也不关心, 尤其看着岳父大人被那个公孙家族的七长老狂殴, 她心中隐约间有种快意, 就是这老家伙, 要不是当年仗着自己修为强横, 强行让她跟天珠生米煮成熟饭, 她岂会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日子, 这老家伙最好被人干掉, 这是战魔心中最为真实的想法, 当然, 如果有可能就连天珠那死变态也被人干掉, 在这个鬼地方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她一样拥有近乎不灭的身体, 只要她死了, 那真是一了百了, 至于他们的骨肉, 想到这里, 战魔叹了口气, 苦度不失子, 虽然有一半天珠的血脉, 但还有另一半属于她, 战魔童天珠的爱情结晶是一个小美女, 人看上去天真浪漫之极, 她的天赋自然没得说, 完全继承了她爹娘的优良基因, 修炼速度简直要比天珠跟天魔还要夸张, 或许只有传说中的天魔才能与之一笔, 爹, 你说我们守灵异族能够躲过这场灾结吗? 战珠看上去十三四岁, 族长外公同了公孙家族的人大战这么久, 就连她都能看出外公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这让她对自己族人的安危很是担忧, 那帮家伙的目的是为了进入秦陵, 他们公伐守灵异族就是为了得到这枚永恒令牌, 我们身为她的后人, 为何不守持令牌进入其中? 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些堂壁当车的蠢事, 一席紫色的天珠出现, 以为人妇, 她变得更美了, 浑身上下都是那种成熟女人特有的风情, 看着脸色奇差的战魔, 天珠的嘴角始终挂着一抹自得的浅笑, 自从度过美妙的洞房花厨业之后, 她可谓是变得毫无故忌起来, 无穷手段使来, 现在她连自己都不记得同战魔好过多少回了, 外公会答应吗? 战珠一脸的担忧之色, 第四十一章, 我可是打听过了, 这些试炼者是冲着封印在寝陵中的一箭神器而来, 那东西据说能够开启一个传承之地, 只要人进入其中完成洗礼, 将来冲击永恒境时, 难度就要比别人小上很多, 如果是一个已经达到混沌境机制的人, 说不定一次洗礼就能如愿, 天珠笑意盈盈地看着战魔, 他如何不知道这家伙的心思, 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 不管他有多大的优势, 他都能瞬间抹平, 然后将他死死压在身下, 就如同这些年来, 他一直这么干的一样, 天珠的话, 只让战魔双目闪过一丝精光, 不过他没有说话, 哪怕通设女人好过无数会, 也改变不了他心中的排斥, 令牌不是在外公手中吗? 杨琴难道能够弄到手? 战珠双目放光, 对于勇闯寝灵充满兴趣, 他一点也不觉得, 那是自己祖先的祖坟, 就应当避让什么的, 这丫头绝对同他的母亲一样百无禁忌, 天珠手中瞬间出现一块令牌, 他笑眯眯的道, 老家伙太过于腐了, 只会将整个守灵一族陷入绝境, 身为他的女儿, 我有必要纠正他的错误, 保住整个守灵一族, 太好了, 战珠一脸兴奋的去抓永恒令牌, 天珠手一缩, 让自己女儿抓了若空, 然后笑眯眯的看着战魔道, 相公, 不知你是否愿意跟妾身一道进入祁灵, 听到天珠亲密的称呼相公, 战魔嘴角直抽搐, 他很想说自己没兴趣, 但一想到, 那个该死的神器, 能够增加进入永恒境的几率, 他如何能够做事不管, 万一天珠这变态女一不小心截足先登, 他岂不是一辈子都要活在他的淫威之下, 当然要去, 天珠历时笑页如花道, 那咱们夫妻同心, 一举将那什么神器抢到手吧, 夫妻同心, 战魔脸上清金直貌, 他真想一拳轰向天珠, 然后怒吼一声, 去你妈的夫妻同心, 既然已经决定, 那咱们一家三口这就马上动身, 现在混沌境九重的舞者咱们惹不起, 不过, 只要进入寝陵范围, 那里最高修为只能存在半部混沌境, 还不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天下, 天珠笑页如花, 战魔嘴角抽搐一下, 看着一家三口说得很顺了天珠, 他决定这口气暂时忍了, 等他修为达到永恒境, 一定要让这个女人后悔终生不可, 天珠根本不在意战魔在转有什么念头, 行囊根本不用收拾, 他一马当先, 领着丈夫跟女儿朝着这个星球上, 同往寝陵的传纵阵挺进, 一家三口除了守灵异族的地盘,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演示什么, 守灵异族都是真正的人类, 如今无数试炼者进入这里, 倒不用被人看出什么来, 战魔一家三口悠了, 公孙家族的七长老正跟守灵异族的组长大战, 数天的时间过去了, 胜负已经非常明显了, 最后公孙家一名老者出面, 他的修为达到混沌境八重, 虽然提不上七长老跟守灵异族的组长, 但他的威慑力一点也不小, 因为守灵异族除了组长外, 再也没有这个等级的高手存在, 一旦他自己被拖住, 对于守灵异族来说, 这可是一场灾难, 守灵异族服软了, 被逼无奈下, 自然要将永恒令牌交出去, 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令牌先一步被天猪弄走了, 让他们无东西可交, 乌族长到了这个时候, 不会还想来账吧, 公孙觉身边的老者冷冷地看着脸色难看的乌龙, 眼中杀鸡闪烁, 乌龙龙哼道, 都到了这一地步本族长有必要赖账吗?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令牌可是我守灵异族的信物, 怎么可能失踪? 欺禀族长, 永恒令牌应当是被忠儿小姐拿走了, 属下不久前, 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离开不足, 看样子是打算前往秦陵。 什么? 乌龙听到手下的回报, 一愣, 不过很快, 他心中倒是松了口气, 天猪带着令牌前往秦陵, 这绝对要比将令牌交出去要好上无数倍, 起码他们守灵一族也有机会进入秦陵, 获得先祖留下的传承。 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乌龙探守道, 诸位也看到了, 我那小女儿已经带着令牌前往秦陵, 诸位想要的话, 只能去秦陵才行。 公孙家几名顶级强者, 死死盯着手灵一族一众高手, 他们眼中的杀机闪烁, 感觉被手灵一族的人给坑了, 打了这么久, 这些该死的家伙, 竟然让人不声不响地带着东西跑路了? 感受到公孙家这些强者的强烈杀意, 乌龙陪笑道, 诸位现在生气也没用, 虽说要有十二块永恒令牌才能开启秦陵入口, 但如果是具有先祖血脉的族人, 那一切就难说了。 公孙家几人嘴角出手一下, 虽然他们恨不得将乌龙给干掉, 但他们只要真要这么做, 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 万一真如这个老家伙所说, 让手灵一族的先一步进入启陵, 天知道他们能否得到藏于其中的那件神器, 这事咱们记住了, 公孙家的人放出狠话之后, 统统从手灵一族撤退, 看着转瞬间撤退的公孙家强者, 乌龙的脸色极为阴沉, 一名族长护盾竟抢着皱眉道, 族长, 小姐他们一家三口真的能够应付得过来, 乌龙冷笑道, 你认为他们一家三口的天赋如何? 小姐跟姑爷的天赋都是属下生平谨见, 就算是那些来自神国的所谓天才, 能够与之一比的, 怕是没有几个。 乌龙冷笑道, 没错, 他们三个都是妖孽级天才, 要突破到混沌境根本不是难事。 这公孙家虽然厉害, 但那里可是麒麟, 最强修为也只不过半部混沌境罢了, 到了那里, 他们一家三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 小姐一家三口的确厉害, 可毕竟人丹是姑, 咱们要不派人支援他们。 哎, 我倒是想要支援他们, 但族中有这个资格的人根本没有, 与气徒增伤亡, 一切都只能看他们一家三口的了。 乌龙摇头一叹, 守灵异族在这个试炼之地, 实力的确是最强, 但根本无法同这些来自神国的顶尖家族相比, 守灵异族能够获得先祖留下的东西, 一切都要靠他们一家三口了。 公孙家族的人竟然杀鱼而归。 肖战很是惊讶, 他自然不知道发生在守灵异族中的事情, 更不知道战魔跟天族已经终成眷属, 听到公孙家族杀鱼而归, 他心中真的很高兴。 公孙家族的人已经迫使守灵异族低头了, 但是最终却被摆了一道, 守灵异族的人早就派人拿着令牌, 先一步前往启陵, 他们毕竟是纳卫炼气师的后人, 就算拥有密道进入启陵,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所有人都动了, 直接动用造物神城传送阵, 前往启陵最外围区域, 肖战如今算是神兮公主的人, 自然跟在后边, 关键时刻摇旗呐喊。 他相信公主殿下从未考虑过, 让他冲锋陷阵, 一切都可以心安理得。 肖战很是低调, 就算是同位公主阵营, 基本上知道他的人有限得很, 如果要按照他的意思, 绝对不介意走在所有人最后边。 他相信, 如果公主殿下真的获得了进入传承之地的神器, 有很大的, 可能会带他一道进去。 肖战有这个自信, 这是他这段时间跟神兮公主见面时感受到的。 那位神国圣师, 在公主殿下心目中的分量很重, 他真将他当成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肖战想要低调, 不过这次神兮公主, 丝毫没有让他低调的意思。 从走进传颂镇的那一侧, 他就将他带在身边。 放眼望去, 神兮公主身边全都是女人, 她一个大男人实在是太扎眼了。 一路上那些神兮公主的追求者, 纷纷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 让她如坐针毡。 肖战心中郁闷, 神兮公主这哪是好意保护她, 分明嫌她死得不够快, 虽然她敢肯定自己对神兮公主 从未有过任何的非分之想, 但架不住人家乱想。 以前能够同神兮公主, 同乘一辆战车的, 也就那个见识墨语。 而现在, 她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二人, 而且还不是仅仅在战车上, 几乎是公主殿下到哪, 她就会跟着出现在哪, 简直比心腹还要心腹。 肖战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什么艳符, 这段时间, 她总感觉有无数道宛若刀子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要不是那些家伙顾忌神兮公主, 她敢肯定, 这目光绝对想要将她说死。 寝灵完全处在宇宙星空之中, 被浓郁笼罩, 一艘艘战舰冲入其中, 感觉掉入一座可怕的能够吞射天地万物的黑洞中。 庞博的洗礼凭空而生, 所有的战舰都被吸射进入那最核心之中, 一阵神昏目眩, 无数艘战舰一头撞入一座宛若星辰一般的大墓上。 这座永恒练战舰师的陵墓实在是太大了, 要比构成大阵的任何一颗星辰都大上无数倍, 让人想要遭到入口都困难重重, 激活所有的永恒令牌, 引出进入启灵的真正入口, 由神戏公主童公孙爵联手发起, 很快九块永恒令牌聚在一起, 只是另外三块令牌却始终未曾出现, 这让两人的眉头皱起来。 突然, 肖战心头猛的一震,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第四十二章, 肖战感到异常熟悉的气息快速接近, 那独特的玄弓波动勾起他无数回忆。 肖战激动了, 来源界这么久, 他终于见到了当年的故人。 树道身影瞬间出现在公孙爵与神戚公主面前, 他们并不是一同过来的, 而是从三个方向, 一看就是三拨人, 可是肖战却知道他们都是一伙的。 肖战的目光第一时间锁定一名魁梧壮汉身上, 一身瘦皮衣物装扮, 就同他第一次见到时完全一模一样。 战神, 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化, 仍是那般俊美, 一股纵横辟逆的意志悄然散发, 似乎能够横扫一切。 战神并不是那种嚣张跋扈之人, 可是他就这么站在那里, 却让所有人感到那种俯视天下群雄的气概。 战神一登场吸引住所有人的主意, 就算是同来的战飞, 战魔, 天珠的锋芒都被完全压制住了。 肖战很是激动, 不过他并未冲出去跟这些人相认, 如今他已经完全不同了, 身体上感应不到任何以前的信息, 唯一能够熟悉的或许就是他的见到。 他相信只要自己表露出来, 他们绝对能够认出来。 肖战不想暴露自己跟战神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盏很不错的牌。 根据身边的灵狐介绍, 战神的境界很高, 此地就算没有任何限制, 他也绝对能够成为最强者之一。 战神能有如此实力肖战, 绝对不会感到意外。 他老人家在进入元界之时修为, 差不多就已经达到戒王境, 如今时间过去数百年, 进入混沌境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战神环视众人, 微微笑道, 看来你们等我们已经很久了。 神奇公主始终蒙着面纱, 她一双妙目锁定战神, 眼中很快闪过一丝异色道, 先生也是从神国过来的。 战神摇头道, 我可没有你们命好, 是从下界过来的。 神奇公主叹道, 如果本宫没有看错的话, 先生来对界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千年, 能在数百年的时间, 从戒过境晋升到混沌境九重, 这个速度着实让本宫都不得不惊叹。 小女子是永恒神国的公主, 还未请教先生的名讳。 战神, 战神的话非常简短, 只是她的话, 只让一旁漠不作声的公孙觉眼皮直跳, 从来的目光透着强烈的敌意。 神奇公主恶然道, 先生人如其名, 透着一股无敌的意境在其中, 战神之名, 当真明智是归。 公孙觉冷哼一声, 死死盯着战神道, 敢以战神为名, 你可敢与我同性界一战。 战神的目光落在公孙觉的身上, 他能感受到那强横的战役, 半部混沌境, 那完全能够媲美混沌境的恐怖气场, 都预示着这人的不凡, 只是仅凭这些根本无法激起他半分战役。 战神没有说话, 一旁的战魔冷笑道, 听说你来自永恒神国公孙家, 你们每一代都会有一名族人用战神为称号, 看来你就是这一代的战神诺。 可惜, 境界是有了, 但实力就未必够, 想要挑战他, 你根本还不够格。 公孙觉脸色阴沉, 冷哼道, 你又是谁? 战魔, 战魔咧嘴一笑, 在守灵一读这数百年的时间内, 他算是受高了污烂气, 早就想要找人出气了。 当年我们还在下界之时, 我的排名只能算是第四, 想要挑战战神, 你只有战胜我才行。 话音一落, 战魔体内的力量狂暴而出, 同为半波混沌镜, 但是他体内的力量, 确实同阶舞者的上千倍。 同时, 一股可怕的意境透出, 隐约间所有人都感觉, 站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尊真正的混沌镜超级强者。 虽然还没有动手, 但是战魔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公孙觉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先不说战神, 那毕竟是混沌镜九重的存在, 如果与之大战先天上就存在着烈士, 而眼前的战魔完全不同, 这是真正的半步混沌镜, 绝对是真正的镜敌。 战魔已僵化放出, 公孙觉岂能退缩, 战神称号是他们公孙家族最高荣耀, 现在有人以战神作为自己的姓名, 在他看来, 这是对整个公孙家族的挑衅, 只有将之彻底击败, 逼其改姓才能维护公孙家族的威望。 几乎是瞬间, 公孙觉体内玄弓运转起来, 一股丝毫不逊色战魔的气息爆出, 轰, 两股惊天气息撞在一起, 所有人都听到咔嚓一声, 像是有某种东西碎裂似的, 这是旗鼓相当的表现, 几乎是同时两人体内的战役爆开, 两位要想分个胜负是否另找时间, 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接入寝灵之中,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暂时放下, 神奇公主不得不打乱剑拔弩张的两人, 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接入寝灵, 其他的都可以暂时缓一缓, 战魔的脸上全是张狂不羁的笑容, 根本不在乎是战事和, 公孙觉脸色阴沉, 很快叹冷哼一声, 他不同于战魔, 完全可以无所顾忌, 他代表着公孙家族, 此次最为重要的是, 进入寝灵获得那些神器, 其他的都可以先放一放, 公孙觉的选择并未出乎战魔的预料, 他只是无所谓的耸耸肩, 异常冲突暂时平息了, 所有人都开始讨论如何进入寝灵中, 十二块永恒令牌, 每一颗都能够带无数人进入寝灵, 不过作为手持令牌的人来说, 可以放宽境界的限制, 能够发挥出更高一个境界的力量来, 十二块令牌, 就表明能够拥有十二名混沌竞强者, 这很重要, 因而对令牌的分配就有了严格要求, 战魔、战神、战飞都属于同一方势力, 虽然人少, 但绝对实力强劲, 公孙家的分配很简单, 三块令牌, 公孙决一块, 另外一块则交给两尊最强的混沌竞强者, 现在手中令牌最多的无疑就是神系公主, 加上肖战那块足足六块, 这就表明他们这一方能够有留人发挥出混沌竞实力来, 原本公主殿下所掌握的那五块令牌很好分配, 没有人有异议, 而肖战那块就有人提出质疑, 理由很简单, 肖战的修为实在是太弱了, 由他掌握令牌绝对是浪费, 肖战感到公主阵营中的敌意, 这些天来他跟神系公主实在是太近了, 只要不是瞎子, 就能看出神系公主殿下非常看重他, 女人还好说, 她们都是神系公主的心腹, 肖战是否跟公主殿下有什么瓜葛, 她们不是太过在意, 只有那些对公主殿下充满亏视之心的人, 恨不得将肖战直接一脚踢出局, 岂会让他独自占有一块令牌, 肖战冷笑道, 这块令牌本来就是本公子获得的奖品, 交给谁来保管这一切都是本公子的自由, 玉兄此话的差异, 既然已经加入公主殿下阵营, 一切都要为公主殿下的利益考虑, 你一个小小的季皇拿着永恒令牌做什么, 难道最终还能指望你抵御强敌? 有人嘲讽, 这一日慕名而来的男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联合起来, 想要将肖战直接踢出局, 肖战可是一点也不着急, 他已经打听清楚了, 神奇公主掌握的五块令牌, 都是强取得豪夺而来, 自然没有一块的确认住过, 想给谁就能给谁, 而肖战自己的永同令牌, 那可是已经认住的, 其他人拿了根本没有, 这帮乱吃飞兔的家伙, 根本就找错了对象, 神奇公主冷冷扫过所有明显针对肖战的人, 但然道, 玉公子这块令牌已经的确认住, 给你们也用不了, 这时休要再提, 神奇公主的威望还是很大的, 她的话, 一出口就没有再敢拿这事找肖战的麻烦, 不过肖战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感到神奇公主对她的与众不同, 虽然这帮家伙肯定认为, 她没有一点值得神奇公主垂青的地方, 但要她们相信这是肖战的实力所指, 才让公主另眼相看, 她们打死也不信, 思来想去, 也就男女见那种关系, 才会让一个睿智的女人犯傻, 肖战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可是非常有自知之明, 神奇公主绝不是现在的她, 能够高攀得上的, 在罪戒中倒还好说, 这些来自神国的家族子弟能量有限, 可如果有一天她去了神国, 天知道要蹦出多少个莫名其妙的情敌出来, 虽然肖战有心想要解释, 但这种事情根本解释不了, 不管神奇公主对她是否有那方面的意思, 这帮家伙绝对有了除掉她的念头, 最终方案很快决定下来了, 肖战的永恒令牌, 还是由她自己掌控, 另外五块除公主殿下本人掌握一块外, 就是柳翼跟三位混沌精的舞者掌握着, 十二块令牌席剧, 爆发出夺目的光滑, 整个悬浮于宇宙星空中的灵幕震动起来, 恐怖的力量波动浩荡, 从那遥远的星空中一道道巨大的光束射来, 轰, 十二块永恒令牌融合在一起, 很快虚空震动, 一道门户凭空浮现, 所有人第一时间冲进门户之中, 璀璨的光芒爆发, 当所有人都进入其中时, 门户也跟着消失, 第四十三章包括自己的光芒消失, 肖战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封印之中, 意想中的寝灵完全没有看到, 深周一切全都被无穷无尽的禁制覆盖, 这是怎么一回事? 肖战感到困惑, 他的身边除了那些跟随自己一道进来的女人外, 其余人都不见了踪影, 举目望去, 他所能自由活动的范围, 也就深周千里方圆, 再远一点, 就是一道道神文构建而成的独特禁制, 他根本走不出去。 肖战测试过, 这些禁制的等级都非常的高, 只看那些构建而成的神文, 每一道都达到世界境的极致, 它们汇聚在一起所组成的禁制, 就算是混沌境来了, 想要破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肖战观察了很久, 他精益地发现, 神文虽然都是世界境的法则凝聚而成, 但禁制绝对相当于混沌境, 因为这些神文凝聚在一起形成的禁制中, 所衍生出的法则绝属于世界境。 所谓不属于, 那就表明天地间并不存在这种法则体系, 它是有混沌境以上武者强行制造出来的。 肖战的眼中闪过一丝, 他很快开启真理之眼, 禁制组成一丝一毫都无法掩藏住, 不过, 他很难段时间内区分这些禁制的具体原理。 肖战没有尝试读懂这些法则, 他将目光放在禁制本身, 这些禁制都是用世界境法则神门构建, 这表明就算是世界境, 也能完美发挥出混沌境的历练来。 想到整个试炼之地, 又想到整个元界, 当初那位永恒境练气师藏真了不得, 能在一个完全限制世界境以上力量的世界中, 使用混沌境力量, 这绝对必须对元界本身固建, 达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该死, 这些禁制实在是太可怕, 看上去一点也不强, 可是爆发出来的威力, 最少都相当于混沌二三重境界的武者, 咱们的力量都被限制住, 依靠强壮, 根本就出不去。 玄阅脸色很差, 这片区域简直就是一座牢笼, 再加上, 武者本身修为都被压制到了世界境, 想强行破开, 简直就是扯谈。 我们不是进入了启陵吗? 可我为何一点感觉都没有? 吴贤境一直注视着构成静致的神闻。 作为练习师, 对阵法之道自然非常有研究, 能够用世界境法则, 构建混沌境大阵, 这绝对是无穷宝藏。 这不是试炼吗? 也许将我们困在这里, 就是想要让我们揭开这些东西。 南南双目放光, 他年龄虽然不大, 但对练习术跟阵法之道都充满浓厚的兴趣, 一点也没有因为被困在这里, 感到有任何的沮丧。 轻到南南的话, 肖战皱眉, 这的确是一场试炼, 只是他感觉事情应当不会这样简单。 既然是一座启陵, 肯定就是埋葬那位炼器师的坟墓, 而作为坟墓, 那就要有坟墓的样子。 没道理搞出这样的失恋来。 肖战用真理之眼观察了很久, 整个封印完全望不到尽头, 目光所及全都是这种尽质。 他们由低到高, 一直想着外围延伸过去, 以他目前看到的尽质等级, 有最开始的媲美混沌二重, 到最后的混沌九重, 竟然全都是用世界禁法则神文描绘出来。 肖战很是吃惊, 他隐约间感觉到这是对他的一个考验, 如果能够将这些禁止统统读懂, 或许他的实力不会有多少提升, 但练习术绝对会发生智的飞跃, 说不定能够让他以借黄敬的修为, 炼制出混沌九重的恐怖战偶出来。 只是肖战同时也很清楚, 这些东西的确是最为美味的蛋糕, 可如果他无法将这些围困自己的禁止统统破掉, 禁止就会成为真正的封印, 将他永远封印在这里。 这是一场考验, 但同时也是一场危难, 一切都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想清这一点之后, 肖战顿时安下心来, 决定好生研究这里的禁止, 争取完全无透。 轰隆, 一声惊天巨响传来, 众人刚刚从璀璨的光芒中走出来, 一尊来自公孙家族的武者就遭到一尊傀儡的袭击, 巨大的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身躯快弱闪电, 一拳冲出, 恐怖的权益浩荡, 完全达到世界性的极致。 傀儡的攻击来得实在是太过突兀, 哪怕这尊公孙家族的武者强横无边, 仍是被一拳轰飞, 那恐怖的全尽爆炸开来, 仅仅一个触碰, 就将这位公孙家族的武者护体刚进阵碎, 那恐怖的冲击如若还山倒海, 将它如同炮弹一样轰飞。 哇, 公孙家族这尊武者完全被一拳轰飞砸在墙壁上, 所有人都听到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传过来, 顿时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每一个人走出光芒的第一时间就已感应到了, 这片区域修为完全被压制在混沌镜以下, 就算是半部混沌镜的实力, 在这里也无法发挥出来。 先前被一拳轰飞的公孙家族武者, 可是一尊名副其实的混沌镜强者, 他的修为虽然只有混沌一重, 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混沌镜强者。 就算境界被压制, 肉身总归是混沌级别, 只有混沌戏才能破开混沌级别的肉身, 而他被一拳轰得这么惨, 只能表明, 那尊出手的傀儡是一尊混沌级傀儡, 所有人的心思都显得很是凝重, 这才刚刚进来而已, 他们就碰到混沌级别的傀儡, 在他们修为完全被压制的情况下, 这次启灵之行, 怕是凶险得很。 基属傀儡是不会给这些闯入者喘息机会的, 一群忽非一尊公孙家的混沌级武者, 他就如同虎入羊群冲进公孙家阵营中, 公孙家这次对隐藏在启灵中的那件神国传承神器世代必得, 他们派来的高手远远超过神系公主, 这尊混沌一重镜的傀儡很快就被打爆, 公孙觉脸色很不好看, 这次刚出现, 仅仅一尊金属傀儡而已, 他们公孙家就出现重伤者, 这无疑给他们起零异形蒙上了阴影, 退出自然是不可能的, 这次的目的就是得到那件传承神器, 这对于公孙家族非常重要, 在神国混沌境虽然是家族核心力量, 但真正起到镇足作用的还是永恒境, 能够增加永恒境几率的传承神器, 值得赌上所有的混沌级强者, 公主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神奇公主没有回答公孙觉, 而是扭头看向一旁的柳翼道, 傀儡的炼制是否还算顺利? 柳翼傲然道, 失去境界的压制, 我的炼制术也就没了束缚, 虽然时间只有半年, 但我已经炼制出一批混沌级傀儡了。 神奇公主满意点头, 眸光一扫, 戴眉微微一簇, 她发现, 肖战已经失去踪影, 不由看向一旁的美女。 西域传音道, 公主, 玄月童玉公子, 一道被一股力量撤走, 属下想要阻止, 却有心无力。 神奇公主眸光一闪, 唇晓一抹险笑勒战, 她可不认为是发生了意外, 这一切应当都是肖战被弄为猎气师选定为传人之故, 这让她对于夺得那件传承神器把握正大了。 神奇公主并未将心中的想法透露, 而是扭头看向公孙觉导, 这里是永恒性练戏师留下的启灵, 那里机关绝对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要对付机关一类的东西, 哪有练戏师跟阵法师擅长? 第一步探路就交给刘少主了, 至于碰到不可利敌的敌人, 还望你们公孙家族鼎力相助才是。 公孙觉看了一眼柳翼, 他有些吃惊, 瞧着情形柳翼似乎已被神奇公主收服, 在这修为完全被限制的启灵中, 这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呀。 对于神奇公主的安排柳翼并没有什么不满的, 这里是永恒境练戏师留下的宝藏所在, 打头阵就打头阵, 只要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他, 根本不在乎损失一些傀儡。 一瞬间, 柳翼放出上万尊界尊级巅峰的傀儡, 随着他大手一挥, 所有傀儡向着不见尽头, 一直通往启灵身处地涌到杀直。 启灵凶险重重, 起初阻拦只是一般的傀儡, 数量也不多, 但是随着深入, 出现的傀儡数量明显递增, 他们浩浩荡荡而来, 仿佛要将这些擅闯寝灵的人也死。 所有人都一同朝着永到深处推进, 这个时候可不能仅仅让柳翼一个人打头阵, 所有的练戏师都要求出手, 这样能够让损失降到最低。 湛飞同战神虽然被公孙家族的人排斥, 但面对源源不断而来的傀儡, 他们也必须出手。 而湛魔一家三口就没有这样的觉悟了, 他们全都躲在湛神跟湛飞身后, 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湛飞自然不会跟湛魔计较, 在他看来, 这小子完全就是他的晚辈, 做长辈的护一护理所当然。 湛飞同战神都是最顶级的练戏师, 不然他们也不会得到两枚令牌, 定滴血认主, 看着源源不断用来的傀儡, 湛飞叹道, 要是皇在就好了, 开路这种事情非他莫属。 湛神淡然道, 他其实早就来了, 不过现在又消失了, 我感觉他有很大的几率, 获得这位永恒练戏师的传承。 湛飞挑眉道, 皇真的来了。 湛神淡然道, 我有必要骗你吗? 湛飞双目放光道, 那感情好啊, 皇得到了好处, 就等若我这个娘得到当初好处。 一个永恒静练戏师留下的东西, 绝对值得期待。 你想太多了, 咱们还是先进入真正的秦灵再说吧。 湛神摇头, 他没有打算出手。 听到自己宝贝儿子的消息, 湛飞很是开心, 他充分相信儿子打不死小强的本事, 秦灵再凶险也能让他成为最终胜利者, 而他作为老娘, 完全可以做想其成, 根本不用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第四十四章, 潜灵的凶险, 完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这倒不是敌人有多强, 而是敌人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 仿佛无穷无尽的傀儡绞杀而来, 让女看着心都要颤。 这种无赖战术如果是肖战碰到了, 绝对会露出恍然的表情。 七零五零为何那般我使? 这绝对是被他主人的主人给遗传了。 当初肖战同乌越那个女人大战, 她就喜欢用人海战术, 要不是碰到她这个不具人海战术的克星, 最终的圣者到底是谁还真难说。 人海战术绝对不存在什么技术含量, 但用好了, 绝对能够横扫一切。 管她是什么爵士天才, 又或是什么天下第一高手,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堆死她。 穿过永道不算什么, 真正的考验是接下来的生殖国。 离开永道, 一块巨大的戒碑立于众人面前, 生死国三字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信息在其中, 不知为何, 所有看到的人都感到心头一片凝重。 将戒碑抛出脑后, 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放眼望去, 给人第一眼的印象绝对不错。 蓝天白云, 成群结队的飞禽略过天空, 不过这幅景象很快就变位了, 飞禽完全将他们这些闯入者当成侵略者。 成群结断了飞禽, 一瞬间泛滥成灾, 蓝天白云消失了, 转而如若黑云滚滚而来。 第一波人海战术完全就将所有人打猛了, 这些飞禽都只能算是普通的飞禽走兽, 最弱的只有戒神境, 最强的也就出位戒尊境, 可他们的数量尾时太多了, 哪怕强族公孙绝都疲于应付。 这里既然被誉为生殖国, 那一切都是具有生命的, 那飞禽, 那走兽, 全都是活生生的生命, 不过他们仍是傀儡, 只不过是已经完全化为了生命, 没有任何的瑕疵, 绝对能让任何的练戏师震惊莫名。 有意的脸色很是难看, 他所练制的傀儡同这些看似普通的飞禽走兽一笔, 简直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看着漫天血雨纷飞, 要不是身为最顶级的练戏师, 他也无法发现, 这些兽类竟然全都是一种练戏手法练制出来的活着的生命。 这种程度, 根本不是柳翼能够比拟的, 不过让他脸色难看的并不是这个, 出自永恒竞戏气师之手, 就算在清人他也能够接手, 真正让他感到震惊与威胁的是来一个叫做战飞的女人。 那傀儡感觉, 完全不逊色这些飞禽走兽, 让柳翼惊得下巴都掉的是一尊傀儡, 在他前上演突破好戏, 硬生生地提高一个等级与境界。 柳翼的脸色很是难看, 一个下界之人, 练戏方面的天赋竟然完全超过了他, 这让他贵为神将, 一族第一天才的柳翼情何一堪。 不过好在柳翼虽然妒忌, 但却没有想过干掉对方, 确保自己第一天才的身份, 他清楚这样的情绪是要不得的, 只要在练戏术上奋勇之追, 他才能更上一层楼, 要是每次碰到厉害的就干掉, 他永远都要止步现在的境界。 柳翼在心里给自己定位之后, 心情历史好了很多, 他竟然主动配合战飞, 不时还提出讨教, 一副虚心求学的样子。 战飞有些惊讶, 本以为这小子会找他麻烦, 没想到竟然如此谦顺, 只点一下那没什么,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这与倾囊相授, 别逗了, 这小子又不是他儿子, 他才没有那么好心。 飞擒走兽不算什么, 一星人很快穿越了这片大草原, 然而, 瞪着他们的却是更为恐怖的虫巢, 无数虫类蜂拥而至, 有的体型如同蚂蚁, 有的则高如山月, 他们铺天盖地而来, 让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是, 这些虫子每一只都能爆发出界尊敬力量, 各种攻击层出不穷, 防不胜防, 死伤很快就出现了, 每一个被虫子杀死的人都凄惨异常, 这是一场可怕的劫难, 可怕的虫子简直充斥满整个世界, 人想要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相比其他人的难看脸色, 湛飞确实非常的兴奋, 他发现, 这些虫子的炼制手法实在是太高渺了, 不断解剖得出的事实让他振奋, 如果能够误透, 他绝对能够让自己的战偶炼制术更上一层楼, 看着一脸兴奋地研究着可怕虫子的湛飞, 柳翼这时已经完全佩服这个女人了, 他一直非常的好奇, 湛飞那源源不断的傀儡到底是如何造出来的, 一行人进入生殖国已经有一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 经历的虫类绝对是赵一级, 他的傀儡基本上都死光了, 而湛飞直到现在傀儡都源源不断, 仿佛永无止境一般, 柳翼粗略计算过, 湛飞手中先后报废的战偶数量对打百万之数, 其中很多都是混沌级别的战偶, 看着一挥手就是数万战偶出现的湛飞, 柳翼感肯定这女人一定挖过无数大世界, 将那里的资源挖空, 不然根本无法炼制出这么多战偶来, 湛飞如何不知道柳翼的吃惊, 他可没有兴趣向他解释, 幸好当年从那小子那里敲战来了很多传承战舰, 不然根本找不到能够同他消耗的资源。 一个月的时间, 湛飞的脸上终于露出由衷的喜悦之色, 他终于完全破译了混沌性傀儡的秘密, 在这个完全被压制的启灵中, 他可以制造出修为在混沌一重的战偶出来。 这是一个可醒的进步, 湛飞绝美的玉蓉上浮现出难掩的喜色, 抚摸着手指上的世界戒指, 神念破入其中。 很快, 一个庞大的实验室浮现于感应中。 湛飞神念附着在一尊战偶分身上, 无数的感悟灌入其中, 一瞬间这尊战偶的眼中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随手一招, 一艘巨大的传承战舰飞来, 当落在湛飞手中时, 以化为巴掌大小。 这是肖战增进炼制的传承战舰, 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战偶。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 已经被湛飞完全修改, 如今已相当一件八品混沌神器。 口中念念有词, 唐博的神念化为湛飞独创的炼制神文。 几乎很快, 战舰中如若世界之心的核心,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湛飞的吟唱越来越快, 这颗如同世界之心一般的东西, 在发生极致蜕变。 这是肖战增进留下的血肉所化, 它自然不会留下什么分身, 而是用造物之力, 化为世界之心一般的星河。 湛飞不久前领悟的炼制树冲进星河内, 无数的信息让新河发生着蜕变。 很快传承战舰运转起来, 无数的神料从材料战舰中凭空运输而来, 时间的力量成了无限。 很快, 一尊全新的战偶出现, 混沌一重的力量从它的身体中爆出, 强得近乎逆天。 湛飞的眼中浮现出兴奋的效益, 它那巩固肯定战偶出现在灵目中, 也能够爆发出混沌一重的力量。 这虽然不是它炼制的最强战偶, 但绝对是炼制记忆最高的战偶, 因为它使用世界禁法则炼制出来的, 具有混沌一重力量的战偶。 湛飞的神殿瞬间回归本体, 它发现, 这是它们异形人已经深入生殖国真正的核心。 一座巨大的虫巢出现在天地间, 无穷无尽的可怕虫子涌出, 充斥天地间。 湛飞的眼睛瞬间亮了, 死死盯着那巨大的虫巢, 它清楚那里面肯定蕴藏着更强的傀儡炼制术, 只要将这座虫巢小货, 它就能够窥探到更高等级的战偶炼制法。 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湛飞并未马上付诸行动, 嘴角站起一抹邪尽的笑容, 它决定静观其别。 虫巢异常恐怖, 那诡异的神门闪过, 爆发出混沌九重的可怕力量, 一声凄厉的叫声从虫巢的方向传来, 很快, 数十只金色的甲壳虫腾空而起, 朝着众人沙江过来。 这些甲壳虫全都是混沌镜可怕存在, 每一尊体内都散发出, 令任何世界竟崩溃的可怕威压。 它们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是一个闪念的功夫, 就已出现在众人面前。 虫腿宛弱世间最为可怕的利刃, 它们竟然使出最为可怕的刀招。 挡在所有人面前的数千战偶, 瞬间就被这些虫子, 那如若利刃的虫腿搅得粉碎。 这是等级的绝对压制。 虽然有不少战偶都达到混沌镜, 但它们根本发挥不出混沌镜的力量, 仅仅肉身而已, 岂能挡得住这些虫子。 失去战偶作为屏障, 众人完全暴露在这几十只金色甲壳虫的面前, 如若刀锋的翅膀嗡嗡这鸣, 它们全都就像一根根利剑。 战偶组成的防线告破, 公孙家族的一众强者首当其冲, 七长老眼中寒芒闪烁, 巨大的拳头隔空一击, 煞石全尽震荡, 恐怖的波浪怒卷, 仅仅一击就将所有的金色虫子轰飞。 随着七长老出手, 其余公孙家的高手纷纷抽出自己的兵器, 本身修为被压制,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近身, 用混沌及神兵将这些虫子击杀。 公孙家族舞者的战力绝对强大, 就连战神都看得点头, 这公孙家族的战力真不错, 比得上我们战族的真正精锐了。 战魔兴奋的道, 元界压制太大了, 真想立马就去那个强者遍地的神国,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的武技得到最大限度的升华。 战猪咯咯笑道, 爹爹此话差异, 压制大对于我们来说, 可是一件好事, 只要把握好了, 等有一天进入神国, 我们绝对会一飞冲天, 超越所有人。 天猪轻抚手中常见, 淡然道, 那个公孙爵号称他们公孙家族新一代战神, 看上去很不错, 真想那他事件, 这些年来, 待在守灵一族实在是太无趣了。 战猪笑嘻嘻道, 娘天天跟爹爹斗, 不是说其乐无穷吗? 怎么现在又说无趣? 天猪笑咪咪地道, 他是我男人, 做妻子的, 自然要让着你, 动起手来有所顾忌, 岂能尽兴。 战魔冷哼一声, 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 当着战神跟战飞的面, 他感觉同天猪的婚姻让他很丢脸。 娘, 你说这个公孙家族的人挡得住吗? 当然, 他们既然被誉为战神家族, 我想这点东西还难不倒他们。 就在战魔一家三口说话之际, 公孙家族全面出击, 他们每一人都身批混沌战甲, 手持混沌神兵, 恐怖的武力全爆, 数十只金色虫子, 仅用上百个呼吸的时间, 就全都被打爆。 公孙家族一旦出手, 就没有想过轻易收手, 他们直接朝着那巨大的虫巢杀去。 修为虽然被压制, 但穿上战甲之后, 公孙家舞者实力统统暴涨,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杀到虫巢面前。 当先七长老手持一剑永恒神器, 最强一击打在虫巢之上。 吼! 凄厉怒吼传遍整个生殖国, 无数的虫类承受不住这可怕的声波冲击, 纷纷暴体。 公孙家族每一个名武者都异常强大, 不管是武技还是力量, 都达到一种极致, 虫子哪怕力量再强也扛不住。 大战没多久, 无穷无尽二帝虫子竟然被一群公孙家族的武者压制住了。 看着大战中的公孙家族与虫子大军, 战飞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很快, 一尊美丽战斗从世界介质中出来, 他的体内散发出混沌净可怕力量。 作为自己炼制的战偶, 战飞根本不用下什么命令, 战偶瞬间就消失原地, 向着虫巢方向高速前去。 第四十五章, 战飞突然有了名物, 生之国一切生灵都是那位永恒性炼气师炼者。 这些东生灵的真正目的, 或许并不是用来阻止闯入者, 而是用来培养炼气师。 战飞很是笃定自己的猜测, 虫子大部分看上去很是丑陋, 但他们都蕴藏着难以想象的炼制术, 只要破解, 就能炼制术更上一层楼。 战飞对这位炼气师的手段 异常着迷, 仅用世界性法则, 就能完美炼制出 混沌镜任何等级力量, 这绝不是他所能企及的高度。 你这种傀儡的炼制本宫似乎在哪见过? 神奇公主突然出现在战飞身旁不远, 一双眼眸站着意味深长的笑意。 战飞眼睛一亮道, 你在哪里见过? 神奇公主笑道, 自然是本宫一个朋友, 他来自原界造物一族, 你跟他的炼制术非常神似, 本宫感觉你们只见或许有什么关系。 他人了, 战飞这时完全可以肯定神奇公主所说的那个人, 就是他的宝贝儿子, 这让他很高兴, 虽然以前狠心将那小子扔出去试炼, 但他无时无刻都在关注。 自从进入原界之后, 战飞可是有数百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宝贝儿子的, 这时听到他的消息, 他心中的思念一时难以遏制。 看来你跟他真的有关系, 难道是同出一门? 神奇公主眼中闪过好奇之色, 战飞笑道, 我这种傀儡连指数是受一个人启放, 他应当就是你所说的那一个人吧。 神奇公主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肖战出生造物一族, 这是不会有假的, 而眼前的女子是属于飞生者, 虽然有传承试炼一说, 当绝对无法让自己真正成为原界原居民。 哼, 大战进入白热化, 虫朝也不是省油的灯。 随着大战继续, 他制造出来的虫子竟然精通武技。 这是一种可怕的进化, 虫子在学习公孙家族的武技, 虽然很多招式只是空有其形, 但对于傀儡来说已经很可怕了。 随着虫子掌握武技, 公孙家族的武者开始感到吃力, 单对单, 他们或许能够轻易取胜, 但随着虫子无穷无尽, 前扑后继而来, 他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 一尊美丽战偶悄然前行, 穿梭于无数虫子中,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竟然没有一人或者一虫能够看到他, 知道他突然出现在虫巢之中, 一直跟公孙家族强者大战的虫巢, 才感应到危机的逼迹。 恐怖神念横扫, 在搜寻入侵者, 但一切都是徒劳, 美丽战偶化为一只虫子, 在神念过后又变回原谅, 如此反复轻易就让他侵入虫巢核心。 虫巢是一只巨大的木虫, 虽然表现出来的力量达到了混沌九虫, 但它的真实等级, 其实只是一只借尊极致精的虫子罢了。 既然是世界镜, 那么, 虫巢就有自己的世界之心, 看着眼前那巨大如同心脏一样跳动的世界之心, 美丽战偶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笑容, 这东西可是真正的宝, 只要将它摧毁, 虫巢瞬间就会失去作用, 公孙家族那些家伙战力还可以, 不过射脑子似乎不好使, 美丽战偶哥哥倾笑, 完全就是战飞的口吻, 看着神闻密布的巨大鲜河, 它再也没错而错, 这东西虽然只是世界禁法则凝聚而成的纹路, 但表现出来的绝对是九品浑身神器的强度, 刀子如果不够锋利, 想要夺取或者摧毁这颗心盒可不容易, 幸好老娘早有准备, 不然还真要干瞪眼, 美丽战偶手中出现一口神剑, 造型显得猙獰, 根本不是合拿在女人手中, 这是一口永恒身边, 外向真是差, 跟老娘一点也不搭配, 可惜这东西还不是老娘能够炼制出来的, 希望这次能够在启灵中弄到一些不错的永恒神器, 不然老娘还真是有心拿不出手, 美丽战偶嘀过一阵, 突然她双目寒芒暴闪, 手中神剑化作一道寒芒, 砍向那跳动的星河, 那一瞬间只见剑光暴闪, 重巢突然间爆发出一声凄厉之极的惨叫声过后, 星河被完全歇下来, 恐怖的力量从此重朝身体中传来, 美丽战偶刚刚一手抓到星河, 历史就感到一股恐怖的危机袭来, 这该死的才虫子要自爆, 美丽战偶顾不上其他抓住星河, 就要重体外冲去, 虫子的自爆让围攻他的公孙家族强者都感应到了, 他们哪里还跟这家伙大战, 有多远躲多远, 很快一声轰隆巨响传遍整个生殖国, 虫朝自爆, 无穷无尽的虫子大军瞬间就失控, 他们疑洪而散, 自爆的威力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一瞬间就将整个生殖国摧毁将近三分之二, 美丽战偶在这次爆炸中被炸死了, 战飞狼狈异强地从恐怖的毁灭气劲中冲出来, 为了抢到星河, 他可是义无反顾地冲进毁灭的气劲中, 虽然很是狼狈, 但看到手中的星河, 他的心情很好, 生殖国消失了, 人本广袤无垠的世界消失, 所有人重新回到寝灵中, 这是一个末世, 刚刚众人经历的都是镇图构建而成, 看着墙壁上那份恐怖自爆磨灭的镇纹, 所有人都是一阵心有余地, 接下来该怎么办? 公孙觉脸色很不好, 这次自爆他们公孙家死掉的数人, 虽然混沌竟在公孙家很常见, 但能够进入这里的都是家族了不得的武者, 任何一名陨落, 对于家族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损失, 神奇公主淡然道, 穿过生殖国, 接下来就是死之国, 不同于生殖国, 死之国中的全都是死亡系生物, 难度要比这里还大, 公孙觉阴冷的目光看向湛飞, 冷亨道, 刚刚定是你弄出来的动静吧, 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才行, 湛飞冷笑道, 看你们公孙家的人打了半天都没有奈何那条母虫, 老娘好心帮你们一把, 你还想蹬鼻子上脸不成, 公孙觉冷笑道, 将那条虫子的鲜河交出来, 不然, 咱们公孙家族绝对跟你们没完, 话音未落, 公孙觉体内恐怖的力量爆发而出, 足足是戒尊极致敬的上千倍, 那恐怖的威势, 足可以压得任何戒尊倒掉, 觉, 这事就这么算了, 剑拔弩张的气氛刚刚出现, 公孙家族的七长老突然一手按住公孙觉的肩膀, 一瞬间就将他体内的力量压制住, 七长老看着湛飞道, 小孩子不懂事, 还望不要放在心上, 湛飞冷笑道, 这是我能理解, 毕竟你们公孙家刚刚死了不少人, 不过, 下次再敢无理取闹, 可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 七长老微微笑道, 年轻人容易冲动, 在启灵中, 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的好, 毕竟这里充满危险, 就算是永恒境, 也不一定能够全身而退, 湛飞冷冷地, 扫了一眼一脸阴神的公孙觉, 摇了摇头道, 湛什么? 你差太远了? 七长老, 你为何阻止我? 公孙觉脸色很不好看, 他被誉为神国新一代战神, 今天竟然被人如此蔑视, 他根本咽不下这口气, 七长老冷冷地看着公孙觉道, 这里不是神国, 如果跟他们发生冲突, 出了人极有可能是我们, 怎么可能? 公孙觉吃了一惊, 七长老没好气道, 如果我没料错的话, 那个女人已经掌握了, 用世界境法则, 炼制出一重混沌镜傀儡的办法, 进入生之国这么久, 他炼制的傀儡仿佛无穷无尽, 如果这种混沌一重的傀儡, 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真的发生冲突, 咱们公孙家绝对死伤惨重, 公孙觉的脸色猛的一变, 先前他们已经领教过那种人海战术的恐怖了, 无穷无尽的混沌, 一重傀儡杀来, 绝对能够要他们公孙家族的老命, 七长老沉声道, 不过相比起来, 我在意的并不是这个叫战飞的女人, 对我们公孙家族构成真正威胁的, 是那个叫战神的男子, 他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危险了, 从今而战, 我没有一点信心能够战胜他, 什么? 公孙觉吃了一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七长老, 七长老沉声道, 或许只有大哥才能与之同街一战, 嘿, 敢用战神作为名字的人, 要是没有这个实力, 怕是早就被人干掉了, 肖战一脸的喜悦之色, 时间在这片区域中似乎完全静止,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修炼多久了, 对那一座作用世界境绘制的混沌极静置, 他简直如痴如醉, 分身一晚, 每一尊都施展真理之言, 跟那种窥探脉络的能力, 再配合复制跟模拟的能力, 领悟的速度简直只能一天来形容, 肖战发现, 他的借黄镜修为, 已经跨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中, 力量的确限制在借黄镜, 可是, 他却一招打出屁美混沌镜的攻击来, 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过, 只要见识过, 用世界境法则能够挥制出混沌九重的阵图来, 就不会这样大惊小怪了, 时间似乎静止了, 肖战已完全领悟用世界境法则绘制混沌极阵图之法, 同时, 还将这种原理运用到招式中, 不过这过程实在是太繁复了, 就算是肖战都有种头晕的感觉, 无数剑招他也就将绷戒一招创出来, 虽然成功斐然, 但是肖战明白, 他离真正成功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要想离开这里, 他必须破掉所有禁止, 要做到这一点, 自然需要达到用世界境法则, 明刻混沌九重阵图的水平, 这绝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肖战不得不应战, 第四十六章肖战盘膝而坐, 亿万分身放出, 时间的力量加持, 一座座神异禁止, 被他以剑造法则布置而成, 一次次心灵的震撼不断冲击中他的心灵, 让他感悟不断, 每一座禁止大阵都是混沌级别的可怕阵法, 完成的刹那, 那种属于混沌镜的法则在震荡, 带给肖战难以想象的冲击与洗礼, 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领悟, 以世界境窥探混沌镜之秘, 统统在一座座禁止大阵的炼制成功时做到了, 虽然因为境界的差距, 让他无法跨入这一境界, 但让他对剑造的剑神境领悟更深了, 剑之剑神完全等同于混沌镜, 肖战要晋升到这一境界, 不但需要境界的积累, 还需要力量的积累, 此刻无数禁止大阵的领悟, 让他的积累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似乎已经触碰到世界建造法则的极致, 而他的力量明显还远远不够, 界黄镜离混沌镜明显有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 肖战心头升起一道名物, 他要想晋升到剑之剑神镜, 首先就要让自己的修为达到世界境的极致, 这一点对于别人来说, 只要老是修炼下去就能做到, 而对于肖战来说, 却有着一个不可跨越的障碍, 他必须以界黄镜, 达得等同于半步混沌镜的地步, 这很难, 几乎不可能, 可肖战必须跨过去, 不然他就算境界到了, 也无法完成那只观景要的蜕变, 时间在飞速流逝, 无限时间力量加持, 亿万分身同时领悟, 也许就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肖战将所有的禁止都已掌握在心, 他可以随手刻下一座座, 由世界境法则组成的混沌大阵, 威力无仇, 等若真正的混沌竟降临, 肖战不知道自己真正耗费了多少时间, 他终于破掉所有的禁止了, 闭上双目, 无数大阵在脑中闪过, 他感到在境界上, 他已经达到一种极致,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的修为赶上来, 破掉所有的禁止大阵, 出现在肖战面前的, 是一座巨大的战场, 无数傀儡残骸堆砌, 血腥的杀一直冲九肖, 肖战很是困惑, 他不明白这又是什么考验, 感到很是茫然, 举目望去, 天地被杀一冲斥, 那傀儡的残骸, 都已化为真正的血肉之躯, 他已能够闻到血肉腐烂的味道, 这到底有什么考验, 到时给一个提示啊, 肖战无语问苍天, 他已在这片傀儡遗开之地, 下降数个时辰了, 不管往哪个方向看到的, 全都是这种散发出腐烂气味的 傀儡残骸,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出口可言, 这个遗骸世界同样进风修为, 最高等级只能允许世界境的力量, 不过, 肖战连在身边诸女, 都散发出混沌境独有的力量, 这并非是他们本身的力量, 而是肖战炼制的特殊装备, 让他们以世界性的力量, 发挥出混沌境的力量, 这种装备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逆天, 但是对于如今的肖战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以他借黄敬修为, 催动身体上的战甲, 能够让他发挥出混沌一重的力量来, 而身边诸女最弱的, 也能催生出混沌五重的修为来, 这让他心中很是不平衡, 自从来这个元界之后, 肖战发现, 他的修为永远都是垫底的那一个, 必须活在众女的保护之下, 一星人中修为最强的, 无疑是吴湘跟十八魁女为, 他们都能催发出混沌九重的力量, 一身修为简直强的离谱, 听到肖战的抱怨, 吴湘促没道, 我们已经将这个废墟之地探测过数遍了, 用混沌九重的力量, 都无法探测到出口这类东西的存在, 要么这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 要么就是永恒镜力量出了这个世界, 只有达到永恒镜才能离开这里, 所有人都感到茫然, 死寂一片的世界, 没有任何的提示, 这真是让人茫然, 他既然挑选大哥哥做传人, 肯定是根据大哥哥的自身情况设下了试炼, 大哥哥, 有没有找到跟自身情况契合的地方? 南南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着, 他的修为算是诸女中最弱的, 不过, 催发战甲的力量, 却达到混沌性七重, 足可见, 他对战甲的了解高于其余女人, 南南现在最佩服的人就是肖战了, 他也在禁制中修炼, 可惜, 仅仅能够勉强铭刻出混沌一重的禁制, 比肖战差得实在是太软, 我自身的情况, 肖战举目四顾, 天地间都是腐烂的血肉, 这跟他有屁的关系, 等等, 腐烂的血肉, 难道是想让他将这些傀儡残骸统统复活不成, 肖战一愣, 战场很大, 要将所有腐烂的傀儡残骸复活, 绝对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不过肖战相信试炼, 肯定不是为了复活这些腐烂的傀儡残骸, 真正的目的, 应当是锻炼他的造物能力, 他的练习数最大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造物力量, 当初在试炼中, 这位从未谋面的师父, 八成, 已经知道了他的手段, 这只是猜测, 但肖战感觉还算靠谱, 出不去, 又找不到其他事情可做, 他只能尝试留下造物之力了, 造物之力, 同剑道境界七七相关, 如今, 剑道境界想要进一步很难, 肖战觉得造物之力还是可以提升的, 起码他的修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将腐烂的傀儡残骸弄进剑巢之内, 神权包裹, 无尽的造物之力滋润,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过在无尽时间之力的加速下, 一切只需一个转眼就已完成, 一尊傀儡被肖战复活, 完美的血肉组成的身躯, 绝对要比摧毁前还要强, 不过可惜的是, 这仅仅只是一尊半部混沌性的傀儡, 复活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当傀儡的等级达到混沌性后, 仅凭肖战的造物之力, 要复活一尊完整的傀儡, 需要消耗的时间根本难以估量, 剑巢中的时间加速能力, 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没有出乎肖战的预料, 造物之力有极限, 世界境不成问题, 但是超越世界境就无能威力, 如果是以前他或许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 他已掌握用世界境法则 明克混沌大阵的手段, 重新炼制一番剑巢并不是难事, 说干就干, 肖战盘膝做好, 开始重新凝练自己的四大巢穴, 一切是急不得的, 这可是修改自身, 一点也不能马虎, 万一没处理好自爆可就麻烦了, 时间在飞速流逝, 一切都很顺利, 肖战能够血肉化万物, 要调整结构, 根本不是太大的难事, 只要整个过程不出什么纰漏, 基本上不会存在危险, 四大巢穴进行了调整, 肖战并未一鼓作气, 直接将他们提升到混沌九重境界, 他可不想一下子将自己给撑死, 一切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 四大巢穴目前都是混沌三重, 肖战很满意自己的定位, 刚好达到他肉身的极限, 随着巢穴的进阶, 造物之力历时发生这变, 那感觉就像四肖战自身突然间晋升剑之神经一般, 剑道法则完全可以凭空眼神, 四大巢穴进阶了, 肖战复活傀儡又变得轻松容易了, 依靠进阶的造物之力, 他完全可以炼制出混沌四重的战偶, 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虽然目前肖战只能够用世界境法则炼制混沌境战偶, 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混沌境傀儡, 但只要威力丝毫不差, 配合上他的剑道, 简直能够做到横扫一片, 一个个的复活虫练实在是太满, 肖战可没有太多的闲功夫 在这里加号, 他决定再度调整四大巢穴, 让其化为四大内运战争世界, 战争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 不但可以源源不断制造战偶, 还可以将所有目标达成漫天金语, 然后尽数吞噬, 不断壮大自我, 这次的调整肖战先将圆盘升级了, 让其晋升到混沌三片神器, 然后再让武林同旁协助, 加快调整速度, 武林干尽十足, 他清楚随着肖战的修为不断增强, 他的本体只会跟着增强, 瞧瞧如今的他已是混沌三片的超级神器了, 这要换作是从前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创造内运战争世界对于武林来说, 驾轻就熟, 轻松自如等狠, 当一切调整完成之后, 一尊尊混沌性的战偶从四大巢穴冲出来, 他们手持神剑, 对堆积整个废墟的腐烂傀儡残骸发动攻击, 剑到绷紧的力量充斥整个废墟, 只让金语漫天, 盘膝不动的肖战只觉四大巢穴中精光大作, 一尊尊的全新的战偶运运而出的同时, 他的四大巢穴也开始进阶, 战争世界的掠夺是最为可怕的, 只要是生命物都能转化为金语被肖战这个本体吞噬, 等级越高, 好处就越大, 很快肖战的四大巢穴开始进阶, 直到整个废墟之地的残骸被亲吻殆尽, 他的四大巢穴完美地晋升到混沌五重, 虽然连混沌九重还差四重, 但肖战已经很满足了, 仅仅是一般的战偶, 他完全可以炼制混沌七重, 具有完整生命的则是混沌六重, 至于普通傀儡则是混沌九重, 藏人前所未有的强大, 所有的遗骸都被吞噬, 废墟之地荒凉一片, 很快一阵就烈的震动传来, 一道金色的门户出现, 在那金光之后, 肖战隐约间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神殿, 绽放出外帐夺落神光, 隐约间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 肖战心头一震, 目光的主人给他难以想象的压迫之感, 这并不是对方特意为之, 一切都是一种源自灵魂本能的压迫, 这是两种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的生命间的压制, 就如凡人面对神灵, 这是一种生命层次的绝对差距, 深吸口气, 肖战带领诸女一步跨入金色的门户, 金光将它们包裹, 强行转入那片金色神光闪耀的神殿中, 第四十七章战争的号角响起, 无穷无尽的死亡系大军冲安, 腐烂的气味充斥每一寸空气中, 让人闻之欲偶, 神奇公主持枪玉帝, 无尽的死亡系傀儡站死脚下, 他们肢体四散, 死得不能再死, 境界仍然停留在半波混沌镜, 但神奇公主每一枪都能够打出 撇美五六重混沌镜武者的攻击, 强得近乎变态, 就算是战魔也看得战役如烧, 要不是情况不对, 他真想找这个女人大战一场, 无尽傀儡站神奇公主的枪根本没有异合之地, 神枪绞杀, 总是大片的爆开, 颇有肖战的绷截味道, 神奇公主奋勇杀敌, 她的身边聚拢不少来自神国的顶尖高手, 墨宇, 无尽这些人都以她马首是瞻, 他们表现出来的战力都远远超过一半的混沌镜, 就像剑是墨宇, 她的剑完全能够诛杀混沌三重镜的可怕傀儡, 一行人已经深入死之国腹地, 只有将这片死亡区域中那至高神坛上的存在击杀, 他们才能闯过去, 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死亡不可避免地出现, 不管是属于公孙家族, 还是属于神奇公主数量都非常惊人, 这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不可承受之痛, 无穷无尽的傀儡扑杀而来, 一个灵动的身影穿梭其中, 所过之处, 一尊尊傀儡四肢被切断, 这一幕实在是惹人注意, 哪怕陷入无穷无尽傀儡狂潮中的神奇公主, 同公孙家族两方阵营都无法将之忽略, 那是一个少女, 穿透无穷无尽的傀儡, 她向着死之国那至高神坛杀去,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挡她的脚步, 哪怕是混沌七重剑的死亡傀儡, 都难以逃过被一剑秒杀的命运, 战猪的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 手中的剑宛若收割生命的死神之刃, 剑心在剧阵, 剑光将那混沌剑的可怕攻击强行切开,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近了, 战猪看着那巨大的神坛上盘膝不动的身影, 心中战意在燃烧, 那是混沌九重的超级存在了, 它根本毫无畏惧, 身体上穿着战飞链子出来的新石战甲, 能够完美地爆发出混沌三重的力量, 虽然相差六个等级, 但是战猪想要逆天, 他一直听父母说在天元的时光, 有一个人能够直接跨越一个巨大的境界秒杀敌人, 他也能, 这丫头莫非疯了不成, 战魔一阵无语地, 看着冲向那巨大神坛的战猪, 看来往后不能再给他讲什么有关跨境界大战的事情了, 万一有一天, 他冲着永恒镜强者拔剑, 岂不是死得很惨? 天猪嘴角抽搐一下, 女儿天赋那是没得说, 感觉就算跟自己的大哥相比也不会逊色多少, 可他也太目中无人了, 那可是混沌九重的超级强者, 就算混沌八重的遇到, 数招之内都要惨败, 这丫头现在几能爆发出混沌五重左右的战力, 冲上去岂不是找死? 天猪同战魔虽然平日里争锋相对, 但是对自己的女儿那可是不敢有半点含糊, 两人同时冲向那高耸的祭坛, 几乎是同时神戏公主同工孙学都动了, 他们快若闪电,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向高耸的祭坛, 盘西坐于祭坛之上, 死亡君主双目闪烁着死亡的光芒, 看着冲向自己的舞者, 他的嘴角站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一只手掌探出, 接着向下一按, 煞时间天地法则浩大, 一股恐怖的压力降临, 每一尊冲向祭坛的舞者, 只觉无穷压力作用于身上, 前冲的身体瞬间一致, 肉身啪啪作响, 仿佛要被恐怖压迫之力压暴似的, 每一名冲向祭坛的舞者绝非等闲, 纷纷各处手段, 被恐怖压力定住的身体, 仅仅一个凝滞, 就再度向着祭坛冲去, 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要素站住, 他整个人仿佛化为一道见光, 滑动着莫名诡计指展盘西坐于祭坛上的死亡君主, 死亡君主嘴巴大张, 刹那间, 一声咆哮炸开, 恐怖的声浪怒卷, 这是无差别攻击, 横扫所有人, 吃了, 声浪怒卷, 让死亡君主惊异了十一响中被声波震碎的一尊蝼蚁舞者, 纷纷打出自己最强一击, 那光芒穿透死亡声波, 施展他的本体, 死亡君主认出来了, 这些人手中拿的全都是混沌九重神器, 他们这亡命一击绝对恐怖, 轰, 死亡君主所在的祭坛炸开, 恐怖的气境怒卷, 只让他狼狈到极点, 怒意填膺, 就在他欲将这些冒犯自己的蠢蚁浸灭之时, 树道破空声极致, 只让他激起身寒, 死亡君主的眼中闪过死亡波光, 面对着突然杀制的致命攻击, 他脸上的神情毫无一丝慌乱, 煞时间, 整个死之国都听到一声叹息, 死神叹息, 叹息声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所有生命听到的刹那, 瞬间就像四中的瘟疫似的, 生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枯竭, 那感觉就像四命节道来一般, 叹息声主要针对的是, 数尊袭击死亡君主的武者, 每一个人的生命在飞速枯竭, 原本充满清纯活力的身躯开始衰老, 很快, 每一个人都迎来前面一次的命结, 死神叹息不仅仅是死亡的力量, 他还包容了时间的力量, 仅仅一刹那间就能触碰的距离, 数人却发现, 这段距离似乎成了永恒, 死亡君主的嘴角站起一抹冷笑, 一口血色的死神镰刀出现在他的手中, 志强一击在酝酿, 他要结束所有胆敢冒反自己的蝼蚁诛杀, 墨地, 死亡君主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感到有一只恐怖的大手向着他抓来, 原本死神叹吸引发的恐怖狂潮被强行挤压而回, 那恐怖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而来, 试图强行压回他的身体中, 眼中闪烁着死灰色, 死亡君主看到一只无形大手遮天蔽日抓来, 整个死之国仿佛都在这一抓之中, 可怕, 这是混沌九重的力量, 死亡君主感觉竟是自己的数十倍之多, 整个死之国所有的力量都被这只大手吸走, 让他难以违抗, 死亡君主燃烧自己的力量, 死神镰刀指斩, 想要切开这片进风的世界, 为自己谋求那一线生机, 但一切都是徒劳, 剧长遮天, 压到天地间一切, 整个死之国传来咔嚓一声, 原本死亡君主脚下的祭坛承受不住崩裂, 一切都结束了, 死亡君主被一手捏爆, 一尊伟岸的身影出现在原先祭坛所在方向, 他是战神, 这一刻, 一股可怕的武道意志笼罩整个死之国, 所有死亡生灵同时感应到了, 他们竟然发出惊慌的叫声, 下一刻, 如同潮水一般原理原先祭坛所在区域, 七长老死死盯着那道身影, 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色, 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来看, 这天赋简直只能用逆天来形容, 随着死亡君主被击毙, 原本的死之国瞬间凋零, 那一望无银的死亡世界消失, 化为一座墓室, 闯过了死之国, 不过所有人身上的后遗症并未消失, 每一个人都迎来属于自己的命节, 他们必须硬汉, 谁也无法躲避, 整个墓室中唯一安好的人只有七长老, 战神, 战飞三人, 彼此都沉默了, 似乎在静等众人命节的结束, 走出神光, 肖战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一个学馆中, 无数学员装扮了人穿梭神殿内, 一股浓郁的学院氛围呈现在他的眼前, 肖战发现每一个学员都是傀儡生命, 真理之眼下, 他精益地发现这些傀儡, 竟然是从最开始的戒果镜一步步进化而来, 至于如何进化, 他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 这座神殿叫做启蒙神殿, 每一名傀儡被制造出来, 都会进入神殿学习各种练习数, 他们通过自我学习, 自我优化, 才一步步进化成如今这副模样, 如今, 这些傀儡已经不能称之为傀儡, 他们已是真正的人类, 有血有肉, 甚至连灵魂都丝毫不差, 肖战理解那位未曾谋面的死亡创造这座陵墓, 并不是真正的, 再给自己指在墓穴, 他似乎想要借助元界完善于磨练自己的练气术, 看着来往的学员, 肖战认为师父应当算是成功了, 作为一名炼气师能够创造天地万物, 让任何一种物质转化为生命, 肖战终于来到神殿核心所在, 他见到了那位传爽中的练气师, 看上去非常的普通, 感觉就似一个只会埋头实验的老学丘, 弟子拜见师父, 老者微微笑道, 老夫一生有过不少弟子, 不过让我们满意的没有几个, 你虽然没有行拜师之礼, 但我承认你是我的弟子, 肖战恭敬地道, 师父创造这个地方的目的, 就是为了研究如何傀儡术吗? 老者探道, 当年为师的研究完全陷入瓶颈, 后来听闻陛下炼制出罪戒, 就肯请自封其中, 为师的主要目的是, 想借助罪戒独特的法则体系, 磨练自己的傀儡术, 无数个混沌纪元过去, 傀儡的研究已经到了永恒境的极致, 可是为师并未找到心目中真正的傀儡之道, 直到不久前见到徒儿炼制的傀儡术, 为师才有感而发, 推断出真正的傀儡之道, 肖战急忙道, 恭喜师父得亏真正的傀儡之道, 老者摇头道, 虽然亏探道了, 但可惜, 为师当年为了研究傀儡术, 已经将自己完全同这座永恒之星的核心超脑融合, 真正算来为师已经彻底陨落了, 师父为何要如此做? 肖战吃了一惊, 老者笑道, 要推演出真正的傀儡之道, 以为师的脑力远远不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为师需要一个超级大脑, 无数个混沌纪元了, 要不是有这则超脑存在, 为师根本不可能推演出真正的傀儡之道, 现在的我只是一道神念而已, 而真正的我已随着傀儡大道完善的那一刻, 彻底融入大道之中, 师父, 肖战心神猛的一阵, 老者的为了创造出真正的傀儡大道, 不惜牺牲自我, 要换作他绝对做不到, 老者哈哈笑道, 用不着伤感, 为师必生的心愿, 就是完善真正的傀儡大道, 能够让己身与真正大道相容, 纵死无憾, 本来打算将超级大脑留给你, 不过在己身融入大道中时, 以跟着融入大道, 化为整个永恒神国傀儡大道一部分, 为师已将所有的传承留在超脑神器中, 希望你将为师这一脉传承下去, 肖战能够感到老者的喜悦, 完全创造出一种永恒之道, 这绝对是无上成就, 在整个永恒神国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都屈指可数, 肖战之道, 傀儡之道, 就如同他修炼的剑道一般, 原本是完全不存在的, 如果他要同自己的师父一样, 创造出永恒剑道, 他是要借用师父所创造出来的那件超脑神器, 老者同肖战畅谈很久, 完全就是在给他讲述傀儡之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老者的傀儡数完全超越肖战的想象, 像不久前被他掌握的用世界禁法则炼制混沌境大阵, 真正算来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老者最终消失了, 而肖战也得到了那件超脑神器, 这东西就如同一块芯片一般, 滴血激活后就融入到他的大脑中, 完全成了他大脑的一部分, 无数的信息涌动, 同时属于肖战的记忆与知识也被分门别垒, 很快, 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跟小蜜十分神似, 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肖战以为小蜜冒出来了, 伟大的主人, 请给我取个名字吧。 第四十八章, 得到超脑神器, 对于肖战来说, 完全就是如虎添翼, 以为这东西很快就计算出, 他要晋升剑之神经所需要的东西根部周来, 这真是意外之喜, 就算这次起灵之行什么也没有捞着, 对于肖战来说, 已经不需此行了, 主人修炼的剑道境界同一般的世界境的完全不同, 剑之神境同混沌境完全相当, 然而, 剑皇境与混沌境相差实在是太大, 这种差距如果不弥补根本无法晋升到剑之神境, 这点我自然明白, 你说一说解决之道吧, 剑之神境等弱混沌境, 这就表明世界九境中缺少了戒神境, 戒圣境, 以及最后的戒尊境, 这三个境界的, 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主人的剑道却少这三个境界, 就必须将之补全, 这不算什么难事, 小男轻易就能帮主人补全, 小男就是肖战给超脑神器取的名字, 这是一件永恒神器, 虽然比不上原先作为永恒之星核心的超脑, 但他已经非常强大了, 最起码其计算能力绝对是最强大, 小男很快就将他计算出来的三境修炼方式传给了肖战, 粗略扫过, 整个修炼过程就是一个积累, 要想晋升到剑之神境越厉害, 主人这三境的积累就要求越大, 至少达到戒尊境时, 必须是同阶舞者的千倍左右, 才不会落后神魂那些最顶尖的天才, 肖战见识过公孙爵的实力, 半步混沌境, 修为却是同阶的一千多倍, 他不想被落下, 极必须做得比这家伙更好, 能否让三大境界增幅重现? 息息, 由于罪界的天地法则不同, 将一切神通都限制住, 只要主人离开罪界, 这个三大境界增幅的能力会立马恢复。 当然, 有了小男的帮助, 要让境界增幅再度重现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有了小男的帮助, 一切都很顺利, 天赋技能全都是由法则演变出来的, 不管是什么天赋技能, 都有着一个同等的规律, 这是属于天赋技能独有的规律, 罪界从根本上限制了这种规律, 因而所有的天赋技能都失效了。 不是没有人想过要更改天赋技能, 只是,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对罪界天地法则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罪界完全被封印了, 就算是永恒境在这里, 也只能发挥出世界境的力量。 老者耗费无数个混沌纪元, 才逐渐读懂罪界的法则体系, 小男作为老者炼制的超脑神器器灵, 要修改天赋技能法则还是很容易的。 境界增幅很快出现, 不过并不是三大境界增幅, 仅仅只能增幅一个境界, 虽然没有进全宫, 但肖战已经很满意了。 一大境界增幅, 表明他立马就能发挥出堪比戒圣经的实力, 一旦他催动身上套装的力量, 实力立马达到混沌三重的水平, 这种提升绝对强过一大境界增幅太多了。 恢复天赋技能都只是小事, 肖战真正关心的还是师父留在永恒之心中的宝藏, 他可是一直惦记着那件能够进入神国传承之地的神器, 如果能够弄到手, 就表明将来他拥有进入神国传承之地的资格。 这里是否有神国传手中的那件神器? 传承神器。 小男飞速查阅资料, 很快恢复道, 这东西的确有, 他跟其他神器一起被老主人扔在宝库中, 要找出来可能非常的麻烦。 肖战不明白, 小男为何说麻烦? 他直接道, 马上带我去宝库, 那里既然是师父他老人家留下的宝库, 绝对拥有数量惊人的宝贝。 小男摇头道, 主人这么想就错了, 老主人绝没有将那些兵器之类的东西留在宝库中。 所谓兵器, 在老主人的眼中都只不过是一些中看不重用的东西, 真正的宝贝基本上都是一些同傀儡术有关的东西。 比如有些什么? 比如, 在宝库中老主人留下了他当年炼制的一些强大傀儡, 其中最强的一尊达到了永恒镜, 这东西可比一般的永恒神器强多了。 肖战眼睛一亮, 永恒镜傀儡, 那就等于得到一尊真正的永恒镜高手坐镇, 这可要比一件永恒神器强太多了。 肖战哪里还忍得住, 立马推促小男带领前往宝库。 小男作为永恒神器, 功能异常强大, 虽然受限于肖战这个主人的境界, 很多功能都无法使用, 但是在永恒之心内随意出入某个区域还是不成问题的。 几乎是刹那, 小男就联系上永恒之心, 直接将肖战传送进入宝库所在取域。 宝库中收藏的全都是傀儡, 造型各异, 全是老者生平拥有记内价值的作品。 对于傀儡这玩意儿肖战不是很在意, 不过他还是将所有的傀儡都收了, 也许在将来这东西能够派上用场。 肖战完全奉行一锅端的形式风格, 他很快就见到小男口中的那尊永恒境傀儡。 这东西是师父当年晋升永恒境练戏师的作品, 虽然在师父无尽傀儡练制中, 这东西只能算是最为普通的一种永恒境傀儡, 但他在师父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 傀儡异常强大, 金属的光泽闪烁, 起行异常傀儡, 初始状态就高达十多米, 虽然没有激活, 但是那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肖战感到神魂与肉身都在站立, 忍不住想要自主崩解。 超脑神器还是很实用的, 当永恒境气息压迫而来时, 他立马释放出一股力量将这股气息隔绝, 让肖战很是轻松地应对。 宝库中当然不止一件永恒境傀儡, 不过这些东西对于现在的肖战来说, 也就竟是进花水月霸, 中看不重用, 因为他根本无法激活。 根据小兰的说法, 要想激活永恒境傀儡, 他的修为起码要达到混沌九重境左右, 如果到十三大境界完全恢复, 混沌境七八重也可以, 暂时用不少, 肖战自然就不会去理会了, 直接收了再说, 整个宝库中一共收藏了一百多尊永恒境傀儡, 至于搞定他是分辨不出来的。 搞定永恒境傀儡, 肖战混沌境的也没有放过, 虽然现在他自己可以炼制, 但如果将来有出现重生什么的, 有些东西还是能够派得上用场的。 这次肖战进入宝库, 主要的目的还是找到那件传说中的传承神器, 这是他这次寝灵异形的最终目的。 肖战心神沉入超脑, 由超脑放出神面覆盖整个宝库, 脑中立时浮现那件神器的模样。 这是一个圆环, 属于永恒神器。 最终咒语开始吟唱, 很快脑中一幅画面浮现, 神器并不在宝库中, 而是处在永恒之心地合之中。 小男瞬间将资料调集, 很快地合中心的画面浮现, 那是一个巨大的失恋场, 在那里存在着数量绝对惊人的傀儡, 每一尊都是混沌镜以上, 最强的已经无限接近永恒镜。 传神神器处在这个失恋场一座神殿中, 那是一座神庙, 被誉为这个失恋场的神灵居住的宫殿, 拥有无数恐怖的傀儡坐镇。 这是干什么的? 主人当初领悟的那些, 用世界镜法则绘制混沌大针的手法, 只能算是初级, 而这个试炼场中的炼制术则是高级。 主人曾经发奋一个纪元的时间, 用来研究利用世界镜法则绘制永恒镜力量, 虽然最终失败了, 但是那里蕴藏的傀儡炼制术更为高级。 你能够掌控整个永恒之心, 是否能够直接将那件传承神器弄出来? 这个不大可能, 这个失恋场的一切完全都自给自足。 为了研究出真正的傀儡术, 老主人隔绝一切能够干预这个失恋场的手段。 要想操控它,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神殿, 将当初封印掉的一部分功能重新激活。 肖战皱眉, 小南说得如此直白, 无疑就是在告诉他, 要想得到那件传承神器, 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失恋场, 然后想办法进入神庙。 利用超脑神器调用一切整个失恋场所有的信息, 肖战脸色凝重起来, 失恋场内最弱的傀儡都是混沌镜, 一旦进入其中所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 他必须练之一批实力达到混沌九重的傀儡出来。 四大巢穴, 每一个都以化为战争世界, 能够源源不断孕育混沌镜傀儡出来。 不过, 根据当初的设计, 全都是最顶级的战偶, 实力最高只能达到混沌镜七重, 这样明显远远不够。 肖战战火朝内的战争世界做出修改, 这里诞生出来的傀儡只是普通的傀儡而已, 这样傀儡的等级明显就上去了。 做完这些肖战, 领着众女瞬间进入这座试炼场内, 当进入其中的刹那, 他心神猛的一阵, 历史感应到神兮公主一行人都在同一时间进入到这个试炼场中。 肖战眉头一皱, 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依靠老者传人的身份轻松进入这里, 竟然还跟这些一路闯关的人同时进入这座试炼场。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次在争夺那件传承神器时, 绝对会跟某些人发生冲突。 嘴角一抹笑容绽放, 肖战如今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四大巢穴能够孕育无穷无尽的战偶跟傀儡, 在这个试炼场发动一场超级大战都很轻松。 第49章 踏足试炼场 肖战发现自己什么还没有做, 就已成为异教徒, 这让他感觉异常憋屈。 试炼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这里是傀儡的世界, 只有傀儡在这里才是合法居民, 一切非傀儡生命进入这里, 神庙就会感应到, 然后将之定义为异教徒。 对付异教徒, 神庙的方针很简单, 全民围剿, 不管是谁遇到了, 拼了性命都要将之干掉。 肖战很讨厌这个试炼场神庙颁布的命令, 拼了命就是不要命, 当踏足试炼场时, 他感觉自己就成了那花蜜, 招风眼蝶得很。 所有的傀儡生命蜂拥而来, 他们都在玩命, 打不过甚至不惜自暴。 整个永恒之心将境界压制在使界境, 就算是用世界禁法则炼制出来的混沌级傀儡, 本身虽然拥有混沌境的力量, 但还是受到难以想象的压制, 并不能发挥出真正的混沌境力量。 不过就算如此, 混沌境傀儡的自暴, 仍然非常的可怕。 本来, 肖战是想要低调混入神庙, 然后夺取掌控权, 现在随着成为异教徒, 一切都不可能了, 索性他就放开手脚, 一路杀上神庙。 四大巢穴齐阵, 无穷无尽的战偶被制造出来, 百万千万亿万, 他们朝着神庙的方向浩荡而去, 这是一场宗教之间的战争, 非常的玩命。 数以千万计的混沌机傀儡碰撞, 绝对的惊天动地, 整个试炼场都被吸引住了。 肖战本人这个时候, 带领一群等级最高的战偶, 跟傀儡悄然杀向神庙, 有了亿万战偶进行牵制, 效果果然好了很多, 围剿他们的傀儡大部分都被前车走了, 虽然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的傀儡实力瞬间变强, 就连混沌九重的也大批出现, 但这根本微不足道了。 肖战的四大巢穴非常逆天, 不过还是有极限的, 这种极限并不是数量, 而是最高等级傀儡与战偶。 像四大巢穴中的火巢, 由于进行了调整, 这里是以普通傀儡为主, 因而能够培育出混沌九重级傀儡, 只是混沌九重是一个极限, 一个巢穴仅能培育出一尊来, 其余的全都是八重境界, 而其余三大巢穴孕育的乃是战偶, 最强的一尊也就混沌六重, 其余的全都是混沌五重。 仅仅依靠四大巢穴, 肖战是无法攻下神庙的。 根据小南提供的信息显示, 神庙中混沌九重级别的傀儡数以万计, 其中更是有一尊半部永恒境的超级傀儡坐镇。 依靠四大巢穴不行, 肖战自然不会就这么算了, 他一边赶路, 一边炼制, 多多积累混沌九重级别的傀儡。 肖战的速度很快了,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神妻公主一行, 似乎比他还要快。 当他接近神庙时, 神妻公主一行已经同神庙干上了。 这还是肖战第一次见到神妻公主出手, 一身神光灿灿的战甲裹身, 兴高娇娇间散发出灼热的魅力, 手中神枪宛若怒龙, 竟然完全能够正面硬汉混沌九重的傀儡。 肖战的目光落在神妻公主身上的神甲上, 那是一件永恒神甲, 让公主殿下完美的, 就如一尊真正的混沌九重强者。 肖战调用超脑神器进行检测, 他惊讶地发现, 永恒之心那一天的压制, 对这件神甲根本毫无用处。 这是当年国主亲手炼制的一件神甲, 在永恒神甲中, 绝对能够排进前十, 它能够免疫压制, 或许同其出自国主之手有关。 这个罪戒中的压制法则, 对其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豁免。 肖战有些炎热, 出自国主之手的神甲,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宝贝。 他不由道, 师父他老人家是神国第一炼器师, 锁炼神甲有没有进入前十。 老主人锁炼神甲, 有三套进入前十。 像排名第三的剁神甲, 排名第六的星火神甲, 以及排名第十的戳天神甲。 那排名第一的, 到底是谁炼制的神甲? 排名第一的自然是出自国主之手, 帝皇甲, 那可是永恒神国地主, 才有资格穿的神甲。 而排名第二的叫凤羽, 同样出自国主, 这是神国地后所穿。 眼前这套神甲叫做除凤, 那是当年国主赏赐给最受宠的公主殿下的那套神甲。 如果没有料错的话, 眼前的神西公主应当就是那位公主的后人。 不然, 外人绝对是无法穿戴这套神甲的。 现在这个永恒之星内, 是否有这样的神甲? 没有, 当初老主人进入罪界主要的目的, 就是创造真正的永恒傀儡之道, 神甲对他来说根本没用, 自然不会带进来, 也不会发心思炼制。 如果主人想要这类神甲的话, 倒是等去了神国, 可以前往老主人的傀儡神府, 那里有他老人以前炼制的很多装备。 肖战眼前一亮,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 师父的傀儡神府没有让人给炸了吧? 这个很难说, 不过, 应当不大可能, 那是老主人的居所, 晋志强的可怕, 除非是他的那些增金的弟子, 不然没有人能够掌控这座神府。 师父增金的弟子, 肖战眉头一皱, 听到这里, 他隐约间有着直觉, 师父这个神府十有八九已让人战了。 肖战不由他乱口气, 这种直觉来得莫名其妙, 可十有八九这个傀儡神府是指望不上了。 如今的他真是寒酸, 连一套永藤神甲都没有, 去了神国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师父的关门弟子。 哄, 就在肖战同气林晓南交谈之时, 神戏公主已经冲进了神庙, 跟着他一道进入其中的还有几人。 肖战认识的人, 有见识墨语跟高神无迁。 除神戏公主一方杀进神庙外, 公孙家族也跟着杀了进去, 原本阵容庞大的他们, 现如今幸存者不到十人。 公孙家幸存者让肖战眼红的是, 他们全都身批永恒神甲, 奢侈得要命, 让他有种将这些家伙统统干掉, 拔下他们这一身装备的冲动。 这都是穷惹的祸, 再多的混沌神甲又能如何? 在神国只有永恒神甲才是最顶级的, 每一套都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 不管穿不穿得上, 神国无数家族都要将一套供奉的自己家族, 就算神甲指望不少, 其他永恒神器也行, 总之永恒神器才是永恒神国最顶级的装备。 主人不用羡慕啊, 虽然永恒神甲咱们暂时没有, 但永恒级别的傀儡却有不少, 这可要比永恒神甲还要来的珍贵。 毕竟神甲是死物, 需要人来驾驭, 而傀儡只要激活, 就等于多出一尊永恒镜的超级强者。 那东西中看不重要罢了, 要激活需要混沌九重的力量, 我现在离那还差了不知道多远了。 肖战摇头, 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 神妙因为神戏公主同宫孙家一伙人冲进去, 已经自顾不暇, 根本没有余力搭理他们。 肖战并未发现战神跟战飞的踪迹。 以战神的修为, 按道理, 不应该要比这些人慢才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试炼场完全自封, 肖战无法让超脑神器探测这个地方, 他索性不去管战神跟战飞。 以他们的实力, 如果真碰到什么危险, 也不是他有能力解决的。 现在肖战要考虑的是, 紧快进入神庙, 抢贷所有人得到传承神器之前掌控神庙。 肖战顾不上在隐藏, 放出自己这段时间炼制的顶级傀儡, 全都是混沌九重镜, 一共八尊, 再加上, 乌香以及十八尊能够发挥出混沌九重力量武者, 绝对要强过先前那些人。 当然, 相比神庙这根本不算什么, 强功肯定不是明智的选择, 神庙有数以万计的傀儡坐镇, 这其中, 更是有一尊半步永恒镜存在。 如果没有这尊半步永恒镜存在, 肖战倒不是有多忌惮, 只要让他操控一尊傀儡, 绝对能够肆无忌惮地杀进去。 神庙中的大战非常激烈, 肖战冲进去时, 满地都是傀儡残骸, 这些傀儡可不是普通傀儡, 全都是混沌镜九重的顶级存在, 这让他暗自扎舌, 那般来自神国的家伙还真是凶残, 明明修为都不到混沌镜, 但是, 穿上神甲之后, 凶残成这样。 如今整个神庙的防御都运转起来, 肖战很幸运, 神庙之主似乎已将目标所定在最先那批人身上, 暂时还没心思顾及他。 少了阻碍, 肖战一行自然行动顺利, 根据小兰提供的资料, 他们避过那传来恐怖波动的战场, 悄然向着神庙的控制中心前去。 神庙很大, 祭司跟神庙护卫很多, 不可能全都被先进来的人吸引住, 肖战一行很快就同仁大站起来, 才让八尊傀儡开道, 心神同时附着其上, 操控他们大战。 混沌劲非常神庙, 法则凭空创造, 肖战的剑道完全可以运用上。 崩解, 实法, 大道如意这些招式一一打出, 根本没有一核之地, 他们以最快速度冲进神庙的真正核心区域。 出乎肖战的预料, 神奇公主已经冲进了这里, 他似乎知道那件传承神器躺在何处, 目标异常地明确。 而公孙爵也跟着杀进来了, 他认定了神系公主, 显然不打算让其得逞。 肖战终于看到那尊半部永恒径存在, 这家伙实在是太恐怖了, 仅仅一击, 就将神系公主与公孙爵荒废, 要不是有神甲保护, 他们绝对被一招打爆。 半部永恒径绝对恐怖, 肖战一行怎么可能瞒得过他, 几乎就在神系公主童公孙爵被轰飞了刹那, 他的目光锁定住他们。 被目光锁定, 肖战只觉时间都凝固了, 他连思维都难以运转, 这让他惊骇至极。 要知道, 现在的他, 可是附身在混沌九重的魁馁之上, 本身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 已经相当于混沌九重, 而此刻, 仅仅是被这家伙看到而已, 竟然毫无一丝招架之力。 难怪身穿永恒神甲的神系公主, 与公孙爵一招被轰飞, 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都扛不住。 第五十章肖战心头凝重至极, 被锁定了, 他知道, 自己根本无法避让, 八尊傀儡守当其冲, 他让其余人都退后, 独自面对这尊半部永恒径傀儡。 肖战心头暗暴可惜, 八尊傀儡只是普通傀儡罢了, 很多手段不能使用, 如果能有境界增幅在, 起码面对这尊傀儡不用这么毫无招架之力。 轰, 作为神庙之主, 法随是这片试炼场最强的存在, 他寄托了老者窥探无尽傀儡大道的秘密, 甚至不惜将神国传成神器都用上, 只可惜最终的实验成果并不理想, 用世界境法则推演, 根本无法让法随晋升到永恒境。 不过法随虽然没有晋升到永恒境, 但是一身实力绝对是半部永恒境的巅峰状态, 他随手一击都透着一股永恒的味道。 眸光犀利如剑, 仿佛世间最为强盛的神剑, 这片试炼场的虚空似乎都承受不了, 有勇要爆掉的感觉。 法随出招了, 肖战心神一同操控五尊混沌九重傀儡, 就在那如若见光的眸光动射而出时, 他感到被法随锁定的恐怖压力为之一松。 这一松非常的微弱, 几乎不可查, 但肖战还是清晰感应到了, 八尊傀儡宛若心有灵犀, 他们身躯同时震动, 爆发出最为恐怖的剑鸣, 这使身如剑, 这个时候出剑什么的根本做不到, 肖战只能让傀儡本身成为最强神剑。 八尊傀儡息震, 瞬间就产生一种玄妙联系, 组成至强剑阵。 剑意和? 剑心剧? 风姐剑意凝成一剑, 从那迸射而来的眸光对焊。 轰! 八尊傀儡合一, 但是强弱仍然明显, 风姐的剑意炸开, 根本抵不过法随那可怕的眸光。 不过肖战并没有丝毫意外的感觉, 他要的不是战胜一道眸光,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破掉那种锁定。 身上的压力完全消失, 肖战感觉鱼儿入海, 鸟在天空翱翔, 一切的束缚似乎完全消失。 八尊傀儡启动, 身如剑, 剥夺与绷戒合一, 同样一招剑法, 却轰出八种完全不同的剑招, 这一刻完全捕捉到法随行动的脉络。 这是超越极限的一击, 横在八尊傀儡面前的那道, 那不可破的屏障仿佛消失了, 看似八戒, 其实只有一戒。 咔嚓, 一声碎裂的声响炸开, 那股笼罩整个神妙的恐怖意志出现裂纹, 八尊傀儡强横如斯, 他们联手竟打出近似半步永恒境的攻击来。 法随震怒了, 他就像似遭到亵渎的无上君王, 双目射出森然寒芒, 抬手一掌, 闪念间暴击八尊傀儡。 八只手掌同时出现, 一同印象八尊傀儡, 这全都是半步永恒境的掌地, 近乎永恒的法则浩荡, 似乎要强行震碎一切阻拦。 法随一击, 同时将八尊傀儡的联合知识隔开, 恐怖的压力足可以压爆任何一尊混沌九重的强者。 八声剑鸣同响, 破绽与剥夺使道极致, 身如剑, 这强一击其暴, 联系虽然被切割开来, 但是那种神念感应并未切断, 八尊傀儡就如同一人一招轰出八剑一般。 爆了, 法随一掌被迫, 掌尽与剑气爆开, 那恐怖的力量只将八尊傀儡震飞。 法随身形一晃, 发肆怒我, 一毫烈烈鼓荡, 眼中闪过震怒之色, 他被激怒了, 一拳猛地轰出, 那一瞬间, 整个试炼场都是一颤。 法随这一拳, 完全是要轰杀八尊垂萎, 恐怖的全境浩荡, 虚空似乎都被扭曲起来, 然而他这一拳并未轰出去, 树到恐怖的攻击从身后袭来, 闪念间就让他机体生寒, 直起鸡皮疙瘩, 根本不用回头, 四道身影出现在离他近在咫尺的距离, 刀剑枪打出四玉超越混沌, 九重极限一击, 神戏公主几人同时出手, 面对一尊半步永恒境魁梅, 这个时候, 联手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是一场苦战, 神戏公主, 公孙爵, 吴谦, 墨与四人联手仍只能处于绝对的下风, 永恒神家的确逆天, 但他们本身的实力实在是太弱, 混沌九重已是他们的极限了, 肖战毛光极闪, 这个时候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八尊傀儡联手杀将过去, 身如剑, 总能从碧九之处攻击, 很快, 战况僵持下来, 肖战紧皱眉头, 半步永恒境实在是太强了, 法随本身五道境界不算什么, 真正可怕的是那种境界上的绝对压迫, 虽然这家伙并不是真正的永恒境强者, 但在他的法则力量中有一丝永恒的味道, 让人难以判动分毫, 四名顶级高手, 外加八尊由肖战自己掌控的傀儡, 竟然都难以抢占哪怕一丝上风, 这让他对永恒境有了全新的认识, 不管混沌境有多强, 只要达不到永恒境, 就不可能战胜这一等级的强者, 八名傀儡明显不够, 根本无法组成最强的九字剑阵, 肖战打算炼制出第九尊混沌九重境的傀儡来, 让乌香领着十八傀儡女护法, 取出炼制大顶, 肖战就打算开始炼制, 玉公子, 肖战还没有来得及开始, 神戏公主的声音突然飘尽而来, 只让她瞬间愣住, 公主殿下, 肖战一脸吃惊地看着, 突然出现在身边不远处的神戏公主, 神念扫过神庙, 她清晰感应到另一个神戏公主正身披永恒神甲, 同那法随大战, 用不着惊讶, 拥有一两个替身, 真没什么指得奇怪的, 神戏公主的装扮, 同当初肖战第一次相见时, 完全一模一样, 很难判断谁是替身, 谁才是正主, 真理只眼告诉肖战, 眼前的神戏公主, 绝不是什么分身或者傀儡, 不知道公主殿下找在下所为何事, 神戏公主笑道, 玉公子一定已经继承了傀儡圣师的传承吧, 肖战笑道, 就在刚刚不久前, 神戏公主点头道, 那么玉公子应当有办法帮助本宫得到那件神器诺, 肖战看向一旁的玄阅道, 这次进入麒麟, 在下就是为了帮助公主殿下夺得那件神器, 神戏公主笑道, 本宫已经感应到神器的所在, 不知道玉公子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肖战见玄阅冲自己点头, 显然, 这位神戏公主就算是不是本尊, 也是很重要的替身, 她不由点头道, 在下继承了师父的传承, 自然有办法掌握这座试炼场, 不过这一切都必须进入神庙的真正控制中心才行, 这倒不是什么太过困难的事情, 神戏公主异常笃定, 此刻法随被牵制住, 神庙强者最强不过混沌九重, 这个等级的武者根本够不成太大的威胁, 肖战没有多说什么, 能够掌控神庙自然最好, 她让小男跳出神庙地图, 很快, 一幅地形图在众人面前浮现, 分析非常清晰, 神庙的真正控制中心, 就在法随身后, 显然, 这家伙不想让任何人接近那里, 神戏公主没有多说什么, 只见她一灰衣袖, 历时间就有上百尊美丽的女子出现, 每一尊体内都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修为统统都达到混沌九重镜, 肖战眼皮一跳, 她发现这些女人的身上穿的都是永恒神奖, 这让她妒忌得要宁, 她可是堂堂傀儡圣师传人, 居然连一套都没有, 瞧瞧人家, 给自己的傀儡都装备了一百多套永恒神奖, 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随着公主殿下一声令下, 这一百多尊美丽的傀儡同时想招法随杀去, 每一尊都手持永恒神兵, 也许他们的修为对法随够不成威胁, 但永恒神兵就是永恒神兵, 本身的威力绝对能够威胁到法随, 大战瞬间升级, 法随被缠住, 这时神兮公主消失不见, 就在肖战想要恶然之急, 玄月抓住她的手, 事宜她趁乱潜入神庙核心, 肖战这个时候如何不知道神兮公主藏难了, 感情这个女人一直跟着玄月, 她狠狠瞪了一眼, 一脸可怜兮兮的玄月, 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等事情结束后, 一定要加法事后, 肖战不在乎有人发现自己的意图, 只要掌控神庙, 整个试炼场都将成为她的地盘, 那个时候, 她就能掌控法随这尊半部永恒境傀儡, 所有人都藏进一尊混沌六重境的战偶体内, 然后有肖战的意志知道她, 向着神庙控制中心高速潜入, 法随被拖住, 战偶行进非常顺利, 很快就接近了控制中心, 不过还未等她冲进其中, 一尊混沌九重境的傀儡挡住去路, 混沌境法则随意创造, 战偶瞬间就施展出魅术的化虚之能, 人化为一道剑光, 闪电间穿透这尊傀儡的阻挡, 怒吼声响彻整个神庙, 无数的傀儡向着控制中心巨龙, 全都是混沌九重境, 就算修为在这个世界受到压制, 他们集体爆发出来的威势, 只让藏在战偶体内的肖战都一阵心惊肉跳, 混沌境能够凭空创造法则, 肖战知道魅术的话虚, 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这些傀儡就能找到特制的办法, 他必须加快速度才行, 仅仅数个呼吸的时间, 肖战就窜到控制中心内, 数尊恐怖的傀儡虎视眈眈, 志强攻击其出, 仅仅一个照面, 化虚的战偶就被破除, 那恐怖的力量直接将其打爆, 肖战一行人从爆掉的战偶中遁出, 这个时候, 五香带着十八魁女为挡住所有傀儡, 给肖战控制神妙争取时间, 肖战直接让小男负责, 作为傀儡圣师炼制的超脑神器, 掌控神妙控制权轻松容易得很, 很快, 暴动的傀儡袭击僵住, 停止疯狂的攻击, 在小男的命令下, 纷纷守在控制核心之外, 在肖战示意下, 小男强行控制法随, 作为傀儡圣师亲手创造出来的傀儡, 法随对其忠诚不会更改, 原本大战中的法随完全无条件接受小男的命令, 肖战很是兴奋, 一尊半部永恒境傀儡啊, 虽然没有真正的永恒境傀儡强大, 但相对于那种看不中用的永恒境傀儡来说, 他实在是太实用了, 当然, 肖战并未让法随做什么, 这可是杀手剑, 不到最后他不想让暴露自己已经彻底掌控这里的一切, 夺取神庙控制权, 要进入放置传承神器的地点并不难, 一行人马上上路, 直奔神庙地底世界, 这是一座地宫, 神文是这里的主旋律, 那美妙的文路勾勒出一座座混沌境最顶级法阵, 一直向着最深处蔓延, 随着真正核心的不断靠近, 愈发的接近永恒境, 终于到了, 肖战一行人来到一座巨大的神池前, 在那池中神泉翻滚, 磅礴的无限接近永恒境的法则之力震荡, 肖战很是吃惊, 他发现神泉中的泉水是一种近似于造物之力的力量, 透过超脑神器的视角, 他看到在神泉中有一尊尊杖为完全诞生出来的傀儡正在孕育中, 小南在操控着视角, 让肖战进一步了解这座神泉的独特之处, 很快他看到神泉就是一个巨大的圆环神器所化, 只不过被一股力量强行封印, 现在勉强只能发挥出半步永恒境的力量来, 这就是传承神器, 肖战心头神器一道明雾, 只是还未等他将消息告诉一旁的神席公主, 一阵刺耳的笑声突入的响起, 嘿嘿嘿, 笑声愈来愈想, 众人的脸色变了, 在那声音中透着一股永恒的味道, 半步永恒境, 肖战的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原来是七长老, 没想到你竟然一直跟着我们, 神奇公主面色凝重, 他双目寒芒闪烁, 一股强烈杀机一出, 第五十一章, 来着正是公孙家的七长老, 此时的他一身永恒全甲, 半步永恒境的修为, 瞬间就镇住所有人, 神奇公主虽然眼中透着杀机, 但七长老根本就没放在眼中, 七长老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 目光直接落在神池内, 眼中闪过红光, 他的视线穿透池水, 一切都无法阻挡他的窥视, 哈哈, 果然是神国传承神器, 真是天都要兴我们公孙家的, 七长老很是兴奋, 他太明白传承神器的作用了, 只要有了这件传承神器, 每个一定时间, 就能将族中精英松紧传承之地, 这样家族中永恒境存在将越来越多, 成为神国第一家族, 只日可待, 公主殿下, 本座里也不为难你, 传承神器我们公孙家势在必得, 不过我们可以给公主殿下, 一个介入传承之地的名额, 只要公主殿下不再阻拦如何, 七长老笑眯眯地看着神器公主, 虽然感觉眼前的神器公主, 要比先前那替身更为可怕, 但他丝毫不拒, 半步永恒境, 让他自信现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 你真的确定自己已经掌控一切呢? 神器公主的眼中, 突然露出神秘的笑容, 七长老冷冷一笑, 看了一眼, 处在神器公主身边的肖战道, 都说公主看人的眼力无双, 这点本座不得不佩服, 谁想得到一名小小的戒狂, 竟然能够得到傀儡圣师的传承, 不过这小子虽然活摊了傀儡圣师的传承, 掌握了这个地方, 但他的修为实在是太弱了, 所能动用的东西十分有限, 根本对本座构不成威胁, 好了, 本座懒得再废话, 公主殿下还是带着你的人退出吧, 本座真的不想跟你为敌, 七长老虽然如此说, 但是对于神奇公主还是非常忌惮的, 作为神国皇室公主, 抵御绝不是公孙家能够比理, 就算请义尊勇恒敬存在保驾护航也很正常, 如果能够不动手, 七长老也不想动手, 神奇公主戴眉微微一簇, 她忽然传音给肖战道, 如果传承神器被这家伙抢走, 你可有办法操控整个齐灵, 肖战眼皮一跳, 道, 要操控寝灵很困难, 不过, 仅仅是将这里封闭到不成问题, 肖战一边回答神奇公主, 一边让小男通知法随, 让他快速赶来增援, 神奇公主淡然道, 本宫其实被吓大的, 七长老尽管放马过来就是, 七长老瞬间阴沉下来, 几乎是瞬间他的眼中爆出恐怖杀机, 他动了, 直接一拳轰出, 恐怖的全静浩荡, 就如若一场飓风, 怒卷一气, 轰, 一杆神枪挡住了七长老车恐怖一拳, 一瞬间拳与神枪碰撞上千次, 恐怖的气劲狂暴, 神奇公主竟与七长老拼个旗鼓相当, 神奇公主表现出来的实力, 只有惠盾九重极致而已, 但是他的枪可怕到极致, 竟然无视那永恒的力量, 两人大战上百个回合, 竟然都难以分出胜负来, 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 神奇公主完全占据上风, 隐约间竟然有种要领悟半步永恒的味道, 七长老的脸色很是难看, 眼中射出不可思议的目光, 神奇公主的表现实在是太过逆天了, 他感觉对方并不仅仅借助神甲的威力, 才能感悟到半步永恒的力量, 而是他本身就已经达到这个程度, 怎么可能? 七长老意识到这一点时心头狂跳, 神奇公主并不是什么半步混沌镜, 他的真实修为已经达到混沌九重的巅峰, 此刻已经触碰到半步永恒镜的边缘, 随时随地都要晋升到这一境界, 七长老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表明以前一直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根本就不是神奇公主本人, 而只是他的替身罢了, 想到这里, 七长老心中泛起苦涩来, 都传言公孙爵跟神奇公主只在伯仲间, 现在看来那根本就是一个玩笑, 脑中苦涩的感觉一闪, 不过很快, 七长老心中涌现出浓烈的杀鸡, 几乎是差得他的力量成几何被暴涨, 永恒镜的力量越来越强, 有种就要晋升这一可怕境界的感觉, 轰, 猛然间, 七长老一拳震飞神系公主, 那恐怖的权剑实在是太狂暴了, 一拳就将神系公主轰入神池中, 恐怖的力量从七长老的体内爆出, 整个地宫都在剧烈震动, 他的目光一片赤红, 就如同一尊可怕的凶兽, 心中只剩下杀意, 七长老瞬间锁定肖战, 嘴角站起一抹凶残的笑容, 他动了, 拿到半部永恒镜极致的一拳轰出, 整座地宫在这一刻都在战力, 这一拳太强了, 完全超越肖战力量的极限, 恐怖的拳进让他连思考的能力都失去, 剑星更是来不及示警, 他就连捕捉拳头的轨迹都做不到, 轰, 一只遮天巨掌突兀的出现, 完全将七长老撤狂暴到极点的一拳接住, 七长老的脸色彻底变了, 心中顶罩狂想, 还未等他去看到底是谁阻止了自己, 一只拳头已经在他的眼中诬陷放大, 轰, 恐怖的全景爆开, 七长老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他敢肯定要不是有永恒神甲保护, 对方这一拳就能将他的脑袋打爆, 战神, 七长老被一拳轰飞的刹那, 终于看到到底是谁, 这让他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 当初进入寝灵时, 这家伙的修为仅仅只有混沌九重而已, 如今怎么一下子跳到半步永恒镜, 这根本不可能, 七长老知道, 这家伙只是一个来自下界的舞者罢了, 数百年的时间, 就算晋升到混沌镜, 就已经是超级天才了, 如今竟然已经达到半步永恒镜,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这等天赋, 怕就是神戏公主也比不上, 什么是战神, 这或许就是战神, 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七长老并未感到真正绝望, 他艰难爬起身来, 死死盯着战神, 一字一句道,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公孙家得到传承神器, 你真的很强, 整个公孙家, 或许也就我的大哥才能与你一战, 七长老说到这里, 他手间突然抱起一团绚烂的光芒, 几乎是瞬间一股恐怖的气息出现, 只见一尊浑身包裹在漆黑战甲中的舞者, 从那绚烂的光芒中走出来, 丝毫不逊色于战神的气息, 从他的身躯中散发, 轰, 两股恐怖的气息撞在一起, 整个地宫似乎都晃动起来, 恐怖的力量爆开, 周遭之人统统飞了, 战神眉头一皱, 他感觉肖战掉进神池中, 不过他并未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危, 而是目光锁定眼前突然出现的人, 很强, 战神战意昂然, 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液有种沸腾的感觉,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哪怕是进入元界, 他也没有碰到一个能够让自己热血沸腾, 迫切想要一战的对手, 听说你叫战神, 一身黑甲的男子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没有等战神回答, 而是几乎癫狂地笑道, 很嚣张的名字, 本座被誉为战神, 今天碰到真正的战神, 希望你的实力对得起你的名字, 哄, 黑甲男子的话音未落, 整个人就已消失在原地, 几乎是闪电间全雨场发生惊天碰撞, 那力量完全超越一切的极限, 整个地宫在剧烈震动, 无尽的神门碎裂, 这些统统都是由世界禁法则明刻而成, 此刻, 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半步永恒境的力量冲击, 地宫中的大战瞬间达到白热化, 两尊身影来回交错, 他们战力绝世, 宛若两尊活生生的战神, 每一击都超越一切舞者想象的极限, 真如那永恒的武神临时, 七长老被这狂暴的力量震得吐血, 要不是有永恒神甲保护, 他绝对已经被大战的余波震死了, 七长老感到震撼到极点, 竟然有人能够同大哥战到如此程度, 彼此竟然难以分出胜负来, 他很庆幸, 要不是这次公孙家对传承神器是在必得, 绝对不会让大哥的一尊分身过来。 肖战根本不知道神池外的大战已经完全升级, 掉进神池中的刹那, 他并未出去, 外跟是半步永恒境的强者对决, 他可不想去送死, 心中闪过一丝庆幸, 幸好在七长老出现时, 他就将身边的女人收进超脑神器中, 不然, 这小子绝对全都挂了。 神念扫过神池, 肖战搜寻着神妻公主的踪影, 很快让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神念覆盖整个神池, 他竟然没有发现公主殿下的踪影, 怎么可能? 肖战被自己的发现惊住, 神池就这么大, 神器公主怎么会消失? 他去哪儿呢? 肖战询问小南, 作为傀儡圣尸炼制的超脑神器, 对这里应当很了解才是, 他应当进入神器内部了。 神器内部, 这是永恒神国进入传承之地的神器, 内里自然内孕乾坤, 当初为了窥探真正的傀儡大道, 老主人将他封印, 神器公主既然是神国公主, 自然知道神器的秘密, 进入其中, 自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办法让我也进入其中吗? 这自然不成问题, 主人现在就要进入其中吗? 你问的纯粹就是废话。 第五十二章, 肖战感觉自己就被一股力量包裹, 似乎进入到一个奇特的环境中, 下一刻, 他发现自己虽然仍处于泉水中, 但已不是先前那座神痴了。 举目似望, 肖战很快找到了神器公主, 只是看到的刹那, 他吃了一惊, 因为此时的神器公主已身无片履, 那完全遮掩住的容颜, 第一次暴露在他的眼中, 肖战自认见过的美人无数, 可与眼前的神器公主, 一笔似乎都有了一种差距,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漂亮与否在人的心中都有一感称, 可是眼前的神器公主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她的美似乎蕴藏了世间一切的美丽元素, 任何一个女人的美丽感觉, 都能在她的脸上找到最为完美的一面, 肖战脑中闪过无数女人的面容, 她们的美丽能够超越一切, 可是, 当她那她们同眼前的神器公主相比时, 历史就有种差距的感觉, 可要你说出这种差距在哪, 你也完全说不出来, 肖战没有太过纠结这个问题, 她很快发现神器公主似乎陷入某种状态中, 对周遭的一切都毫无感应, 她这么一个大活人出现, 都没有引起她的丝毫警觉, 肖战挑眉, 神器公主的玉体, 肯定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男人玷污过, 如今她大饱眼福, 如果事情传出去, 她怕是会被无数强者追杀致死, 等了好一会儿, 都不见神器公主有任何的动静, 肖战不由联系系灵小男, 她在做什么? 似乎是在进行某种传承, 这难道是传承神器引起的? 肖战愕然, 这还没有进入传承之地, 这位神器公主竟然就能有如此奇遇, 她不愧为永恒神国第一天才, 要将这个传承神器收走该如何做? 主人稍等, 让我先联系一下气灵看一看, 小男的声音很快消失, 肖战无法确定他是如何跟人联系的, 等了不少时间小男的声音再度响起道, 主人, 我跟传承神器的气灵伤害过, 他说主人具有国主血脉, 是有资格收走传承神器的, 不过主人的修为太弱, 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实力, 将这个被封印住的神器收走, 难道真没有办法? 肖战不由皱眉, 方法倒是有, 当初老主人将传承神器封印在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窥探真正的傀儡之道, 可惜最终的结果却失败了, 根本无法用世界军法则炼制出永恒镜傀儡出来, 传承神器的气灵说, 只要主人能够帮助完成这个失败的实验, 就能跟神器认住成功, 完成失败的实验, 肖战不由皱眉, 用世界尽法则炼制出永恒镜傀儡, 就连师父那种存在都失败了, 他如何能够成功? 这么说来, 不就等于他无法收走这件传承神器呢? 这家伙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法子, 只不过是因为一直没有失验对象, 他说, 主人身体中流淌着国主的血脉, 没有比这更为合适的人选了, 只要按照他的方法来, 肯定能够完成老主人没有完成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方法? 肖战有些好奇, 是否何许人也, 以他之能当初都没有成功, 一见神器而已, 难道还真能用世界境法则, 创造出永恒镜傀儡出来? 我也问过那个家伙, 可惜他就是不说, 只是表示, 只要主人答应是否参与实验, 如果答应一切都好说, 如果不答应, 就算是永恒镜强准过来, 也无法将传承神器收走, 肖战心中放弃底补起来, 那传承神器, 到底用的是什么法子? 听这家伙的口气, 遮遮掩掩掩的, 似乎根本无法见人似的, 肖战心中感觉很不踏实, 冥冥中有个指觉在告诉他, 这传承神器的气灵创造的法子, 似乎有些不靠谱, 只是如何不靠谱, 一切都只能等参与了实验才能知道, 犹豫片刻, 肖战最终决定赌了, 传承神器对他还是有诱惑的, 毕竟能够增加进入永恒镜的成功率, 他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肖战的决定很快通过小南传给了传承神器的气灵, 还未等他询问具体的方法, 一股强横的力量将他包裹, 那一瞬间, 他的五感完全失去, 根本不知道周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让他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一股滚烫温柔的感觉将自身包裹, 耳边似乎响起女人的身影, 肖战心神震动,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虽然五感似乎失去, 一切都感应不真切, 但作为男人岂有不明白之力, 那传承神器的气灵, 是想通过男女的方式, 造出一个永恒镜存在来, 不知为何,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肖战的脑中浮现出神系公主的形象来, 这让他一颗心忍不住狂跳, 难道传承神器选择的另一个对象是神系公主? 快美帝滋味如潮如浪, 肖战被自己的猜测惊到了, 可惜, 他根本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 五感完全被剥夺, 他什么也做不了, 不知何时, 失去的五感再回归, 最开始是触感, 肖战清晰感应到, 自身已经离开那神圈中, 其异相味扑鼻, 美人的喘息十股销魂, 声音透着一股熟悉的感觉, 虽然没有看到, 但他已经能够肯定, 他绝对就是神系公主, 意识到这一点, 肖战心神俱阵,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把神系公主给睡了, 不对以他现在的感觉来说, 应当是被神系公主给睡了, 肖战想要正开双眼, 去见正这不可思议一幕, 但那该死的传承神系, 似乎存心要跟他做对事的, 别说看, 就算是用神念去感应都做不到, 只能靠听语处感去分辨, 神系公主主导一切, 奉献的极限被一次次的压榨, 肖战感到有目光落在自己的脸上, 很温柔, 能够让他的心灵变得平静起来, 这是神系公主的目光, 肖战意识到的瞬间心神猛的一阵, 他感到很是震惊, 他完全知道, 想到这个实验, 他心头历时就有了名物, 传承神器的气灵, 肯定同神系公主商量过,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神系公主对自己有意思, 肖战没有那么天真, 他跟神系公主有过接触, 这个女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一个男人动感情的人, 虽不认为, 他会为了某个目的跟一个男人上床, 但他有一点可以肯定, 神系公主或许对他有好感, 但绝对没有达到要跟他上床的程度, 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肖战想不明白, 神系公主给他的感觉, 就是那高高在上的女神, 他离现在的她还太过遥远, 永恒神国在肖战的眼中, 那是庞然大物, 作为神国公主, 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许要比从天元到神后还要遥不可及, 肖战唯一能够跟神系公主拉进关系的, 或许就是国主直系血脉这层关系, 然而, 如果真要这么算, 他或许能够成为他的一个长辈, 这是一笔糊涂账, 不管肖战如何猜测原因, 但他视觉恢复时, 发现自己正将神系公主压在床上, 彼此此时的姿势完全在告诉他, 他真的已将他睡了, 肖战无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将神国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 毫无保留地压在身下, 他绝对没有任何自得自满的情绪, 反而有种茫然不知所措, 公主殿下, 神系公主微微笑道, 不觉得这个称呼这个时候, 用何不合时宜吗? 这个, 肖战苦笑道, 在下也不知如何称呼才不会冒犯, 神系公主称道, 神系公主是封号, 我的真名叫做武西, 不过我允许你叫我管。 管? 肖战促眉? 管是我的小名, 只有关系最为亲密的人才可以称呼。 肖战心神一震, 看着神系公主那浮现温柔笑容的绝美于脸, 一股激动的情绪油然而生, 肖战很快心中苦笑起来, 以前他从未有过对神系公主的幻想, 这倒不是他不想, 而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同他根本就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 自然能够超然无外, 可一旦生米组成熟饭, 就失去那种超然无外的心理, 自然人再也无法淡然出之。 肖战很讨厌这种感觉, 因为他发现自己竟有种自行惭愧的念头, 这种情绪的产生, 只有感觉自己配不上对方时才会有。 意识到这一点, 肖战心情烦躁起来, 他知道这是身份的巨大差距造成, 同时还有就是对方实在是太过出色, 出色到, 让他都难以确定自己能够将之超越。 自己比不上神系公主, 肖战在心中发狠, 对方的出身不是他能够比的, 所受教育自然也无法袭击, 可他不认为自己会差。 战神已经用事实证明, 就算是神国的天才, 也可以轻易踩在脚下。 虽然神系公主强过那些天才太多太多, 但战神能做到, 他更能做到。 以前不去管他, 肖战现在只知道一点, 他要超越神系公主, 将来正大光明将他取过门来。 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肖战历时战意昂然, 人本在他心中高高在上, 如同女神一样的神系公主, 瞬间变得女人味十足, 让他强烈地想要弥补先前毫无一丝感知的结合。 根本无需翻身, 肖战就将神系公主压在身下, 强势的征服开始。 神系公主并未抗拒肖战的强势, 他默契配合, 彼此宛弱之心之意的恩爱夫妻, 谱写一曲欢乐之歌。 第五十三章, 肖战目瞪口呆, 看着眼前刚刚两三岁的婴儿, 她被神系公主的介绍惊呆了, 这是我们的孩子。 神系公主将小女孩抱在怀中, 微微笑道, 可以这么说, 她是我们联手制造出来的。 肖战皱眉道, 这是傀儡。 神系公主摇头道, 这是我们的结合产生的孩子, 你难道没有感到她的体内流着你我的血脉吗? 肖战将小男召唤出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男笑嘻嘻道, 那家伙研究过想要用普通的方法炼制出永恒境魁蕾根本不可能。 所以, 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让男女结合, 然后利用魁蕾的炼制法, 塑造这个诞生出来的孩子。 主人不用担心, 她的确是您跟神系公主的血脉骨肉, 只不过就是成长过程中被那家伙认为的强行干预罢了。 现在不要看她还小, 她已经具有了一个永恒之心, 只要等她发育完善, 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永恒强者。 爹爹, 爹爹, 小女孩腾空而起, 围绕着肖战盘旋, 她显得很开心。 肖战看着一脸笑意的神系公主, 咽着口水道, 这是我们的孩子。 神系公主微微笑道, 这自然是我们的孩子, 等离开元界, 我会将她带回公主府。 肖战挑眉道, 她叫什么? 吴玉, 觉得怎样? 神系公主笑意盈盈地看着肖战, 肖战眯着眼睛道, 为何要姓吴? 神系公主笑容满面道, 我的武力值更强, 如果你打得过我, 玉儿就跟你姓。 肖战嘴角直抽搐, 这个理由让她很憋屈, 神系公主如今的修为已是半步永恒境, 她怎么打得过? 就算能够制造出混沌九重镜的战偶出来, 也休想讨得好。 今后你打算怎样? 肖战看着神系公主, 虽然两人连孩子都有了, 但她仍是感觉一切宛如海市蜃楼, 太过梦幻, 也太过虚幻。 神系公主温柔地看着肖战道, 在开始这次试炼之前, 我就倾销过圣师。 她说这次罪戒之旅, 我会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 第一眼看到你还不确定, 可当在刀神城再度相遇时, 我就已经肯定你就是那个命中注定要成为我男人的人。 肖战好奇道, 既然你有这种感觉, 为何还让玄月跟我? 神系公主孝道, 我的男人将成为我生命中的贵人。 在她修为上弱之时, 我自然又找人贴身保护她。 肖战翻白眼道, 那你也用不着找一个在床上保护你男人的女人吧。 神系公主不以为然道, 为何不了? 只有一个深深爱甚你的女人, 才会不顾一切地保护你。 在圆界一个旋略足够了。 不过将来你去了神国, 我还会安排更强的女人在你身边。 我不担心她们会跟我争宠, 也不用担心哪个令我讨厌的女人能够接近你。 肖战抹了抹鼻子, 神系公主的玉夫术果然不拘一格, 她太自信了, 没有人能够从她的手中将她的男人抢走。 虽然跟神系公主一下子制造出了孩子, 让肖战感到异常的意外,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让五律跟着神系公主也不错, 肖战现在还没有保护她的能力。 如今, 已经完成传承神器器灵所说的实验, 那么, 就可以将神器收取。 作为收取神器的人并不是肖战, 也不是神系公主, 而是她们的女儿五御。 小丫头粉嘟嘟的, 说话一样一样不绝, 可能力着实不小, 先不说其他, 仅仅那神殿就连已经晋升到半步永恒性的神系公主, 都要远远不如。 收取神器振动很大, 整个试炼场都在剧烈振动, 失去傀儡圣尸封印的阻碍, 一切都很容易, 传承神器最终化为一个圆环, 待在五语手腕之上。 得到了传承神器, 潜灵一行目的达到, 不过说是圆满完成这还为时太早, 就在神器收取的刹那, 足足十多道恐怖的气息, 突兀地出现在试炼场内, 他们的修为全都达到了半步永恒境, 可怕到极点。 这一幕, 只让肖战跟神器公主自变, 这十多尊半步永恒境, 完全都是处着神庙而来, 显然, 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承神器, 他们并不是公孙家的人。 神器公主脸色异常凝重, 那是什么人? 他们是魔国余孽。 魔国余孽。 肖战有些吃惊, 虽然第一次听到, 但他也能大概猜测出来, 这个魔国余孽, 极有可能是被神国剿灭的, 某个同神国实力相当的国家留下来的势力组件。 难怪就连神器公主听到之后, 脸色都大变。 显然, 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魔国余孽抢传承神器也能用吗? 当然能用。 真正说来这个传承神器要属于曾经的魔国, 对其了解, 我们神国应当还比不上他们。 你有办法马上操控整个启灵吗? 肖战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点头道, 我会想办法的。 神器公主点头道, 玉儿就先交给你了, 咱们必须想办法将这些进入启灵的魔国余孽通统除掉, 不然事情非常很麻烦。 神器公主丝毫废话都没有, 直接消失不见, 只让肖战一待, 她抱着吴玉很快回到神庙中, 此刻大战中的战神 跟公孙家的那位强者都已消失。 肖战直接通过小南控制整个试炼场, 无尽的防御体系被激活, 一幕画面在肖战脑中浮现, 那是十多尊身P7黑甲咒的武者, 在对神庙发动最强攻击。 他们的力量异常诡异, 有点类似于罪戒的命迭。 随着肖战一声令下, 整个试炼场的傀儡都被调动起来, 数以万计的混沌九重傀儡在神庙内部房, 打算将这些家伙堵在神庙之外。 半步永恒镜实在是太可怕了, 哪怕是混沌九重镜的傀儡集体攻击, 都难以耐和他们分毫。 肖战脑中不断出现大战的场面, 看着这些从容不迫的魔国余孽, 不知为何他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直觉告诉肖战,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一下子找不到缘由, 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将自己的决定通过小南 传递给正处于神庙中的战神、战魔、天诛等人, 让他们马上放弃抵抗, 进入神庙核心来。 战神几人虽然不知道肖战想要干什么, 但他们并没有多问, 舍下那些来自神国的家伙, 退回神庙中心, 亲人再度相见, 心情都非常激动, 不过这个时候不是叙旧的时候, 肖战决定马上离开失恋场, 找到神庙公主没有, 肖战有些焦急, 怎么说现在神庙公主算是他的人了, 哪怕感情还狠淡, 但总归是孩子他娘, 他应当已经离开失恋场,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得比较好, 我感觉这些魔国余孽肯定有什么杀手剑, 一旦使出来, 在目前情况下咱们也许挡不住, 小男乃是永恒神器, 连他都有这种感觉, 肖战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时他也管不上神庙公主了, 还是先闪人再说, 至于神棍那些失恋者的死活, 那就不关他的事情了, 一阵白光闪过, 肖战一行人直接消失在神庙中, 一, 就在肖战一行人消失的刹那, 十多个围攻神庙的半部永恒竟存在中的一人双目, 倒射出恐怖的光束, 他试图洞穿神庙的防御, 窥探到内里的情况, 可惜, 这里全都是傀儡圣尸的杰作, 只要不是永恒竟的力量, 在这里根本掀不起太大的浪花, 不能再拖了, 我感觉传承神器极有可能已被人取走, 这些人该怎么办, 统统杀了, 十多人瞬间就达成共识, 很快, 一人出力, 他的手中出现一口魔刀, 一丝永恒竟的力量倾泻而出, 整个试炼场瞬间震动起来, 那是无法承受, 四月崩溃的征兆, 魔刀一震, 爆发出恐怖的刀鸣, 瞬息间他自主飞起, 刀鸣声在响, 整个刀身在剧烈震动, 那感觉就似一尊爵士凶兽复活了, 一波波充满魔性的力量震荡而出, 这是真正的永恒竟力量, 实在是太恐怖了, 试炼场根本承受不住, 那全由世界进法则构建而成的法则体系开始崩塌, 无尽的空间裂缝, 从魔刀锁在方向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崩, 刀身再度一震, 瞬息间化作一道光芒展现神庙, 太快了, 所有人连反应都没有做出, 魔刀已经展在神庙之上, 刹马间这个能够抵御永恒境攻击的建筑就如同纸糊似的, 被魔刀瞬间切开, 刀戏怒卷, 神庙瞬间被绞得粉碎, 十多尊半部永恒境的可怕存在抓住这一瞬间, 一招直接将神庙轰塌, 磅礴的神念如同潮水一般涌进神庙, 这些魔国余孽并未感应到传承神器万点信息, 他们的脸色很快就难看起来, 杀, 眼中爆出疯狂的杀意, 十多人瞬间化作一道光, 冲向那些来自神国的试炼者, 轰, 一身漆黑如墨的战甲, 霸绝天下的战役凌云, 十多尊来自魔国的余孽全都被挡住了, 双目尽是疯狂的战役, 紧紧一拳轰出, 就将所有人都拢罩进去, 这是一场惊世大战, 试炼场瞬间就崩塌, 公孙家的七长老抓着所有神国试炼者, 化作一道闪电, 从粉碎的世间碎片中冲出, 刚刚冲出来, 一缕刀光都投皮来, 一瞬间就将七长老一切变数封死, 这一刀很简单, 但却蕴藏着淡淡的永恒味道, 这是一尊半步永恒井超级强者, 七长老瞬间就意识到了, 他的脸色瞬间就凝重起来, 轰, 七长老一拳轰碎那惊世刀光, 无尽寂静暴开, 他的逃顿知识完全被阻, 很快就见一道伟岸的身影踏步而来, 这是一个俊美近乎妖艺的男子, 每一步跨书就像敲击在七长老的心头, 一股恐怖的压力越来越少, 让他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更加的难看, 魔皇子, 七长老心神俱阵, 他一眼就认出来者是何人, 这是魔国于涅中这一代的第一天才, 他是魔国皇室一脉, 同神兮公主齐灵, 神兮公主的厉害七长老已经领教, 此刻碰到魔皇子, 让他心中的震撼更甚, 走, 七长老并未同魔皇子多作纠缠, 这倒不是他害怕对方, 毕竟, 魔皇子虽然厉害, 但也刚刚踏读这一境界不久, 他真正担心的是魔国于涅清朝而来, 万一碰到真正的永恒境强者, 那就麻烦了, 七长老没有恋战, 魔皇子也并未追赶, 他看着某个方向, 嘴角站起一抹兴奋的笑容, 本皇子就说嘛, 堂堂神兮公主岂会那般弱小, 这次本皇子可以不要那个什么传承神器, 但一定要将你收服, 只要想到将神国最美的公主压在身下, 本皇子那已死差不多一个纪元的父亲, 也可以瞑目了, 魔皇子嘿嘿一笑, 瞬间消失在原地, 第五十四章, 肖战再次回到永恒之心的真正控制中心, 让小男调用永恒之心的监控系统, 很快整个永恒之心都在他的眼中, 主人, 有人在尝试侵入永恒之心, 他想要干嘛, 肖战有些吃惊, 永恒之心可是傀儡圣事最高成就, 在永恒神器等级中绝对是最顶级的, 就算是一名真正的永恒竞强者, 也休想攻破, 这人已经进入永恒之心, 他并不是依靠十二枚令牌进入进来的, 而是依靠自己的手段, 目前他正在尝试夺取永恒之心的控制, 什么? 这次真的出乎肖战的预料, 这人不仅仅是侵入永恒之心, 竟然还想操控永恒之心, 永恒之心可是师父最高成就, 他想要将之控制在手中,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要控制永恒之心绝对不可能, 不过这人还是可以夺取某个区域的控制权的, 现在他找到了神戏公主的行踪, 试图将他堵在某个区域中, 来一个钟桌边, 听到小男的话, 肖战的脸色阴沉起来, 这人是谁? 能够强行操控永恒之心, 绝对不是不同的存在, 刚刚我调用了神国无数炼气师的资料,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整个神国只有三个人, 而能够悄无声息地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老主人曾经的三弟子摩云, 他是摩国云业混进神国的奸细, 当年跟随老主人学义, 最终想要窥视传承神器, 被老主人识破其身份, 原来是师兄啊, 肖战的脸色一沉, 能够从师父的手中逃命, 这家伙绝对是永恒境的炼气师, 就算这个家伙做不到师父哪一个程度, 但只要给这个家伙时间, 绝对能够摸索出适应这里的傀儡来, 给我锁定他的存在, 我要借助永恒之心的力量将他干掉, 找到了, 对于超脑神器来说, 找一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很快, 画面中出现一个生得异常俊美的男子, 此时在他的身边聚拢了不少人, 最显眼的, 要数那个如同重心拱乐一般的魔皇子, 能够将这些家伙一举全都干掉吗? 怕是不能, 魔云的身上有一件超级神器, 只要关键时刻开启, 顶多只能够将这些人重伤, 你说这位师兄是否有办法, 在这个发挥出永恒境的修为来? 可能性有, 而且还很大, 他是老主人最为出色的弟子之一, 要不是这家伙图谋传承神器的事情败露, 老主人可是考虑要让他成为自己的一波传人, 肖战的眼中闪过森燃杀机, 冷笑道, 是否能够发挥出永恒境的力量, 还是很容易测出来的, 先给他来一击试试看, 是要动用禁忌武器吗? 何谓禁忌武器? 就是永恒级别的武器, 不过要催动依靠主人的本体不行, 还是动用一尊混沌七重天的战偶吧, 用它作为动力员, 还是能够催动的, 很好, 就这么办, 让我见识一番这位传说中的师兄到底都有些什么手段, 肖战咧嘴一笑, 这家伙既然想对他的女人动手, 那他不建议给他们一点教训, 主人稍等, 要启动这个禁忌武器需要一定的时间, 大事, 神奇公主是否已经被困在这片区域无法顿走? 魔皇子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神奇公主的美丽, 他早就窥视着, 只可惜并没有人真正见过他的真身, 这次好不容易撞上, 他岂能错过这个机会, 最好将之收入私房, 这将成为魔国覆灭之后最大的壮举, 魔云淡然道, 皇子不用担心, 属下已经将这片区域的控制权夺过来了, 公主殿下根本无所遁形, 魔皇子哈哈笑道, 很好, 这次如果能够生擒神国最美的公主, 将是一件轰动整个神国的大事件, 想想都要兴奋啊, 大事, 这里毕竟是傀儡盛世的老巢, 就算传言, 他早在很多年就已死亡, 万一他留下什么手段, 对我们可是非常不利的, 一名壮汉脸露优色, 对于傀儡盛世的名头没有人不惧, 就算其本人可能陨落, 留在这个永恒之星内的傀儡, 绝对不是好相遇的, 一旦发生什么, 对于他们这些深入其中的人来说, 绝不是好玩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那师父的气息早就消失了, 如今, 这座锦灵已经成了无主之物, 如果真有人操控的话, 也不会让我如此顺利地掌控这片区域, 魔云神色淡然, 语气中透着强烈的自信, 他不再废话, 手中突然出现一个圆盘, 这是一件永恒神器, 轻轻在圆盘上一点, 煞时间一目光影浮现, 众人面前一副立体图出现, 竟然是这片区域的完全地图, 只见魔云在光幕中连点, 很快, 众人身前这片区域风云变色起来, 一座风亿将之笼罩, 接着, 无穷无尽的傀儡涌出, 如同潮水一般, 向着神奇公主掩藏区域冲去, 这些傀儡的实力异常地强大, 最弱的都达到混沌七重以上, 其中更是有数十尊气息磅礴, 仿佛要将封印都给冲破了半部永恒镜傀儡, 这些傀儡都是本作根据老师的傀儡改进而成, 论战力绝对胜过这个启令中, 有师父创造的那些傀儡, 神奇公主贵为神国第一公主, 手中肯定掌握着难以想象的力量, 咱们就用这些傀儡将她的底牌逼出来, 看着无穷无尽的傀儡, 如同潮水席卷封印之地, 摩云的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 作为傀儡圣师的弟子都有一个喜好, 那就是使用人海战术, 用无穷无尽的傀儡堆死自己的敌人, 公主殿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名身着性感甲州的美女单膝跪地, 她的修为很强, 半步永恒境巅峰, 是神奇公主真正的心腹之一, 这是一座神殿, 在这里的人非常多, 而且还都是美女, 她们都是神奇公主的亲位, 足足一千多人, 竟然全都是半步永恒境, 这样的实力远远超出外边摩国云内的猜测, 神奇公主仍然蒙着面上,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傀儡大军, 她神色一片淡然道, 等, 等, 一名身着宫袍的妇人, 出现在神奇公主身边, 刮紫脸, 丹凤眼,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淑女最独特的风情, 这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女人, 她的美丽超凡脱俗, 在场女人中仅次于神奇公主, 不过她真正吸引人的, 并不是她那张勾魂的玉脸, 而是她那胸衣似乎都包裹不住的胸脯, 美妇人的目光在神奇公主的脸上扫过, 她诧异地道, 公主殿下是在等驸马爷, 作为公主殿下的真正心腹, 美妇人自然知道, 自己主子不但有了男人, 还跟着个男人生下一位小主子, 神奇公主微微笑道, 这次魔国鱼逆来的人可真够多的, 看来, 是有人特意将传承神奇, 在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了, 只是不知道泄露消息的人到底是谁, 美妇人斩钉截铁道, 不管是谁, 奴婢有一点可以肯定, 绝不是我们的人, 神奇公主淡然道, 是谁本宫心中有数, 说真的, 本宫还要感谢她, 傀儡如同潮水用来, 巨大的神殿, 就如同那风浪中的小舟, 随时都有心腹之嫌, 不过, 就在所有傀儡毕竟神殿百里之地时, 一道屏障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几乎是瞬间所有撞上屏障的傀儡都是浑身一震, 很快, 他们的眼中光芒是傻, 撞上屏障的傀儡并未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们继续向神殿靠拢, 在魔国云涅一众强者兴奋的注视下, 出人预料的一幕很快出现, 原本逼近神殿数千米内的傀儡, 全都停下了脚步, 这一瞬间就像似起了连锁反应, 靠近神殿方圆百里内所有的傀儡都突然调转方向, 将自己锋利的武器对准原先自己的同类, 大战开始了, 竟是让魔国云涅目瞪口呆的异常内乱, 傀儡之心, 魔云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神光, 一种叫做贪婪的目光仿佛要将距离望穿, 那老家伙就是偏心, 当年本座向他请教傀儡之心的制作之法, 他竟然密不外传, 如果本座能有这东西, 现在整个寝灵都在本座的掌控中了, 现在该怎么办? 魔皇子见没一促, 他自然听说过傀儡之心的威名, 这东西一出, 傀儡根本就无法靠近那座神殿, 除非动用永恒境的傀儡, 只是这个地方限制太强了, 永恒境在这里, 怕是连一尊半步永恒境都不如, 魔云的眼中尽是自欧, 老家伙能够创造出用世界境法则, 炼制半步永恒境强者的方法, 那他这个最为出色的弟子, 岂有不清楚于男圣于男的道理。 奔作 魔云的脸色突然一变,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突兀的出现, 只让他浑身鸡皮疙瘩乍地, 整个人本能的直得索。 不好, 魔云作为永恒境恋气势, 对于英机的感应, 绝对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强的, 几乎就在感应的危机的刹那, 他就尝试激活身上最强的防御神器。 轰, 一道惊天光束突兀地出现在这方天地, 那光芒让天地都化为一脸银亮之色, 实在是太快了, 哪怕强如魔云也只是脑中念头一闪, 那恐怖的光束已经轰击在他强行撑嗨的防御神器上, 耳中传来一声咔嚓巨响, 那是防御神器无尽防御禁止被光束击穿的声音, 几乎只在一瞬间就有数亿亿计的防御被击穿, 这绝对是永恒级别的攻击。 魔云意识到了什么, 他的脸色瞬间难看到几点, 这座启灵有人控制, 那老家伙没有死, 绝不可能, 一定是那老家伙又收了关门弟子一类的人, 太大意了, 魔云一口鲜血喷出, 只是还未等他喘口气, 第二道光束跟第三道光束接踵而至, 一道墙跪一道, 整个寝灵似乎都要被骑鸡穿一般。 走, 魔云知道, 就算现在的他挡住这三道光束, 怕是也要重伤, 在一座有主人的永恒神器内, 这绝对是要人老命的事情。 这个仇他记住了, 这个从未毛面的师弟或者师妹, 算是给了他一个别开生命的见面礼, 他发誓将来一定要数倍奉还。 魔云一回衣袖, 将身边一众魔国鱼捏卷入一件神器中, 他的心在滴血, 刚刚那一击竟然击杀看一半精锐, 这其中可是有一尊一只脚, 已经跨入永恒境, 这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第五十五章, 是时候了? 神器公主的眼中突然爆出森然杀机,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几乎是瞬间他冲出神殿, 率先向着逃窜的魔国鱼捏杀去, 这是一场追杀, 魔国鱼捏的实力很恐怖, 仅剩的一群人, 每一个修为, 最低都是半步永恒境, 最为可怕的是, 他们在这个永恒之星内, 修为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削弱, 能够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魔云, 他曾是傀儡圣师亲传弟子, 对傀儡圣师的炼制术非常有研究, 从他能够不走正途进入其中, 就可见他的本事, 魔国鱼捏的实力的确很强, 不过神奇公主也不是吃素的, 领着一千多人追杀上百人, 绝对是碾压性的, 肖战一直监视着一切, 看着画面中威风八面, 追杀魔云的神奇公主, 他有些恍然, 现在他算是明白, 这女人离开时那句话的真意所在, 他就是为了吸引魔国鱼捏的注意力, 才将自己的行踪暴露, 等的就是他掌控永恒之心, 给这些家伙来遗迹狠的, 他倒是挺相信我的, 肖战抵护一句, 对于追杀魔国鱼捏的事情, 肖战不想继续插手, 能够让神国围剿这么多年, 都获得资论的魔国鱼捏, 可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招惹的, 硬一把就够了, 他可不想吸引仇恨, 传承神器到手, 是时候离开这个永恒之心了, 肖战自然不会就这么离开, 作为傀儡圣师的关门弟子, 这里的东西等于全都是他的私有财产, 今后还会来不来不能肯定, 还是把能搬走的全都搬走吧。 接下来, 肖战将所有人都放出来, 自己则打算搜刮永恒之心, 不过战飞第一时间找上他, 要让他将用世界法则练着傀儡方法兴能相受。 对于老娘的要求, 肖战自然有求必应,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在也不是非要一蹴而就。 你就是传说中的战皇叔叔吗? 肖战好不容易打发走战飞, 没料一道兴奋的声音突然传来, 扭头看去, 这件少女模样的战猪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他。 肖战自然见过战猪, 不过他唯一知道的, 就是小丫头是跟着战魔与天猪一道出现的, 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 还以为只是弟子一类的人物。 战猪的修为在半步混沌镜, 比肖战现在可是强多了, 听这丫头喊自己叔叔, 他有些愣神道, 你叫我叔叔。 战猪眼珠的很亮道, 你是爹爹和娘亲的结拜弟弟, 自然就是猪儿的叔叔啊。 你爹跟你娘, 肖战有些茫然, 看着突然走来正一脸笑意的天猪, 已经黑了一张脸的战魔, 他瞬间瞪大双眼, 吓了一跳道, 大哥, 二, 二姐, 他, 他真是你们的女儿。 天猪笑页如花道, 猪儿正是我跟相公的爱情结晶, 他的天赋绝对不比大哥差多少。 战魔冷哼一声, 什么也没有说, 显然是默认了。 肖战嘴巴长得大大的, 目光飞速在这一家三口身上扫过, 好一会儿, 他才接受这个惊世骇俗的消息, 没想到, 他们竟然真的走到了一起, 原来, 两个男人的爱情也是能够产生爱情结晶的, 世间果然是无息不由啊。 肖战一时间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他非常有兴趣知道, 战魔跟天猪的, 是如何打破世俗, 最终忠诚眷属的。 战魔黑着一张脸, 这家伙很想揍肖战一顿, 可惜, 天猪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这女人早就想跟昔日的朋友, 好好分享他跟战魔的爱情史, 说说, 他是如何让战魔败倒在自己的十六群里, 天下的经过。 对于战魔这数百年来的悲催生活, 肖战乐了很久, 他真没有想到阴差阳错, 战魔竟然阴沟里翻船, 仅仅一次就制造出, 他跟天猪的爱情结晶来, 孩子都有了, 这绝对是无法提起裤子不认账的。 天猪终于满足了自己分享乐趣的兴致, 他女儿站住这个时候拉住肖战, 说是要见识一番他的剑道, 看着他那双目貌猩猩的样子, 作为长辈, 自然不好拒绝。 不过肖战可不会亲身下场, 这小摇头可是被欲为撇美天魔的无敌天才, 在修为明显强过自己的前提下, 他用借黄境修为比斗纯粹是找死的行为。 肖战派出的是一尊半部混沌镜的战偶, 战猪的天赋真不是盖的, 直接爆出媲美混沌镜的实力。 而且, 那战斗天赋更是强的逆天, 要不是他想要见识真正的剑道, 一时半会儿还真无法分出胜负来。 真正的剑道能够耗领一切的剑之道, 哪怕是混沌镜的, 只要力量不是相差太过悬殊, 基本上连秒杀都不用, 完全可以直接控制对方。 见识到真正剑道的威力之后, 战猪一发不可收拾, 他缠着要拜肖战为师, 这丫头绝对是为他目的不择手段的主, 死皮赖脸都不足以形容, 为了学到强大的剑道, 他竟然敢将自己脱光陷害肖战。 碰上这么一个不要点, 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侄女, 肖战只能自认倒霉, 谁叫她是天猪这个变态的女儿, 思维绝对不正常, 她也只能勉为其难地, 让她跟着一旁慢慢地学。 教导战猪只是顺带, 肖战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忙活, 整个永恒之星内财富无数, 它可不能留下任何一样东西。 永恒之星要说什么最多, 无疑就是傀儡, 不论强弱, 绝对能够达到无穷无尽, 将永恒之星搬走不大可能, 这东西是无数星辰组成大阵的核心, 就算是永恒进来了, 也休想安然无恙地拆散这作用星辰布置的大阵。 既然无法将永恒之星搬走, 肖战就只能想办法将永恒之星内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拆下来, 这绝对是一个大工程, 好在他是练气师, 战偶可以无穷无尽地制造, 根本就不缺人手。 拆卸绝不是一件短时间能够完成的活, 肖战很清闲, 陪陪身边的女人, 然后教导自己的女儿舞玉。 战飞的心情很好, 不但有着惊人的练气术等着他去学。 还有一个宝贝孙女问世, 说实话, 前世肖战虽然搞大无数女人的肚子, 但他这个做奶奶的, 却从未真正抱过孙子或孙女, 这段时间他总算是如愿以偿。 不是孙子, 战飞倒不是太过在意, 他真正有意见的是为何给孙女起名叫做武玉, 应当叫做战狱才是。 战飞根本就不给肖战反对的机会, 大手一挥, 直接就将武玉改成战狱。 小丫头很会讨人欢心, 虽然刚刚出生没有多久, 但他什么都懂, 时常将奶奶哄得眉开眼笑。 肖战对于小丫头姓, 什么倒不是太过在意, 不管是姓战还是姓武, 其实都不是他真正认可的名字, 在他看来, 如果姓肖就最完美了。 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肖战并未计较太多, 他还要清点巫术魁, 跟战偶拆卸下来的永恒之星部件。 神奇公主来了, 他虽然重创了魔国余孽, 但并未将最大的几个头目留下, 这次突然到来他是跟肖战道别的, 顺便将武裕带回神国。 丫头还开心吗? 肖战笑道, 有他的奶奶跟爷爷陪着, 自然玩得开心。 奶奶跟爷爷, 神奇公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肖战探手揽住神奇公主的蛮腰, 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看着她那美得惊人的页面, 嗅着她那独特的体香, 忍不住稳住她的红唇, 神奇公主并未抗拒, 依偎在肖战的怀中, 温柔地回应着她的热情, 哪怕有只手在肆无忌惮地隔一, 感受自己的丰满与骄傲, 这一刻的她完全就像一个妻子, 而不是那高高在上的公主。 闻起能满足肖战的贪心, 强势占有她, 想尽法子在她的身上, 体为做男人最极致的乐趣。 神奇公主的体质绝对要强过玄月, 同她相好, 就是在考验肖战奉献的极限, 看着床上一脸满足的神奇公主, 这一刻的她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这就打算回神国。 现在传承神奇到手, 必须马上回去, 不然魔国云涅再度倾潮而来, 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 肖战贪婪地抚摸着神奇公主的如玉动体, 探道, 你打算如何安排玉儿? 神奇公主柔声道, 自然现在身边教导一番, 然后再送进皇家学院内, 在哪里倒不用担心玉儿的安危。 肖战叹道, 真是可惜, 这丫头对我的剑道不感兴趣, 是钟情于枪法, 为何她这方面那么像你? 神奇公主俏皮地道, 一法通, 万法通, 你的枪法也很不耐啊。 肖战一愣,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了, 看着一脸妩媚的神奇公主, 她心头为震, 她完全没有想到美丽的公主殿下, 竟然会跟她开这种玩笑。 哈哈, 我这就错了, 为夫擅长的并不是叫枪法, 而应当是毛法, 这些全都取自玉女剑法, 你可以将其成为玉女毛法。 毛法也罢, 枪法也罢, 在我看来都一样。 神奇公主咯咯一笑, 话音未落, 就已翻身将肖战镇压。 女儿见过母亲大人, 父亲大人, 神奇公主迎迎失礼, 取下面纱的她, 让向来对自己容貌自信的湛妃, 都一阵自行惭愧。 湛妃可是非常人, 虽然对神奇公主的美丽, 产生了一丝妒忌, 但她很快就将这次妒忌消于无形, 笑眯眯地看着吃晚辈里的儿媳, 点头道, 难怪这小子为你着迷, 就算我这座娘, 看了你都要自行惭愧。 看着神奇公主, 湛妃对自己儿子把女人的本事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能将神国最美的公主, 弄回家给自己生儿育女。 这在偌大的一个神国中, 怕也就她的儿子有这本事了。 不管气氛有多融洽, 都不可避免地, 要谈到将五玉带回神国的这件事情。 神奇公主没有丝毫避讳的意思, 直接到这次过来, 女儿是打算将玉儿接回神国, 在那里, 她将受到最好的保护。 湛妃脸色微变, 不过很快, 她叹道, 你说得也对, 玉儿得到了传承神器, 如果消息落入魔国鱼孽的耳中, 我们暂时可没有能力保住她, 让玉儿跟着你回神国,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神奇公主道, 娘不用担心, 玉儿一定会好好照顾玉儿。 萧战从旁道, 母亲大人将来去神国不就能见到玉儿了吗? 这或许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 战飞淡然道, 神国将来肯定是要去的, 不过这事也不急, 玉儿要走也不急于一时, 这段时间你就跟战儿多处处。 将来这一分别, 要再想相见, 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神奇公主并未反对战飞的决定, 此刻的她完全就将自己定位在妻子跟儿媳的身份上, 陪着丈夫跟女儿都过这段难得的平静时光。 不过神奇公主总归是要走的, 一个月后, 她带着哭鼻子的育儿离开了, 目送她们母女离去, 萧战有些伤感,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实力不够强, 如果她能够达到永恒境, 一切或许可以不一样。 娘打算什么时候去神国? 战飞淡然道, 神国肯定要去, 不过老娘不会这样子去, 你女人怎么说都是神国第一公主, 咱们可不能让外人说咱们配不上人家。 萧战叹道, 这么说, 来娘打算等老爹, 晋升到永恒境在动身落。 战飞冷哼道, 这老家伙希望她修炼家把劲, 要是耽误老娘去抱孙女, 今后别想再上老娘的床。 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战神一脸的平静, 仿佛没有听到战飞的抱怨一样。 萧战暗自摇头, 突破永恒境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这些都不是她该操心的, 还是先一步晋升道剑之神境再说。 第五十六章, 战飞跟战神先一步离开了。 临走前, 他们告诉萧战一个消息, 明天被一个叫做西蒙公子的家伙弄到身过去了。 至于具体干什么, 他们不得而知, 只是隐约间猜测, 这位西蒙公子的身份非常不简单, 或许跟魔国云孽有关。 对于萧战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询问身边女人, 在神国是否有一个西蒙家族? 不过很遗憾的是, 玄瑞他们并没有听说过。 毕竟神国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上界并非只有一个神国, 先知道西蒙公子属于什么家族, 到底在何方? 要找到明天远比大好捞针还难, 运气不好, 也许这一辈子都找不到。 萧战清楚, 去了神国仅凭自己一个人的能量, 要找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 他必须从其他方面着手, 最好是能够跟某些情报组织搭上关系, 这样要找人效率更高。 明天的消息让萧战的好心情没了, 不过他并未停下来自哀自愿, 而是开始疯狂学习练技术。 萧战清楚就算他拼命修炼, 让自己晋升到剑之神境, 在神国也根本不算什么, 不到永恒, 根本无法成为神国一方霸主。 想要在神国赢得地位跟尊重, 唯有练习术才是最好的出路, 就像用世界境的法则, 练制出混沌境傀儡, 甚至于练制出永恒境傀儡, 如果成功了, 绝对能够成为相波的。 耗费差不多一年, 在调用整个永恒之星所有傀儡的前提下, 萧战终于将师父留下的东西能够搬走的, 全都带走了。 至于其他组成大阵的星星, 萧战并未太过在意, 那上边最强的魁梅也就混沌九重, 对于他来说, 根本没有用处。 这一年, 萧战可不仅仅是搜刮地皮, 他的四大巢穴又获得晋升, 现如今已经达到混沌七重之境, 这全都是吞噬无穷无尽的傀儡所致。 当然, 萧战所吞噬的傀儡, 全都是没有生命的普通傀儡, 在整个行星组成的大阵中, 这类傀儡, 简直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终于离开了, 出了最终试炼之地, 刀神城在望, 战魔一家三口打算告辞而去。 大哥有什么打算? 战魔双目远眺, 眼中透着难掩的兴奋, 这几百年都窝在首领异族内, 我决定在元界好生历练一番。 虽说这里是一座囚牢, 很多东西并不完美, 但能够将永恒境都封进的地方, 何尝不是一场磨练, 在这里不可能突破到更高境界, 是最好的磨练与积累场所。 天珠适时插话道, 夫畅妇随, 相公去哪儿, 我自然也去哪儿。 天珠一句话, 就让原本充满茫然都知的战魔脸色阴沉起来, 气氛一下子变得古怪起来。 战珠拽着天珠的衣袖, 笑嘻嘻道, 娘啊, 你跟爹爹浪迹天涯, 女儿就不跟着一道去凑热闹了。 天珠促眉道, 你这丫头又想干嘛? 战珠一下子蹦到肖战身边, 挽住他的胳膊道, 女儿要跟叔叔学见, 就不陪你们了。 天珠带眉紧促, 目光在肖战跟战珠身上来回扫尸, 他严厉警告道, 三弟, 二弟可是严重警告你, 做长辈的可不能乱来。 战魔一身冷哼道, 猪儿跟着老弟没问题, 不过老弟作为长辈, 就一定要有做长辈的样子。 要是将来哥哥我听让你欺负猪儿的话, 可别怪做大哥的翻脸不认人。 肖战直翻白眼道, 不愧是两口子, 这都想一块去了, 至于吗? 小弟可不是乱来的人, 你们真正要管的还是猪儿这丫头, 他可是跟他娘一个性子, 如果认定毛事, 杀了他都没用, 你们还是将他带在身边吧, 小弟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肖战可是被战珠的手段吓到过, 这丫头为了说服, 他竟然敢脱衣服要挟他, 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 让战珠跟在身边, 肖战自己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他就怕这丫头下歹了, 才不。 战珠板住肖战的胳膊道, 猪儿一定要学会叔叔的见到, 叔叔到哪儿? 猪儿又到哪儿? 天猪跟炸磨的脸上都露出担忧之字来, 他们不担心肖战, 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 他们太清楚肖战有多招女人喜欢了, 就连神戏公主这等天之娇女都已沦陷, 她们女儿万一把持不住自己, 岂不是要往火坑一条? 知女莫如母, 天猪自己就是个一旦认准了, 谁也改变不了的人, 自己女儿要是哪根筋搭错了, 绝对会善演她追战磨一幕。 天猪跟战磨交换一个眼神, 这一刻, 他们完全心有灵犀, 同时将战猪拉到一旁进行教育。 一旁的肖战看着战猪那唯唯诺诺的样子, 赶在心中发誓, 这丫头转眼, 就会将她父母的主妇当作耳边封。 肖战有点庆幸, 还好战猪是一个少女, 万一是个少男, 打死她也不会交习剑法, 要是跟她老娘一个德行, 战磨悲剧一声又将重演。 战磨夫妇最终没有说服, 让战猪跟随他们一道游历天下, 女儿已经长大, 她需要迎来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看着一副忧心忡忡的战磨跟天猪, 肖战真的很想说, 你们夫妇, 完全就是在帮帮忙。 伦本一女儿对咱没什么想法, 现在有了逆反心理, 也会对咱有什么想法了。 告别战磨夫妇, 肖战领了一众美女前往刀神城, 这次来刀神城主要的目的, 自然是来拜奸大舅哥, 怎么说, 要将人家妹妹搞到手, 不问候一方实在是说不过去。 肖战已从神戏公主的口中, 得知大舅哥吴谦安然回来, 一是道平安, 二则是跟随一道前往神国。 贤静, 你大哥好说话不? 肖战看着挽住自己胳膊, 笑得很是开心的吴贤静, 忍不住开口询问。 吴贤静笑嘻嘻道, 我大哥一般情况下很好说话, 不过, 相公将神戏公主给睡了, 这是要传到大哥耳中, 他保证会跟你拼命。 肖战美好气道, 这事可是机密, 丫头不想让为夫一年早逝, 最好嘴巴严实一些。 吴贤静点头道, 下滚放心, 人家嘴最严了, 更何况, 就算人家现在跟人说, 你将神戏公主给睡了, 也保证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 一, 这不是二小姐吗? 银总算是回来了, 大少爷现在正在气头上, 二小姐还是快点去见大少爷的比较好。 肖战已经刚刚抵达刀神城城, 一名统领历时就认出人群中的吴贤静, 瞬间来到跟前见礼。 吴贤静没心没肺道, 这次大哥追随神戏公主一刀参加试炼, 难道神戏公主最终让大哥的对头炮走了不成? 大少爷被人追杀, 怒上是被神戏公主叫回来的, 应当不是您想的那个原因。 统领抱拳苦笑, 就算是他也不敢说是啊, 吴贤静心情大好, 是不会去管统领这种小角色的, 哪怕这家伙也是吴家的人。 他挽着心情忐忑的肖战直奔刀身负, 二小姐去懒了? 你们这帮废物怎么连他的人都没有看住? 还没有见到大舅哥, 那咆哮声就已经换来, 肖战已经听出来了, 吴贤受伤了, 而且似乎还非常的重, 看来能够从魔鬼余孽的手中逃脱, 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大哥, 小妹回来了, 吴贤静像似根本没有听到吴谦的愤怒一样, 他整个人就如一阵风, 瞬间就出现在吴谦面前, 丝毫不给愤怒的大哥开口的机会, 一把僵尸抱住, 吴谦脸色很是阴沉, 对于吴贤静的撒娇讨好仿佛没有看到, 他冷着脸道,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吴贤静笑咪咪道, 小妹自然老实待在刀神城中, 哪也没有去啊。 吴贤冷哼道, 真当你大哥好混了不成, 你这丫头根本就没有在刀神城内, 这次的试炼你肯定也跟着去了, 你难道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吗? 就算是你大哥, 我都是九死一生, 差点回不来了, 你跟着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母亲大人交代? 吴贤静得意地道, 小妹其实也想老实待在刀神城内, 可惜, 小妹当初进入元界使用的, 就是传承神器, 试炼一开始, 就被身不由己地吸入试炼中, 小妹也没有办法了。 吴谦脸色很是阴沉, 他自然知道, 吴贤静说的是事实, 试炼一旦开始, 作为试炼者绝对身不由己, 如果不参加会被立马提出元界。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参加的是什么试炼? 吴贤静一点也不怕吴谦, 笑秘秘的道, 大哥从来没问过, 这可不能怪小妹, 吴谦拿自己妹妹没有太好的办法, 现在她已经安然无恙地回来, 再拿这个事情教训, 她根本起不到教训的作用。 脑中念头一闪, 吴谦的目光突然落在一只漠不作声的肖战身上, 突然脸色一朗, 道, 她是谁? 吴贤静历时一脸严肃地道, 大哥, 她是我男人, 这次小妹能够顺利完成试炼, 全都要多亏她了。 什么? 吴谦的脸色猛了一变, 看向肖战时, 他的眼中透出森然杀机, 一股恐怖的刀翼化作毛光, 直战肖战, 竟然毫无一丝顾忌, 肖战的境界只有借皇家, 可是这次试炼之地一行, 让他掌握了世界境明刻混沌静置的手段, 身上战甲就是这种静置的产物, 此刻, 他完全能够发挥出混沌静五重左右的力类来, 吴谦的刀翼还未靠近, 就消于无形,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你竟敢勾解我妹妹。 吴谦的眼中充满杀意, 他的手中突然出现神刀, 手掌按在刀柄之上, 一股恐怖的杀意夺矿而出, 第五十七章肖战的眼中露出了笑意, 这次试炼之行他的收获算是所有人中最大的, 那个传承神器被自己的女儿得到, 自己也成为傀儡圣师的观文弟子, 用世界法则明刻尽致, 那么, 自然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情。 肖战能够将四大巢穴变为混沌静的超级存在, 那么, 自然也能够让自己具备混沌静的力量。 在身体中刻阵法容易得很, 哪怕元界压制强的变态, 他仍能够发挥出真正混沌静的力量, 也许跟真正的混沌静强者在力量的量上会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用来对付混沌静以下的存在, 无疑能够起到碾压的作用。 面对吴谦毫不掩饰的杀意, 肖战毫不退让, 淡然道, 我跟你妹妹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不巧的是, 岳母大人已经同意了, 并给我跟贤静签订了婚约。 什么? 吴谦吃了一惊, 他双目寒芒暴闪, 死死盯着肖战, 很快, 他的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光芒, 他如何瞧不出来, 肖战真的已经签订了吴家特有的婚姻契约, 这事只有长辈才可以做, 他妹妹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贤静, 母亲真的已经认可这小子了。 吴贤静一脸幸福地倒, 母亲自然认可了, 组长更是派出魁女为贴身保护玉郎, 这次过来见大哥, 我们就移到回神国。 吴谦眼中闪过不可思议之色, 他这时才注意到, 一直处在肖战身后的吴香珠女, 作为组长的魁女为他还是见过的, 这让他的脸色数变, 显然完全没有料到, 这时就连组长都同意了。 吴谦这时看向肖战的脸色变得复杂起来, 闪烁着一种让肖战无法理解的光芒。 好一会儿, 吴谦才冷哼道, 既然母亲同组长都同意了, 这是我这座哥哥的, 自然没有任何发言权。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小子应当是出现在神妻公主身边那个人吧。 你可知神妻公主在这个失恋中,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肖战一脸茫然地道, 不知道大哥想要问什么。 吴谦冷然道, 你是否知道神妻公主一直使用替身? 肖战点头道, 这是, 小弟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真没有想到, 神妻公主的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半步永恒境。 他这个神国第一天才之名,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吴谦的脸色很是阴沉的道, 我听人说神妻公主有男人了, 你是否知道整个人到底是谁? 肖战的心抽搐一下, 消息传得这么快, 今后他去神国千万不能让人知道神妻公主的男人就是他, 不然, 想要找他麻烦的人, 怕是能够从神国排进罪界来。 虽然知道神妻公主的男人就是谁, 但肖战还是一脸茫然地道, 神妻公主有男人了吗? 这不大可能的, 他的修为那么强, 半步永恒境了, 整个神国在同代中, 根本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吴谦眼中闪烁着森然杀机道, 这是岂能优假, 神妻公主已经当面承认, 他们之间连孩子都有了。 该死呀, 哪个杀千刀的混蛋, 竟然敢亵渎神妻公主, 要是让我知道, 飞驾他碎尸万顿不可。 肖战一脸坦然道, 如果小弟说那个男人就是自己大哥信吗? 吴谦冷笑道, 你, 欺骗我妹妹或许还行, 至于神妻公主平你解配。 肖战送奸, 咱可是实话实说, 可惜就是没有人相信我, 心中叹息一声, 道, 那不知大哥认为谁最有可能呢? 吴谦见眉一昼, 对于肖战生, 自己为大哥很不满意, 可谜已成吹, 这是有母亲跟族长, 在他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 只能默认这种事实。 将目光从肖战的身上挪开, 吴谦一脸阴沉道, 肯定不是默语根公孙爵, 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将公主的肚子弄大, 至于其余人差不多全挂了, 就算侥幸活下来的人, 也根本没有那个资格被公主殿下看中, 除非是, 除非是什么? 肖战脱口而出道, 除非是那个叫战神的家伙, 吴谦脸色阴沉道极点, 丝毫不理会听到这个猜测目瞪口呆的肖战与吴贤境, 咬牙切齿道, 所有人中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 来自下界, 却只用不到千年的时间, 健身道半步永恒境, 这样的天赋, 就算是在神锅中也能找出一两个来, 公主殿下要是看上, 他也不是不可能, 肖战脸上的表情很古怪,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事竟然让老爹背了黑锅, 他不由斩钉截铁道, 没错, 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 想想当初这家伙是何其强大, 能跟公孙建纳的家伙大战这么久, 公主殿下看上他完全说得过去, 吴贤的眼中闪过农烈杀机, 他在权衡利弊, 考虑战神回到元界之后, 是否还能够发挥出在试炼之地, 那种绝对压制性的武力, 如果处在元界, 彼此都在一个水平, 吴贤绝对要纠集所有人马, 去将战神干掉, 可如果没有限制, 那也只有等对方将来进入神国再想办法报复了, 肖战哪看不出大舅哥想要找战神的麻烦, 虽然他不介意让老爹被黑锅, 但也不想看着大舅哥去送死, 不由道, 此次试炼小弟成了傀儡圣师的关门弟子, 学到了用世界法则明和混沌尽致的手段, 不过那个战神似乎也从中领悟出来不受限制的办法, 如果大哥真想要去找麻烦, 还望三思而后醒, 对啊, 大哥绝对打不过那个战神的, 还是不要自取其武, 吴贤绝在一旁复合, 他自然知道那是自己的公公, 一切都只不过是在给自己的男人背黑锅, 在自己哥哥同工共坚, 他决定大义灭亲, 免得哥哥去送死了, 吴贤怒视着自己妹妹, 虽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但也用不着这么直白表达出来吧, 尤其是还当着外人的面, 冷哼一声, 吴贤瞪着吴贤静道, 这段时间你拿姐憋屈, 我会联系家里, 让人准备将你们送回去, 吴贤心情很恶劣, 一甩衣袖很快消失不见, 沐送自己大哥离去, 吴贤静没心没肺地笑道, 大哥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西西姐姐已成为我的好姐妹, 咱可绝对不会胳膊肘往外拐的, 肖战姐妹弄言道, 你说大哥会否去找你公公的麻烦, 吴贤静笑西西道, 大哥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他一定会让人去试探公公的, 如果公公表现得强势一点, 大哥绝对只能捏着鼻子韧了, 西西, 真想看到, 下公同西西姐大婚之时, 公公坐在主位上师大哥的表情, 想来一定非常精彩, 肖战直翻白眼, 对于这丫头的恶趣味很是无语, 公孙觉得脸色很是难看, 永恒之心一意他们公孙家惨败而回, 作为整件事情的负责人, 虽然失败并不是他的错, 但总是难以释怀, 当然, 公孙觉真正心情恶劣的罪魁祸首, 从七长老的口中得知, 曾经与他大战过的神西公主, 只是一个替身罢了, 真正的神西公主, 如今已是半部永恒经存在, 一身战力绝对是他父亲那一辈的, 这是绝对的差距, 以公孙觉的自负, 也不敢自夸能够追得上神西公主, 他有信心回到神国之后, 修为立马晋升到混沌境, 可半部混沌境, 那实在是有些为难他了, 作为公孙家族一员, 每一代被挑选出来的人, 都必须是同代第一, 以前就算输给神系公主, 他也认为自己能够重夺第一, 可现在他知道除非奇迹出现, 不然他根本没有一点机会, 战神的称号, 是每一个公孙家族族人的骄傲, 只要一想到这一代的战神称号, 从自己的手中失去, 公孙觉感觉, 这要比杀了他还严重, 七长老看着从永恒之星回来之后, 就显得沉默的公孙觉, 微微叹了口气道, 这次魔国余孽的出现, 完全出乎人的预料,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 是他们竟能找到公主的真身, 大哥推测, 你们之中有人可能是魔国余孽的卧底, 今后让你多注意一点, 公孙觉见了一条魔国余孽窝底, 怎么可能? 七长老宁没到, 最近一直由神国掌控, 魔国云孽很难潜入其中, 更别说一下子先进来, 数百名半部永恒境以上存在, 在我们神国中肯定有他们的卧底, 而且地位绝对不会低, 你觉得你们所有人中谁最有可能? 公孙觉脑中闪过不少人的样子, 最终摇头道,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七长老探到, 如今魔国云孽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神国也失去了老公主的坐镇, 我们担心当年魔国那位帝尊破关而出, 到时整个神国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对抗, 将来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 这次家族已经派人联系所有大家族, 到时联名进宫, 商议千年之后传承之地开启事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公孙家能够得到十个记录传承之地的名额, 大哥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千年时光。 公孙觉浑身一震, 眼中很快射出独目神采, 他点头道, 七叔放心吧, 小侄绝对不会颓废下去的, 千年之后一定会跟公主再度一战。 第五十八章 永恒在神国具有非凡意义, 它代表了永恒不灭, 象征着最为神圣高贵者, 但凡一个家族的前缀被冠以二字时, 就表明其在漫长的岁月中, 曾诞生过真正永恒强者, 他们是神国真正的贵族, 是特权阶级, 吴天城是一座永恒之城, 它如若一颗星辰悬挂于天空, 让无数神国子民仰望膜拜。 在吴天城中居住的全都是吴家族人, 他们的血脉高贵而神圣, 是永恒神国真正的特权贵族, 是无数普通子民之上高高在上的神明。 吴家能够居住在吴天城内, 自然表明吴家拥有永恒强者坐镇, 他们统御神国一御, 将御族族使三个元晋那么大, 同时统御的下一级世界多达一百多个, 在神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 吴家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久远了, 族人数量照一计, 族中天才人物如若天上繁星多不胜数, 在漫长的时间中不知道诞生出多少个旁之。 不过在吴家真正掌权的却只有三大主脉, 如果吴家普通族人在外人眼中宛若高高在上的神明的话, 那么这些主脉的人则是这些普通族人心目中的神明, 他们真正的高高在上, 往往能够决定普通族人的生死荣辱。 如今吴家掌权的是吴玉凤, 这是一个强势的一塌糊涂的女人, 一身实力在整个强者如临的神国都是最顶尖的存在, 两外两大主脉被他压制得死死的, 哪怕同有永恒境坐镇, 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吴家是一个以女人为主的家族, 这一族出来的女人都很强势, 实力也异常强大, 在神国贵族间甚至有过这样的传言, 只有能镇得住吴家的女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吴家的女人很强势, 不过她们同样非常传统, 始终认为吴家的强生不衰, 就是她们奉行最为独特的婚姻制度。 家族要嫁女儿了, 这在吴家并不算什么前所未有的事情, 作为一家之主的吴玉凤女儿可是不少, 如今差不多都已嫁出去, 唯一尚未出格的就要说吴一珍, 不过要出嫁的人并不是吴一珍, 虽然这个女人生性风流, 拼头不少, 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能够镇得住她的男人出现。 所有人都知道, 吴家女人的体内有婚姻契约存在, 男人要想娶她们, 就必须得到契约的认可, 不过得不到哪怕你将她们给睡了, 亦或是将她们的肚子高大, 也休想娶她们。 既然不是吴一珍, 那就应当不是家族嫁女了。 可为何吴家上下都宣称是家族嫁女呢? 这个原因就要跟吴家特殊的婚姻制度有关了。 至于如何特殊? 肖战已经来吴家十多天了, 仍是没能闹明白。 问身边的女人, 全都笑而不语, 说是等大婚那天就能明白。 肖战起初以为这是有人嘱咐不让他们说, 当他尝试询问其他人而无果实才明白, 这个话题似乎是一个禁忌, 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充满羡慕与怜悯, 让他恨不得言行逼宫。 作为组长之女大婚, 绝不是一件马虎的事情, 这个准备过程繁琐之极。 肖战粗略估计, 赵吴家这些人的速度忙碌下去, 没有十年八年的他, 别想跟吴贤靖真正大婚。 好在肖战心态很好, 除了郁闷不知道大婚具体规则之外, 蔡吴家的日子只能用逍遥自在来形容。 当然,肖战的逍遥自在也不是没有限制, 只要他不离开吴天成基本上不会有人管他, 吃喝玩乐全都有人付账, 要不是心中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绝对会乐不思数。 肖战心中重要的事情自然是找明天, 来神国十多天, 让他充分意识到神国到底有多浩瀚, 仅仅一个吴家就统预差不多三个元线大小相遇, 这在神国只不过是沧海一宿, 要找一个人仅靠自己绝对是痴心妄想, 必须最大限度借助外力才行。 所谓外力, 仅仅吴家远远不够, 他们的触角如果实在自己统治区域, 倒是容易, 可放倒整个神国根本不够看, 找人绝对要比大海捞针都要困难无数倍。 这个外力如何界完全是个问题, 神国浩瀚无疆, 没人能够说出谁的情报能力第一, 顶多也就覆盖一个狱罢了, 这对于找人来说没有一点用处。 好在战飞给肖战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消息, 那位西门公子似乎来自魔国余孽, 如果要找人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混进魔国余孽之中, 通过魔国余孽才能最快速度找到明天。 从神西公主口中得知, 魔国余孽的实力异常庞大, 如今隐有能够同神国皇室对抗的地步, 根本就不是一个小小的乌家能够对抗的。 只是肖战来神国十多天了, 很明白哪怕魔国余孽的势力再大, 也是见不得光的, 他想要跟他们搭上线纯属扯谈。 思来想去, 肖战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主动出击, 用傀儡圣师关门弟子的身份, 他敢保证绝对会将那位魔云引出来, 这个方法见效快, 不过肖战感觉这是找死的做法, 十有八九不是被那般家伙赶掉, 就是会被用来要挟神系公主, 在没有令魔国余孽感到忌惮的实力前, 千万不要这么干。 想到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后, 肖战惨无天成呆得更加的心安理得了, 他要提升实力, 不过却不是那种提升境界, 一步步升到世界境极致, 再一步步老实冲击混沌境极致, 他需要的是能够最短时间内具备混沌境实力, 这种实力不需要是本身的, 可以通过制造无穷无尽的战偶来完成, 用世界境法则炼制永恒境傀儡, 这是一个挑战, 最终师父都没能完成, 由此可见其难度到底有多大, 当初传承神器那个取巧的办法是不行的, 因为传承神器已经被五欲带走, 肖战从未考虑过要取巧, 他要制造出无穷无尽的永恒境傀儡出来, 足以跟魔国余孽对抗, 要做到这一点, 每一步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大婚似乎遥遥无期, 肖战的心也定下来了, 平时同身边女人交流一下感情, 逛逛街, 其余大部分的时间都发在傀儡术的研究中,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 在无尽手段使用下, 肖战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掌握了所有世界境法则运用, 练制出混沌九重战, 偶轻轻松松, 不过, 要练制半部永恒境, 则是没有一点头绪, 永恒境是一个难以攻克的话题, 师傅那等人物都无法完成, 仅仅发费一年的时间, 肖战自然不会奢望一蹴而就, 无法练制出半部永恒, 仅仅混沌九重的战偶, 对于肖战来说, 还是很有用处的, 毕竟在神国这个等级的舞者, 已经算是真正的高手了, 魁蕾复达到能够轻易炼制混沌九重战偶的地步, 肖战体内的四大巢穴自然也升级, 达到混沌境八重, 每一座巢穴中都有一尊九重战偶坐镇, 一身战力虽然挑战半部永恒非常困难, 但是用来保命还是足够的, 没有达到永恒境, 肖战是不会罢手的, 他自然打算继续投入到炼制中, 相公, 母亲大人想要见你, 吴贤静出现了, 美人一身华服, 蹲装秀丽之气扑面而来, 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大家闺秀, 你母亲终于肯见我这个女婿了, 肖战不至可否, 看来吴家已有一年多了, 这个丈母娘迄今为止都没有召见过她一回, 就算是做女婿的, 那也是有意见的, 吴贤静带着湘风出现在肖战的面前, 宛入她的脖子, 噱嘴道, 像够生气的, 肖战美好气道, 为夫能有什么好生气的, 她可是你娘, 也是为夫的丈母娘, 做女婿的, 能有什么资格生他老人家的气, 吴贤静别嘴道, 怨气这么大, 还说没有生气了, 像够其实错外母亲大人, 这一切都是我们吴家的婚姻习俗, 头一年, 诸位母亲都必须洗尘, 他们是不能见你的, 肖战眨了眨眼, 一头雾水道, 这是我们两个大婚, 跟他们见不见魔有什么关系, 吴贤静遇脸上浮现一丝不自然, 不过很快他撒娇道, 这是我们吴家的婚姻习俗吧, 头一年你不能跟诸位母亲见面, 现在头年已过, 母亲还不是第一时间就照见你, 肖战叹气道, 好吧, 你就跟为夫老师说, 咱们这个大婚准备到底要持续多久, 吴贤静歪头故作思量状, 好一会儿才到, 一般的习俗是十年, 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错, 也不能少, 不过这次情况有些特殊, 大娘已经离开吴天城, 前往帝都参加神国世家聚会, 可能需要等上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回来, 闻言, 肖战彻底无语了, 他跟吴贤静大婚, 就因为那什么大娘有事外出, 竟然需要等上一二十年, 这婚姻举办, 周期未免也太长了, 谁又耐心将他们吴家的女人取过门啊, 虽然对于吴家的婚姻习俗吐槽, 但肖战也没有丝毫办法, 好在现在他根本就不急, 二十年就二十年吧, 希望那个时候, 他有足够的实力, 跟魔国渔溺谈判, 你娘见我做什么? 吴贤静微微笑道, 当初咱们签订婚约时, 母亲大人不是说过吗? 等你来吴家之后, 他会帮你激活血脉, 肖战脸上历时露出喜色, 他知道, 自己这具身体可是具有国主血脉, 一旦激活那个潜力, 绝对能以想象, 说不定能够最短时间内, 结束他晋升剑局神经这个漫长的过渡期, 对了, 母亲大人要如何帮助小婿激活血脉? 吴贤静敏嘴笑道, 我们吴家的女人激活血脉自然需要在床上, 母亲就说相公太过老实, 当初他让大娘安排吴乡, 他们过来, 就是为了帮你激活血脉, 可你知道, 现在都没有跟他们好过, 白白浪费了母亲一番好意, 肖战叹道, 娘子应当明白, 为夫一直想要快点提升自己的练气术, 哪有闲功夫像其他事情? 吴贤静撑道, 下肱真健忘, 难道忘了我们吴家女人的特点了? 跟我们相好更加有利于你提升练气术, 真是舍尽求远, 笨得要死。 肖战笑道, 你当为夫真正将这是给罢了, 只不过是想要等关键时刻, 一举晋升道更高等级罢了, 现在用得多了, 效果会大大折扣不可。 吴贤静探手在肖战屁股上狠狠一宁, 称道, 相公真是浮屠, 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或许效果会大大折扣, 但咱们吴家的女人多的是, 你想睡肥跟母亲说一声, 保证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 肖战脸色古怪起来, 丈母娘对女婿未免也太好了吧, 这事都愿安排, 其他男人还不消奸脑袋, 拼了命想要做吴家的上门女婿, 看着脸上站着笑意的吴贤静, 肖战忍不住道, 娘子, 外边都传言你们吴家的女人强势, 怎么为夫感觉你温柔似水? 吴贤静亲了肖战一口, 喜滋滋地道, 那也要看对谁, 其他男人要是敢这么笨, 人家非得打爆他的脑袋不可。 第59章, 吴贤儒就是吴贤静的生母, 他所住地方乃是吴家真正的核心所在, 踏入其中宛若走进皇宫内院中, 不单穷极奢华, 这里的防御, 怕是永恒静强者, 都难以自如行走。 吴贤儒居住之地, 乃是内卷居住之地, 肖战一路行来竟被没有碰到一个男人, 不管是服侍的下人, 还是守卫统统都是女人, 一个大男人穿梭其中, 藏真感觉自己成了珍惜动物一般。 三娘, 四娘, 五娘, 六娘, 七娘, 肖战刚刚被吴贤静拽进一座院子, 迎面六位美妇人盛装出营, 说实话这一幕让他受宠若惊, 这一路走来肖战已经打听清楚了, 吴贤静有七位母亲, 大娘是组长, 二娘是生母, 其余的, 全都是吴家强氏女人的代表。 说实话, 第一次听到吴贤静七位母亲的威名, 肖战的压力很大, 此刻, 见他们竟盛装出, 迎一时间倒没觉得他们美艳逼人, 而是感觉压力扑面而来。 六位美妇人, 当中竟有两位是永恒镜强者, 其余的, 也全都是半部永恒镜的巅峰, 虽然他们在刻意收敛, 但一股无形压力, 还是从四面八方而来, 肖战想不压力大都难。 深吸口气, 肖战急忙见礼道, 小许见过六位母亲大人。 扑斥, 肖战的礼还未完, 六位美妇人, 外家吴贤静同时笑了, 一时间竟有种花枝乱颤, 让人眼花缭乱的感觉。 肖战莫名其妙, 难道就因为他图省事, 一次性称呼六人而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 虽然感觉莫名其妙, 但对方毕竟是长辈, 甭管他们为何而笑, 你跟着陪笑就是。 吴佩如笑咪咪地道, 愈可让娘亲怪想念的, 自从定下婚约之后, 就盼着你能来吴天成亲眼见上一面。 毕竟当初相隔一个世界, 很多东西哪记得上眼见未识, 今日一见才发现, 贤静这眼光比他几个姐姐强太多了, 能可是打心眼里满意。 三娘生得一场妩媚多情, 一双勾魂的眼眸只瞅着肖战, 笑意从嘴角栩栩绽绽放, 只让他那张叶面媚得让肖战心肝一阵狂跳。 三娘将肖战审视一番, 这才满意点头道, 当初欲出来, 吴天成三娘只是远远瞧上一眼, 只觉得还行, 没想今日近距离一弯才发现, 先前实在是太小看欲了, 还是大姐跟二姐的眼力好, 不然还真是错过这么一场良缘。 四娘咯咯笑道, 你们两个就别占他不便宜了, 吓坏了, 他可别怪四妹不宜哦。 三娘笑道, 胡说, 我们哪有占便宜, 贤静可否是我们一手带大的, 这生娘亲为何担不起? 六女又是一阵娇笑, 只让肖战一阵莫名其妙。 二娘笑道, 如今一年之期已过, 越不用再住那个地方, 我们已在内院收拾好你的住处, 东西也主人搬过来, 今后你就跟我们一起住吧。 肖战眼皮一跳, 这里住的都是女眷, 她一个大男人住进来算什么? 不由迟疑道, 这个似乎很不妥吧。 三娘笑咪咪地道, 让你搬就搬, 这可是我们无家的规矩, 妥当得很。 肖战不由看向一旁一直含笑看着一切的吴贤静, 这丫头丝毫没有意识到, 她的几个母亲欺负她似的, 真是劲奏。 六位美妇人连同吴贤静簇拥肖战, 进入吴家这片似乎很久没有男人踏足的禁地, 他们领着她进入她今后的住处, 此时一大群女必在忙碌着, 显然这里已经缺少主人很多年了。 肖战一眼就瞧出来, 这个宅院是整片房屋的中心, 颇有种重心共悦的架势, 只让她心中直犯嘀咕。 还喜欢吗? 二娘不知何时挽住肖战的胳膊, 笑道,还喜欢吗? 肖战又不是傻子, 这个时候, 要是还瞧不出吴家独特婚姻制度的问题所在, 就有鬼了。 有些尴尬的道, 小婿娶那好像不仅仅只有一个贤静吧。 二娘笑道, 我们吴贾那女婿, 如果男人死了, 是可以陪嫁的, 贤静体内的婚约是我们七个联手部下, 一共有九重禁止。 一般情况下, 男人只要满足第一重禁止, 就能签订婚约。 那时, 你就是贤静的合法处许, 除非一番死亡, 不然婚约是不会消失的。 三娘笑咪咪的道, 你还真是厉害, 一下子就破了九重禁止, 签订最高婚约契约, 从那一刻起, 我们七个都已是你的妻子。 七娘笑道, 这一年来的喜尘是我们吴家一个喜俗, 表示, 将过往的一切都洗净。 从今往后, 我们都只有你一个男人。 三娘从另一边挽住肖战的胳膊道, 娶到一个老婆, 附赠七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是吓傻了, 还是乐傻了? 我看你是想反悔哦, 只是可惜, 契约已经签订, 这辈子你都没有反悔的机会, 今后就乖乖做我们的男人, 不然可别怪我们用强哦。 肖战苦笑道, 我能够拒绝吗? 妻女异口同声道, 不能, 进了我们这门, 你就是我们的男人, 要是咱反悔, 我们保证让你干干净净, 下半辈子只能做女人。 妻女同时比划了一个阉割的手势, 只让肖战心底直冒寒戏, 这吴家的女人果然强势, 女儿找男人, 她们做长辈的也要参一较, 而且还是强制性的, 根本没有退货一说。 面对妻女同时做出的威胁动作, 肖战能说什么? 他可不想干干净净。 肖战在妻女强硬的态度下搬了进来, 吴家的婚姻习俗让他极度无语, 虽然搬进来了, 他们都以他的妻子, 可除无闲境外, 其余的女人还不能跟他同房, 必须等第三个年头之后, 才能睡到一张床上。 肖战已经很有心理准备了, 一年洗尘, 两年分房, 大婚之前不能离开吴天城, 这些要求都是强制的, 他根本没有拒绝了权力。 肖战如果想要抗争, 讲道理, 就必须过得了二娘, 三娘这些女人的这一关, 那可是两个永恒强者, 四个半步永恒强者, 这个道理是绝对讲不通的。 好在肖战心态很好, 早就想好了, 要提升修为, 并未闹出任何不愉快来, 让妻女一番折腾, 一天差不多就过去了。 用过膳, 二娘将肖战招进自己的香柜, 大娘不在, 她就是一家之主, 肖战这个男主人, 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当初我说过, 等你来神国之后要亲自帮你洗礼, 今天就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肖战看着明眼动人的二娘, 笑道, 二娘难道想要破戒不成? 二娘称道, 说过多少次了? 换我佩儒, 你怎么就是不听? 肖战非恨笑道, 我还是觉得二娘更为亲切。 二娘美好气道, 你们男人啊, 心思就是卧龙, 水你便吧, 换我二娘反正是我占便宜。 肖战一把拦住二娘的蛮腰, 傅儿吹气道, 我就喜欢对二娘占便宜。 二娘一瞪眼, 一只玉手瞬间就落在肖战的屁股上, 狠狠一鸣, 痛得他感觉屁股上的肉似乎都被拧下来一般。 肖战痛得咧嘴, 这女人下手真够狠的, 一点也不知道心疼自己男人。 二娘一屁股坐到床上, 拍了拍手, 很快, 吴湘连同另外一个女人走进屋子, 两女身上裹着薄纱, 惹火动体仿佛要破雾而出一般。 你给我老实说, 是否不满意香儿? 肖战看着跪地低着头的吴湘, 笑道, 怎会不满意? 早就想跟香香姐深入交流了。 二娘点头道, 如果不满意我可以换, 这个内院中所有女人, 你看上谁都可以将她们弄上床, 娶妻必须经过我们手肯外, 那妾的事情你完全可以随意。 说到这里, 她伸手一直跪地的吴湘, 看了另外一个美丽女人道, 她们两个今后就是你的贴身婢女, 半步永恒性的修为足够了。 好了, 你们两个马上带你们的主子去洗礼, 让那些丫头拿出真本事来, 你们的主子可是有永不枯竭的能力, 不用顾忌什么, 只要将她的极限压榨出来就行, 奴婢遵命。 两女根本不给肖战反对的权利, 宛入她的胳膊, 推开香锅中隐藏的一道门户, 两年后我会亲自给你洗礼, 这段时间我会让她们想方设法, 让你将所有技能提升到极致, 到时一次性让你升华。 肖战看着笑意盈盈的二娘, 想说什么, 但却被两女拽进密室中, 她发现吴家的女人果然每一个个都很强势, 她们似乎从未考虑过, 也会不答应。 洗礼很香艳, 吴家女人的独有能力果然不是盖的, 肖战发费一年的时间, 才让四大巢穴晋升到混沌八重, 可是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 竟然就晋升到混沌九重。 如此神效让肖战一阵苦笑, 这一年来的苦修颇有种全都白费的感觉。 搬进吴家内院, 几天的时间肖战已经发现吴家三年的等级制度, 内院宛若皇宫内院, 吴佩儒这些女人就像四皇帝一般, 完全掌管生杀大权, 她们可以随意除此内院中任何一名仆人,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借口跟理由, 哪怕这些人都具有吴家血脉, 在她们的眼中都只是一些下人跟奴仆。 说实话, 肖战很不喜欢这种气氛, 可现在的他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本来让女人帮助完成洗礼, 他会要求处女来, 可他感觉这个内院就是一个火坑, 那些女人要是一进来, 这辈子就别想出去。 肖战非常了解自己, 女人将第一次给了自己, 他绝对会负责到底。 而现在, 他虽然是吴佩儒这些女人的丈夫, 但真正算来, 他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守护自己的女人谈何容易。 洗礼而已, 肖战根本不用在意到底是谁在帮他, 他只需要记住一点, 自己的技能升级了就行, 这样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四大巢穴晋升的混沌九重, 绝对是一个分水岭, 肖战的练习术已经达到极限, 师父留下的基本上已经被他掌握,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升华, 真正用世界境法则, 创造出永恒境战偶出来。 肖战清楚, 只要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吴佳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轻视他。 第六十章失败, 失败, 再失败, 肖战培然坐在椅子上, 两年的时间转眼几过, 炼制永恒战偶还是失败的, 看着实验室中一尊尊半部永恒境的战偶, 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用世界境法则炼制永恒境魁梅, 似乎根本就不可能。 肖战尝试过无数办法最终都失败了, 根据超脑神器的计算, 最有可能成功的, 就是利用当初传承神器所有的办法。 利用男女繁衍后代的方式, 或许能够成功。 用男女那种原始方法, 炼制战偶算不上真正的炼制术, 那是造物术, 不属于炼系术范畴, 就算成功了, 肖战也不打算采取。 肖战尝试过将男女造物的能力, 转嫁到炼系术上来, 成功很容易, 但是, 要创造出永恒境傀儡没有一次成功过。 看着上百尊全新战偶, 他们全都是这种尝试的产物, 修为基本上能够维持在半部混沌境, 虽然有些不稳定, 但只要给予充裕的时间, 还是能够成为真正的半部永恒境战偶。 为什么会失败? 肖战以前认为, 失败的真正原因, 应当使他不了解何为永恒, 可在请来二娘出手之后, 他发现, 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切的根由, 应当是世界境法则, 是否真的能够凝聚出 运藏永恒境的禁制法阵来。 又失败了吗? 二娘突然出现, 他神态温柔, 让人如沐春风, 肖战苦笑道, 好像就差最后一步。 不管我如何尝试, 炼制出来的战偶最终的等级, 都只停留在半部永恒境巅峰。 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不是永恒境的原因? 二娘叹道, 真不知道夫君在苦恼什么? 用世界境法则, 炼制出半部永恒境巅峰的战偶。 这就算是神怀那些高高在上的圣尸, 也未必能够做到。 更何况, 现如今的夫君修为, 仍停留在世界境。 如此成就, 在傀儡一道中, 根本没有人能够超越夫君了。 肖战摇头道, 用世界境法则炼制半部永恒境傀儡, 并不只有我一人能够办到, 只有炼制出真正的永恒境傀儡来, 我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那个。 二娘微微一笑, 他并不反对肖战的执着, 如果不是有这份执着在, 他或许达不到如今炼制术的高度。 在二娘看来, 肖战能否实现, 用世界境法则炼制出永恒境傀儡来, 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仅仅现如今的, 他就是无价之宝了。 永恒境固然是神国最强力量, 但这种力量是战略性的, 一般是不会轻易动用。 各大家族之间真正比拼的, 还是半部永恒境, 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制造半部永恒境战偶的练戏师, 作用甚至还要超过一名永恒境。 有一个好消息, 不知道夫君是否愿意听了, 什么好消息? 肖战不以为然道, 新一代傀儡圣师的弟子心灵无天成, 听说是为了傀儡学院招生而来, 夫君不知道他有兴趣去见识一番, 新的傀儡圣师? 难道这人曾经是我师父的弟子? 肖战愕然, 夫君猜得没错, 这人曾是上一任傀儡圣师的弟子, 不过他最终被逐出门墙。 这是为何? 据传是因为他品行不短, 当年还在傀儡圣师手中学义时偷窃他人作品, 所以被逐出门墙。 肖战皱眉道, 这么说来, 如果这家伙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师弟在, 他极有可能会亏使我得到的川承诺。 二娘点头道, 的确有这个可能, 不过听说, 他跟当年那个魔云走得非常近, 现如今都有传言两者间仍然有联系。 肖战吃惊道, 这家伙的胆子还真是大呀, 竟然敢跟魔国云里来往, 他就不怕惹来杀身之祸吗? 二娘摇头道, 他有什么好怕的? 他属于圣亲王一系的人, 如今的神国不再是大帝一家独大, 整个皇室分作三派, 这个圣亲王也心勃勃, 一直亏使国主之位。 只要没有确凿证据, 根本没有人奈何他们这位新任傀儡圣师。 这家伙的这个弟子实力如何? 这是一个半步永恒境的炼气势, 在神国都是鼎鼎大名之辈, 被誉为圣师之下第一人。 肖战不屑道, 圣师之下第一人。 这家伙的口气还真是大, 炼气术浩瀚无边, 就算是圣师都不过是一些 仅仅掌握了傀儡大到一脚的家伙罢了。 夫君既然想不出功课难题的办法, 不如出去放松一下心情, 也许见证其他人的炼气术之后, 会有所经济也说不一定。 看着笑容温柔的二娘, 肖战本想拒绝的话并未说出口, 只是点点头, 决定去见识一番这位师兄弟子的手段。 当初我可是在永恒之心中, 可是狠敲了一回那个魔云的闷棍, 要是他知道那人就是我, 会不会给你们吴家带来麻烦? 二娘冷笑道, 一个魔云还不足为惧, 就算他在魔国云孽中, 地位崇高想要动我们吴家, 也要三思才行。 在吴天城内, 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到夫君。 肖战没有多说什么, 让傀儡术更进一步显然很难, 拿不到永恒, 计划一切都无法实行。 这个跟魔国云孽有瓜葛的新一代傀儡圣尸, 或许就是一个突破。 肖战决定去会一会这位圣尸的弟子, 如有必要他不介意暴露, 自己是上一任傀儡圣尸关门弟子的身份。 肖战要观摩傀儡学院招生并不难, 这里是吴天城, 是吴家的地盘, 这个招生自然必须得到吴家的支持才行。 根据二娘透露的消息, 新任圣尸继承这个职位并没有多久, 他继续坐稳这个位置, 就必须有拿得出手的功绩才行。 建立傀儡学院, 为帝国输送人才, 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 将肖战强塞进去并不难, 不过考虑到, 这位圣尸可能跟魔国云孽有关。 他的几位老婆决定, 将吴家仅有的三套永恒神甲给他穿上。 终于穿上永恒神甲了, 肖战有种热味盈眶的感觉, 他堂堂傀儡圣尸的关门弟子, 连一套永恒神甲都没有, 说出去都感觉寒酸。 这次这位圣尸亲传弟子来吴天城招收弟子, 目的非常明确, 他是冲着无闲境而来。 不久前的元界上任傀儡圣尸试炼刚刚结束, 最终活下来的试炼者虽然很多, 但是走到最后, 并活下来的人确须只可数, 无疑无闲境就是其中之一。 那位新的傀儡圣尸, 要建立傀儡学院, 自然需要拉拢名气非常达到炼气师, 将无闲境召集学院, 无疑能够打下知名度。 肖战这次前往观摩代表的, 自然是吴家, 他获得了一个评委的资格, 跟他一道的除了无闲境外, 还有一直留在他身边学习的南南, 以及战珠。 战珠这三年来, 倒没有给肖战惹什么麻烦, 主要是他将全副仙神都投入到修炼中, 就给这个丫头安排了无数试炼。 不得不说战珠这丫头还真是一个超级天才, 仅仅三年的功夫, 他就已触摸到见斋径的门槛, 要不是肖战喊他出去透透气, 他怕是还沉浸在修炼中。 傀儡学院招生非常的严格, 修为最弱都必须达到戒尊敬巅峰, 能够练制出混沌境傀儡来, 吴家掌控的疆域非常大, 不过, 要找出这样的练气师、天才, 还是能够找到的。 当肖战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考核现场时, 已经有一百多名选手通过了复赛, 这些家伙修为最弱的都是混沌境, 最强的一个更是达到了混沌五重。 肖战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主意,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边的吴贤境身上, 这里是吴天成, 作为组长之女, 那个敢不给他面子, 一时间无数人见礼, 让招生大比都不得不被打断。 吴贤境不同于在身边时常流露出小女儿的胶态, 他脸上始终保持着冷漠的神情, 一副巨人千里的样子。 肖战被忽略了, 他自己是不在意的, 不过, 却让吴贤境很是恼火, 自己男人的练气术绝对是圣师之下真正的第一人, 岂能被这些人给无视。 吴贤境直接挽住肖战的胳膊, 他这番举动, 一下子让刚刚无数大献殷勤的人脸上表情僵住。 身为吴贤城议员, 谁不知道吴贤境要嫁人了, 不用说这位就是姑爷, 而且这位姑爷不仅仅取到了吴贤境, 还将包括组长之内的三位永恒境舞者取到手了。 甭管这小子是不是吃软饭, 仅仅是组长丈夫这个身份, 整个吴家就没有一个人敢给他脸色看。 一时间无数任后生如潮, 只让肖战很是郁闷, 好不容易从一群奉承的家伙围堵下挣托出来, 他终于看到了那位传书中新一任傀儡圣师的弟子。 出乎肖战预料的是, 这人并不是什么郡美男子, 所到之处迷倒一片, 这是一个老者, 看上去就快要入土了。 肖战有些错愕, 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位新任圣师, 竟然派出这么一个老头来招生。 老者是一名半部永恒境强者, 虽然外表实在是老太笼中, 但极有可能这一切都是伪装, 毕竟任何东西沾上一个永恒二字, 几乎等于拥有无穷无尽的生命, 还从未听说过这一等级的强者老子过。 这位相比就是吴贤静, 吴小姐了。 传言, 这次罪戒试炼吴小姐进入了最后的试炼, 不知道可有得到上任傀儡圣师的传承。 老者一开口就带有火药队, 一下子就推翻了肖战先前的猜测, 这老家伙来者不善啊, 十有八九是冲着他而来。 第六十一章, 吴贤静斜眼打量着这个老家伙, 他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 一个遭老头冲自己说话时, 竟有种咄咄逼人之事撤还了得, 就算帅哥本姑娘也不给面子。 本姑娘是否得到上身圣师传承, 跟你有什么关系? 老者黑黑笑道, 吴小姐此言诧异, 家时怎么说都是上任圣师传人, 老九自然也算是其后人, 这时过问一下又有什么不对? 吴贤静不懈地道, 谁不知道新任圣师早已被逐出师门, 现在他的弟子倒好意思自称其传人, 也不怕他老人家从永恒傀儡之道中脱离出来, 受你们这一脉, 永远无法得逞真正的傀儡之道。 老者不以为然地道, 当年家师纵然有错, 但却无法抹杀他的师承, 如今师门有了传承, 他过问一下完全就在情理之中, 吴小姐不要胡搅蛮缠得好, 好一个在情理之中。 吴贤静气乐了, 这老家伙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 都被逐出师门了, 竟然还想惯师门之事, 真亏他好意思说他胡搅蛮缠。 老者一脸微笑道, 吴小姐还没有回到我的问话了。 吴贤静傲然道, 一个被逐出师门的人而已, 上任傀儡圣师的传承官你们合适, 就算是那些没有被逐出师门的传人, 也没有资格过问。 这是传承试炼, 谁通过了考验, 得了好处。 就可以说是上任圣师滩老人家的传人, 某些被逐出门墙的人, 还请不要胡搅蛮缠, 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质问。 吴贤静懒得理会这个自以为是的老家伙, 挽着肖战的胳膊, 就在评委锡坐了下来, 老者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是圣师的弟子, 到了那里不是奉承不断, 可没想到, 一个小丫头骗子竟然敢这么不给他面子。 老者脸色阴沉, 在他看来, 自己师父是上任圣师的传人, 那么这个传承自然也有他们这一脉的份, 分一杯跟理所当然, 他自将身份结交, 那完全就是在给这小丫头的面子, 竟敢扶逆他也就罢了, 还敢出言讥讽, 这简直就是他们圣师一脉无人。 老者心中冷笑, 吴家是大家族不假, 可是在他眼中, 那也就是一个窝在小地方的家族罢了, 作为圣师, 那是神国当之无愧一个行业的金字塔最尖端的存在, 他们代表了这个行业的无善权威, 水感遮辱, 今后将受到全方位抵制。 他敢发誓, 今后吴家休想再得到各种傀儡与兵器方面的供应, 这就是得罪他的下场。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老者当场贝罗了面子, 他就要当场找回来, 冷冷地看着坐于评委级上的无闲境, 至于肖战完全被他无视, 一个世界性的小鬼罢了, 没什么只得在意的。 老者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一个得到上任圣师皮毛的小丫头片子罢了, 真以为能够同他这种真正的圣师传人相抗衡了,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都狠了。 随着老者一声冷笑, 傀儡学院的招生仍在继续, 肖战坐于评委席上, 感觉事情真的很无聊, 这些家伙的练戏术在他看来都幼稚的可以, 一点意思都没有。 看见好东西就像巨尾己有, 难怪当年他师傅被诸出门墙, 就那嘴脸要不是打不过, 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 吴贤静仍在气头上, 不时那眼睛斜描老者, 瞧他那小夕的样子, 十有八九是在琢磨着打梦魂一类的事情。 站珠笑嘻嘻道, 那老家伙十有八九会报复姑姑。 嘻嘻, 姑姑可要做好准备。 吴贤静脑道, 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叫我姑姑, 真好像我很老实的。 站珠眉飞色舞道, 姑姑是叔叔的女人, 自然就是猪儿的姑姑了。 有什么不对吗? 吴贤静刚想抱怨几句, 场中参与考核测试的人, 都已结束自己的练止。 接下来进入评测环节, 是需要评委出面的时候了。 肖战对这个自然不感兴趣, 将评审、 一则完全交给吴贤静同男男。 他自然两丫头的水平足够当这些练习师的师傅了。 因而, 根本没有在意这种举动是否妥当。 吴贤静历时心情大好, 感觉做评委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顿时跃跃欲试, 吴小姐能够赢得上任圣诗的传承试炼。 这个练习数绝对独到, 不如你来点评一二如何。 老者笑眯眯的, 看着跃跃欲试的吴贤静。 我来点评。 吴贤静看着老者那张笑脸, 那会不明白, 这家伙绝对不安好心。 老者笑眯眯一指, 所有参加考核人中的一名老者。 道, 吴小姐就来点评他吧。 想来能够得到上任圣诗的传承。 吴小姐练技术, 一道绝对有了自己的独到之处。 被点名的老者脸上尽是孤傲之色。 她是所有考核人中练技术最高明者。 现在渐竟要一个乳臭味干的小丫头来点评自己, 眉头不由皱起来。 这里是吴天成, 老者自然知道吴贤静是谁, 可他并不属于吴家的势力范围。 来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参加这次考核, 以求进入傀儡学院, 最终摆在圣诗门下。 老者可不是什么小孩子, 他自然明白这位圣诗弟子的用途。 看向吴贤静的目光不由冷冽起来。 吴贤静这些年来可是一直跟在肖战身边。 虽然论练习数他差自己男人无数条件, 但水瓶已经不知道甩出这些家伙多少个大事件了。 作为评委完全绰绰有余。 吴贤静无所谓的道, 平就平。 这多简单的事情啊。 傀儡学院的考核。 顾名思义就是考核傀儡术了。 吴贤静的目光扫过所有参赛选手的作品, 脸上不由露出失望的表情。 最终他看着老者的作品呢, 看了出来。 所有参赛选手中, 就你的作品是最好的。 老者脸上的傲气瞬间更胜了。 他嘴角微微翘起, 看着吴贤静的眼神透着一种蔑视。 吴贤静脸上失望的表情仍没有消失。 他仿佛没有看到老者那充满蔑视的眼神一般。 去到, 从这傀儡本身来说, 各方面的记忆都很标准。 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你对于传统的傀儡炼制记忆非常的熟练。 可以当作教科书来示范。 至于你这炼制出来的傀儡, 用作生活系傀儡绰绰绰有余了。 老者脸色一沉, 冷然道, 我炼制的不是生活系傀儡, 而是战斗系傀儡。 对战时他完全能够发挥出混沌三重的修为, 不比一般武者差多少。 再加上他是傀儡, 本身的防御就算是混沌四重, 都不一定能够破掉。 你竟然说他只是生活系傀儡。 嘿, 不得不说, 作为评委, 你的眼力很不错。 老者的话引来无数参赛者的笑声, 不过, 评委中却没有什么人敢笑, 谁不知道这是吴家最受宠的小姐, 除非他们不想在吴家地盘上继续混下去了。 吴贤静相似没有发现这些家伙的嘲讽似的, 将老者炼制的傀儡看了很久, 才到还真没有看出来, 这样的傀儡竟然也能做战斗系傀儡, 要换我要使用它还需要一点勇气。 老者脸色铁青道, 你不许侮辱我的傀儡, 就算你是评委也不成。 哼, 我严重怀疑你的评委资格, 一个连生活系傀儡跟战斗系傀儡都无法区分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平衛, 吴贤静冷笑道, 说我无法区分。 哼, 那只不过, 是你自己根本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系傀儡, 不是拿着刀能砍几下, 就能成为战斗系傀儡。 要作为战斗系傀儡, 首先就必须了解什么是战斗, 不是在傀儡身上, 安上几个特定的绝招, 就能成为战斗系傀儡。 你这傀儡如果真要去战斗, 他充其量也就是一尊废物罢了。 你, 老者气炸了废, 怒之无闲净, 吼道, 你竟然敢侮辱我炼制的傀儡, 我要跟你拼了。 老者就像四辈羞辱了一般, 他竟然直接冲向评委席, 混沌三重的修为爆出, 一拳直击砸向吴贤靖。 吴贤靖也没有料到, 这老家伙竟然如此大胆, 敢公然在吴天成朝他这位大小姐出手。 几乎是刹那, 他一挥手, 立石一尊傀儡出现, 外表模样竟跟他十分相似。 这尊傀儡一出现, 体内立石爆出混沌三重的力量, 直接一拳就将老者轰飞。 吴贤靖可是大小姐提起, 他的温柔只对肖战一个人, 这老家伙竟然敢当众打他, 简直活腻歪的。 冷冷地看着差点被傀儡一拳揍拥的老者, 吴贤靖傲慢地道, 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 才是真正的战斗戏傀儡。 不服的话, 让你炼制的傀儡出来比划比划。 本小姐敢保证, 一拳将之打爆。 吴贤靖炼制的傀儡就跟他一个德行, 很是配合地露出傲慢的表情。 伸手一指那尊参赛傀儡, 充满了无尽挑衅。 可惜, 这种挑衅, 对一尊没有生命的傀儡来说, 完全就是对牛弹心。 这让吴贤靖炼制的傀儡很没面子。 当即冲上去, 就是一拳轰出。 够了。 一声怒吓炸响, 几乎是刹那间, 一道恐怖的身影出现, 挡在了老者炼制的傀儡面前。 这是一尊傀儡, 通体闪烁着金属光泽。 面对吴贤靖炼制的傀儡, 面无表情的他, 直接一拳对轰而出。 这一拳立时爆出混沌七重的修为, 让整个比赛现场都有种要对这一拳轰到的感觉。 轰, 爆了。 吴贤靖炼制的傀儡, 只有混沌三重的修为。 岂会是这尊傀儡的对手? 这是绝对力量的压制。 简简单单一拳, 就将吴贤靖炼制的傀儡打爆。 老者冷冷地看着吴贤靖道, 小丫头, 现在看清楚什么才是战斗戏的傀儡了吧? 真不知道你是如何赢得最终试炼得到传承的。 就这水平, 你连做一个评委的资格都没有。 哼, 现在老夫宣布, 你的评委资格被取消了。 不管你有什么背景, 在老夫举办的招生大笔上都没用。 吴贤靖哥哥笑道, 老家伙不就是想要找我的麻烦吗? 取消资格。 本姑娘又不是评委, 你尽管取消就是。 谁稀罕的? 老者脸色一变, 还是难看得到, 你不是评委干嘛坐在评委席上? 吴贤靖傲然道, 本姑娘不是, 但本姑娘的男人是啊, 只不过是这些家伙炼制的傀儡实在是太过废材, 他一点点评的兴趣都没有。 老者的目光这时才落到肖战的脸上, 他脸色异常难看得到, 简直胡闹, 你们吴贤城到底怎么安排的? 这种乳秀未干的小孩子, 也让他当品位, 马上给我换。 不然我发誓, 这小子一辈子都别想在神国练习师中混下去。 肖战双目一眯, 冷笑道, 你算什么东西? 敢置疑本少爷? 老者冷笑道, 老夫乃是盛世弟子, 这就是资格。 肖战不屑道, 从辈分上来说, 我应当是你的师叔。 不过了, 你师父当年早就被师父逐出门墙, 你倒可不必在乎。 当然, 我也没兴趣认你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失职。 老者脸色微微一变, 不过很快冷笑道, 又是一个赢得所谓失恋, 就以为自己是上任盛世弟子的家伙, 真是不知所谓。 哼, 老夫的招生大笔, 绝不是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能够参与的, 马上离开。 不然, 凶怪老夫不留情面。 肖战慢条丝里的拿出一枚戒指戴在手上, 笑眯眯的看着老者道, 这东西你应当识得吧。 老者脸色一沉, 冷哼道, 谁知道你哪里弄来的冒牌货。 肖诈黑黑笑道, 是否冒牌货一变就止, 这东西是做不得假的, 本少爷乃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关门弟子, 这件事情当初从最终试炼之地出来的人应当都知道。 嘿, 先前你这老家伙不是想要跟家师攀上关系吗? 本少也无所谓的, 不过, 你必须叫一声师叔才行。 第六十二章, 老者脸色阴沉到极点, 他如何看不出肖战手中的东西是真的? 这可不是他成不认的问题。 作为上任圣师的关门弟子, 在神国还是非常有地位的, 可不是他说封杀就能封杀的。 要知道, 虽然上任神国傀儡圣师进入罪界, 但他在傀儡术方面的地位, 无人能够撼动。 有传言, 他老人家为了创造出完整的永恒傀儡之道, 以让自身融入大道之中。 自身融道,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 作为融道者自身意志, 会与这种道完全结合, 这会让这种道带有某种情绪。 老者师父被逐出门墙, 给融道者咽气。 如果想要在傀儡之道上, 更尽以不低头认错,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不然, 真正的傀儡之道将与他无论。 虽然老者的师父成了圣师, 但最近一直在尝试修复同师门的关系, 想要重归师门。 如今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老者这时碰到师祖的关门弟子, 要真得罪了, 这事让师父知道了, 怕是没有好果子吃。 真正的师祖传人, 可不是那些因为一个试炼得到师祖的某像传承的人能够比得上的。 对于无险境, 老者可以亏是其试炼所得, 但对于肖战却不能这么干, 这事可不是瞧瞧就能搞定的。 真是天在看, 除非今后, 你该修其他大道法则, 不然就不能抢肖战的传承。 肖战的突然自爆身份, 让老者骑虎难下, 他想要稀释宁人, 这事闹大了对他没有好处, 只是这个时候, 他想要稀释宁人已经迟了。 谁叫这老家伙刚刚将无闲境的傀儡打爆? 肖战冷笑道, 你不说想让我老婆看看什么才是战斗戏傀儡吗? 今天本少爷就好见识一番, 你所谓的战斗戏傀儡。 肖战一挥手, 顿时一尊混沌六重的傀儡出现, 这时一尊魁梧壮汉, 手持神矛, 一股矛一冲天, 只让在场维持次序的不少混沌性舞者都眼皮直跳。 能够参加傀儡出大笔的评委自然一个个, 都是眼力非凡之辈。 老者炼制的傀儡, 虽然看上去其实惊人, 但从战斗系傀儡本身来说, 要比肖战炼制的傀儡差一截。 神国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平静战斗系傀儡的准则, 要区分高下, 可不仅仅是境界的高低。 首先傀儡是否具有生命,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潜力, 是否真正掌握五道真意。 肖战跟老者的傀儡都是生命系傀儡, 这点一看就知, 至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很能简单看出来。 而五道真意的高低, 肖战的傀儡明显要高出一筹。 众人一眼判断出, 仅从傀儡炼制上来说, 肖战的傀儡更甚一筹。 不过他们并没有表态, 一个是现任圣师的弟子, 一个则是上任圣师的官门弟子, 他们两边都不想得罪。 相比这些评委, 老者的眼力自然更强, 当看到肖战的傀儡出现的刹那, 他的脸色就彻底地变了, 眼中更是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来。 怎么可能? 老者在心中惊呼不可能, 因为他一眼就瞧出肖战所炼制的傀儡, 完全是用世界进法则炼制。 而傀儡的境界竟然达到混沌六重, 这简直就打破了他对傀儡炼制术的认知。 这一定是师祖所创的全新炼制术。 老者心中激起滔天巨浪, 用完全第一个等级的力量, 炼制出更高等级的傀儡来。 这可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而是一种傀儡术的革新。 以往混沌境傀儡只有混沌境武者才能使用, 而现在随着肖战掌握的这种傀儡术问世, 仅仅世界境武者就能操控最顶级的傀儡, 依照这种原理, 如果用混沌境法则力量炼制出永恒境傀儡来, 那岂不是? 想到这里, 老者被自己吓了一跳, 全集自行否定这种可能, 因为他疯狂了。 混沌境同永恒境, 可不是世界境同混沌境的差距可比。 肖战可不会管老者心中在想什么? 他冷笑道, 作为长辈, 本少爷也不欺负你, 让你的傀儡先出手吧, 本少爷保证一招将之打抱。 哼, 老者脸色瞬间铁青, 虽然心中已经承认在傀儡树上记不如人, 但这小子未免也太过嚣张了, 想让一尊混沌六重的傀儡一招打抱他的傀儡, 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心中怒气充荣, 不过很快老者的脸上泛起喜色, 肖战的蔑视可仅仅是对他, 而是在蔑视他的炼器术。 他可是心一任圣师的弟子, 羞辱他的炼智术, 就是在羞辱师父。 肖战纵然是师祖的关门弟子, 他也必须维护师门荣誉。 想到这里, 老者冷哼道, 老夫承认你的炼智术更甚一筹。 不过, 作为圣师的弟子, 不容外人蔑视圣师的炼智术。 今天就让老夫看一看, 你如何用混沌六重的傀儡, 打抱我这混沌七重的傀儡。 公主殿下怎么对这个小小的选拔感兴趣? 子暖有些吃惊地看着变装出行的公主殿下, 在他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傀儡师的选拔而已。 就算举办者乃是当年神国傀儡圣师弟子, 也没什么能够吸引公主殿下。 毕竟这次来吴天城的人, 虽然是傀儡圣师的弟子, 但却不是那些备受重视的弟子。 采傀儡树一道已经到头, 没有什么值得拉拢的价值。 公主虽说是变装, 穿得也很朴素, 但她骨子里那种高贵任人一看就知道, 身份不简单。 对于子暖一问, 公主淡然一笑, 世间奇才和奇多, 就算是小地方都能冒出傀儡树大师来, 这个叫张力的人在圣师门下的确不出彩, 可他毕竟是圣师弟子, 如果招来到府中好处肯定会有。 至于你说的那些人, 你认为是我们能够招来得到的人吗? 就算能够招来, 你认为他们会甘心给我们所用? 子暖别嘴道, 暖儿自然之道神国天才遍地, 可就算真的遇到旷世奇才又能如何? 先不说那漫长的培养期, 就算耗费无数精力, 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的傀儡大师。 与其这样浪费时间, 还不如直接拉拢那些顶级大师, 这样也许段时间内要发费难以想象的代价, 但起码不会血本无归。 公主摇头道, 以我们的财力要拉拢这些人的确容易得很吗? 可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你要清楚我们是什么性质? 其他时候还好说, 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 这些人怕是会成为祸患。 说话间, 公主的目光落在测试中的一百多位傀儡师身上, 她很快就摇头叹气。 子暖向似提开得胜的道, 暖儿没有说错吧, 这些人别看一个个都能练制出混沌境傀儡, 真要算其真本事, 他们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 根本不值得公主殿下费心费力。 公主殿下倒没有生气, 绝世奇才要是随便都能够碰到, 那也不叫绝世奇才了, 正想离去, 就听到老者挑衅无闲境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有趣, 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子暖的目光落在肖战的身上, 很是吃惊道, 这人竟是那个傀儡圣师的关门弟子。 开什么玩笑, 他只不过是一名世界竞罢了。 公主殿下眼中一彩连闪, 盯着肖战放出来的傀儡兴奋地道, 幸好这次来了, 不然还真是要错过一个绝世奇才不可。 子暖恶然道, 他哪里厉害了, 暖儿怎么没有看出来。 公主摇头道, 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他炼制的傀儡, 虽然在等级上血色于张力的傀儡, 但却全都是用世界禁法则炼制出来的。 世界禁法则, 子暖吃了一惊。 公主孝道, 你想想看, 用世界禁的法则, 炼制出混沌六重的傀儡。 别说整个神光, 就算是放眼整个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怕只有圣师这个级别的人才行。 这时真不愧是圣师的关门弟子。 更难得的是, 如今他的修为才是间禁而已。 等将来他成长起来, 简直难以预料。 有那么厉害吗? 子暖别嘴道, 公主可别高兴太道, 也许这傀儡根本就不是他炼制的。 公主饶有兴致的道, 到底是不是他亲手炼制? 咱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肖战大笑着, 一挥手道, 答话谁都会说, 让你的傀儡出手吧, 让本少爷看一看, 当年那个被师父逐出师门的溺土, 如今成就到底如何? 老者脸色阴沉到极点, 心中杀意不受控制的涌现, 最终发出一声嘀吼, 根本不用他发出命令, 一直处理不懂的傀儡, 猛的双目, 锁定肖战身边傀儡, 体内混沌, 吸虫的力量全爆。 那恐怖的气势, 只将原本参与考核的傀儡全都震飞, 弱一点的, 更是当场爆调。 傀儡一拳出绝对的威猛无仇, 一般武者就算是混沌七重, 怕是也不敢跟这样的傀儡硬碰, 看到自己亲手炼制的傀儡表现出来的为师, 老者的脸上浮现出自傲之色, 肖战就算是师祖的关门弟子又能如何? 他毕竟还太年轻了, 根本不可能领悟到傀儡术的真谛。 然而, 老者的脑中刚刚闪过这样的念头, 他脸上的表情猛地僵住, 那眼珠子都差点瞪出眼眶, 肖战身边的傀儡动了, 手中十毛一个凸刺, 风姐一击瞬间爆出, 那一毛绝对的惊艳, 快若闪电的一毛在所有人的眼中, 仿佛慢镜头一般, 都清晰无误地看到神猫穿透全是, 一毛直接扎进胸膛, 然后, 老者炼制的傀儡如同绚烂的烟火一样爆开, 一时间金鱼漫天。 第六十三章, 出风头并不是肖战的目的, 他是想要吸引人注意, 想要靠自己去找魔国余孽, 无异于南壁登天, 还不如让他们主动来找自己, 将傀儡学院招生教皇, 肖战没有一点负罪感, 通过同那些评委的交谈, 他算是明白了, 如今九传言师父融入傀儡之道中, 这使得其地位直线飙升, 如今神国圣师都不得不低头, 想要重归石门, 就是为了避免被傀儡大道排斥。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作为师父关门弟子, 尤其还是助师父一臂之力, 领悟真正的傀儡大道, 将来真正的永恒傀儡大道, 无疑会更为容易同他契合。 当然, 好处不仅于此, 起码那个圣师, 想要找他麻烦都要掂量一下。 在吴天城已经三年了, 那个所谓的分居时效已过。 这些天爱二娘, 三娘这些女人看肖战时, 眼中都透着春季, 不用说她们的心思荡压, 再思考, 该如同同台同房。 这两年来, 六女可是同肖战朝夕相处, 彼此住得那么近, 耳力同眼力都异常惊然。 肖战不是跟吴贤静办事, 他们想要看, 简直就是易如繁残。 如果是一般人, 他们自然不会兴起偷窥的念头, 但对自己的男人心中总是充满好奇。 两年的相处, 某个时间段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煎熬。 两年了, 吴家女人的好处已让肖战十岁之危, 她练习术能够达到如今这个地步, 他们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说实话, 肖战对吴贤静妻儿母亲期待已久, 他们都是血统最为纯正的吴家之女, 那种提升人技能等级的能力绝对更强, 尤其大娘, 二娘, 三娘, 这可都是永恒静存在了啊, 她一直无法窥视到永恒静傀儡的炼制术, 或许可以借助这样的机会打倒。 当然, 永恒静的女人不是那么好征服的, 哪怕她们打心眼里已经完全接受, 你想要在身体上征服她们, 就必须有一副好身吧。 限制消失, 肖战这些天都在尝试增加自己肉身体质, 他如今离间之神经也就一步之遥, 只是, 无论如何都难以跨过这一步, 依靠修为提升肉身等级补现实, 因而, 只能依靠静置大振的手段。 肖战以自身血肉为材料, 将自己当作最强占偶变身, 这种方法很有效, 他瞬间就拥有了混沌九重的修为, 乍一眼看去, 就跟一尊混沌九重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 这种方法也有自己的弊断, 那就是拥有时间限制, 时效一过, 立马就恢复原状。 目前为止, 肖战只能让自己达到混沌九重境, 再强一点就不行了, 无法达到半步永恒境。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整个内院的人都知道, 六娘要跟孤野同房, 这是抽签决定的。 二娘跟三娘都是永恒境强者, 他们排出在筹签行列中, 由四娘、 五娘、 六娘、 七娘四人抽签。 六娘成熟五妹之极, 一身修为已到了半步永恒境的极致, 无数年月过去, 他就是无法跨过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晋升永恒境就算是强大的神国, 也是一件异常稀罕的事情。 亿万万部永恒境能有一人晋升就不错了, 可见其难度有多大。 六娘已经对晋升永恒境不抱希望了, 看着眼前略显智能的丈夫, 她是打心眼里满意。 作为无家女人, 天生就对男人的要求很高,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他们的男人。 六娘发现今夜的肖战格外让她心动, 当只剩下两人之时, 她发现自己一颗心跳得很快, 就如那情动初开的少女一般, 让她都有些紧张了。 六娘坐于自己的镶榻上, 她正经悲作, 面对肖战那灼灼目光只觉脸有些热, 作为无家高高在上的主母, 情日里可没有男人敢这么赤裸地看她。 相公, 肖战不是第一次跟六娘有过亲历接触了, 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他同其他无家女人的不同, 此刻随着思想的束缚消失, 他感觉自己各项天赋技能震动起来, 隐约间已有了突破的征兆。 洞房花竹叶, 看着六娘那如花似玉的页面, 一切的言语都是多余, 男人这个时候只需做一件事情, 吻恨是炽烈, 急速撩动彼此身心内的渴望, 身体扭动丝膜, 让欲望无限腾飞。 衣物消失了, 彼此再无阻隔, 四目相对, 晴和欲在你中又晚间烈烈燃烧, 天赋技能都在剧烈震动, 热血沸腾间, 肖战只觉所有的天赋技能都变得不安分起来, 那突破的征兆强得可怕。 原本早已晋升世界境极致的技能, 瞬间冲破那道枷锁, 化为混沌及天赋技能, 一切的法则界限消失了, 一道道全新的法则凭空而生。 肖战感悟最大的, 莫过于三大境界增幅同真理之眼, 自从晋升世界境之后, 三大境界增幅效果明显下降, 哪怕到了神国也是一样, 只能够增幅一大境界。 肖战知道出现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 世界境不同于其他境界, 更别说混沌境同永恒境。 这次的晋升, 让境界增幅再次达到两大境界的增幅, 这让它对于让这个技能恢复到昔日的辉煌充满自信。 相比境界增幅, 真理之眼提升更为强大, 混沌境本就可以凭空创造法则, 而真理之眼能够让一切假的变成真的, 也能让真的变成假的。 当这个技能晋升到混沌境时, 肖战惊喜地发现, 利用技能它不但可以凭空制造法则, 还可以强行篡改任何一种法则, 这绝对要比混沌境的凭空创造更具杀伤力。 肖战沉浸在技能的晋升中, 丝毫没有注意到, 给它带来如此精变的六娘, 同时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蜕变。 肖战一直忽略了一个技能, 那就是御龙帝尊体, 这已成为它的独特天赋技能。 在这两年来, 它不断地从吴家的女人进行交流, 以让这个天赋技能飙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此刻随着六娘的洗礼, 技能终于引来了质变。 一种旋之又旋的感觉, 渗入天赋技能中, 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一切。 沉浸在蜕变血月中的肖战,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不知何时, 肖战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惊醒了。 那一瞬间, 他只觉自己的肉身跟神魂似乎要爆掉似的。 怎么回事? 肖战吃惊之急。 此刻, 他本六娘镇压得没有一点脾气, 吴家的女人都是强势的, 哪怕这个时候, 他们都有着主导一切的霸道。 肖战根本没有闲功夫欣赏六娘动体的诱惑。 他惊骇地发现, 六娘似乎突然间触碰到近身永恒镜的气机。 脑中无数个念头闪过, 肖战突然间将境界增幅的力量借给六娘, 然后开启真理之眼, 脑中不断加持那丝气机, 试图让其变得猛烈起来。 随着真理之眼触发, 就如同一个吞噬力量的黑洞, 哪怕肖战将四大巢穴中的力量都调集过来, 也无法满足其需要。 近身永恒镜那一丝气机, 实在是太过难以捕捉。 而当捕捉到时, 想要将之为止, 再到放大, 简直就是无底洞。 时间在飞速流逝, 肖战已经完全忘掉周遭的一切, 人拼命地运转各项技能, 这让他的不灭摩铁跟奉献的力量在急速飙升, 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蜕变。 猛然间, 肖战自身巨震, 重组了肉身, 似乎有了崩溃的趋势。 肖战知道, 他用链之战偶的手段来得强横肉身在崩溃, 这让他感到异常焦急。 六娘正处于最为关键时刻, 这丝气机对于他来说, 这辈子或许再也不会再出现。 到底该怎么办? 肖战在最为关键时刻联系上超脑神器, 根本不用贪汶, 无数信息传递而来, 让六娘出现晋升永恒镜的气机, 完全是被肖战已经忽略的玉龙帝尊体所致。 根据计算, 只要再让这个技能晋升一截, 或许就能让六娘晋升永恒镜的气机彻底显露。 如何提升技能等级对于肖战来说, 可谓是驾轻就熟, 他一瞬间开启两大境界登附, 再让真理之眼加持而来。 哄, 气机终于完全出现, 一股精熟的力量从六娘的相规震荡而来, 那是永恒的力量, 初始失落的可以, 要不是早就察觉到, 一样的二娘跟三娘已经来到屋外, 真的很难发现。 两女的眼中露出惊喜之责, 推门而入, 就见六娘正将肖战拼命镇压着, 而那永恒的力量波动愈发明显起来。 两女完全没有想到同自己男人洞房, 竟然还能发生这种事情, 交换一个眼神, 他们瞬间消失在屋中。 晋升永恒镜的气机出现, 但要度过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两女觉得应该调动整个吴家的力量, 助六娘晋升之用。 很快, 晋升永恒镜的气机完全显露, 整个吴天城都被一股恐怖的力雷笼罩, 所有人都感到神魂在惊惨, 仿佛天地间有尊恐怖的神灵诞生一般, 要让世间一切生灵膜拜。 整个吴家都被惊动了, 一尊尊可怕的舞者飞临高空, 很快, 整个吴天城的力量都被调集起来, 打算应对即将到来的精神永恒大劫。 这一切肖战根本不可能知道, 在气机出现的刹那, 他将不灭魔体跟两大境界增幅都再借给六娘, 然后他很干脆地重生去了。 第六十四章永恒大劫,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劫, 永恒雷劫下能够摧毁世间一切, 要想扛过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窥探到永恒境。 惊是雷霆下落, 吴天城的防御开到极致, 碰撞间就仿佛天地大碰撞, 无尽的永恒之力炸开。 永恒大劫鬼神莫测, 哪怕吴天城本身就是永恒神城, 在这可怕的永恒雷劫之下, 仍然难以将所有的雷劫之力阻挡。 永恒雷劫穿透吴天城防御, 落在吴家内院中, 永恒境以下的禁止瞬间粉碎, 唯有那道永恒之光阻挡住第一道雷劫。 六娘的脸色苍白得很, 这次渡劫来得实在是太过突然, 他完全没有一点准备。 不过, 幸好是在吴家内院, 吴天城的防御, 再加上内院的禁止, 足可以扛过大劫前半段。 吴天城的防御真不是盖的, 但也只能挡住前半段, 永恒大劫到了后边将是人劫。 所谓人劫, 就是只针对舞者本身, 就算这是有人站在杜劫者身边, 也不会被杨基驰鱼。 六娘的脸色不好看, 刚刚重生回来的肖战同样不好看, 本来他以为这只是六娘的永恒大劫, 他完全可以拎到一旁, 给他摇席那喊诸威, 只是没有想到, 雷劫竟然将他这个罪魁祸首也跟着锁定了, 他必须跟六娘一道度解。 六娘也是非常人物, 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看着被一股奇异力量强行锁住, 无法分开的肖战, 吃惊道, 这是怎么回事? 肖战苦笑道, 好像是我帮你触发了永恒大劫, 因而这个雷劫找上了我, 硬是要我跟你一道台雷劈。 你帮的我, 六娘一愣, 肖战非和孝岛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 任何跟我上床的女人都能够获得晋升的机会。 很巧的是, 这两年来, 经过吴家女人反复洗礼, 再经过娘子最后的一催发, 技能就突破了。 六娘很是吃惊, 这等能力简直是耸人听闻, 如果利用好了, 吴家岂不是要一跃冲天? 脑中转过这样的念头, 六娘很快哭笑起来, 现在想这些为时尚道, 还是先解决眼前难题再说。 就算只有六娘一个, 她想要度过永恒大劫都非常困难, 现在还搭讪一个男人, 这难度就更大的了。 永恒大劫到了后边只会针对渡劫者本身, 先是肉身解, 接下来是神魂解, 最后则是法则解, 每一个大劫都凶险异常。 两人同时度劫这样的事情, 妾身还是第一次遇到, 到底该如何做? 妾身没有半点经验, 到时一切都只能依靠夫君自己了。 肖战知道六娘也是没有办法, 他自己都凶险异常, 那还顾得上他这个突然插一脚的男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 肖战自然不陌生, 以前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了, 只不过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近身永恒境这一刻出现。 肖战清楚, 自己会被雷劫锁定, 从御龙帝尊纪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刻随着雷劫加大, 他清晰感应到体内的天赋技能在激动, 那是因为雷劫针对缘故, 虽然被阻挡了, 但是每一道雷劫披露之时, 天赋技能本身都有着一种蜕变的趋势。 当然, 引发永恒雷劫的不仅仅是御龙帝尊体, 还有真理之眼与境界增幅, 肖战很是兴奋, 他知道只要六娘能够渡截成功, 他这三项天赋技能绝对能够进阶, 到时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绝对让人期待。 恐怖的大劫先期持续了足足三个月, 整个吴天城的剧名, 以及所有吴家统治疆域内的民众都被恐怖的英语笼罩, 永恒大劫有多恐怖神火每一个吴者都知道, 如果吴者渡截成功, 不会有什么, 而一旦失败, 那临死的反击绝对恐怖, 天知道多少生灵要找到波及, 真正的考验来了, 肖战自然再也顾不上六娘, 他体内三大天赋技能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 他感觉不用直接扛过去, 他们都有可能进阶。 三大天赋技能等级最高的无疑是御龙帝尊体, 当接受六娘洗礼时, 就已经晋升到半部永恒, 虽然是最弱的, 但毕竟具备一丝永恒的属性, 不然也不会引发六娘的永恒大劫。 先前三个月的渡截肖战可没有一直净等雷劫降临, 他发现六娘体内的永恒力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由于是依靠御龙帝尊体的获得的机会。 通过洗礼的方式, 六娘自身具有的, 能帮助男人提升技能的能力进行回赠, 可以让她的天赋技能不断蜕变。 第一步, 肉身节开始。 六娘已经蜕变到半部永恒极致境界的肉身, 瞬间出现立纹, 要不是有肖战临时赠予的不灭魔体加持, 她的肉身绝对已经爆开。 这股大劫来得异常突兀, 仿佛凭空出现, 而当她出现之时, 直接就将接近永恒的肉身崩开。 六娘的脸色煞白, 根本毫无一丝征兆, 肉身就崩开了, 刚刚那一下她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 虽然最终不知道是怎样度过去的, 但她知道, 这一切应当都跟正被她镇压着的男人有关。 肖战的情况可跟六娘不同, 她并没有感到任何度肉身节的征兆, 而是在那一瞬间, 她感觉幸福似乎要永远离自己而去。 这个时候, 奉献技能根本靠不住, 好在不灭魔体着实强大, 硬是扛住了。 渐渐地, 肖战发现所谓肉身节, 其实就是将肉身中一切非永恒的力量更无止清楚。 只要有那么一丝, 肉身就会被雷节之力崩开。 这时, 肚战者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雷节爆发时, 清除体内的所有非永恒属性的力量。 要做到这一步, 大截之初非常重要。 那时, 舞者本身会向着永恒境蜕变。 如果舞者能够完美地在肉身节道来之前, 让肉身完美永恒化, 这肉身节将轻松度过去。 整个过程肖战都让超脑神器辅助, 一边永恒化, 一边清除神魂中的非永恒物质。 肉身节并未持续太久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神魂节。 大截的力量直接作用于神魂, 第一击就让六娘脸色煞白, 口吐鲜血, 他遭到了重创。 而相比起来, 肖战则是轻松多了, 他的永恒大截只是针对天赋技能, 有超脑神器之助, 一切都很轻松。 渐渐地, 肖战让超脑神器摸索出一套堵永恒大截的功法, 将不灭魔体, 轮回绝等一系列技能与功法融合在一起。 两者渡截, 七七相关, 算得上一戎俱戎, 一损俱损, 一个失败, 绝对会波及到另一个。 肖战自然将新创造的功法传授给六娘, 至于每人能够掌握到何等地步, 暂时就不是他能够预料的了。 肖战的大截轻松得很, 晋升得也快, 只有当法则截来时, 他才感到那种凶险。 法则截完全就是一种自毁, 一次又一次, 哪怕自认完美, 已经完全成为永恒法则了, 也照样自暴不断。 这是肖战经历过最为凄惨的一次度解, 那种毁灭的感觉, 完全不同于轮回绝造成的自毁, 而是一种彻底灭杀。 仿佛要将你彻彻底底, 干干净净地抹杀掉, 尤其自暴的还是男人最终的地方, 那种痛苦绝不是一个正常男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肖战发誓, 要是早知道跟女人一道妒解, 这么凄惨, 打死他再也不这么干了。 一次次的自暴, 让肖战都麻木了, 无数套法诀跟天赋技能融合在一切的功法, 让自暴根腹原同时发生, 这是好事, 同时也是坏事。 几乎从开始到结束, 每一分每一秒都处在这种自暴的状态中, 让他担心自己会有心理阴影, 这辈子都不拒打。 终于结束了, 肖战感觉从一场可怕的噩梦中惊醒过来, 他仍然处在世界境, 并未因为经历一场永恒大劫有所提升, 这时他也没有闲工夫去管设他, 而是急忙自检, 看看自己有没有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要检查, 自然无需自检, 肖战还没有开始叫人, 吴湘就领着一大群美女鱼贯而入, 这些美女都是这两年来, 他七个老婆精挑细选出来服侍他的女人, 他们不但人长得美样勾人, 服侍人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修为、 罪弱都是混沌九重性以上。 老爷终于醒了, 这些天来可担心死奴帝们了。 肖战心正忐忑着, 急忙道, 香儿快点过来, 这次本老爷帮你祖母晋升可是心有余计, 你们快来看看, 本老爷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后遗症? 吴湘一愣, 不过一看肖战先辈子的举动, 顿时脸上露出一个会议的笑容, 尤其那张小嘴微微站起, 不言而喻, 他在告诉老爷要如何帮忙检查。 不多时, 在吴湘自告奋勇下, 肖战的脸上终于露出如是重负的表情, 看着感应到他苏醒一同过来的七个老婆不由道, 这是为父所都大劫最为凶险的一次了, 到现在都担心留下后遗症。 吴贤静笑嘻嘻道, 看来咱们应当好好谢谢香儿, 要不是咱们将来可要守活管了。 二娘历时瞪了一眼吴贤静, 脑道, 死丫头, 少说些不吉利的。 三娘一脸兴奋地道, 夫君, 没想到你还有如此能力。 大姐要是知道, 非高兴死不可。 这时, 四娘, 五娘, 七娘脸站没人微笑, 挥退屋中服侍的丫头, 霸占着肖战左右, 要不是吴湘现在帮她卖力的自己, 有些默不开面子, 他们都恨不得自己亲自带牢。 夫君大人, 你说如果咱们同房, 你是否也能帮咱们三个进阶? 三位夫人都是一脸的阴械, 这一切他们非常的后悔, 没有争取第一个同自己男人同房, 不然这一刻, 近身永恒境的就是他们了。 肖战叹道, 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 唯夫只能保证你们的机会更大罢了。 三位夫人齐心似火, 看肖战的眼睛在放光, 一副恨不得立马就压他炸他的样子。 二娘笑道, 看吧你们急的, 夫君又不会跑, 你们还是等夫君养金蓄锐再跟他同房吧。 四娘称道, 二姐可不知我们三个有多心急了。 七娘痴痴笑道, 六姐一炮而红, 咱们三个可不能干预人后。 三娘摇头道, 这事急不得, 有一人近身永恒境不会引人注意, 要是先后三四个, 咱们乌鸦绝对会成为众矢之地, 要是有人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夫君的缘故, 先知道会有多少人打我们夫君的主意。 他们赶。 四娘脸色一冷, 其余女人也好不到哪去, 纷纷双目寒煞, 一副肖战就是他们的进门的样子。 启禀夫人跟老爷, 外边有人找老爷,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屋内七女还没来得起形成统一战线, 就有女人找上门来, 只让他们的脸色瞬间一愣。 二娘看着肖战, 一脸温柔地道, 夫君多多休息, 这什么也女人交给我们来应付就是。 七个女人一个眼神就达成共识, 肖战的能力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要防住唯一的办法, 就是不让外边的女人跟她发生肉体关系。 看着七女一副攻守同盟的样子, 肖战一阵无语, 说真的他很好奇, 在这神国中除了神系公主外, 应当不会有美女来找他才是, 难道是因为他暴露自己是前任傀儡圣尸之徒的缘故, 引来了师门中人。